第一千一百二十七集 周大使 白小春眨了眨眼 心跳莫名的加速了一些 他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实在是他自己也搞不懂 为什么对这个公孙娃施展了轮回过去今后 此女居然会出现那么奇怪的反应 难道说 我自创的这个神通 有什么致命的破绽 白小春立刻紧张 实际上这件事情 他早就觉得匪夷所思了 每次一想到若是轮回过去今 具备了这种让人目瞪口呆的特殊作用 一旦传出去 怕是名气都有损 他就觉得整个人都有些不好了 我要创造的 可是大神通 大数法呀 白小春深吸口气 不愿去深思这个问题 他琢磨着更大的可能性 是与公孙娃的记忆有关 一定是这样 我白小春为人正直 创造的功法自然是堂堂正正 岂能这么邪门外道 白小春安慰了自己一番 又看向公孙娃的行宫 心底也在迟疑要不要进去时 行宫的大门竟无声无息的自行开启 白小春呼吸顿时急促 看了看行宫大门又看了看天色 心底更为纠结 最终他长叹了一声 罢了罢了 为了云海州的千万子民 为了我通天睡界的所有人们 我白小春 又岂能在意自己的得失 白小春狠狠一咬牙 大有一种豁出去的感觉 神色凝重 步伐沉重 一步步向着行宫走去 心底深处 更是产生一股悲壮追 渐渐的走入行宫 看到了在那行宫深处 坐在那里 穿着一身粉色宫装 免无表情的公孙娃 似乎这一刻的公孙娃 与之前开口说出小哥哥时 也不是同一个人 他冷冷的盯着白小春 墓中深处 带着一抹寒芒 除非你能永远使用 你那卑鄙的术法 否则的话 只要你再对本宫动用一次 我立刻发动北部所有力量 灭你云海中 公孙娃儿缓缓开口 声音低沉 瞬间就让白小春 目中寒芒一闪 更是修为运转 实在是这一刻的公孙娃儿 给白小春的感觉 似是曾经的鬼母 你可以怀疑本宫的坚定 也可以去尝试一下看看 公孙娃儿 目光依旧病寒 可那语气内蕴寒的果局 好似斩钉切铁 白小春 皱起眉头 实在是眼前的公孙娃儿 与鬼母太像了 让她忍不住去怀疑 这公孙娃儿 融合了鬼母后 是不是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在她感觉 对方的性格 似也变得有些陌生了 不过 对于这种冰冷性格的 我还是有些办法 当年宋军婉 与周子墨 一个个都很冷漠 白小春眨了眨眼后 神色瞬间肃然无比 看了眼公孙娃儿 他慢慢的背起了手 一股铁血之意 在其身上昏明爆发 随着爆发 他整个人的气势 也都与之前不同 目光深沉的同时 声音也带着一抹天尊的 至高无上之意 在这行宫内回答 你的确可以发动北部之力 灭我云海州 可白某当年上师半神 就能勤你一次 如今 你说我能不能做到 再勤你第二次 不等公孙娃儿开口 白小春话语再次传出 而白某今天来此 不是与公孙娃儿 你争取这些没用的话题 我北海州 炼灵冠决天下 盛皇朝内 以声名赫赫 你北部树州 对于炼灵一样 有所需要 只不过之前我云海州封锁 使得你北部之休 无法接触 今天 白某是准备开放云海州 与你商谈 并非是来恳求与哀求 所以你的姿态 也不要太过 白小春 言辞如同历界 将自己的需求改变 换成了是公孙娃儿的需求 这番话语一出 公孙娃儿目光更为犀利 笑话 你拿了我手中一周 居然还这么一副 好似施舍般的姿态 白小春 你莫非消坏了脑袋 你也不用在意 云海一周的得失 你的确是失了一周 可我还给你远远超出 一周收益的炼灵贸易 白小春立刻开口 声音带着某种笃定之意 贸易 你云海周 是被我北部封锁 并非如你所说 封锁我们 这贸易 对你云海周有大用 可对本宫 没有半点作用 公孙娃儿 与其依旧病寒 没有作用 公孙娃儿 你如今不受邪皇信任 与其说是自行来的此地 不如说是边缘化在此 而白某处境与你相差不多 这一点 我们有相似之处 我不相信你不想破局 否则的话 你也不会来势汹汹 镇守北部 而我有更好的办法 可以让我们 各自达成自己的腾飞目的 你我的合作 才是首选 开放贸易 让北部五周内 有我云海周的列灵之地 一方面 可以提升你北部战力 另一方面 更可获得大量收益 如此一来 北部安稳后 甚至我可以让你成为 云海周 在邪皇朝的唯一权限者 整个邪皇朝的列灵 都由你手中罢空 如此合作 如此诚意 公孙娃儿 你告诉我 你有什么道理拒绝 白小春话语不断 一句句说出的同时 公孙娃儿那里 也目中露出思索 实在是白小春的说法 的的确确 符合他的需求 而云海周的 列灵发展 他自然看在眼中 尤其是白小春 最后的提议 对他来说 利益之大 无法形容 甚至 更可改变 他在 邪皇朝的地位 这一切 都让公孙娃儿 这里 不得不冷静下来 开始 仔细思索 白小春 所说的 贸易之事 而他 虽一眼就看出 白小春刻意的颠倒 与扭曲需求 不过身为天尊 这些事情 哪怕看透 可若真的有利益 那么一切 并非不可谈 白小春 一眼看公孙娃儿 开始思索 心底也松了口气 更有一些庆幸 他琢磨着 还是这个样子的 公孙娃儿 比较理智 容易沟通 此事本宫 需仔细衡量一样 明天给你答复 拜上后 公孙娃儿抬起头 向着白小春开口 白小春眼睛一亮 知道此事成功的 可能极大 也明白 对方需要判断思索 能告诉自己 明天有答复 已经是很有诚意了 时间短暂 白某也就不回云海州了 在此地城之内 等待明日清晨 再来打扰 白小春点了点头 正要告辞离去 公孙娃儿目光一闪 右手抬起一挥 顿时从行宫内 就走出一个貌美的侍女 这侍女快步走来 向着公孙娃儿一拜 清儿 通天王远来是客 你将其安排好 说完 公孙娃儿起身一晃 消失在了原地 白小春摸了摸鼻子 虽说这个样子的 公孙娃儿适合谈试 可他心底还是觉得 称呼自己小哥哥似的他 虽有些不讲道理 可还是让人怀念的 不行 以后尽可能的远离 这公孙娃儿 他性格变化太大了 白小春赶紧打消 自己怀念的想法 看了看身边的那叫做清儿的小丫头 这小丫头俏理无比 看起来似秀色可参的样子 清儿被白小春目光一扫 有些害怕 赶紧欠身一拜 引领白小春离开了行宫 走在了行宫旁的客居阁楼 公孙娃儿的行宫 是在一座山峰上 站在那里 向下一看 就可以看到下方此周的大城 那城池是所在周的第一大城 与云海城的规模相当 此刻虽是黄昏 可看去也都极为热闹 熙熙攘攘 人群不少 眼看白小春目光看向城池 清儿一边带着白小春去阁楼休息 一边忍不住 好奇的多看了白小春几页 思欲言又止 直至将白小春带到了阁楼后 白小春笑了笑 看向清儿 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听到白小春的话语 清儿深吸口气 忍不住 问了起来 大人 身为同天世界第一强者 传说 更是第一烈灵大师 清儿对于烈灵很好奇 也看到过几次 很神秘 玄妙的样子 多说烈灵 去通天世界血脉才渴 这是真的吗 你 见过烈灵 是啊 城池内的周大师 名气之大 仅次于通天王您了 但每次烈灵 我只要有时间 就会去看 清儿点头 目中掩饰不住地 露出崇拜之意 思对于烈灵师 很是崇敬 白小春一整 周大师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二十八集 吓到了 清儿一提起周大师 顿时眉目内就露出憧憬之意 似乎在他的心目中 这位周大师的烈灵之法 足以震动八方 是啊 这位周大师可厉害了 想必天尊大人 一定听说过他的名字 传说 这位周大师 当初在通天世界时 就是万万人之上的烈灵强者 所过之处 无数通天世界之人 都对其尊敬无比 甚至通天世界本身的世界规则 都对其很是照顾 哪怕世界崩溃 可他却毫发无损 不仅仅是这样 更为神奇的事 是他的烈灵之力 再来到永恒先遇后 更为强大了 啊 我还听说 这位周大师 有一位爱人 他这一生 都是为了要寻找其爱人 还有啊 我亲眼看到他烈灵时 就连天地 都为之色变 风云逆转 转手间 好似牵引世界 成就烈灵之宝 一说起这位周大师 清儿顿时嘴 就听不下来的样子 墓中的神采 越来越强烈 阴隐的 白小春都看出 爱慕之意 在其谋中闪动 白小春 立刻就好奇了 而更让他感兴趣的 是这清儿 身为邪皇朝的修士 居然对于烈灵师 如此崇拜 这一点 让白小春感觉 有些不可思议 和你一样 对于烈灵感兴趣之人 多吗 白小春 忍不住问了一句 多啊 如今 烈灵师的地位极高 在我们邪皇朝 烈灵师岁不多 可任何一个 只要站出来 都会被人追捧 这烈灵 实在是玄妙无比 千所未有 能化腹朽为神奇 可惜 我不是通天血脉之人 否则的话 我也一定要去学习 烈灵之法 不过我已经想好了 以后寻找道理 一定要找一位烈灵师 清儿说到这里 小脸有些发红 白小春深吸口气 心底此刻很是震撼 他觉得自己在闭关前 似乎烈灵师 还没有这么受人追捧 可没想到 只是几个月 小半年的事情 居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虽然当初大天师 曾提过 要以云海周为基础 抬高整个通天世界 烈灵师的地位 可他也太厉害了 这么短的时间 居然就做到了这一点 白小春觉得惊奇 看着清儿那泛红的小脸 心底也泛弃了一些得意 不过他也想到了 此地修饰之所以如此 是因与云海周接壤的远古 若是换了其他仙玉 怕是效果上 没有此地这么显著 可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白小春心情立刻大好 尤其是对于这种 心向烈灵师的永恒仙玉修饰 白小春觉得 如果能再多一些 那就更完美了 想到这里 白小春也对那位神秘的周大师 起了兴趣 他琢磨着 此人在这里 列灵 对于提高列灵师的地位 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心底也生起了 要去见一见此人的想法 清儿 你说的这位周大师 或许我曾见过 不如你带我去看看 一听白小春的话语 清儿立刻眼睛一亮 实际上 若非公孙娃儿召唤他 来安排白小春的起居 他原本的计划 就是今天进城 去看周大师列灵的 好啊 正好今天 是那周大师公开列灵的日子 天尊竟然感兴趣 清儿给你带路 清儿赶紧点头 心底雀跃 这单纯的样子 让白小春忽然觉得 永恒仙玉的修饰 也并非人人都是不可理喻 与凶残 就这样 在白小春的提议后 清儿兴奋的带着白小春 离开了行宫 直奔山下的城池 而他身为鬼母天尊的侍女 进出城池 自然拥有特权 不过白小春也不想露出自己的身份 毕竟这里是邪皇朝的领地 所以在他的施法下 进入城池之势 除了公孙娃有所察觉外 其他人毫不知晓 走在城池街头 此刻虽是黄昏 可城池内依旧是熙熙攘攘 极为热闹 这里面绝大多数 实际上都是原本此周的修真家族 对他们来说 邪皇朝也好 圣皇朝也罢 没有太大的区别 毕竟他们的世世代代 都是居住在这里 所以 哪怕如今是邪皇朝统治此地 可他们的生活与修炼 没有太大的变化 同时还有部分修士 则是鬼母天尊 从另外的仙域迁移而来 目的就是要让邪皇朝 能够在这圣皇朝 第二仙域的北部 彻底扎根 故而这里热闹非凡 四周的店铺也都开张 来来往往 尽尽出处 时而还有笑声 吆喝声 从远处传来 甚至有那么一瞬 白小春都感觉 分不清邪皇朝 与圣皇朝的区别了 走在人群内 耳边虽传来热闹之声 可白小春的心 却慢慢的平静下来 他想到了通天世界 想到了祖门 想到了茂尔山下的村庄旁 也有一个镇子 那里 每到年关的时候 也很是热闹 清儿没有注意到 白小春的恍惚 他对这里轻车熟路 此刻引路带着白小春 在这城池内 走了几条小路后 出现在了一处广场上 这广场的右侧 有一座 似新修建出的府邸 门外 竟有数百人汇聚在那里 一个个虽焦头见耳 可声音都很小 目中大都带着期待 看向府邸的大门 这府邸的大门敞开 能看到旗内的店中 也有数十人 一个个带着恭敬站立 相互排队的同时 他们的目光 与门外众人一同 都看向 此刻在那店内的伤手处 盘膝打坐的一位中年男子 这中年男子穿着道袍 有些消瘦 可目中却炯炯有神 专个人看起来 闲锋倒鼓 此刻正向着 其面前一位抱拳的 半神强者 缓缓点头 明明只是原因后期的修为 可他面前的那位半神 无论是姿态还是神态 竟都很是客气 此刻正拱手开口 周大师 李某的这把飞剑 之前在蝎黄城时已炼灵了三次 可找遍了整个蝎黄巢 也都找不到能将其炼灵四次者 还请周大师出手 把我炼灵第四次 一切条件都好说 那位周大师身色淡然 脸上似笑非笑 看了眼前的半神强者一眼 邪黄巢的张大师 周某就算是远在这里 也都听说过 他若出手 第四次炼灵 还是可以做到的 张大师 神龙见首不见尾 在下没有遇到啊 那位半神有些尴尬 此刻深吸口气 再次向着面前的这位周大师一拜 更是传音一番 此在许诺报仇 半神后 这位周大师才点了点头 罢了 将你那飞剑拿来 周某先看一看 半神强者 都尔时振奋 立刻取出一把赤色的飞剑 这位周大师 接过飞剑 低头大量时 也正是轻而带着白小春 到了大门外的一刻 哪怕没有进门 但以白小春的修为 他的目光 一眼就穿透人群 直接看到了店内 装模作样的周大师 再看到此人的一瞬 白小春眨了眨眼 嘴角露出一丝 莫名的微笑 大人 他就是周大师了 我们这里的第一列领事 特别厉害 大人 一定在通天世界 见过周大师吧 可惜没人知道他的名字 他曾说过 只有当有一天 他找到了自己 失踪的爱人时 他才会告诉世人 他的名字 青儿看向周大师时 目中神采更多 嗯 认识 白小春听到青儿的话语 神色浮现 怪异 干咳一声 点了点头 或许 四周的人 交头接耳 都是轻微的 使得白小春的咳嗽声 略微的 大了那么一点点 传入到店内 虽更轻微 可还是让这位周大师 皱了皱眉 他以往列领 需要的是绝对的安静 这是他的规矩啊 此刻皱起眉头后 周大师的目光 从手中的赤色飞剑上 抬起 带着不悦 看向大门外 一眼就看到了 站在那里的青儿 看到青儿后 周大师心底一荡 他早就看出 此女对自己的好感 此刻脸上也露出笑容 目光顺便的 就落在了 站在青儿身边的 白小春身上 再看到白小春的一说 这位周大师的眼睛 猛得正大 身体猛得一颤 脑海更是嗡了一声 好似傻眼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二十九集 回家 拜拜 周大师呼吸顿时 急不平静 眼珠子 似都要掉下来 内心更是掀起 惊涛海浪 脑海的嗡鸣声 好似声声 天雷滚过 而周大师的身色变化 以及这与往常截然不同的样子 立刻就让四周众人吃了一惊 尤其是那位半神强者 更是面色一变 同样转头看向门外 再看到白小春后 他也倒吸口气 显然是认出了白小春的身份 可四周的其他人 乃至门外众人 他们不认识白小春 此刻注意到周大师的异常 纷纷诧异 低声议论 这周大师是怎么了 我从来没见过周大师这个样子呀 白小春身边的轻儿也都愣了一下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店内的周大师猛的就从座椅上跳了起来 手中的飞节更是一把扔掉 整个人不说连滚带爬可也是狼狈无比 用最快的速度直接就冲了出去 在四周众人的木凳口袋下周大师的速度爆发 胡小杰就直接冲到了白小春的面前 普通一声竟直接跪在了白小春的前方 一把就抱住白小春的大腿 眼泪如瀑布一样 顿时流下 声音也都歇斯底里 似激动到了极致回荡四方 主人啊 一星想死你了 主人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苍天有眼 竟让一星 有再看到你老人家的这一天 周大师 正是周一星 这声音 激昂中带着无比的诚挚 可却让四周所有人 全部在听清后 道西口气 一个个目中无法置信的 齐齐看向白小春 周大师的 主人 天哪 这周大师都这么厉害了 他的主人 岂不是更为强悍 此人是谁啊 我怎么觉得有些眼熟 四周中人 纷纷心惊的同时 轻而也呆愣住了 他追前嘴上 虽说白小春是第一炼灵师 可心底中始终觉得 他喜欢的这位周大师 才是隐居的炼灵爵士之人 可如今眼前这一切 让他的脑海立刻就混乱起来 一时半会儿都有些无法接受 实在是这一幕的信息太大了 周大师的 主人 轻而难难的同时 周一星内心此刻颤抖无比 更是紧张害怕 实际上 他早就知道云海周的事情 更是知道白小春 巨鬼王与大天师在哪里 可他舍不得在这里的生活 舍不得在这里 那种被人追捧的好日子 之前纠结再三 还是没有想好 要不要去投奔白小春 但如今 他知道自己已经不需要纠结了 白小春的出现 让他彻底的明白 自己的好日子要到头了 此刻他担心的是自己距离这么近 居然都没主动去的行为 会引起白小春的不悦 若是换了其他人不悦 周一星根本就不在乎 但他可是亲眼看到了 白小春当初在蛮荒的 种种手段与崛起 无论是祸乱魁皇朝 还是自身成为天品烈魂师 又或者弟子成为明皇 再还有拿下红尘女 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他对于白小春的敬畏 已经是刻入骨髓 烙印灵魂深处 此刻之所以那么夸张的排解 他的目的就是要自污的同时 让自己看起来可怜一些 希望这白小春能看在以前的情分上 别去找我的麻烦 朱一星心底已经开始流泪了 此刻眼巴巴的可怜兮兮的望着白小春 主人你都不知道啊 我等了你好久 我做梦都在想 你能出现在我面前 那该多好啊 主人 一星想你啊 周一星 眼看白小春始终笑眯眯的样子 心底一颤 再次扯着嗓子开口 白小春眨了眨眼 自从方才看到了周一星后 以他对此人的了解 立刻就明白这家伙是享受在这里的生活 不太愿意去云海州吃苦 而对方如今这么夸张的败结 白小春更是清清楚楚 这是周一星在害怕 不过周一星还是想错了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后的白小春 对于通天世界众人的想法 也都有所判断 他明白 随着于永恒先遇的融合 怕是如周一星这样的人 会越来越多 有些事情 白小春不愿强求 只要彼此不是仇人 而对方能生活得更好 这本就是白小春不变的初衷 尤其是此刻 眼看周一星自悟 白小春心底一叹 深吸口气后 他修为轰然间 直接就爆发开来 随着其修为的扩散 好似有风暴 直接就在这城池内 滔田而起 掀起的冲击 更是让四周所有人都倒吸口气 神色狂变 齐齐后退 更有人直接就感受到了 这修为波动内的天尊气息 师生惊呼 天尊 他是白小春 通天王白小春 天哪 原来周大师的主人 居然是天尊 这气息的扩散 修为风暴的爆发 立刻就让四周所有人 心神狂振的同时 对于周一星那里 再没有了丝毫轻视 反倒有了一种羡慕之意 有主人 虽被人不耻 可若其主人是天尊 则这种不耻 太多的人 希望能去感同身受一下 此刻这里众人 就是如此心思 一个个呼吸急促中 羡慕之意更为明显 而看向周一星时 尊重之意 敬畏之意 也都比曾经更多 而白小春的作秀 没有结束 他猛的上前 一把就扶起了 发懵的周一星 一星啊 我以前就和你说了 我们是道友 是朋友 不是主仆 我知道你感恩 但以后千万不要再如此了 看到你在这里过得挺好 我也为你开心 白小春 扶起周一星后 温和的笑着开口 他的声音蕴寒羞尾 好似春风拂过大地 其他人听到后 什么样子周一星不知道 可他知道此刻的自己 再看到白小春爆发修为来 抬高自己 再听到白小春用言词 来免去自己的一切自悟 甚至使得自己的名气 不但没有受损 反倒收获更大时 周一星的心颤抖了 他的眼睛瞬间就有些湿润 心底深处更是生气惭愧 他知道自己的心思瞒不过白小春 可他没想到的是 白小春不但没有去责怪 更是来主动成全自己 这一切使得周一星他张开口 想要说些什么 可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星啊 练灵是我通天世界独有之法 希望你在这里也能开创一番局面 永远不要忘记任何时候 我都是你的后盾 好了 我也走了 若有时间 一星你可来云海州 大家叙叙旧 白小春 拍了拍周一星的肩膀 转身一晃 笑了笑 向着远处走去 青儿物资有些发懵 看了看待在那里的周一星 又看了看白小春 迟疑了一下后 赶紧向着白小春跑去 至于周一星 他呆呆的站在那里 望着白小春的背影 渐渐的远去 他的身体越发颤抖 白小春的做法 言辞 这一切让周一星 这里的惭愧越来越多 到了最后 眼看白小春的身影 就要消失时 周一星横海一咬牙 目中露出果断 他直接就斩断了 对此地的一切留恋 斩断了自己贪恋的享受 此刻一晃之下 直奔白小春 主人 等等我 我要去渝海州 这周一星声音传出时 白小春脚步一顿 转头看向急速靠近的周一星 也看到了周一星 目中的尖顶 白小春笑了 没有再去过多的言辞 而是点了点头 欢迎你回家 回家 注意性身体 再次一阵 喃喃的 这两个字后 他的脸上露出笑容 那笑容很干净 很认真 回家 本集 已经播剧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 第一千一百三十集 妖孽 你们走开 这一次 对于周一星来说 意义很不一样 他之前 对白小春的印象 也发生了改变 对于云海州 更是省起了希望 哪怕 在留恋外面的风景 也都是独自一人 就算是享受了生活 可夜深人静时 那种放眼看去 只有自己 来自通天世界的陌生感 也依旧是让他 时常喜虚感慨 可现在 那一句回家 好似将周一星的心神 震荒起来 他跟随在白小春身后 与青儿一起 越走越远 曾经白小春一直认为 周一星 就是自己的幸运心意 事实也的确如此 随着周一星的回归 第二天清晨时 与公孙娃儿的商谈 竟也顺利无比 不但开放了贸易 更是允许云海州 在北部协黄朝的几个州内 各自都设立一个 练龄的分部 所以一切的掌控 都在公孙娃儿手里 而且分走了不少的利润 可同样的 根基还是在云海州的同时 更是为云海州 开启了另一片天地 或许 刚开始这优势 还不是很明显 可随着不断的贸易加深 很快的 将会为云海州 多开辟出一条道路 使得云海州 能真正意义上 按照大天师的规划 在夹缝中 屹立不倒 处理完了所有的事情 白小春心脉一足 他觉得自己这一次赚了 不但与公孙娃儿达成了贸易 更是把周一星给带了回来 在这满足中 白小春与周一星回到了云海州 出来云海州的周一星 对于这里的一切都很是新奇 尤其是在到了云海州的主城后 他甚至看到了几个 曾经在蛮荒的故人 彼此见面后都很是惊喜 白小春眼开如此 知道周一星刚刚到来 有太多的朋友重逢 于是也就没有打扰 独自回到府邸后 将大天师召唤过来 一看到大天师 白小春就得意 将自己的战果说了出来 可大天师却眉头微微一皱 直至当白小春都说完后 他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 可公孙娃儿之间呢 有什么进展 你昨天夜里 没住在公孙娃儿的行宫啊 进展 这个 应该是有一点点吧 我怎么可能住在他的行宫 我是住在城中 白小春 有些头痛 他知道大天师的意思 可这种事 白小春实在是发愁 不知道该怎么去与公孙娃儿有进展 听到白小春的回答 大天师常态一声 实际上 他让白小春去找公孙娃儿 其目的根本就不是贸易 这种对双方互利的事情 他算准了 公孙娃儿绝不会拒绝 他的想法 是让白小春与公孙娃儿之间多一些暧昧 如果能在行宫内居住一晚 那么他就可以暗中传出风声 让那公孙娃儿在谢皇朝里更加被排斥 同时他还准备了一系列计划 心底有六成把握 最终让公孙娃儿被白小春拿下 然后再生下个一男伴女就可让白小春的根基在这永恒仙玉更为牢固 可如今一切计划都准备好了 可白小春这里居然如此不争气 如果换了在蛮荒的时候 大天师早就怒了 甚至有可能直接出手 压着白小春去完成这个计划 可如今二人身份早已逆转 虽不是主仆 可也是君臣之分 所以大天师这里只能叹息 脑海快速转动 琢磨着如何能根据白小春的行事风格 再定制一个符合其性格的计划 顺理成章 水到渠成的拿下公孙娃儿 而这种计划的改变 最是耗费心神 大天师这里揉了揉眉心 苦笑的离开 脑子里在不断的琢磨办法 如果公孙娃儿知道 在云海州有这么一个老狐狸 在不断的算计他 怕是会立刻杀赖 不死不休 白小春 眼看大天师走了也松了口气 大天师的心思他明白 知道对方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通天世界的崛起 为了自己地位的稳固 可他心底还是觉得怪怪的 实在是这种事情 他还有些不太适应 罢了罢了 这种事我还是别去操心了 如今最重要的 还是让自己修为提高 白小春将烦恼从脑海里驱散 深吸口气后回到了密室内 他知道如今想要修为提高 最好的办法就是残善的奖励 之前三十关过去时 他就获得了不少的弹药奖励 更是将前三十关搜刷一番 尤其是想到自己收获的太古魂后 白小春更是精神抖擞 心念一动 身影消失 出现时 移在了星空的残山上 想到自己之前 从残善化上 获得了太古残魂的事情 白小春有心尝试一下 能不能获得其他物品 但却失败了 虽有遗憾 可白小春没有浪费时间 立刻就开始了疯狂的创官 虽难度加大了不少 可白小春喜欢总结 喜欢思考 一次失败就两次 两次失败就三次 现在 在过去了几个月后 他从三十一关 踏入到了三十九关内 只是 这三十九关 却成为了白小春的噩梦 那是一处粉色的天地 苍穹是粉色的 大地也是粉色的 四周更是充满了粉色的雾气 在这粉色中 白小春刚一出现 就看到了 从那雾气里 居然出现了一个 妙慢的身影 若一若些 凹凸有致 充满了诱惑的同时 在另一处方向的雾气里 再次出现了第二道身影 随后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 短短的几个呼吸的时间中 在白小春的四周雾气内 赫然出现了上百身姿曼妙的女子 这些女子无论哪一个 都是绝美非凡 甚至某种程度上 比之宋军婉与红尘女 更是惊艳绝伦 因为在他们的身上 多出了一丝虚幻的 不真实的感觉 而这种 似真似幻的气息 就使得这些女子 在魅力上难以形容 他们并非呆滞 而是在雾气内相互追逐 视而有银铃般的笑声传出 无论是那动人的身姿 还是这动人的声音 无不形成了强烈无比的吸引 甚至 此地这个粉色的雾气 也都能引动修饰的欲望 使得其意志变得不稳 呼吸也都慢慢变得急促 白小春 在感受到了此地雾气后 在看到了四周的身影后 他顿时就睁大了眼 天哪 这是什么管 白小春 浑身一抖的瞬间 四周那些雾气内的女子 竟慢慢的靠近了 随着他们模样的清晰 随着他们美眸内的神采波动 那种诱惑更为强烈起来 白小春目光一闪 身体立刻退后 右手掐角 以挥之下神通扩散 可他的术法回荡八方 竟对这些女子没有丝毫作用 反倒是引起众女的笑声传出 甚至更有一些脉不解 直接就出现在白小春的身侧 舔着嘴唇 轻咬手指 向他靠近 白小春低吼了一声 邀你 走开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一关渡过的关节 就是要抵抗住这里的欲望磨脸 太小看我白小春了 这一关对我来说简单的不得了 白小春后退时 直接取出分手单 扔在口中后 他的目光顿时冰了 索性站在那里 任由死中越来越多的女子 不断的靠近后 在他身上抚摸起来 可这些都无法让白小春动容 只是他坚持了不到遗嘱箱的世界 忽然的在远处的雾气内 再次出现了一个女子的身影 随着出现 他竟开始起舞 与此同时 在白小春四周的那些女子 也都偏偏起舞 这舞姿 似带着某种无法形容的奇异之力 甚至隐隐的 好似蕴含了某种大道一般 在舞动的刹那 白小春就牺牲狂准 甚至分手单 也都在这一刻 如被化解 天哪 这 出什么舞啊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三十一集 魅后 这是魅魔舞 三十九关的板空中 七灵童子的身影 幻化出来 他咬牙切齿 冷冷的盯着白小春 实际上 这一次他早就醒了 只不过是之前的几关 他觉得就算是难度增大了 怕是也困不住这无耻的白小春 而这第三十九关 就是他等待已久的 在他看来最有可能成功的关卡 三十九关考验的就是一个人的意志 要知道 意志分为很多 有的人或许能在利益面前毫不动摇 可以在天才地宝面前也都看都不开一眼 可在这欲望中 却还是会深陷其内 反之也是如此 七情六欲 除非是全部斩断之人 否则的话 在这三十九关内 总会承受其考验 而那些出现在白小春四周的女子 实际上只是浑影 只不过在生死到园下 才真实显露而已 他们来自于一个文明世界 那是在星空 并非漆黑 在大浩劫没有降临前 于星空内极为强悍的母系世界 其名魅族 这魅族善于侵略 往往入侵一个世界后 杀光所有的女性 掠夺所有的南修 日夜折磨 只为这些南修在死亡前 生命凝聚的浑种 这将是魅族繁衍的重要之物 而在魅族中 会慢慢自然形成魅后 一旦有了魅后 魅族的实力 立刻就堪称无限的攀升 而魅后的一举一动 对于所有生命而言 都存在来自其本能中 根本就无法被压制的吸引 此刻在这第三十九关 那最后出现的看不到面孔 只能看到轮廓的身影 正是魅后 他的出现 顿时就让白小春全身狂震 哪怕分手单吞下 竟也都压制不了太久 眼看白小春灭色变化 半空中的童子 顿时激动了 他的目中露出强烈的期待 这里是他等待了很久的关卡 他相信 这一次一定能让白小春绝望 只要你沦陷了一次 我就有办法让你沦陷无数次 直至永久的沉浸在这欲望里 当你有一天清醒时 也将是你彻彻底底的 形神俱灭之时 这童子大笑 有了之前黑丹一族的教训后 他对白小春已经不再轻视了 此地原本是不应该出现魅后的 可他还是为了防止意外 调整了难度 而且直接就是调整到了最高的难度 甚至他还不放心 拼着下一次多沉睡几个月 作为代价 使得这第三十九关的难度 在原本就是极致的程度上 再次提高了一些 如此一来 白小春这里的压制 已经无法持续时 他四周的所有翩翩起舞的女子 忽然之间全部身体一晃 竟在眨眼中 纷纷的成为了魅后 短时 那种消磨意志之力 一瞬间就爆发了数百倍之多 使得这片世界的粉色雾气 也都立刻翻滚 好似一波波看不见的冲击 直接就轰在了白小春的身上 白小春的眼睛瞬间就赤红 喘息粗重到了极限 心脏的跳动 好似要从胸口蹦出来 他的身体颤抖中 用仅存的一些意识 将口袋里几乎全部的分手单 都拿了出来 统统吞下后 这才在好似置身火炉中 找到一丝清凉之意 天哪 这里太难了 这白小春呼吸急促 他能感受到四周这些女子影响的 似乎是自己的魂 那种从灵魂深处被勾起的欲望 如同温火在自己体内 无时无刻不再燃烧 若烈火也就罢了 来得快去的也快 可偏偏就是这种温火 几乎不会消灾一般的 不断的积累 而一旦松懈 就好似灵魂堕落 心神都会在瞬间沉沦 此时的后果 让白小春这里也都心惊肉跳 他有心退出传颂离去 可却面色一变的发现 那种无法被传颂的情况 再次出现 盖斯 一定又是那个气灵子 白小春心底焦急 尤其是他察觉到自己吞噬分手单后 好不容易获得的那一丝清凉之意 此刻也都快速的消散时 白小春更急了 作用于魂 此地本是虚幻 那么这些女子的身影 极有可能本身也属于魂的一招 白小春猛的看向四周 凭着他天品练魂师的直觉 与细微的观察 他心底有七成肯定自己的判断 既然是魂 就总会有办法解决 白小春知道 时间紧迫 狠狠咬牙一拍除袋 直接就取出了巨魂丹 猛的扔出 随着砰砰之声回荡 那些巨魂丹一一碎开 可形成的对魂的吸扯之力 刚开始还有些作用 使得内心魅厚 纷纷的被牵扯 可很快的 随着他们一个个目中闪烁 口中传出奇异之一 竟抵抗了巨魂丹的吸扯 这一幕 让白小春内心 咯噔一声的同时 也立刻对于自己之前的判断 更为确定 的确是魂 白小春狠狠的咬了一下舌头 让自己已经出现昏沉的头脑 借助剧痛 再清醒一些时 右手从除袋内立刻就取出了一张面具 这面具正是他在蛮荒时可幻化出任何面孔的宝物 当初在蛮荒一旦戴上 可于无数魂的面前 好似消失一般 此刻白小春也是急得没有什么办法 立刻就取出戴在脸上 几乎在这面具戴上的瞬间 四周的所有魅厚女子 他们的舞姿纷纷一顿 一个个目中露出疑惑 此失去了对白小春的感应 白小春内心狂喜赶紧后退 可他明白这面具虽能隐藏身影 可自己只要在这里就要受到影响 只不过如今并非焦点 自己坚持的时间能更长一些罢了 实际上也的确如此 那些魅厚女子找不到白小春 可半空中的气凌童子 他看得一清二楚啊 有他在操控执意 很快的那些魅厚女子重新起舞 那种影响灵魂的波动 再一次扩散开来 可惜没时间炼丹 也没有足够多的材料 否则的话 可以炼制出更强的聚魂丹 说不定有效 白小春脑海急速转动各种念头 想要找出一个办法 化解此关危机 可此地限制态度 难度又太大 白小春绞尽脑汁 也没想到有什么有效的办法 眼看随着四周魅厚女子的舞动 那种影响灵魂的波动 使得白小春这里内心的清凉 正在急速的散去 体内的火热不断的攀升 呼吸又开始急促起来 甚至他咬舌尖 剧痛也都无法让他清晰多少 该死的 恶人自有恶人魔 不就是些验魂吗 大不了 我将北脉大剑里的那老鬼放出来 让他去对付这些他的同类 白小春也是病急乱投医 此刻 在意识即将沉沦的瞬间 直接就取出北脉大剑 神石忽然的就融入其内 眨眼间 曾经属于鬼母的 其番中的那准太古的老鬼 其身影就直接出现在 在白小春的面前 老鬼 白小春刚要开口去交代 甚至都想好了付出一切代价 可他话语还没等说完 那鬼脸在出现后 原本是茫然的 可顺结 其全身就猛的一抖 眼睛刹那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明亮光芒 更是在看清了四周后 尸声惊呼 魅族 天哪 居然是魅族 居然都是魅后 还有这里的气息 这是道远的气息啊 这鬼脸整个人 似在这一瞬 激动起来 双眼的光芒 强烈无比 老子 老子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尝到魅族的滋味了 这老鬼 神情亢奋 激动中 根本就不需要白小春吩咐 好似恶狼一般 顺结就扑向 距离他嘴近的一个魅后 口中更有兴奋的怪叫 这一幕 让白小春愣了 更是让天空中的童子 看待了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白小春本是没有办法之下 想到了姑且一世的已毒攻毒 尽管他这么做 是有一些依据与考虑 更有其身为天品炼魂师 对于魂的了解 毕竟当初炼火时 他就看到过太多的魂 相互吞噬的一幕幕 可终究 还是心中并非把握十足 眼下 看到那鬼脸激动的神情 听到其兴奋的怪叫 白小春眨了眨眼 松了口气的同时 也忽然对于那些魅魂 有了一些同情 这可是饿了 怕是足有几万年的老鬼啊 与此同时 此刻在这关卡内 随着鬼脸振奋 激动嗷嗷大叫的扑去 立刻 这里那些原本妖眼中 翩翩起舞的所有魅魂 一个个目光闪动 竟没有丝毫闪躲 反倒主动靠近 很快的就将鬼脸簇拥在内 于白小春的木凳口袋下 也不知是鬼脸主动 还是哪些魅魂主动 总之这么一大群魂 就冲向了远处的雾气内 模糊不清 看不清晰 可却有阵阵兴奋的怪叫 不断的在这里回荡开来 听到白小春也都惊疑不定起来 这老鬼到底行不行啊 白小春方才还同情那些魅魂 此刻又有些迟疑了 可此刻随着那些魅魂的离去 虽隐动的灵魂波动少了一些 可还是存在 白小春心知肚明 自己此刻的状态 万万不能靠近雾气 于是一咬牙 排西坐下后 不去管外面的事情 全力打坐 白小春可以不管 但那气灵化作的童子 确实焦急起来 他一晃之下 就进入了雾气内 然后就没有出来了 直至过去了整整十个时辰 鬼脸第一个飘了出来 一脸的得意 一身的抖擞 甚至修为都肉眼可见的 恢复了不少 此刻归来 看了看在那里打坐的白小春 虽觉得自己如今恢复了一些 可白小春在他心里 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这老鬼迟疑了一下 嘀咕了几句后 没敢打扰白小春 一晃就消失在白小春的厨代内 随后出来的 则是那位气灵化作的童子 他已经是失魂落魄了 一脸的无法窒息 一脸的不可思议 看向白小春的厨代时 甚至都带着骇然 天哪 这片星空里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魂 童子 似乎经历了什么不可想象的打击 半上都没有恢复过来 实在是 他在雾气内看到的一切 让他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可就在这时 忽然的 原本 已经进入白小春厨代内的鬼脸 突然间又飘了出来 不行 我还要再去吸一吸 这老鬼私又起了心思 此刻舔着嘴唇 呼小姐又要冲向雾气内 可这一次 七灵童子猛的一个机灵 有种要哭出来的感觉 他觉得 这里对别人来说 或许是红焚地狱 可对于这老鬼而言 却仿佛是圣地一般 他很担心 若是让这老鬼再进去一次 怕是这一关就彻底的毁了 甚至 竹崽残留在这里的 那一丝生死道员 都会被吸走 盖茨的白小春 无耻的作弊者 你的身边跟随的 果然也都是与你一样的无耻之人 童子咬牙切齿 但又无可奈何 只能选择让白小春通过这一关 察觉一指 顿时 此关雾气瞬间模糊 四周也都有传颂之光 刹那出现 四连一息都等不了 刹那间 传颂开启 将白小春 以及此刻 正要进入 雾气内的老鬼 直接就传了出去 不要啊 不要啊 我还没恢复呢 刚一出现在扇鼓上 老鬼那里就一愣 随后是残叫了一声 内心深处 生起无限的不舍 想要重新进入之前的关卡 可是却怎么也进不去了 至于白小春 在被传颂出来后 随着那引动灵魂的波动消失 他体内的火热也都尽刻间散去 睁开眼睛时 他看到自己居然出来了 更是察觉方才的关卡竟然渡过了 又看到老鬼那恋恋不舍的抓狂 这一切让白小春差异中更有惊喜 果然是我人好够纯洁 做事情就顺利啊 再加上我的天才 想到了以毒攻毒之法 这么难的一关都被我轻松度过了 白小春短时抖了起来 看向那哭上着脸的老鬼师 也都觉得对方可爱了不少 右手抬起一抓 任凭这老鬼如何的不情愿 可疑奴隐在身 也都没有办法 只能被白小春一把抓住 重新扔到了北脉大剑内 精神抖擞中 白小春考虑了一下 推测出气灵 此刻没有沉睡 那么在这个时候的闯关 危险太高了 白小春私下看了看 他觉得那个气灵一定在观察自己 于是咳嗽了一声 喊了一句 小气灵 辛苦了 不过你的抵抗是没有用的 你就等着伟大的白爷爷 将你彻底征服吧 白小春得意的大吼以后 身体一晃 趾高气扬的离开了残山 在他走后 残山上 气灵画作的童子身影显露 他的表情扭曲 目中猙獰 整个人已经气急败坏 显然是被白小春方才的话语 直接刺激到了 我吃的作弊者 我绝对 绝对绝对 绝对不会让你通过的 我发誓 下一次我一定弄死你 弄死你 弄死你 整个残山 都在回荡这童子的怒吼 可见他此刻的心中怒害 已经是翻滚滔天了 实在是白小春这里让他太多次的失败 这让气灵已经偏执的近乎抓狂 此刻眼珠子通红脑海不断的思索后面的关卡 想要让白小春好看 而此刻在白小春度过了关卡 回到云海州的过程中 在这圣皇朝第二仙域内 在其北部 与云海州接壤的玄北州中 这属于协皇朝的领域内 靠近云海州的地方 存在了一个郡城 此郡名为玄九郡 玄北州共有十九郡 其中有三个郡都与云海州接壤 算是处于边境中 此时天色已是黄昏 原本应该熙熙攘攘 很是热闹的玄九郡 如今却是一片四季 仿佛这整个郡内的所有生命 都没有了气息一样 无论是凶手还是修士 都鸦雀无声 不仅仅是这样 与此同时 在这整个玄九郡内 弥漫了大量的蜘蛛网 这些蜘蛛网密密麻麻 甚至将此地的出入口 都封死了大半 就连神通术法也都无法将其碎裂太多 往往眨眼间就有更多的蜘蛛网出现 此刻在这玄九郡东北角 有两个牢者站在那里 半神修为散开 可神色却凝肿无比 此地主网在三天前开始出现 只用了数日的时间 就扩散了整个郡 如今只有这里还没有被彻底封死 里面必然凶险 没有任何人走出 更没有任何消息传出 陈兄 我们真的要进去吗 天尊有命 怎么也要去看看究竟 想来 只要我们不深入 而且只停留半个时辰 找到一些线索就离开 应该无大碍 二人低声谈论后 相互看了看 都深吸口气 身体一晃 一前一后 相互警惕中 顺着前方的入口 踏入玄九郡内 时间流逝 半个时辰过去 那两位半神强者 就好似泥牛入海 没有掀起半点浪花 更没有传出任何术法的波动与声响 无声无息间 又过去了几个时辰 此地的蜘蛛网 在那不断的蔓延下 已经将此地这唯一的缺口 肉眼可见的填补上了 形成那一道 正在快速缩小的裂缝 眼看着裂缝 就要完全愈合 突然的 从那裂缝内 猛的就伸出一个头颅 这头颅赫然是方才二老中的一人 他的目中带着无比的害孔 口中发出强烈的嘶吼 天尊救命 他似乎要挣扎的冲出来 可眨眼间 他的身体好似在蜘蛛网后被人抓住猛的一拽之下 直接就被冲心的拽了回去 不 不 随着消失 老者凄厉的残叫 回旋四方 而裂缝也终于彻底连接 斩断了老者的余生 整个玄酒剧 远远看去浑然一体 被那无数的蜘蛛网 包裹成一个巨大的网勇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随着王勇的行程 一股诡异的气息 四一下子就从玄酒郡内扩散出来 形成了灰色的雾气 在这八方弥漫 原本玄酒郡的事情 已经引起了公孙娃儿的注意 可因他修炼在关键时刻 所以才安排了两位半神去查看 可当这两个半神没有归来时 公孙娃儿立刻就意识到 玄酒郡的问题 似乎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不少 与此同时 在云海州内 大天师与巨鬼王等人 也都察觉到了边界处 玄北州的玄酒郡出了问题 尤其是那灰色雾气的扩散 已经到了云海州中 而这雾气蕴含了一些修饰无法理解之力 所过之处 大地竟一样成为了灰色 甚至开始干裂 一些来不及闪躲被雾气遮盖的生命 都全部消失 即便是地面上的那些植被也都如此 挺拔的山峰 一样在雾气内急速的成为了飞灰 这一幕 短时就让云海州高度警惕 大天师更是亲自到了边界观察 越看越是心惊 在与巨鬼王等人研究后 他们得到一个结论 若是这雾气无法被控制 那么最多半个月 这雾气将覆盖整个云海州 此时太大 关乎云海州根基 尤其是如今的云海州 处于高速的发展过程中 一切都具备了雏形 若是被毁 则所有努力复制东流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白小春从残山上归来 他每次回来都会神势散开 告知大天师与巨鬼王 而二人也都知道 白小春身上有亲秘密 似乎经常凭空的消失 但二人谁也没有去问询 此刻在感受到白小春的神势后 大天师与巨鬼王 立刻神色肃然地找到了白小春 将关于雾气 与玄九郡的诡异 全部告知一番 一郡之地 被蜘蛛网覆盖 有雾气扩散 锁国之处生命消失 白小春听到后 也神色一变 知道此事非同小可 他第一个反应 就是立刻上报圣皇城 可一来一去 但凡有丝毫的耽搁 怕是云海州 就会出现问题 白小春深吸口气 立刻将此事上报的同时 哪怕他心底觉得此事凶险 可也只能硬着头皮 木然飞出 大铁师与巨鬼王等人 跟随在后 众人展开全速 来到了靠近边界的位置 那片雾气的边缘时 看着眼前磅礴的灰色雾气 白小春也是心神一阵 什么玩意儿啊 白小春暗骂了一声 他注意到雾气的移动 这移动速度丝毫不满 堪比一个天人全力极持 而他的神师 居然在这雾气内受阻 散开并非很远 若是换了再通天世界 白小春必定第一时间避开 这种危险的事情 以他的性格 自然是少接触为好 可如今云海中内 他身为第一强者 更是天尊修为 他知道自己不能避开 此刻 内心虽纠结 可却狠狠咬牙下 白小春安排大天师等人退后 自己这里全身修为运转 弥满全身 这才尝试进入雾气内 查看究竟 巨鬼王心头焦急 有心劝说白小春不要冒险 可如今雾气的扩散 危及云海中 他与大天师都彼此心头担忧 不会有事的 天尊一向极慎 而且以他的修为 也不会遇到生死危机 大天师低声开口 巨鬼王塌了口气 只能点头 在这众人一边后退 一边等待中 武器内 白小春在踏入后 他立刻察觉 四周传来阵阵粘稠之感 好似这里成为了海水一般 就连速度也都缓慢了不少 好似 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威亚 无时无刻不再挤压而来 不过让白小春松了口气的是他的天尊修为 如同海浪中的磐石一般任凭这四周的武器如何挤压也都无法撼动丝毫 这就让白小春有了底气速度加快 渐渐到了云海州边界 迈不见靠近了这一切的原点所在的玄九郡 远远看去 雾气朦胧中 玄九郡那如同巨大的王勇一般的样子 很是震动戏神 尤其是这里散发出那种仿佛邪恶到极致的气息 让白小春的全身都不适应了 该死的 这里到底怎么了 白小春心惊肉跳 小心的逐渐靠近玄九郡 看着那密不透风 不知道有多厚的蜘蛛网 他有种强烈的不安之感 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绕着蜘蛛网不断的观察起来 时间流逝 直至过去了三个时辰 白小春走了近乎一大圈 也都没有看到丝毫缺口 他沉吟中目光一闪 想要尝试出手 看看这蜘蛛网的防护程度 可就在这时 白小春忽然神色移动 木然的转头 看向远处雾气 雾气内 渐渐有一个女子的曼妙身影 四野察觉到白小春正急速而来 随着靠近 白小春已然认出对方的身份 白小春低声开口 公孙马 白小春 来人正是公孙马 他快走几步 到了白小春面前时 二人只是目光对望了一下 就立刻知道 彼此到这里的目的 都是因着玄九郡的蜘蛛网 此地雾气扩散速度堪比天然 而且蕴含了腐尸之意 不过很奇怪 是这腐尸中还带着生机的抽取 同时又蕴含了某种传送 但偏偏这传送似有灵质在内操控挑血 并非传送所有 同时 整个大网浑然一体 没有丝毫缺口 我虽没有出处尝试 但也能判断出 任何一个位置的神通落下 都会引起整个大网的波动 除非是能瞬间穿透 否则的话 怕是要耗费许久才可 此地诡异 公孙娃的到来 让白小春也松了口气 此刻没有时间去叙旧 他立刻就开口 将自己这一路上的收获 告诉了公孙娃 公孙娃沉默半日上 思索了白小春的话语后 与自己的判断重叠 也说出了一些 白小春所不知道的线索 两天前 我曾安排两位半身 那时 这里还不是一体 存在了缺口 可他们来到这里后 消失了 另外 此地散出的雾气 速度并非始终不变 根据我的判断 雾气的速度 会在三天后 达到堪比半神的程度 甚至 这似乎 也并非极限 公孙娃 他的话语 让白小春内心再次一惊 二人相互看了看 也都明白 此事若等 西皇朝或者是圣皇朝来人 时间上根本就来不及 摆在他们面前的 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进去解决此劫 没有别的选择了 白小春只能一咬牙 公孙娃也目中露出坚定 他若是自己一人 或许还不会如此冒险 可二人都是天尊 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永恒仙域内 没有什么地方不可去 有了决断 白小春与公孙娃儿简单商议后 二人立刻就同时出手 天尊修为爆发的同时 更有神通幻化 轰明街一起轰在了前方蜘蛛网的同一个位置上 随着巨像传开 四周的雾气猛的翻滚 这王勇也都震产了 形成了波纹 扩散四方 似要抵抗来自白小春与公孙娃儿的联手 可这里形成的时间毕竟太短 白小春与公孙娃儿都是天尊 神通又犀利无比 哪怕一个人无法撼动此王 可联手之下 多日时这王勇在震动中 就直接被昏开了一个缺口 随着缺口的出现 大量的灰色雾气 直接就从里面扩散出来 而缺口边缘的位置 蜘蛛网也在快速的愈合 走 公孙娃儿身体一晃 直接就冲入缺口内 白小春压下内心的不安 硬着头皮随之踏入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三十四集 诡异村庄 几乎在白小春与共孙娃儿 顺着撕开的蜘蛛网缺口进去后 也就是十多个呼吸的时间 那缺口四周的蜘蛛网就肉眼可见的急速愈合 直至再次浑然一提 看不出丝毫曾经被撕开的痕迹 而随着愈合 仿佛也将玄九具与外界再次斩断了所有的联系 此刻 在这被巨大的蜘蛛网形成的网勇覆盖的玄九郡内 白小春与公孙娃儿都神色无比凝重 他们所在的地方是一片空旷的平原 四周没有任何青草之北 没有一座山峰 甚至就连大地也都干裂的 好似失去了所有的生机一样 方言看去 四周除了飘散稀薄的雾气外 什么都没有 公孙娃儿沉默少情 只追远处的空旷 缓缓说道 我上次来到玄九郡时 曾路过此地 我记得 这里又有一条山脉 白小春顺着公孙娃儿所指看了过去 那里什么都没有 二人目光对望 都看到彼此目中身处 对于此地的忌惮与惊意 有点意思 永恒心遇上 能让修为达到天真之人 也都感到诡异之地 虽然有那么几处 可这数日前 好好的玄九郡 忽然变成了这样的险地 在我的记忆里 这还是第一次出现 公孙娃儿目光一闪 身世忽然散开 他性格中有霸道的一面 此刻到来竟毫不掩饰自己的踪迹 身世随着散开 天尊修为更为爆发 似要告诉这玄九郡内的位置存在 自己的到来 白小春 看了公孙娃儿一些 他的性格 与对方不一样 此刻低头 蹲下身子 右手在干裂的地面上 抓了一把泥土 抓泥土 在白小春的手中 没有丝毫的质感 好似飞灰一般 甚至吹一口气都会散开 而整个大地也是如此 之所以能站在上面 是因这样的飞灰 积累的太多太多 比外面灰色雾气覆盖的地面 还要严重 白小春 喃喃低语时 公孙娃儿也收回了神识 眉头皱起 他的神识范围 扩散了一定的范围 可收回却不多 仿佛神识在这里 也一样受阻 此刻 他右手掐橘 梦得按在了眉心 神识再次散开 树袭后 公孙娃儿忽然目中露出精芒 我察觉到 在这个位置 有一处村子 里面似有活人 可神识在那里 妾子们也都无法进入 难以看清究竟 说着 公孙娃儿一晃之下 直奔前方 白小春 看了看公孙娃儿的背影 压下内心的不安 深吸口气后 也跟随在后 二人急耻解 向着公孙娃儿 神识所察之地 呼啸而去 四周安静无比 甚至都没有丝毫的风吹来 可视线上 却并非黑暗 那取代了天空的巨大蜘蛛网壁 有荧光落下 在凡人眼中或许会视线模糊 可在白小春与公孙娃儿的修为下 这四周八方与白周所看没有什么区别 清清楚楚 而他们的速度又远超半神 尽管这玄九郡的大小 堪比通天世界 可依旧还是在二人的吉尺中 在不到一炷香的世界 就远远的看到了一处村庄 这村庄或许曾经很不起眼 可如今 却极为显眼 实在是这四周的一切存在 都消失化作废灰 唯独这村庄竟保持完好 甚至还能隐隐看到一些灯火 以及鸟鸟生气的催烟 这一幕 顿时就让白小春内心不安感 更为强烈 还好 虽只是不安 却没有上升到危机的程度 此刻一晃之下 就与公孙娃儿向着村庄不断的靠近 可就在二人靠近村庄 还没等踏入进去的瞬间 忽然的 在这寂静的天地里 居然有一阵银铃般的小女孩的笑声 突然的从这村庄内穿了出来 这笑声突兀而出 回荡四周 落在白小春与公孙娃儿的耳中时 他们也都神色一动 尤其是 这笑声从出现后就始终没有停止 在这四周不断的回荡开来时 公孙娃儿冷哼了一声 在本尊面前 装神弄鬼 公孙娃儿目中 刹那就出现了好似鬼伙伴的幽毛 第一个就飞入村庄内 白小春也觉得 在公孙娃儿这个鬼母面前 一切鬼物都不够看的 转我一想 也就平静了不少 同样踏入村庄里 这村庄不大 羽目只有一百多户的样子 街道上很是干净 甚至与外面的飞灰大地都有些不同 尤其是两侧的屋舍内 还有不少亮着的灯火 只是白小春的面色 在此刻却沉了下来 他的神识已然散开 覆盖着不大的村子 却没有察觉到 四周有任何生命存在的气息 甚至公孙娃儿都直接推开了 几间亮着灯火的房屋 里面空空的 没有半个摄影 尤其是在其中一家 桌子上竟放着一些 简单的吃剩一半的饭菜 可四周一样无人 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 偏偏那小女孩欢快的笑声 直至如今也都没有消散 始终回荡 甚至随着白小春 与公孙娃儿进入了村子 那笑声已经分不清来自何处 仿佛在四周所有位置都在传来 最让白小春心惊的 是他的神识始终都在散开 笼罩四周 可还是没有找到 传出笑声的地方 更不用说 找到那传出笑声的小女孩了 尤其是他心中的不安感 此刻随着笑声的回荡 也在急速的攀升 隐隐的已让白小春有了危机之意 就在这时忽然的 小声猛的消失 突然的消失后 还没等白小春 与公孙娃儿查看 同样属于小女孩的生意 再一次回荡整个村子 只不过这一刻不再是笑声 而是成为了哭声 那哭声无也 隐含了凄理 绝望 以及无助的疯狂 在这四周 比之前笑声更强烈的回荡时 这原本没有风的玄九郡内 居然出现了狂风 天地隐隐传来轰鸣声 好似门雷炸开 大地上 无数的飞灰被吹起 着天蔽日的同时 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 在白小春心中生出 公孙娃儿 你可是鬼母啊 赶紧找找 这是什么鬼物啊 白小春呼吸急促 看着四周 快速开口时 他忽然面色在一遍 猛的转头 看向之前公孙娃儿所在之地 原本好好的站在那里 查看四周的公孙娃儿 此刻居然消失了 白小春 顿时内心咯噔一声 以他的修为 公孙娃儿在这么近的距离 若是离去的话 他必定能察觉 可如今 对方居然没了 朱迪太诡异了 公孙娃儿不可能离去 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 此地有密阵 可形成类似 冲叠空间般的术发身体 白小春 神识再次散开 右手更是在锄带上一拍 顿时 一团十五色火 直接就在他手中显露出来 微微一阵 立刻手中的十五色火 火光瞬间闪耀后 他直接将十五色火 向着大地狠狠地移按 昏明之声 立刻滔天而起 十五色火 直接炸开 其内蕴含的浑火之力 在这一瞬 如同是向着油锅内 滴入了水地一般 顿时爆开 随着火焰的扩散 好似掀开了一层 看不到的面纱 横扫四方后 公孙娃儿的身影 赫然就出现了远处 他也一脸心惊 此刻在看到白小春时 松了口气 与此同时 十五色火的爆发 这本就范围很小的村庄 立刻就陷入到火焰中 一处处建筑 瞬间就成为了飞灰 很快的 当白小春与公孙娃儿升空时 他们下发的村庄 已变成了火海 在这火焰的燃烧下 那哭声依旧回荡 而当那一百多户住宅里 其中一个二层阁楼 也被燃烧时 白小春立刻就看到 在那阁楼的二层 有一张小床 床上放着一个木偶 这木偶一边被燃烧 一边死死的盯着 白小春与公孙娃儿 口中传出的 正是那七里的哭声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三十五集 选九句 听着耳边回荡的七里哭声 看着那逐渐被火焰吞噬的木偶 白小春的心里 生起一股说不出的含义 或许是因从小的危机意识 或许是以要长生的梦想 使得他对一切危险的事情 都想要避开 使得他在修行中 在预感危机时 已经有了一种 远超同景修式的敏锐直觉 这一刻 他的直觉告诉自己 这玄九郡内的问题极大 那里没有丝毫的鬼奇 那木偶也绝非鬼魂 就在白小春这里 心底低沉时 一旁的公孙娃 傻哑地开口 其目中带着凝重 显然 他虽没有与白小春一样的直觉 可凭着鬼母的身份 以及对于鬼魂的了解程度 他也有了一些判断 我这准确地说 并非全部都是鬼魂 因为 我在那木偶身上 感受到了一丝魂影 所以 就在那个方向 公孙娃儿抬起手 一直远方 回头时 他看向白小春 没有继续说话 可意思已经很清楚了 摆在他们面前的两个选择 一个是现在就离开 等待两大皇朝 其他天尊 又或者是太古皇者的到来 至于第二个选择 则是前去查看 争取化解 前者是安全的 只是无论是公孙娃儿 还是白小春 都等不起那个时间 除非他们放弃各自的领地 否则的话 就只能选择第二条路 白小春 不知道公孙娃儿 会不会放弃北部树州 可他很明白 除非是到了真正无法解决的一刻 否则的话 他绝对无法放弃 已经看到了希望 成为了一面旗帜的云海州 沉默中 白小春深吸口气 身体一晃 直奔公孙娃儿所指的方向 呼啸而去 公孙娃儿也不再迟疑 他在邪皇朝 本就因融合鬼母主体的事情 失去了邪皇的信任 之所以来到此地 就是为了立下功劳 重新获得信任 若是就这么的走了 他之前的一切付出 都将复支东流 此刻同样没得选择 身体展开速度 与白小春一前一后 向着远处极尺 随着前行 二人的面色越发难看 实在是飞了这么久 他们竟没有看到半个活人 整个大地都是灰色的 没有植物 没有山脉 什么都没有 即便是一处处镇子 村庄 也大都似被抹去 偶尔存在的几处 在二人路过时 里面会传来各种奇异的声音 可以想想 也都是如第一个村子那样 诡异无比 就这样 在这沉默的吉池下 在这越发警惕中 在白小春的墓中 出现了一座城池 这城池正是玄九郡的郡城 魂影就在这里 可却感受不到具体的位置 公孙瓦儿立刻开口 只是在看到了这座城 神石也随之略过的瞬间 无论是白小春 还是公孙瓦儿 都神色在变 他们的神石内 这城池与之前所看的村庄不同 这里赫然还有修士存在 只不过 这些修士 一个个好似行尸走肉 在这城池的大街小巷里 一个个茫然的前行 不仅如此 更为诡异的 是这城池内的所有人 此刻在这前行中 都是手中拿着各种食物 正在不断的吃 更为甚人的 是还有不少 似乎吃完了一切的食物 居然在吃自己的手 更有一些 好似饥饿到了极致 相互啃咬 这一幕 让白小春与公孙瓦儿 在察觉后 速度更快 顷刻间 就到了城池的半空 看去时 他们所看的一幕幕 更为清晰 白小春身体一晃 刹那降临城池的一处街道上 快走几步 到了一个杰丹修士面前 这是一个女修 此刻正不断的 吃着自己的手指 鲜血淋漓 可他似乎毫不知晓 脸上露出的 是一种 仿佛永远也都无法吃饱的 饥饿疯狂 这一切 让白小春心神震动 可还是右手抬起 直接就按在了 这女子的额头上 神石散入 查看一番 之所以要接触去看 是因白小春 要确定自己的判断 不会受到丝毫的影响 随着查看 白小春面色 更为的阴沉 与此同时 公孙娃那里也降临下来 与白小春一样 查看一番后 二人对望一眼 没有丝毫异常 神志尚在 只是混乱 不清晰 身体 也没有被操控的痕迹 似乎这一切的状态 都是本能引起 而他们的生机 正在不断的枯萎 流逝 白小春 与公孙娃 立刻相继开口 将自己的判断 说出后 二人都有种 棘手之感 实在是这里的一切 太过诡异 尤其是当公孙娃 右手抬起 虚空一抓 将一个圆英修士 抓到了身边后 束缚了此人的双手 可这圆英修士 挣扎后 发现无法抬起手臂 居然在咬碎了自己的嘴唇 还冲着公孙娃 咧嘴一笑 露出带着血的牙齿 这一切 让公孙娃 也都心神震动 白小春 更是面色难看 解开了那位 圆英修士的束缚后 白小春 身体一晃 向前走去 公孙娃 看了看四周 追上白小春 实在是此地的诡异质感 让他觉得 与白小春在一起的话 二人彼此照应 才会更安全 只是 随着二人的前行 他们的心神波动 越来越距离 目光所看 好似处于一个 并非永恒仙欲的世界一样 不但所有人都在吃 甚至有不少吃的肚子 庞大无比 而似乎肚子越大之人 他们的错乱神志 就越是会恢复一些 尤其是当白小春与公孙娃 看到在不远处 一个肚子大的极为夸张 躺在那里 无法移动的老者时 这老者的墓中 竟露出恐惧与绝望 似乎此刻的他 意识已经恢复了七七八八 他在注意到了白小春 与公孙娃儿后 全身一阵 哪怕虚弱 也都焦急的开口 天尊 救我 这老者 正是当日公孙娃儿 派出的两个半身之一 此刻 在注意到老者神志清晰后 公孙娃儿呼吸 一蹴瞬间到来 白小春也立刻临近 可就在他们靠近的刹那 老者的表情痛苦无比 杨田发出一声嘶吼咆哮 他的肚子竟在这一瞬 轰然间直接的爆开 随着爆开 一股带着血腥的冲击 扩散四方 白小春与公孙娃儿立刻就看到 赫然有无数的人民之珠 居然从这老者爆开的肚子内 疯狂的爬了出来 白小春目光一闪 此刻强忍着恶心与不适 右手掐局 目然一指 一旁的公孙娃儿阴沉中 同样出手 两大天尊出手 形成的神通风暴 立刻就轰鸣四方 所过之处 那些蜘蛛一个个都身体震动 全部崩溃 可在崩溃前 他们的口中 却发出尖锐的嘶吼 随着嘶吼的回荡 整个城市所有的人 一个个都身体一阵 全部停下了吃东西的行为 起起转头 看向白小春与公孙娃儿的方向后 他们的表情都露出痛苦 发出咆哮嘶吼 他们的肚子更是瞬间鼓起 在一连串的轰鸣中 全部爆开 无数的蜘蛛从那一句句尸体内盘爬出来 从整个城市 从四面八方向着白小春与公孙娃儿所在的地方疯狂的挥聚而来 大地都在震动 那些蜘蛛数量太多 根本就数不清晰 白小春与公孙娃儿身色变化 二人身体刹那间飞出 在天空上 向下看去时 清晰的看到整个城市的地面 好似有一层五彩的地毯正从四周不断的蔓延而来 触目惊心 而每一个蜘蛛都散发出堪笔铸鸡的气息 虽对天宗而言 微弱无比 可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三十六集 天坑 就是他们引起的玄九郡之势 公孙马儿皱起眉头 实在是这些蜘蛛虽多 可身为天尊 想要处理并非困难 只是 若事情真的这么简单 反倒让他惊异起来 尤其是那浑饮之势 此刻依旧没有找到源头所在 白小纯 眼看地面上那些蜘蛛蜓延过来 先处理了他们再说 右手抬起 恰觉一指 顿时一片寒气 插那箭就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这寒气瞬间扩散四方 所过之处 城池一切建筑 竟顺时兵风 而那些在这寒气范围内的蜘蛛 一个个立刻就被冻僵 一动不动 与此同时 公孙马儿的出手也已展开 他出手就是一片黑色的火 此火与白小纯炼魂所得的多色火不一样 他似乎更为纯粹 白小纯只是看了一眼就察觉到其内似乎蕴含了七情六欲 在公孙马儿的挥手节 这片黑色的火夜就骤然散落 哄的一声形成火海 向着四周蔓延而去 与白小纯的寒气彼此并不干扰 甚至形成了一些互补 凄厉的嘶吼 顿时就在大地上传出 那些死亡的蜘蛛在临死前的尖锐之一惊天动地 传遍四方的同时 更多的蔓延而来的蜘蛛 一个个竟瞬间停顿下来 竟彼此叠加在一起 在八个方向形成了八个高耸而起的巨大黑柱 每一个柱子都是由无数蜘蛛组成 在生气时 更是幻化成为了身体 足有百丈大小的巨大蜘蛛 方言看去 四周八个大蜘蛛 发出咆哮的同时 猛的一条 直奔白小纯与公孙娃而来 他们的身上 在这七的组合后 散发出的已经不再是蛛鸡的气息 赫然攀升到了 准天尊的程度 带着凶残与汉不畏死 嘶吼临近 如果换了并非天尊到来 遇到这一幕 定无回天之力 可这玄九郡的意外 偏偏引来了两位天尊 恐怕就连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也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此刻 随着八大蜘蛛的临近 白小纯刚要出手 可公孙娃 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 他之前在那村庄里 某种程度算是被白小春破的局面 此刻心底深处 升起了一些争强好胜之意 抢先掐绝挥手节 顿时他的四周就黑雾滚滚 也有咆哮怒吼传出 很快的 就从这雾气里 凝聚出了八只巨大的鬼手 飞速伸出 向着来临的八只大蜘蛛 各自轰出一圈 砰砰之声 顿时惊铁 那八只大蜘蛛 身体猛的颤抖 数不清的小蜘蛛抱体而亡 可财雨下来的依旧不少 此刻纷纷从天空落下 还没等公孙娃 继续清扫余孽 这些落在地面上的小蜘蛛 竟不知为何 无视白小春的冰封 一个个直接钻入到了地面内 似乎地面在他们面前 就好似豆腐块一般脆弱 此刻蜂拥结 刹那就全部消失无影 只留下地面上 一个个拳头大小的窟窿 好似整个城市的地面 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骰子 白小春目光微闪 身体落下 刚要查看 可公孙娃冷横 直接掐举 顿时他四周的黑雾内 那伸出的八只鬼手 彼此瞬间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只巨大的 粗壮的猙獰之手 枪在白小春前面 向着大地直接一拳哄去 巨像顿时淘贴 大地震动 八方轰鸣中 这本就千疮百孔的大地 被这鬼手一拳 直接就哄开一个巨大的 足有百丈大小的窟窿 这窟窿在出现的同时 其边缘有十多道裂缝 直接就向着不同的方向蔓延 卡卡之声回挡街 很快的就覆盖了整个城池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似支撑城池的大地 只剩下了一层壳 而这个壳也弥漫裂缝 再也支撑 哄的一下 这偌大的玄九郡城 直接就坍塌下来 而在这大地下 赫然存在了巨大的空洞 此刻无数泥土 砖瓦 尘埃 在这城池的坍塌下 都向着下风掉了下去 可依旧还是无法将这空洞填满 随着城池的消散 很快的出现在白小春 与公孙娃眼中的 赫然是一处凹陷下去的天坑 阵阵说不出的邪恶之感 从这天坑内扩散出来 更有浓浓的灰色雾气 也从内不断的散出 似此地就是源头所在 甚至还能看到一些小蜘蛛 在这天坑内 急速远去的身影 仿佛这天坑 就是一处巨大的蜘蛛巢穴 与此同时 这庞大的天坑出现后 公孙娃儿神色一变 回应就在下面 他立刻开口 身体化作流光 刹那就冲入天坑内 白小春在一旁眨了眨眼 他此刻也已经从之前的不安中 恢复过来 能看得到的敌人 总是比看不见的存在要少一些心理的威胁 至于公孙娃儿抢着出手的做法 白小春没有丝毫反感 若有可能 他希望最好 公孙娃儿自己就把问题解决了才好 此刻 眼看公孙娃儿一进入天坑 白小春也身体一晃 随之踏入 这天坑太大 深不可测的同时 其内翻滚而出的灰色雾气 使得哪怕半神 也都不敢轻易靠近 唯独天尊 才可凭着 修为虎身 急迟前行 而越是前行 阵阵的咀嚼之声 不断的从深坑下传出 白小春之前 刚刚略微松下的心 又再次提起 一旁的公孙娃儿也是这般 修为凝聚全身 随着越是下沉 这咀嚼声 就越是清晰 偏偏 此地那些灰色雾气 严重的干扰了神石 使得二人神石难以扩散下去 感受不到具体 直指 这声音好似就在耳边时 白小春右手抬起 公孙娃儿脚步一顿 侧头看向白小春时 白小春在除袋一拍 一团十四色火 出现在他的手中 实在是 多色火的数量已经太少了 白小春也必须要节省一些 否则的话 若没了多色火 在猎灵上 就会停止不前 此刻也是没办法 寻常的竖法之火 在这里的效果明显不如 唯独多色火 之前在村庄内的 破除避障的效果 才让人能安心一些 眼下来不及吝啬了 白小春右手狠狠一捏 短时他手中的多色火 就立刻不稳 火光猛的扩散时 白小春直接一扔 顿时 这十四色火就直奔深坑底部而去 速度极快 而且越来越膨胀 光猛更是耀眼 将四周全部都映照的清清楚楚 而此地距离天坑底部也都不远 很快的 当这十四色火出现在天坑底时 一声巨大的轰鸣 随着十四色火的爆开 陡然传出 瞬间 天坑底 火海扩散 白小春与公孙娃 速度一下子加快了 刹那就到了底部后 借助火光 多日时就将这四周的一切 看得清清楚楚 而他们所看的画面 让二人眼睛猛的睁大 心神更是强烈震动 这深坑底 赫然存在了一张巨大的蜘蛛网 这蜘蛛网上 踏服着一只 足有数千张大小的庞大蜘蛛 张着大口 不断的咀嚼 它通体花色复杂 还有一些好似符文的印记 而更多的 则是一一张张 数不清数量的人面 男女老少 全部都神色痛苦 张开口 却发不出声音 诡异到了极点 它的四周 此刻有无数的小蜘蛛 正疯狂的 钻入着 大蜘蛛的口中 随着咀嚼 被它全部吞噬 而每吞一个小蜘蛛 它的身上那众多人面 就会多出一张 甚至 在这大蜘蛛的身体上 白小春 都看到了之前 于城池内 看到的那个死去的 半身老者的面孔 而诡异之事没有结束 在这庞大蜘蛛的身后 有一个相对小一些的茧 好似心脏一样 正在不断的跳动 似乎这大蜘蛛吞噬的一切 又或者是这玄九郡的一切 都是为了这个茧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1137集 激战 白小春 与公孙玩看到这庞大蜘蛛 以及其身后茧的茧 这个诡异的茧 正在缓缓的跳动 似乎其内蕴含了某个 无法想象的生命 正在借助大蜘蛛这里 吸收整个玄九郡 一切生命 一切山脉 一切植物 乃至所有的存在生机 可以说 这是凝聚了一整个郡的生机之力 堪比曾经的通天世界 一个世界之力 化作那茧内诞生的养分 这一幕 立刻就让白小春 与公孙玩 面色巨变 他们立刻就意识到 若是让这个茧内的生命 诞生出来 那么 这一场浩极 将达到一个 绝非他们可以抵抗的程度 与此同时 随着十四色火的映照 和扩散 高温 顿时就在这天坑的深处 扩散开来 火海覆盖八方 不少的小蜘蛛 在这火海中 发出凄厉的嘶吼 肉眼可见的 焚烧成灰 只是此地的蜘蛛网 很是奇异 在这十四色火中 竟只是收缩了一些 居然没有被熔断 而随着小蜘蛛的大量死亡 随着蜘蛛网的收缩 正在吞噬小蜘蛛的 那庞大的猪网 猛的抬起正名的头颅 目中露出寒芒 直接就看向了公孙婉 与白小春 他的口中 多时就传出一声惊天的咆哮 杀鸡与凶残 立刻就从其身上爆发出来 其身一晃 竟无视那些 十四色火形成的火海 直奔白小春 与公孙婉而来 虽其身体庞大 可速度却丝毫不慢 仿佛闪电一般 刹那就到了近前 公孙婉而呼吸急促 甚至都来不及与白小春沟通商议 此刻双手直接掐举 顿时其四周黑雾滚滚 形成巨大的鬼手 向着靠近的大蜘蛛 直接一掌按去 可这大蜘蛛 强悍至极 此刻嘶吼中 竟一头撞去 借助之前冲击而来的速度 这一撞之下 直接就将公孙婉 天尊修为凝聚的鬼手 直接撞得崩溃四散 天尊肉身 白小春眼看着一幕 心神震动 可身体却没有丝毫停顿 没有去帮助公孙婉 尽管二人没有计划 可在配合上 却冥冥中存在了默契 公孙婉对抗大蜘蛛 而白小春的身体 则是晃动中直接绕开 他的目标 正是那此刻 还在跳动的巨大的剪 注意到白小春的举动 这大蜘蛛暴怒 立刻就要倒退阻止 而公孙婉 岂能同意 他身体猛的靠近 恰绝竭 立刻四周黑舞 形成一个又一个鬼脸 这些鬼脸争鸣无比 任何一个都能让半生害惧 此刻化作树狮 汗不畏似的 向着大蜘蛛吞噬而去 而此刻的白小春 也已接近了解 右手抬起 直接一拳轰去 天尊秀为 强悍的肉身 凝聚在一起的爆发 好似能坍塌虚无 忽鸣中 就落在了那跳动的剑上 这简猛的一阵 深深凹陷的同时 居然不知用了什么办法 飞速的化解白小春的力道 更是散出反阵之力 可虽如此 但白小春全力一击 又岂能那么容易化解掉 这巨大的剑依旧还是颤抖了一下 她的颤抖似牵连了大蜘蛛的心 这大蜘蛛发出七里四吼 竟不顾四周鬼脸的吞噬 强行的冲向白小春 速度太快 白小春想要闪躲已来不及了 整个人直接就被这大蜘蛛撞在了身上 红的一声 白小春只觉得全身五脏六腑都在震颤 身体倒退时 目中也出现了血丝 而大蜘蛛似仇恨白小春到了极致 此刻疯狂下 再次撞来 更是张开大口 似这一次 是要将白小春生生的吞噬 只是 这大蜘蛛的心智显然不高 就在她冲向白小春的瞬间 鬼母那里冷笑一声 速度顿时爆发 整个人化作一道流光 直接就靠近大街 趁着大蜘蛛追击白小春 她立刻就右手抬起 天尊修为全面爆发 向着那大街狠狠的一拍 轰鸣之一 再一次逃天时 那大蜘蛛顾此失彼 此刻的愤怒到了极点 立刻就要再次改变方向 可白小春早已看出 这大蜘蛛的心神破绽 岂能放过 此刻一步走出 低吼中双手抬起 一把就抓住了 这大蜘蛛的一条腿 狠狠的一拽 大蜘蛛的冲击之势 生生的被白小春的肉身之力阻挡 此刻其他爪子都在抓着四周地面 挣扎虽距离 可却于事无补 白小春的双手如同钳子 将其彻底封死 只是 这对白小春而言 也是耗费极大 他全身之力都在爆发 这才勉强抵抗大蜘蛛的反抗 甚至若稍微一个松懈 怕是都在这大力挣扎下抓不稳 实在是这一刻的大蜘蛛 给白小春的感觉 仿佛一头远古的 死都不屈服的凶兽 谢蜘蛛他 我来毁了只大箭 公孙娃目光一闪 立刻就高深开口 他站在大箭面前 双手不断掐局 更从除袋内拿出一些雕像 直接挥手间 雕像燃烧 形成黑烟 钻入他四周的黑雾内 很快的 他四周的黑雾里 就传来阵阵低吼 更有可怕的波动 在其内 正不断的攀升 显然 那大蜘蛛能听到他的话语 也感受到雾气内的气息 此刻更为着急 猛的转身 竟一口向着白小春吞噬而来 白小春额头冒汗 不得不松手 身体一晃避开后 在那大蜘蛛要冲出时 再次抱住了其另一根爪子 又一次打吼下 向后直接拽了回来 地面被大蜘蛛的其他爪子 都抓出了一条条沟壳 传出刺耳的摩擦声 这大蜘蛛的眼睛 已经赤红一片 似陷入极度的疯狂 尤其是此刻 在白小春的拖延下 公孙瓦尔四周的黑雾 已经翻滚逃天 在那雾气内 此刻突然出现了一个 巨大的漩雾 这漩雾昏隆的转动 似要将一切都吸扯进去 尤其是这雾气内散出的气息 充满了洪荒 充满了古老 更有浓浓死气 而吸扯的方向 正是大简所在 这一幕 多日时就让本舅疯狂的蜘蛛 更为抓狂 此刻 木然转头 张开大口 竟不是向着白小春吞来 而是一口咬在了 自己被白小春抓住的爪子上 咔嚓一声 直接咬断 趁着白小春 在怪性力量作用下倒退的功夫 这大蜘蛛 强忍着一条腿的崩溃 嘶吼直奔公孙瓦 要去阻止公孙瓦的竖法 可就在他冲来的刹那 公孙瓦这里 嘴角露出冷笑 双手猛的一挥 顿时 那看似在吸扯大简的黑雾漩雾 刹那就改变方向 竟不在吸扯大简 而是直奔大蜘蛛而去 你中气了 公孙瓦杀鸡爆发 双手猛的伸开 隔空狠狠一按 那大蜘蛛全身一阵 感受到了危机 想要后退 可白小春与公孙瓦之间很有默契 实际上 之前对方开口时 白小春就已明白了对方的计划 因为他之前对大简出手 感受到那种不可撼动之意 他相信公孙瓦尔出手后 也会感觉到 除非两人同时联手 否则的话 怕是一切竖法 对于那大简的伤害 都比不过其恢复的速度 尤其是有着大蜘蛛在 就更为艰难 所以 哪怕这大简再重要 也必须提前解决这大蜘蛛才可 实际上这一切 也正是公孙瓦尔的判断 二人不约而同的看出了 这大蜘蛛在心智上的弱点 布置了这么一个简单的杀局 此刻 在大蜘蛛退后的一瞬 白小春已然临近 双手猛的一挥 狂风轰鸣 喊山壮 直接爆发 更有人山诀 顺洁 使得白小春化作巨大的诗人 肉身之力更为狂暴下 撞在了那大蜘蛛身上 轰的一声 这大蜘蛛根本就难以后退 被撞的身体都断了一下 来不及继续闪躲 只能发出一声淒厉的咆哮后 被公孙瓦尔的神通 形成的古老黑雾漩雾 直接就吞噬进去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这种术法 白小春 也是首次在公孙瓦儿这里看到 他亲眼目睹 这散发古老气息 充满了死亡之意的黑雾漩雾 再将大蜘蛛吸入其内耗 好似化作一张大口 在那旋转中如同咀嚼一般 大蜘蛛的气力惨叫 不断的回荡 他的身体竟在瓦迹 一切也就是持续了 十多个呼吸的世界 这大蜘蛛就彻底的 被那黑雾漩雾吞噬得干干净净 这一幕 让白小春头皮有些发麻 要知道 那大蜘蛛可是天尊肉身 可就算是这样也都被公孙瓦儿的神通灭去 可以想想 这个神通的威力之大绝匪寻常 公孙瓦儿此刻身体一个亮强 面次苍白 显然 这看似简单的古老的黑雾漩雾 对他而言 消耗也都极大 而且 施展时间缓慢 不能随意的运用 这才让白小春心底松了口气 可对公孙瓦儿的忌惮也多了一些 这应该是属于公孙瓦儿的神通 否则的话 当初的鬼母也不会被我擒拿了 白小春深吸口气 他知道此刻不是深思的时候 目光一闪 立刻就看向那大姐 公孙瓦儿虽气喘吁吁 可也一样的看向大姐 二人没有时间开口交谈 此刻的想法也不需要去沟通 几乎瞬间 他们二人就同时出手直奔大姐而去 公孙瓦儿出手 就是被缩小到只有巴掌大的白骨湛州 这湛州散出黑雾 直接向这大姐撞击过去 而白小春呢 此刻知道事态关键 出手直接就是北脉大姐 天尊初期巅峰的修为 全部爆发后 向着大姐狠狠的一展 二人的杀手锏 虽不是同时展开 可却拿捏的很准 几乎同时落在了大姐上 在与这大姐碰触的瞬间 那大姐剧烈的颤抖 公孙瓦儿的湛州 直接就撞出一个巨大的深坑 虽没有破开减皮 可也碎开了两成以上 而白小春的大姐随之落下 直接就斩在了同一个地方 见气惊天 锐利之意层层穿透 三成四成五成六成 眨眼间就直接豁开了七成的减皮 甚至都能看到一层薄膜下 似有某种人形之物正在蠕动 随着二人的出手 更有一声震动八方的巨响 轰隆隆的爆发开来 这声音太大 形成的阴浪足以将天人震死 哪怕半神也都会喷出鲜血 可见其声势之道 强如白小春与公孙瓦儿 虽是天尊 可也身体一阵 气血翻滚 可他们毕竟是当事强者 一呼吸就恢复如常 可面色却都是难看无比 因为那之前 在二人全力出手下 就被豁开了近乎九成减皮的大姐 此刻那裂缝 竟在几个呼吸中瞬间愈合 这种恢复力 让二人内心咯噔一声 尤其是公孙瓦儿 他再次见到了 白小春世界之宝的可怕 内心更为忌惮 但也如白小春方才一样 没有时间去深思 二人彼此看了看 再次出手 这一次 白小春直接 肉身之力 修为之力 神通之法 全部展开 凝聚在北脉大剑上 向着大姐直接斩下 公孙瓦儿 取出一把丹药吞下 灭色微红厚 缝木呆煞 全身黑气扩散 战舟再出 黑气推动中 隐隐可见 公孙瓦儿的皮肤上 都出现了黑色的血管纹路 显然也是几乎用了全力 二人再次出手 轰鸣中 那大姐 在他们神通落下的地方 减皮急速的碎密 三成 五成 七成 直至九成 可就在这时 那眼看就要破碎的减皮 不但恢复速度 变得极为夸张 更有反阵之力阻挡 使得轰鸣巨响 回荡中 白小春 与公孙瓦儿 不得不到退 而那大姐 只是这么一顺 就再次恢复过来 毫发无损 不可能 公孙瓦儿失声 实在是这大姐的防护 骇人听闻 白小春站在一旁 也吸了口气 她觉得 这大姐的恢复 似乎与自己的不死卷 很相似 可又有不同 仿佛 比自己的不死卷 更为精妙的样子 尤其是 这大姐 明显是借助大蜘蛛 来吸收整个 玄九郡的生机 这一幕 也与不死卷 修炼的时候 需要生机的一幕 很相似 这一切的一切 让白小春 有种错觉 仿佛 自己的不死卷 是从这大姐上 推延而来一样 不然的话 不可能出现这种 好似通缘 可偏偏有不如的情况 如果时间足够 他们二人可以生生去磨一番 总有办法将这大姐破开 可就在这时 忽然的 这个大姐内的跳动声 越发的强烈起来 仿佛其内正在被滋养 酝酿的生命 此刻就要诞生出来 这一幕 多日时就使得 事态更为危急 白小春 与公孙娃 灭色接连变换 他们 虽无法确定 这吸收了 玄九郡 全部生机 诞生出的生命 会有多么的强悍 与可怕 可仅仅是 剪皮 就如此逆天 那么 其内走出的生命 会有多惊人 已经可以想象了 公孙娃 面色有些发白 她进入这玄九郡内 此刻第一次 心头生起了退意 走吧 这件事 不是我们能控制得了 我有种悦感 这里运化的 是一尊无比可怕 与邪恶的凶物 非太古 不可憾 我们已经尽力了 公孙娃苍白着脸 身体就要后退 她担心 耽搁下去 怕是就连离开 都会成为奢望 若是换了其他时候 白小春早就走了 可眼下都到了这一步 她的呼吸有些急促 她死死的盯着 那跳动越来越强烈的大剑 她的脑海 此刻正有一个疯狂的念头 压制不住的爆发出来 这念头疯狂的程度 绝非常人可以想象 白小春这里 也是因着大剑 与不死卷相似 才能产生这个念头 白小春低吼了一声 拼了 好似豁出去了 她不能眼睁睁 看着云海洲被毁 而一旦这大剑内的生命 成功诞生出来 那么云海洲 就真正的 没有任何希望了 同时 作为曾阻挡她诞生的自己 也将在她诞生后 面临着可怕之物的抱负 若不得罪也就怕了 既然得罪了 那么就必须用权力去整死她 整不死 也要让她心沉 宝儿 你帮我一次 这一次若还不行 我们就走 说着 白小春身体一晃 北脉大戒 散发出惊人光芒 公孙宝儿皱着眉头 可还是点了点 再次出手 瞬间 与之前神童一样的杀手节 在二人手中忽然展开 直接就落在大剑上 层层撕裂后 再次停顿到九成的位置 反阵之力与恢复又一次爆发 可这一次 公孙宝儿退后 但白小春却强忍着反阵 哪怕喷出鲜血 哪怕气血震动 好似要爆开 也都大吼中 取出了永夜伞 在那剑皮的破碎恢复的瞬间 直接将永夜伞狠狠的刺入进去 随着刺入 剑皮内的反阵 随着恢复越发强烈 好似一座座山峰 撞击在白小春身上 白小春身体颤抖 鲜血一口口喷出 身体的恢复 也在疯狂的运转 仿佛这一刻 是他的不死卷 与大剑的恢复在抗衡 而永夜伞的抽取生机之力 也在这一刻爆发 虽还是没有破开剑皮 但却有不少生机被其吸来 随着生机的汲取 随着白小春的全力以赴 那大剑的恢复与反阵 不断的爆发 白小春口中的鲜血 就没有停下过 一旁的公孙碗 早已目瞪口呆 白小春 你疯了 白小春哄着眼 低吼中身体砰的一声 再次视展人山绝 更有云雷人足辫 直接就到了巅峰 肉身之力 与修为之力全部爆发 好似冲破了这个大剑的某个临界点 在他的一声咆哮下 那永夜伞的伞尖 直接就穿透了剑皮 哭吃一声 尖端之处刺入剑内 也正是在这一瞬 一股白小春 这一辈子都没遇到过的 充足到了极致 甚至难以去形容的生机之力 直接就顺着永夜伞 轰然而来 本集 已经播剑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三十九集 白胖子 这生机 实在是太过浓郁 以至于永夜伞 在这一说都剧烈的颤抖起来 自行的就撑了开来 三面上的鬼脸 更是死死的瞪大了眼睛 好似活了一样 也不哭了 也不笑了 而是如膨胀一般 四眼目瞪口呆 仿佛就连他也都没想到 吸了一辈子生机的自己 有一天能吸到如此惊天动地的生机之力 还有一旁的公孙婉儿 此刻也都傻了一样 呆呆地看着白小春 你 你在偷他的 生机 公孙婉儿难难 脑海一片空白 似乎在这一刻 停止了一切思绪 似乎白小春这一次的大胆 以及疯狂 让他都觉得超出了象象 唯一镇定的 只有白小春 不过他的镇定 是因那惊人的生机 顺着永夜伞 冲入他体内时 好似排山倒海一样 直接就让白小春的大脑 失去了思索的能力 他只觉得 在这一刹那 自己的意识 爆发出超越 百万天类的昏鸣巨像 在这巨像下 他自己都蒙了 这无穷的生机涌入 若是换了其他人 哪怕是天尊 也都必然难以承受 可白小春的肉身强悍 不死长生宫的基础 使得他的身体 对于生机之力 已经轻车熟路 刹那节 他的骨骼 就传出卡卡之声 他全身血肉 就膨胀起来 他的身体 只是一个呼吸的时间 就立刻出现了 好似吃饱的感觉 可哪怕吃饱 这生机 也都疯狂涌来 仿佛之前的大姐 浑然一体 很是完美 生机在内 不断的游走滋养 而永夜伞的刺入 就仿佛穿透了气球一般 破坏了气内的平衡 使得生机疯狂无比 在这疯狂下 在第二个呼吸的时间内 白小春的不死长生宫 形成的基础 瞬间好似坍塌一般 又瞬间被重新凝聚 如同脆裂 使得不死长生宫 本身的威力 在本就极为强大的前提下 又一次攀升 如同升华蜕别 护鸣中 白小春整个人的气息 直接就在这攀升下 更为灵力 明明修为 还是天尊初期巅峰 可他给人的感觉 其可怕的程度 似已与天尊中期巅峰 相差无几 随后 在第三个呼吸的时间中 似乎白小春的身体 以及基础 都已经达到了极限 可这生机依旧涌现 于是他的身体 就如同皮球一般 再眨眼的功夫 就直接膨胀起来 瞬间 于公孙马儿的眼中 原本身形虽不高大 可却是很匀称的白小春 突然之间就变成一个大胖子 并非是肉山的那种胖 而是圆圆的 如同球一般的巨胖 此刻的白小春 就是如此 他的身体被完全撑起 足以容纳之前 近乎十个自己的样子 甚至 若他此刻能恢复思考的能力 必定会察觉 这一刻的自身 就算当年灵溪宗 火灶房时期的张大胖 也都远远不如 这一切说来缓慢 实际上也只是三夕时间而已 再者第三夕结束 第四夕到来的刹那 这大姐内 直接就传出了一声 让整个玄九句都颤抖的怒吼 这怒吼 带着前所未有的怒火与疯狂 更有强烈的不甘于意外 甚至 似乎都不敢置信 满是不可思议 使得这怒吼 蕴含了无数的情绪 此刻在爆发中 公孙娃儿只是听到 就全身震颤 只觉得 神识乃至身体 都在这一刻 好似被撕裂了一半 他喷出鲜血 神色亥然 勉强保持清醒 急速后腿 只是 这怒吼内蕴含的力量 超越了天尊 公孙娃儿的意识 正在急速的涣散 他的目中 露出绝望于挣扎 可却止不住 在后退时 蹊跷流血 全身上下 所有汗毛孔 都在涌出鲜血 这一切太快 公孙娃儿 在退后的瞬间 白小春这里 受到这吼声 冲击最为强力 尤其是永夜伞 更是直接 就被一股大力 从茧内 生生的昏开 甚至 伞身 都在这一瞬 直接就出现了裂缝 伞鼓都开始碎裂 就连那鬼脸 也都颤抖起来 似乎感受到什么 让他都觉得 恐怖的存在 唯独白小春这里 成为了 绝世大胖子的他 引体内积累的 生机太多 此刻 哪怕被那吼声轰击 也只是觉得 有些头晕而已 可也只是 坚持了几个呼吸 随着白小春 意识的恢复 随着那吼声的 更为强力 在公孙娃儿 又喷出鲜血 身体摇晃欲坠一时 白小春这里 也终于有些清醒过来 感受到了 这吼声的疯狂 他只觉得 身体 似直身风暴内 面色一变的同时 嘴角溢出鲜血 身体虽庞大 可却很是 灵活的激素倒退 尤其是看到 公孙娃儿 此刻全身鲜血 似快要昏迷 白小春 顺势甩袖 一把就搂住了 公孙娃儿 将其 按在了自己 大大的肚子上 心惊肉跳中 他就如同 一个巨大的皮球 此刻猛的后退 就要离开这天坑 可就在这时 那大姐也在这吼声下 开始了碎吏 一道道裂缝 瞬间出血 尤其是之前 被涌夜伞 刺入的地方裂缝最多 咔咔的声音 不断的传出 此其内诞生的生命 正在这怒吼下 挣扎的要冲出 白小春 气息粗粗 修为在这一刻 全部爆发 尤其是体内 积累的那些生机 也都在这一刻 被抽出一些 使得他的速度更快 但 就在他要冲出 这天坑的瞬间 咔的一声 那大姐 裂缝最多的地方 直接就碎裂开来 从里面猛的 就伸出了一只 血色的 带着鳞片 缠绕大量粘丝的手 这只手 并非五指 只有四个指头 弯曲如刀一般的指甲 还有那红色鳞片的皮肤 在深处的瞬间 一股滔天的邪恶之感 顿时就爆发出来 更是让这天地 陡然间一变 无论是玄九郡内 还是郡外的世界 一样 随着这只手的出现 扩散惊天 在深处后 这赤色鳞片的手掌 猛的就向着白小春逃去的地方 隔空一案 这一案之下 一股超越了天尊境界 似能毁天灭地的力量 直接就爆发开来 刹那就向着白小春 冲击而去 强烈的生死危机 让白小春 眼珠子都瞪大了 他第一个反应 就是立刻回残山上 避开这里的危机 哪怕公孙娃儿在身边 也都顾不得 被他知道残善的存在 与秘密了 只是 此地被那诡异的蜘蛛网封锁 似斩断了一切气息 而白小春的修为 无法支撑到 他破开臂障 竟使得感应 如被斩断 危机关头 白小春整个人 也都疯狂无比 他大吼一声 右手抬起时 北脉大戒 被他直接横在身前 这把戒 是北脉幻化 可大可小 此刻瞬间就膨胀 如同化作一面盾牌 而公孙娃儿 哪怕要昏迷 也都狠狠的一咬舌尖 施展竖法 黑雾笼罩 撕开了轨迹 引来无数厉鬼 形成防护 更是取出战舟 开启光幕 轰鸣之声 刹那滔天回道 这一刻抱在一起的白小春与公孙娃儿 他们就好似暴风雨中的孤舟 被一个惊天巨浪 直接就撞击过去 刹那覆盖 承受着 似能摧毁一切的 毁天灭地之力 与此同时 一同受到这力量波及的 不仅仅是白小春与公孙娃儿 还有 这整个玄九郡 似那只手 因被白小春吸走了部分生机 影响了整体的发育 出现了一些致命的缺陷 使得他虽强悍 可却无法将全部力量凝聚在一起 出手 也只能是如现在这样 全范围的神通毁灭 轰轰之声不断地回荡 整个玄九郡 在这风暴下 好似被一只庞大的 超越了玄九郡本身的手掌 直接一把捏住 狠狠地一捏 周然崩溃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整个玄九郡都在这天崩地裂中崩溃 而在这玄九城的半空中 已经从天坑内冲出的白小春与公孙马 他们首当其出 在被这风暴淹没的瞬间 最先承受风暴的 正是公孙马召唤而来的浓郁黑武 这雾气内如开了鬼门关 无数厉鬼嘶吼前去抵抗 可在这风暴面前 一切厉鬼都脆弱无比 根本就无法抵抗丝毫 眨眼的时间都不到 就直接被脆库拉朽全部崩溃 连同黑武 巨都碎灭的干干净净 而那风暴依旧带着毁天灭地之力 刹那涌去 与公孙马的白骨湛舟碰撞在一起 白骨湛舟乃是仅次于世界之宝的法器 本身的防护更是惊人 当年白小春用北脉大戒 想要展开都需耗费极大 此刻 这白骨湛舟的防护光幕 骤然闪烁街 即便是这风暴强悍无比 也都停顿了一下 可也只是停顿了一下罢了 在后续风暴的叠加冲击下 白骨湛舟的防护 顿时就碎裂开来 湛舟更是倒卷 被公孙马收走的同时 他的目中已有绝望 此刻一切的希望 似乎都只能去依靠白小春 也正是在此时 风暴轰鸣 席卷八方 在白小春的地后中 他的北脉大戒直接就碰到了一起 轰鸣之声惊天动地 回荡四方 北脉大戒不愧是世界之宝 即便是这风暴之力超越天尊境界 可依旧还是生生的抵抗住 只是这个抵抗的代价 是在大剑后的白小春全身狂震 如同有无数神通轰击全身 他大口喘着粗气 他的目中赤红一片 他的口中喘出咆哮 不死卷的恢复之力更是全面展开 在这对抗与昏明中 白小春的身体不断地后退 公孙婉只能死死地抱住白小春的手臂 与白小春一起 在北脉大戒阻挡风暴下倒退开来 可这退后依旧无法抹去风暴之力 实在是从天坑内散出的风暴 能崩溃整个玄九局 其力之大足以撼动一切 风暴昏明 北脉大戒在坚持了一定的时间后 也都开始不稳 白小春努力调整呼吸 额头清筋鼓起 他知道就算是取出归纹锅 作用也都与北脉大戒类似 虽能抵抗正面的风暴 可其内传递出的震动之力 依旧难熬 他的双手都在颤抖 好在是这一刻的白小春 虽成为了一个大胖子 可他体内积累的生机 实在是太多了 这就让他的肉身之力与恢复 哪怕耗费再多 也都可以瞬间补充 就这样 在这不断的后退一下 在这冲击的风暴中 白小春自己都不知道 过去了多久 他只知道自己的恢复之力 几乎无时无刻不再爆发 这才勉强的坚持下来 直至传来的震动逐渐的减少 直至那冲击而来的风暴 慢慢的消散 白小春的身体 已经在这后退中被推到了天空的尽头 当一切都结束时 白小春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 身体都在颤抖 公孙王也是如此 二人相互看了看 都看到了彼此目中 结后余生的庆幸与后怕 似乎就连二人之间的关系 也都因这一次的经历 变得比以前更复杂了一些 公孙王是有些不适应 立刻收回目光 此刻他也恢复了不少 一晃之下离开了白小春的身边 白小春也干咳了一声 将北脉大剑收起后 看向下方大地 曾经的玄九郡已经消失了 好似被凭空抹去一样 蜘蛛网也好 灰色雾气也罢 都已不见踪影 甚至就连那天坑 也都平静下来 二人神石一扫 再无阻碍 更是感受到了 在那天坑下 那碎裂的大姐也已不见 只留下地面上 一些没有干枯的粘液 这一切让二人心神不宁 实在是大姐内的诡异生命 对他们的威胁太大 如今对方失踪 无论是白小春 还是公孙瓦都感受到了危机 可想到对方 居然没有继续对二人出手 白小春与公孙瓦也意识到 或许 这诡异的存在 自身出了一些问题 此刻来不及找他们的麻烦 而是在暗中疗伤 意识到这一点后 公孙瓦忍不住看了看此刻 仍如同大胖子般的白小春 想到了白小春偷去生机的一幕 此刻回忆 显然若没有之前那种决断 恐怕摆在二人面前的 是再劫难逃 公孙瓦还好一些 毕竟有浑种 在蝎黄手中可以复活 只是他也担心 在复活的过程中 会被蝎黄暗中动了手脚 使得已经被融合的鬼母意识 重新苏醒 而白小春这边 他的魂种没有外放 此时 对于两大皇朝的强者来说 也不是秘密 此时 我们要尽快各自上跑 白小春深吸口气 心有余悸 公孙瓦点了点头 直至到了与云海州的交叉口时 他脚步一顿 看了看白小春 沉默片刻 轻声开口 谢谢 说完 他不等白小春回复 转身 直奔北部 他的行攻而去 听到公孙瓦的谢意 若是换了其他事后 白小春还会得意一番 可如今 他也没心情 一方面 武武器虽解决 可却招惹了那么一个可怕的存在 白小春粗略判断 对方 必然是堪比太古的存在 另一方面 他此刻努力低头 也都看不到自己的双脚 实在是此刻的身体太胖了 这让白小春很是发愁 不过 一想到 若是能将体内所有生机全部吸收 那么 自己的肉身之力与修为 必定更上一层楼后 白小春 顿时满心期待 他也不敢 独自一人留在这里 眼看公孙王离去 白小春也身体一晃 直奔云海州 此刻的云海州内 大铁石与巨鬼王等人都心神强烈不安 因为在白小春离去后 虽武器最终消散了 可整个玄九郡的崩溃 与抹去 还有郡外感受到的刹那异状 震撼了所有的观望者 他们很担心白小春的安危 此刻都在边界位置 焦急的等待 可等着等着 他们就看到天空上有一个巨大的肉球 正呼啸而来 二人一愣 想要阻拦 可在感受到这大球的神念后 巨鬼王与大天师都呆了一下 在他们呆住时 白小春身体插那靠近 站在二人面前时 怎么看都有些摇摆 白小春自己也有些尴尬 都知太多了 另外这里很危险 接下来的日子最好不要外出 时刻警惕小心 我要赶紧回去闭关 这一次虽危险 可收获同样不小 白小春知道 自己此刻是个什么模样 叮嘱一番后 就一个挪移 小失不见 只剩下巨鬼王与大天师等人 站在那里面面相去 他们实在是对白小春进入这么危险的地方 不但没受伤 反而四占了大便宜 成为胖子的事情 觉得不可思议 不管他们怎么想 此刻的白小春在出现时 已回到了他云海城的府邸内 天坑内那可怕的存在 让他很是不安 不过 此时他之前就提前告诉了圣皇 想了想后 他又取出两枚玉解 将自己这一次的剑文烙印下来后 立刻安排人 一份送去第二仙玉的零九天尊那里 另一个则是直接送入圣皇城 这件事 也只有身为太古的皇者 才可解决了 白小春摇头 他也意识到 自己最后用永夜伞吸收的那几下 应该是给那个邪恶的存在 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所以对方才没有继续追杀 此刻应该是在疗伤 这么看来还算安全 最起码可支撑到圣皇到来 白小春长舒一口气 接着又深吸口气 他知道时间紧迫 尤其是今天的事情 让他觉得哪怕身为天尊 可似乎也不保险 想要在这永恒仙玉内扎根 修为就必须要与日拘尽才可 意识到这一点 白小春摇了摇牙 吸收了这些生机 勿要冲击天尊终其 白小春目中露出果断 赶紧在密室排席座下 脑海浮现残善 很快的 他的身体就模糊 再次的消失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四十一集 天尊终其 漆黑的星空中 只有这把残善散发出微弱的光芒 此刻 残善的广场上随着一片扭曲 白小春 那吸收了磅礴生机后 形成的巨大身躯 渐渐的显露出来 远远看去就好似一个肉球滚了出来 要尽快的把生机练坏呀 现在实在太胖了 白小春努力的低头想要去看看脚尖 可只能看到庞大的肚子 甚至他的手臂想要去摸摸肚脐 这简单的动作都很是费劲 这就让白小春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的墓中露出果断与坚定 此刻一晃之下 肉球的身躯就好似滚动一般 直奔善谷通道而去 准备继续闯关 这一次 玄九郡的机缘极为特殊 又太过难得 若是换了其他时候 白小春明白 自己想要从天尊初期突破 踏入天尊中期 难度太大 耗费的时间也是极长 更不用说 在这个过程里 还需要数不清的天才地宝 与造化才可 而如今 他体内凝聚得生机惊人 可白小春还是觉得不稳妥 他知道机会只有一次 若是不能借助这些生机 取冲击 突破修为 一旦失败 想要等下一次的机缘 不知要多久 原本 在没有这些生机时 白小春的计划 是依靠扇子关卡的奖励 来使得自身的修为 比常人更快地提高 如今他衡量之后 已有决断 只有拼尽全力 才可成功最大 等到我闯关到了极限 就是我回去 突破之时 白小春狠狠地一咬牙 踏入关卡内 一次次地闯关 一次次地失败 可白小春没有放弃 总结原因后 继续尝试 时间流逝 很快地 他在这里 就已经停留了 近乎两个月左右 这期间 他也时常回到云海州 防止云海州出现意外 而圣皇与邪皇 也早就知道 玄九郡的事情 虽没有什么明显的安排 可白小春心底 也安稳了不少 毕竟 云海州他虽看重 可白小春相信 对于邪皇与圣皇而言 第二先遇的领土 他们更看重 就这样 白小春在这持续的闯关下 艰难的一一闯过 直至将第五十关 也都走过去 他终于遇到了极限所在 第五十一关 他就算是拼了所有 也都无法度过 也罢 看来如今的我 也只能走到五十关了 白小春多次尝试后 只能放弃继续闯关 开始回头整理 前五十关的收获 尤其是第五十关 这作为整个试炼 到了一半的奖励 极为的丰厚 不但有一些 白小春虽没见过 可凭着要道分析 就能判断出的绝品仙丹 更有一片竹简 这竹简上刻着两个符文 白小春看不懂 可他看到第一个符文时 感受到的是仿佛 直身修罗地狱 死亡之意 昏入脑海 好半少才恢复过来 他呼吸急促 没有继续去看第二个符文 这主简是什么 他此刻心中已有了答案 这五十关的奖励 是部分生死道远 白小春死死地攥住竹简 目中露出奇异之盲 将手中竹简收起后 他排袭坐在残上广场上 这排袭的动作 以前的他坐起来很自然 可如今身体太胖了 以至于每次盘袭 白小春都很是费劲 此刻好不容易盘好 他赶紧双手掐绝 运转体内全部修为 亘古卷第一层的过去年 在其体内不断的转动 顿时 他身体内所有经脉都振动起来 一缕缕修为之力 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融入主干经脉内 最终在心脏的位置 轰然凝聚 如同爆发一般 白小春只觉得脑海瞬间嗡鸣 呼吸急促的同时 他感觉体内好似存在了一条长龙 这长龙正在游走 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时而在心脏的位置爆发 时而又在丹田处凝聚 更有那么几次 是在他脑海中发出长啸 白小春知道 这所谓的长龙 实际上就是自己的盗种 与其他人不同 自己的盗种没有丝毫缺少 浑然一体的同时 随着自己修为的增长 他也在不断的壮大 可这种壮大 距离修为突破还很遥远 天尊境界 就是盗种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的过程 踏入天尊 盗种形成的遗顺 我全身的静脉就好似盗种的根须 彼此融合后 真正的成为了起根 天尊初起 就是这根须不断蔓延 不断融合的过程 而天尊中起 则是根须深重后 在吸收了足够的养分后 开始发芽的阶段 现在就是这个阶段 白小春目光闪耀 随着心念的变化 立刻提内游走的盗种长龙 猛得一顿不再转动 而是凝聚在一起 最终 在白小春丹田的位置停顿 渐渐开始了收缩 随着收缩 一股玄妙的气息 从白小春身上扩散开来 仿佛这一盗种 正在凝聚发芽之力 而随着收缩 白小春面色凌然 他知道 最关键的时刻到来了 猛的就将这几个月 始终封锁在体内的 凝聚的那些生机 直接释放出来 哄的一声 好似天雷翻滚 白小春体内 那磅礴的生机 此刻随着释放 如同怒浪一般 直接就扩散全身 横扫一切 随着白小春 亘古卷 第一层过去念的运转 这些生机 如被转化驯服 直奔道众而去 收缩的道种 震动强烈无比 好似久汉的大地 遇到了甘露一般 又好似饥饿了太久 突然看到了仙石 瞬间 道种就好似化作一个 巨大的黑洞 疯狂的吸收 这涌现而来的圣机 吸收的速度越来越快 渐渐的 白小春的身体 也肉眼可见的缩小 而那道种也在这疯狂的吸收下散发出的玄妙气息更为强烈 仿佛一场蜕变 即将出现 可就在这时 白小春之前所担心的一幕终究还是出现了 不死长生宫形成的道种 这种与另外两大皇族的传承之法 同一个境界的永恒仙玉三大巅峰道法 各自有其惊人之处 而不遂长生宫的霸道 使得那磅礴的生机 似乎也都不足以支撑 道种发芽 白小春的身体 此刻在这急速的缩小下 已经恢复到了正常 可却没有半点停顿 还在收缩 仿佛要将他的生命 修为乃至一切都吸收进道种内 如此以来 怕是还没等发芽 白小春就已经行神俱密 而偏偏 这尝试的突破 竟是不可中断 更不可逆转 要么别去尝试 一旦尝试 就必须要成功 只不过 这一切 白小春早就准备 他虽没有这方面的天尊突破的经验 也没有人告诉他 可他对不死长生公了解 类似的不可逆的经历 经常遇到 所以他之前才没有立刻突破 而是先将关卡走到极致 获得了足够的资源后 才开始冲击天尊中期 眼下的一切 还都在白小春的预计之内 他没有心慌 在身体吸收的瞬间 一排除代 立刻一枚枚担药 一株株仙草 这个残闪前五十关的奖励 虽有不少被他给了打贴师等人 可还是有很多留下 此刻一股作气 全部扔入口中 随着丹药与仙草的吞噬 随着生机的补充 白小春的身体终于不再枯萎 其体内的道种 原本因之前的磅礴的生机 已经完成了十之八九 此刻所剩的那些 又被迅速补充 终于在一炷香后 道中猛然间就爆发出强烈的刺目光芒 这光芒更是穿透白小春的身体 向外不断的扩散 甚至有那么一树 其明亮的程度都超越了残善本身的光芒 远远看去 漆黑的星空内 白小春身上散出的光 好似一盏明亮的灯火 清晰无比 璀璨无边 在这光芒扩散的一瞬 白小春猛的睁开眼 她的目中露出激动 更有振奋 她的体内在这一场呢 道种上开出了心芽 过去念大成 道种发芽 天寸中奇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四十二集 现在念 随着心芽的出现 一股爆发般的波动 立刻就从这心芽上轰然而起 瞬间就充斥白小春全身 所过之处 她的身体传来阵阵的咔咔之声 甚至就连身躯都凭空的 生长了几分出来 甚至全市场下不需要刻意 就有那玄妙的气息 扩散四方 这气息 正是念力的气息 如果是之前道种没有发芽前 他还是内敛的话 那么这一刻 随着心芽的出现 念力的气息 也从内敛到了外放的程度 这种境界 已经使得白小春 举手偷足解 都好似能牵动世界之心 影响他四周众人的心绪变化 威力之大 诡异莫测 若仅仅仅如此 还不足以凸显出天尊中期的强悍 除了念力外 白小春的修为也在这一刻不断的攀升 整体的战力竟比之前强出了十倍左右 如果是之前的白小春 拿着北脉大戒 可以与天尊中期一战 甚至勉强能与天尊后期交手的话 那么现在的他 不需要北脉大戒 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而一旦加上北脉大戒 那么在天尊中期里 他已站在了巅峰 感受着体内修为的波动 体会着念力的扩散 分析着自己与之前的不同 白小春内心振奋激动 更有感慨 他知道 若非是在玄九郡的机缘 自己想要突破 达到如今的这一步 怕是要耗费的时间与资源 百年积累都算是快的 即便是有残山在 甘古卷第一层的过去年 也需要积累到最后 才可尝试 而且还需等他走到了第一百关 彻底成为残山主人 获得了传承后 方有可能获得突破 只是凭着天尊初期的修为 白小春也心知肚明 五十关之后 对他来说太难了 可如今则一切不同 接下来 我的修为突破竟飞更快 一百年后 我说不定能成为 天尊后期乃至大圆满 白小春一想到这里 他就忍不住 眉飞色舞 心头雀跃 实在是他画面太美好 让他自己都觉得 有些不该想象 若有一天 我成为了残山的主人 修为到了天尊大圆满 凭着残山 凭着北脉大街 我有没有可能与太古抗衡 白小春心跳加速 这个念头在他脑海里 压抑不住的生长出来 实在是若真的有那么一天 白小春虽不是太古 可依旧已经具备了 三分天下的资格 许久 白小春才将这美好的念头 深深的埋在了心底 他明白 这些都是对未来的幻想而已 在没有达到的那一天前 再多的幻想也都是无用 这场机缘 让我的过去念大约满 而现在 虽踏入天尊中期 摆在我面前的 就是去创造出 亘古卷的第二层 能让我从天尊中期突破 踏入天尊后期的功法 也就是亘古卷的第二层 亘古卷第一层 过去念 是为道种发芽 所需的积蓄之力而创造 此刻的第二层 我需要的是 道种在发芽后 盛开道支花朵 如果说之前的一切都是准备 故而也能称之为过去的话 那么 如今的心芽盛开 就是当下之念 白小春难难低语 他明白 自己不可能凭空去创造功法 过去念 是依靠曾经的通天世界的经历 与回忆为基础 而如今的亘古第二层 因他修为突破太快 还没有足够的基础 创造起来的确难度更大 可白小春目光闪动节 低头看向除代时 一拍之下 顿时第五十关的奖励 那枚主解出现在他的手中 可我有他 白小春难难低语 他原本就没打算去真正的传承 这位先界主宰的道员 他需要的只是借鉴的同时吸收 进而创造属于自己的道路 这主解内 若是蕴含完整的生死道员的话 白小春想要感悟力所不及 可如今只是部分生死道员 白小春在感悟上要轻松很多 他深吸口气 脑海放空 神石散开 融入竹简的两个符纹上 忽鸣中 那死亡的气息再次浮现 随后 当他神石放在第二个符纹上时 一股蓬勃的朝气质感 又澎湃而起 在这生与死的交错下 在这初次接触道员中 白小春渐渐沉浸在内 忘记了时间 忘记了一切 忘记了所有 唯独没有忘记的 是他脑海里对于当先之念 也就是现在念的思索 时间流逝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白小春依旧沉浸在感悟中 没有苏醒 也不知道在他的身边 此刻无声无息解 那气灵化作的童子 从虚无内走出 这童子死死的盯着白小春 偏偏又无可奈何 他身为气灵 虽能在关卡内干扰 而且权限极大 可却对白小春这里 没有什么作用 关卡内 白小春的种种行为 让他一次又一次 感觉到挫折与绝望 至于关卡外 一想到这一点 童子就更为抓狂了 他可以对任何闯关者都采取制裁 偏偏对于拥有残善部分印记的白小春 无法运用 毕竟从某种程度上说 他只是气灵 而白小春则是小半个主人 哪怕他不愿意承认 可事实就是如此 尤其是当白小春闯过五十关后 一心突破的他也都没时间去查看 实际上这一刻的白小春 他在某些方面的拳械 已经与这童子相差无几了 哦 这么下去 我该怎么办啊 这童子都要哭了 他一想到 有一天 眼前这个作弊的无耻之人 成为了自己的主子 问自己叫什么名字时 自己该怎么回答 就心中纠结无比 实在是 他之前曾发誓 若让白小春度过了那一关 他就与白小春一个姓 此刻心底长谈中 他再次咬牙切齿 盯着白小春扮上 忽然一愣 又仔细的看了看后 童子眨了眨眼 顿而是没开眼笑 啊 这个傻货 他居然在感悟时光之道 一生死到原为淫 感悟时光 他死定了 输定了 这根本就不可能 时光之道 那可是至高道之一 生死都要被其操控 哼 这个傻子 呵呵呵 这童子一拍手 激动了 看来又看 确定自己的分析无误后 他顿时有种 拨开云雾 减轻天的感觉 兴高财烈的 转身哼着小曲儿离去 时间再次流适 时间再次流逝 一个月后 排袭打足 一动不动的白小春 他的身体突然一震 随着震动 他手中 蕴含生死到原的竹简 直接就化作了飞灰 他的双眼 慢慢睁开时 他四周的虚无 立刻扭曲 在这虚无下 一股于过去念 截然不同的波动 从白小春的墓中 释放出来 这波动 仿佛 他在的地方 哪怕悠悠万古 也都是一念之间 哪怕 站在时光的长河里 可他所在的地方 永远都是现在 一切时间流逝 似乎都无法 从他这里 掠夺丝毫广益 甚至某种程度 他的念力 可以让时间 为之静止 现在念 霸道之念 白小春 轻声喃喃的同时 远出扇谷上 在白小春 看不到的地方 童子幻化出来 他之前 感受到了一些 生死道员的波动 这才出现 此刻在看到 白小春后 他眼珠子 都要掉下来了 一脸的难以置信 时光之道 天哪 这笔生死道员 还要高深 足以称之为 达到的时光 居然会被这 无耻的作弊者 感悟成功 老天爷 你下了眼 这童子是直语抓狂 不甘心的嘶吼起来 眼睛赤红 他已经决定了 下一次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也一定一定一定 要让这个无耻之人 彻底失败 你给我等着 这启灵 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白小春 虽也在这残山上有权限 可终究还是不如启灵 因此 以往启灵的出现 白小春是看不到的 可如今 他先是突破了五十大关 更是修为攀升到天尊中期 神识敏锐的同时 全血又得到了提升 尽管 依旧还是看不到启灵的身影 可在他的感受里 隐隐察觉到 在善谷的方向 有目光在注视自己 此刻 木然抬头猛的看去 这一眼看去 立刻就让童子一惊 赶紧后退 一瞬消失 白小春目光所看 那里一无所有 他眯起眼睛 心底哼了一声 一定是那个契灵在偷窥我 这契灵看来心里有问题啊 不然的话 怎么这么喜欢偷窥呢 白小春嘀咕了几句 收回目光后 想到自己之前感悟的收获 他就忍不住激动 不愧是主宰强者的道远 仅仅是部分 就让我推延出了现在念 更是借助其生死之意 创造出我的第二道神通 生死现在精 白小春深吸口气 站起身来 右手抬起 刹那一挥 顿时这四周明明是星空虚无 可却突然出现了好似撕裂般的扭曲 连接八方的遗数 似乎就连星空也都被牵引了一下 与此同时 在白小春的身后 更是凭空的出现了一座巨大的石门 此门黑色 充满了森染 甚至雕刻了无数猙獰厉鬼 尤其是还有一个木偶被雕刻在上面 仔细一看 这木偶分明就是之前玄九郡村子里的诡异之偶 而这只是黑色石门的边缘 在这石门的中心赫然雕刻着一个巨大的头颅 仔细一看 这分明是一个已经死亡的老者面孔 充满了死亡的气息 连带着这座石门也都仿佛代表了死亡 此门正是死亡之门 那四周的厉鬼 是白小春这一辈子看到的所有可怕的鬼物 而那老者的面孔生死到原形成代表了死亡 死门再后 白小春目露奇芒 右手抬起向着扇鼓的方向 他之前观察到有人偷窥的地方 猛得一指 这一指之下 立刻在那扇鼓上竟轰隆隆的凝聚出了第二座石门 这是一座白色的石门 四周雕刻着无数白小春这一辈子所看到的 代表生机 代表旺盛 代表生命的草木之物 而在这白色大门的中间 则是雕刻着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的面孔 甚至看着这面孔 耳边似乎都可以浮现出婴儿的啼哭声 此门正是生门 这就是白小春的生死现在经 化作一生一死两大石门 自己站在死门前 则一切从生门方向所来的敌人 在靠近自己的同时就代表了靠近死亡 会不断的虚弱 更是因为时光之道 所以就使得这神通的威力再次增加 但凡是从生门冲来之人 都会在来临的过程里飞速的衰老 好似一个人从出阳走到了黄昏 从生到死更可任意转变 为理之道 白小春只是将其刚刚感悟创造出来 就已燃心惊 实在是能创造出这生死现在经 主宰的生死道源才是重中之重 白小春缓缓地吸了口气 感受着自己体内磅礴的修为之力 他傲然地抬起下巴 没有丝毫打算去隐瞒修为 就算是被人知道我修为突破 推测出我有了机缘造化 能又怎么样呢 我就明着告诉他们 老子吞了一个大姐内的部分生机 白小春琢磨了一番 确定无碍后 趾高强着 斜眼看了看生门所在的方向 想了想后 他右手抬起 向着那里勾了勾 你来呀 白小春得意地说道 生门旁 气灵化作的童子 此刻红着眼 死死地盯着白小春 若是他有足够的权限 此刻必定要杀白小春千次万次 偏偏演一下 只能无可奈何 气人太深 这童子气得浑身发抖 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 就没见过这么无耻之人 此刻连连低吼咆哮 心底已经无数次发誓 下次一定一定要弄死这白小春 白小春虽然看不到童子 可感受里 对方就站在那边 此刻得意中 他自然不会傻傻的继续闯关 琢磨着等对方睡着了 自己在床也不迟 想到这里 他神念一动 身体刹那模糊 在这残山上消失了 直至白小春走了后 七灵童子的七里嘶吼 才在这残山上挥荡开来 他就好似一个发脾气的小孩子 在这残山上飞来飞去 神石扫过 可看着看着他就眉头一皱 七天前 鬼母天尊被蝎黄调回蝎黄场 派遣决地天尊前来作战 白小春眯起眼睛沉吟起来 公孙婉的离开让他心底还有些不舍 而这个绝地上人 他不认识 可也听人说起过 毕竟如今在这永恒仙域 天尊一共就十二位 彼此自然知晓对方 如这邪黄朝的七位天尊 白小春如今见过吴魏 除了公孙婉与通天道人外 还有广木天尊 元妖子 以及士陵上人 而消息预解内 也说了 随着公孙婉的离开 在北部数州内的列灵贸易 也处于暂停官网阶段 大天使谨慎 没有亲自出马 而是找到北部邪黄朝的一位半神 买通后 让其带围向绝地天尊 传达善意 并准备了众礼 此时结果如何 还没有回复 与此同时 大天使的信息里 也说了公孙婉的离开 或许是一件好事 最起码 李衍玲的贸易 会随着公孙婉儿 渗透到邪黄朝的本土仙域上 如此一来 可让云海州的名气更大 看完了所有消息 白小春没有找到 与玄九郡有关的线索 实在是这段时间来 整个第二仙域都很安静 仿佛玄九郡的事情 只是一场意外 可白小春的心中始终不安 他很清楚 那最后 从大简内伸出的赤色灵片之手 以及那毁天灭地之力 绝非天尊可以抗衡 同时 他抽取的生机 虽可让对方出现缺陷 可这缺陷并非不可化解 白小春沉淫重 站起了身 正要在这云海州内 自行查看确定一番 可就在这时 忽然的 大天师的神念 从远处呼啸而来 这一次 明显比上次 善意诱导白小春是真切的多 充满了无比的焦急 更是没有废话 直接在神诗内 就向着白小春 传出了话语 天尊 老夫有事禀告 北部四周 鬼母天尊调走 绝地天尊降临 此人修为天尊初起 对我通天世界之人 态度极为不善 那位被老夫买通的半神 只是一个传达善意 就被这绝地天尊 直接镇压 关入大牢 同时 在一个时辰前 这位绝地天尊下令 将北部四周内 我通天世界所有人都全部抓获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安排出去经营各地店铺的嫡系之人 他更是放出言辞 要将他们送去蝎黄朝 献给蝎黄朝的大皇子 去研究与破解裂灵的秘密 老夫分析 他这明显是想要更大的好处 我云海州可以放弃一些利益 只不过这种事情还须天尊亲自出面才可 大天尊的神念 在白小春耳边回答 其身此刻也正急速赶来 白小春在听到这一切后 他猛的抬头 看向北部 勒索我 白小春感受了一下自己的修为后 神势散开 锁定飞来的大天尸立刻问道 你确定 他是天尊初见 确定无误 我这里已经准备了礼担 天尊你 半空中的大天尸连忙回复 可他的话语还没等说完 白小春那边就眼睛一瞪 可以什么礼担 这绝地天尊好大的夹杂 白小春气势多人是爆发 身体一晃 直接就出现在了半空 向着北部轰然而去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四十四级 你敢勒索我 绝地老匹夫 区区天尊初起 就敢在我白小春面前如此拿你姿态 这白小春速度极快 整个人化作一道长虹直奔北部 他身后云海城内 此刻大铁尸与巨鬼王以及周一兴等人刚刚到来 只看到白小春远去的长虹之影 一个个都愣了一下面面相觑 那个 刚才说话的 是我们的天尊 白小春 周一兴 有些不确定的问了一句 实在是 在他的记忆里 白小春的性格 似乎并不是这样的霸气 巨鬼王也是一脸狐疑 他对白小春的了解更多 当初 鬼王花的试炼 只是有那么一丁点威胁 这白小春就摆出一副死都不去的样子 原本 巨鬼王以为 白小春是为了索要好处 可直至最后 他了解白小春后才明白 这家伙根本就是 怕死的不得了 但凡 又丝毫威胁 这白小春 能不去就绝对不去 除非是万不得已 才会咬牙前往 可今天的事情 那绝底天尊虽过分 可事情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没有必要直接出手 这就让巨鬼王更不了解了 大天使那里也是愣了一下 三人相互看了看后 都觉得这一刻的白小春 实在是行为诡异的很 这个 给大天使哪怕平日里脑袋灵活 此刻也都摸不清思绪 最终还是巨鬼王最了解他这个女婿了 在沉思片刻后 巨鬼王忽然一拍大腿 哦 我知道了 白小春秀为突破了 他方才的气息似乎比以往要强了不少 而且他闭关前 不知获得了什么机缘 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大胖子 如今恢复正常 修为必然提高 巨鬼王话语一出 无论是周一星还是大天使 都息神一阵 所有的疑问 配合这个前提后 瞬间就迎刃而解 如果 真的是这样 那就符合白小春的性格了 周一星身以为然的同时 大天使也哭笑不得 觉得巨鬼王的这个说法 有七八成是真 在这三人都心底古怪的感慨时 白小春得意着招摇无比 在这天空上速度越来越快 整个人意气风发 更是充满了激昂的战意 实在是他等这一天 已经等了很久 之前还是天尊初期时 他不得不小心谨慎 甚至有些畏首畏尾 凭着北脉大戒 才可以震慑旁人 可如今修为突破 若是对方是天尊中期 白小春还会迟疑 可面对一个天尊初期 白小春有北脉大戒 他的信息就好似筑击 遇到了炼器修饰一样 此刻去世汹汹 远远看去 好似一颗巨大的流星 正在划破长空 锁过之处 天地鸿鸣 气势更是不断的崛起于爆发 甚至都影响了大地 使得大地震产 如同在恐惧一般 而天空同样因 白小春的速度 掀起了无穷阴暴 搅斗了苍穷云雾 使得这些云雾 在白小春身后翻滚 好似形成了一张巨大的披风 这披风纵横东西 足有万里范围 尤其是此刻距离黄昏 还有些时间 天色上亮 这云层的翻滚 如同万马奔腾中 拉动了一张巨大的黑幕 欲将天空将苍穷 逐渐的遮盖住 这画面 立刻就让大地上的无数 北部蝎黄潮的修饰 全部骇人 一个个心神内先且滔天大浪 无论什么修为 哪怕是那些半神巅峰 大圆满的枪者 此刻也都呼吸急促 心中无法平静 甚至都感受到了 来自天空上 那万马奔腾前的流行身影内 散发出了似天上地下 为其独尊的霸道 是通天王 天哪 这到底是怎么了 莫非要开战了 我想起来了 绝地天尊之前下令 抓获了所有北部的通天世界之人 所以通天王才会杀来 在这无数的惊呼中 白小春的速度更快 掠过一处处山脉 一片片平原后 他直接就锁定在了 这北部中心区域的 一座巨大的城池 还有那城池内的天尊府邸 与公孙娃儿的行宫不同 这绝地天尊的府邸 是一座巨大的雕像 这雕像是一个 长着翅膀的胸旗 墓中带着三森之芒 俯视大地 四张开口就可发出让世界色变的嘶吼 每一个天尊都有自己不同的府邸 再去一个地方上任镇守时 都会将府邸用术法带走 到了地方后 只需安置一下即可 这凶勤雕像正是绝地天尊的府邸 此刻的他 正排西坐在府邸内 看起来 看起来只是中年的绝地天尊 明显比其他天尊年轻了不少 虽说如此 可他的身上天尊的念力波动 丝毫不弱 就算是在天尊出气力 也都可以算是佼佼者 哪怕不如鬼母也差不了太多 他的身体消瘦 鼻尖有些弯曲 双唇很薄 一看就是刻薄之人 脸色更是阴冷 此刻 在白小春带着滔天之士来临时 绝地天尊立刻察觉 猛地睁开双眼 露出了蓝色的瞳孔 这蓝色的双眼 使得他整个人 有了一种说不出的魅力 似乎他站在那里 就可以吸引一切女性的目光 胡闹 在感受到白小春来临的气势后 绝地天尊神色不变 冷哼了一声 正要站起身 可就在这时 他耳边突然的就爆发了 超越天雷的昏明巨响 绝地老匹夫 你居然敢勒索我 白小春明明还在极远的地方 可他的声音 确实直接就在绝地的飞禽雕像内 爆发开来 更是在这声音扩散的瞬间 白小春的身影 其速度猛然间再次暴增 这一次不是小范围的增加 而是直接就提高了十倍 之前的白小春表现出的一切都只是天尊出气而已 直至这一刻 他猛然间将自己天尊重气的修为彻彻底底的释放出来 眨眼中就已经到了绝地天尊的伏地上方 在绝地天尊心神强烈震动的刹那 白小春的右手已然抬起 向这下方的伏地雕像 默然一拍 天地红 八方震动 整个世界似乎都在这一术出现了翻天覆地的逆转 甚至这第二仙遇上的不少修士 他们的右手都无意识地抬起 似随着白小春的动作而动 这正是念法 白小春不出手则已 此刻一出手就直接动用了自身的念力 远远看去 苍穹中直接就幻化出一只磅礴的大手 向这雕像哄明落下 这雕像哪怕是天尊福利 哪怕具备惊人的防护 可在这一瞬 也都于事无补 猛的就坍塌下来 绝地天尊心神震动更为强烈 喉咙里发出一声咆哮的嘀吼 天尊出气的修为一样爆发 全力抵抗的瞬间 半空中的白小春冷哼一声 他根本就没打算 与这个绝地天尊大战个几百回合 他此刻带着气势而来 要的就是彻彻底底的碾呀 此刻在绝地天尊修为爆发 似要从这坍塌的雕像内冲出的瞬间 白小春右手顺势落下 直接取出北脉打击 猛的抡起 大戒散出蓝光 世界之宝的威亚与波动顿时爆发 向这坍塌的雕像狠狠的一展 绝地小孩 谁给你的胆量赶来惹我 白小春觉得自己这句话说的实在是太有气势了 内心得意的同时 大戒也好似欲展开天地一般 轰然而落 随着剑光落下 原本就坍塌的雕像 此刻猛的遗产 直接就浑然爆开 形成无数碎片的同时 在其中间的位置 也出现了一道巨大的沟河 在这沟河的下方 此刻正是一脸狼狈 心神震颤到极致的绝地天尊 他劈头三发 嘴角带着鲜血 此刻双手抬起 念力加深 正全力抵抗 他的眼睛内 带着无法置信与亥然 更有强烈到极致的不可思议 天尊 长起 这怎么可能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四十五集 舍不起 舍不起啊 绝地 你 知不知错 白小纯 在半空中声音如同天雷 轰鸣四周 而随着他此番的到来与出手 形成的威势之盛 气息之磅礴 早已扩散霸方 尤其是绝地天尊所在之地 就是这一周的周城中心区域 而白小纯控制得很好 他的气息虽撼动天地 可出手的威压与冲击 却是只局限在这绝地天尊的腹底中 使得周城没有被影响太大 四周的无数邪皇朝的修士一个个都心神震撼 齐齐砍去 被这万众瞩目 白小纯自然威风无比 可对于绝地天尊来说 此事就让他整个人怒意到了极致 此刻猛的咆哮一声竟要从北脉大剑的威压下强行挣扎 白小纯冷横右手掐决 北脉大剑猛然剑威力再增三分 远远看去 此刻的北脉大剑已足有百丈大小 不是被白小纯握住 而是自行飘在绝地天尊的头顶 随着白小纯的掐决 这大剑再次下沉 只是一个下沉的过程 就让大敌震动起来 绝地天尊刚刚升起的挣扎之力 顿时就崩溃开来 他喷出鲜血 脚下地面出现一道道裂缝 很快的就在一声轰鸣下 他的四周凹陷成了一个深坑 一股让他承受不住的压力 正在从那大剑上不断的降临 似乎只要他稍微松懈一下 就会被那大剑直接斩下 要知道天尊中期的白小纯 本就可以镇压着绝地天尊 而如今他出手就是北脉大剑 如此一来 这已经不是镇压了 这是什么呢 碾压 我再问你一句 绝地 你知不知错 白小纯声音冰寒 此刻傲视天下 甚至目中已出现了寒芒杀迹 白小纯 我不信你 你敢杀我 绝地天尊 哪怕憋红了脸 也依旧狂吼 他不是不想山夺 实在是白小纯之前的念力一掌 不但崩溃了府邸 更是形成一种封意 将这四周全部封锁 除非是修为超过 否则的话 根本就无法离开 可绝地依旧不服 他相信 白小纯不敢杀人 一旦真的杀了自己 哪怕可以复活 可这毕竟是涉及到了 邪皇朝与圣皇朝之间的摩擦 他相信 就算是再没有理智的人 也都会在这件事情上斟酌的 白小纯文言 眼睛一等 随后怒笑起来 我不敢 也罢 看来你忘记了我的身份 那么就让你看看 白某敢不敢杀人 白小纯身上的气息再次爆发 这一次 他双手掐绝 目中杀鸡 滔天而起 猛地一指北脉大剑 顿时 这北脉大剑翁鸣起来 一股惊天动地 在白小纯天尊中气修为加持下 足以斩杀天尊初期的剑气 骤然爆发 这剑气扩散中 绝地天尊的身体 猛的颤抖 他本就到了极限 此刻被这剑气冲击 五脏六腑都在颤抖 鲜血狂喷的一瞬 那悬在他头顶的北脉大剑 猛的膨胀 变成了千丈大小 好似斜着一个世界的威力 直接就向着绝地天尊 木然斩下 看其气势 分明是要杀人 白小纯 你 绝地天尊神色大变 开口时 他身体内就散出七色光环 化作七条巨龙 咆哮中直奔大剑 要去抵抗 与此同时 更是从他厨袋内 飞出无数法宝 形成防护 这还没有结束 他更是涌出了杀手锏 此刻额头青筋鼓起一下 他的身后 直接就幻化出了一头黑色大牛 这大牛一出 魔气冲天 此刻猛的低吼 一头向着大剑撞去 这正是他的保命神通 魔牛喊天 这杀手锏对他来说轻易不用 实在是消耗之大 哪怕他身为天尊初起 也都有些吃不消 至于念法 修为的压制一样如此 可现在他已经顾不得太多 只能全力以赴 轰鸣中 天地震动 四周观望的所有人都连连西起 只见 那七条颜色各异的巨龙 刚一碰触大戒 根本就无法阻挡丝毫 顿时就崩溃爆开 随后 则是那些法宝也都无济于事 在这一连串的轰鸣下 北脉大戒凝聚万军之时 仿佛可以撕裂虚无 轰鸣而去 直接就与那黑色魔牛 碰撞到了一起 巨象中 北脉大戒首次停顿 可也只是堕了一下 就在白小城的冷哼中 在其修为的扩散下 顺间穿透魔牛 直奔绝地天尊 二人之间实在是相差太大 在这绝对的战力差距面前 绝地天尊的一切手段 根本就是唐碧党车 碰碰生下 随着他法宝的碎密 术法的消散 神通的崩溃 随着北脉大戒的迎头劈来 绝地天尊的心里猛的掀起惊天大了 盖森 他是通天世界之人 他不是圣皇朝的天尊 他要杀我 是真的要杀了 甚至他的目的 就是要挑起 邪皇朝与圣皇朝的战争 这绝地天尊 在这生死危机下 呼吸急促 哪怕邪皇 可以用道种将他复活 可绝地天尊清清楚楚的知道 每一次复活 自己都会永久的损失一部分战力 而且 对于日后修为的提升都会造成影响 除非是真的到了必死的程度 否则 谁愿意去选择死亡呢 此刻 确定了眼前这个白小春是个疯子后 绝地天尊 顿时就畏惧起来 甚至心底都在懊悔 之前 为何要去勒索这个白小春呢 他的思绪 在脑海转动的同时 那把大戒 已经轰轰下压 绝地天尊 只觉得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 在心神内扩散开来 甚至额头都出现了一道血痕 似乎整个人就要被劈成两半 白小春 你可以把通天世界的人带走 在这生死压迫下 绝地天尊狠狠一咬牙 目然开口 他这句话说出 不是认错 也是认错了 只是这种态度 白小春不能接受 他今天来此 就是要来立威的 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 他白小春已经不再是天尊初期 而若是冒犯了他 他就是一个敢杀人的疯子 不过实际上 白小春心里也知道 除非是万不得已 否则的话 斩杀天尊 此事太大 一旦出现的话 圣皇必然会抓住这一点 插手云海州的练灵之势 白小春自然不能给圣皇这个机会 可若就这么的放过绝地天尊 白小春又觉得不甘心呢 所以此刻 哪怕绝地天尊说出服软的话语 可白小春目光微闪 杀气依旧打箭呼啸间继续斩下 不杀你 也要吓死你 白小春在心底冷横 他的样子 他的气势 他的杀气 这一切的一切都无比真实 让绝地天尊这里 心底再次咯噔一声 该死 该死 我都已经放人了 这绝地天尊内心低吼 全部修为运转 可依旧还是额头裂缝越来越大 眼看整个人就要被生生的震崩 他此刻已经顾不得其他了 咬牙开口 我知错 这三个字 从绝地天尊口中传出的瞬间 白小春目光冷立 大姐依旧没有改变去世 轰鸣中 绝地天尊的头颅直接就开裂 无法抑制的剧痛 让绝地天尊发出嘶吼 可却一筹莫展 白小春 我们没有仇啊 绝地天尊心底已经抓狂了 他觉得这个白小春比疯子还要疯 此刻已经绝望 知道在劫难逃 偏偏就在这个绝地天尊失去希望的瞬间 白小春控制的北脉大戒突然倾斜 没有站在绝地天尊的头颅 而是直接从其右肩刹那划过 鲜血洒落中 绝地天尊闷哼一声 身体在这大戒掀起的冲击下倒退 面色苍白 飞速的止血后 他喘着粗气 抬头盯着白小春时 他心底虽有怨气 可更多的却是劫后余声 尤其是看到白小春的眼睛内 还跳动着煞气时 绝地天尊 内心咚咚狂跳 趁我还没改变主意前 赶紧滚 若心底不服 白某在云海州等你 白小春一直被卖大戒 此戒化作一道流光缩小 回到白小春的手中 被白小春一把握住后 剪尖轻颤 散出带着灵力的剑鸣 绝地天尊心底一叹 暗呼倒霉 没有人愿意去招惹一个疯子 代价太大不说 甚至还会惹火上身 如今虽有些狼狈 更是丢脸 可对方毕竟是天尊终其 这么一想 绝地天尊就心底安慰了不少 此刻一言不发 拿着断臂 转身化作一道长红 急速远去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四十六集 我要弄死你 冷眼看着绝地天尊离去 白小春孤傲地背着手 低头看向大地 此刻在这北部 白小春已是第一人 他目光所致 四周所有邪皇朝的修士 都立刻低头恭敬拜见 即便是白小春不属于邪皇朝 可在永恒先遇 尊敬强者 已经是所有修士的一种本能 甚至都不需要白小春说什么 很快的就有人将被绝地天尊抓获的那些通天世界之人 全部送来 当白小春带着所有人 回到了云海州时 他与绝地天尊的那一战 也早就在北部传开 大天使等人 也都从他们在北部几州的案子中 获得了这个消息 对于白小春的做法 大天使等人只有苦笑 不过 仔细的想了想后 也都认为 这件事也有积极的作用 最起码 在立威上 的的确确可以做到形成震慑 虽也有一些弊端 可总体来说 还是能威慑不少萧小之辈 总体上 随着事情的扩散 还可以让其他地方的通天世界之人 对于云海州升起更大的希望 解决了绝地天尊的事情 随着时间的流逝 玄九句曾经引起的风波 也都慢慢平息 白小春对此也有疑惑 他虽没有看出邪皇与圣皇对此有什么举动 可心底总有一种感觉 关于玄九郡的事情 似乎邪皇与圣皇在此事发生之前就应该有所预料 白小春沉吟许久 此时他没有什么头绪 或许公孙马能知晓一些情况 可却离开了第二仙狱 白小春也只能将疑惑埋在心底 如今修为已是天尊中期 那第五十一关就可以去闯一闯了 而且看时间 残善七零应该是在沉睡 白小春沉吟后有了决断 不再疑神疑鬼 而是去了残善上的关卡里 开始继续闯关 时间一晃 又过去了两个月 这两个月中 白小春出了偶尔回一趟第二仙狱外 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放在了关卡上 一股作气 从第五十一关直接就闯到了五十八关 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之前 毕竟如今的白小春战力上 与曾经比较 提高极大的同时 他对于这些关卡也都已经适应了 不过 谨慎与小心依旧不少 实在是 随着时间的一天天过去 白小春也在计算气灵苏醒的日子 就这样 在第五十八关闯过后 白小春立刻止步回归 与他判断的相似 在白小春回归后数日 气灵苏醒了 可却没有发现白小春 这气灵化作的童子很是愤怒 但却没办法 只能认为白小春运气好 等了许久 直至自己再次沉睡 也没看到白小春 就这样 在白小春的推测下 周而复始的 利用气灵沉睡的期间 白小春直接闯过了五十九关 六十关 更是踏入到了六十七关内 直指通过 我白小春想要闯的关卡 又岂能是气灵可以阻止的 白小春越发得意的同时 气灵那里再苏醒了两次 都没有看到白小春 可却发现白小春的关卡 一次比一次高 气灵化作的童子 赤轰着眼 不知付出什么代价 生生将自己沉睡的时间 向后拖延了一些 无耻的白小春 我就不惜这一次等不到你 气灵童子眼睛赤红 在这煎熬中等待 终于在一个月后 等待了计算时间后 重新来到残山上的白小春 那气灵 应该是又沉睡了才对啊 出现在残山上的白小春 四下看了看后 身体一晃 直奔山谷 很快就到了六十八关所在的位置 站在那里 又观察了一下四周 这才迈步 踏入进去 刚一进去 白小春还没等看清这关卡的世界 顿时就是一个机灵 一股远远超出之前关卡的强烈杀机 在这一刹那 轰然爆发 好似有风暴 从四面八方 仿佛就在等着白小春一样 在他出现的遗术刹那而来 白小春呼吸一凝 危机感在这遗术 直接就达到了巅峰 脑海更是一片空白 来不及多想 天尊重器的修为 以及肉身之力 在这一刹那 十二成的爆发出来 生生的将身体向后挪移了三丈 几乎就在白小春挪移的瞬间 他的身体直接就传来了一连串的撕裂剧痛 好似有一把把利刃 要将其身体千刀万剐一般 小半个身子的血肉瞬间横飞 这剧痛让白小春发出一声惨叫 而这还是他已经挪移后的结果 至于他原本所在的地方 此刻虚无都崩溃开来 白小春海然的看到 哪些所谓的利刃正是一片片树叶 这些树叶任何一个都散发出如同天尊的战力 足有数千上万之多 所过之处风暴肆虐 这一幕让白小春直接就哆嗦了一下 心底哀嚎了一声 知道自己一定是中计了 否则的话 这一关不可能如此逆天 该死的欺凌一定是你 白小春怒吼中尝试离开这里 当发泄传送失效后 他立刻对自己的判断完全确定 此刻哆嗦中 白小春顾不得身体的剧痛 急速后退 不死长生公的恢复 瞬间达到了极致 与此同时 那数千上万的树叶 木然转动方向 直奔白小春而来 没有结束 在白小春的身后 此刻竟还有一片树叶风暴 依旧带着无尽的杀机 轰轰临近 远处还有第三片 第四片 第五片 直至第九片树叶风暴 从四周所有方向呼啸而来 将白小春包围在内 似要将其彻底灭绝 而形成这片树叶风暴的 正是一棵 在远处目光尽头的位置 参天而起的高大巨树 此树似能撑天 树干粗壮 化作风暴的树叶 正是从其身上飞出 这第六十八管 只有一棵树 只是原本这棵树 没有如此恐怖 可如今 不知那七灵童子 如何布置的 这棵大树 已经枯萎的 近乎死亡 可越是如此 他身上的树叶 就越是强悍的 无法形容 此刻 哪怕白小春一拳 就可将这大树轰杀 可偏偏四周的树叶 对他而言 就是死结一般 实际上 别说是白小春了 就算是天尊大冤满 也都难以在这里对抗 除非太古皇者 才能勉强镇压一下 该死 他这是要弄死我呀 白小春这里焦急时 那棵枯萎的大树上 七灵化作的童子 与这棵树 暂时融合在了一起 实在是 白小春如今的权限不小 修为又高 可以隐隐察觉童子所在 他为了掩饰 只能与关卡融在一起 才可骗过白小春 就是 就是要弄死你 就是要弄死你 这童子咬牙切齿 死死的盯着白小春 心底更有决然 实在是他之前 在白小春修为突破 领悟了时光之道时 受到了太强的刺激 以至于他都要抓狂了 付出了极为大的代价 不惜将后面的一些 关卡难度减小 更是凭着这六十八关 从此之后崩溃 这才将这里 改造成一个天尊的绝境 我就不信了 这一次你还能闯过去 说你还能破局 你奶奶的 老子就跟你一个像 这七灵童子冷笑着 他这一次是把握十足 短定再没有其他变化了 此刻背着手 得意中 傲然看去 白小春 没有工夫去观察 七灵童子所在的地方 他此刻 眼看四周的树叶风暴 铺天改地的 从四周昏明而来 越来越近 将自己彻底包围 仅仅是掀起的风 就让白小春心惊肉跳 更不用说 这里面超过十万的树叶 一想到 这些树叶每一片都好似天尊出手 白小春就心凉了大半 顿时 白小春的眼睛就红了 他怒吼了一声 七灵 这是你逼我的 白小春大吼钟 直接一拍额头 短时一道黑光 从其口中飞出 瞬间就化作了一口 大锅 正是坚不可摧的 归文锅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 四十七集 卑鄙 五指 下流 归文锅 他的来历至今为止 白小春也都不是特别的清晰 只是有一些模糊的猜测 可却没有实际的证据 可有一点 白小春很确定 他从火灶房 获得这口大锅开始 除了烈灵的棋以外 也就从来没见过 比他还要坚硬的存在了 一切神通 一切术法 一切肉身之力 一切法宝 在这 归文锅 面前都要崩溃 而这口大锅 也正是白小春的底气 哪怕 此刻四周 无数树叶疯狂而来 白小春 虽心惊肉跳 可还没有彻底绝望 此刻大号中 随着 归文锅的出现 白小春身体一缩 直接就躲在了 归文锅下 猛的就向着大地 沉了下去 好在我现在瘦了 不然的话 这一次 就真的要倒霉了 躲在归文锅下 白小春内心是感慨唏嘘 而此刻 远处的那棵枯树中的童子 先是一愣 随后大笑起来 嘿嘿嘿 这无耻的白小春 莫非是昏了头 拿出这么一口破锅 居然往头阻挡着 四周八方十万数益 很快 他就会绝望的发泄 我不惜待见 不惜永恒的抹去这一关 换来的绝杀 是根本就不可能被他渡过的 童子冷笑 目中露出嘲讽 只是 这嘲讽还没等存在多久 随着白小春身体轰的一声 落在了地面上 随着四周 那十万具备天尊初期一击的树叶 呼啸林迹 轰在归文锅上 七灵化作的童子眼睛渐渐睁大 很快的 他的眼睛都差点爆出来 不可能 这七灵童子失声惊呼 身体哆嗦 眼中露出无法置信 鱼不可思认 实在是 他此刻看到的一幕太过惊人 超出了他的想象 只见 那数不清的树叶 此刻不断的轰击在归文锅上 可任何一片树叶的撞击 都无法撼动归文锅四号 反倒是其自身 在这撞击的反阵之下 纷纷的崩溃 化作肥灰 方眼看去 那些树叶就如同箭矢 归文锅好似一个大石头 箭矢不断的碎密 可归文锅却毫发无损 仿佛这所有的神通术法 对他而言 连一点皮都无法破开 这一切 立刻就让童子整个人的信念 都近乎要崩溃了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该死该死该死 该死 这无耻的作弊者 这个白小川 他他他他他 难道我真的 对他就无可奈何了吗 这童子要疯了 越看越是癫狂 他先是作弊 夺走了部分权限 驱散了所有闯关者 最后在那黑呆一族里 差点崩溃了一个世界 在那魅族中 更是无耻 如今在这里 他觉得还有这种质宝 该死的 这个 这是什么锅呀 这气灵已经抓狂了 眼睛赤红一片 不过 在他眼中的归文锅 虽看似如常 可实际上 在归文锅下的白小川 此刻也在吐血 这归文锅 尽管可以抵抗一切神通 可传来的震动 也依旧让白小川这里 五脏六腑都在翻滚 若非是他此刻 已经是天尊中企 而且拥有极为强悍的肉身 以及堪称逆天的恢复速度 恐怕 还没等那些树叶全部摧毁 他自己就先被枕成了肉泥 就算是具备了这些条件 此刻白小川也都难受得不得了 缩在归文锅内 鲜血不要钱似的 一口口的吐出 眼睛一样赤红 体内的恢复之力 已经是在极限运转 在这不断的恢复不断的震动中 没过一息 对白小川而言都好似一年般漫长 气凌 你给我等着 早晚有一天 我要让你知道你家白爷爷的厉害 白小川每次剧痛都要咒骂一句 心底对于那个将自己逼迫的这么惨的气凌 已经是咬牙切齿了 就这样 白小川与气凌 隔着一口大咕 在那树叶呼啸 不断震动于崩溃间 他们两个都在各自咒骂 时间流逝 也不知过去了多久 当白小川这里气喘吁吁 不知道自己恢复了多少时 终于外面的树叶攻击消失 当一切恢复平静后 白小川这才深吸口气 强行的让自己精神抖擞一些 慢慢的推开桂纹锅 露出一只眼睛看向外面 确定无碍后 他这才一把将桂纹锅推开 站起了身 他的四周 环绕着厚厚的树叶化作的碎木 一股枯败的感觉 缭绕在整个世界 甚至抬头时 白小川立刻就看到 这整个世界似乎都在枯萎 仿佛已存在不了太久的样子 白小川这才松了口气 将硅文锅收起后 他抬起颐巴 拔起开口 小鬼 你能奈我何 白小川知道 那气灵一定在这附近观察自己 此刻随着话语传出 他的神识也猛的散开 寻找对方的身影 几乎就在白小川话语传出的瞬间 一声惊天怒吼 直接就从那枯萎的大树中猛的传出 这枯萎的参天大树 其树干上此刻猛的就幻化出一张巨大的面孔 这面孔 猙獰扭曲 死死的盯着白小川 对其可以说是已经狠之入骨 目光带着疯狂 带着不甘心 似要拾其肉 紧其皮 你不吃 你在作弊 这大树上的面孔正是气灵 他平时无法出现在白小川的面前 只能借助这种方式显露身影 原本 他是不打算出现的 可实在是心血复支东流的绝望 还有对白小川的愤怒痛恨 使得他有些失去理智 此刻借助树干 幻化身影 冲着白小川就是一顿咆哮 白小川吓了一跳 猛的后退几步 看向那棵大树 看到了大树上近乎扭曲 冲着自己嘶吼的面孔 他顿时呼吁起来 有些不太确定 眼前这个到底是树啊 还是那个气灵啊 白小川对那些愤怒咆哮 自动忽略掉 睡一睡就知道了 此时他干咳一声 身体一晃靠近了一心 绕着大树转了一圈 那大树上的面孔 此刻也在移动 死死的盯着白小川 哎 你刚才说什么 白小川眨了眨眼 我说你作弊 你无耻 你这个人杖 细灵的面孔 在大树的树干内 盯着白小川转了一圈后 又听到白小川的话语 顿时更加暴躁了 这算什么作弊啊 拿一口锅去防护而已 和你说个秘密 这残善之内 我之所以能有不少权限 如今只有我一个人来闯关 那才是作弊来着 这白小川嘿嘿一声 看着大树上的面孔 故意刺激了对方一向 几乎在白小川话语传出的瞬间 这大树上的面孔 就几乎崩溃了一般 向着白小川发出滔天的怒吼 你还好意思说 你你你居然还好意思承认 你这个无耻卑鄙的作弊者 我发誓绝对绝对绝对 不会让你成功 这契林疯了 他这辈子 虽没见过其他无耻之人 可如今依然觉得 这星空中最无耻者 莫过于眼前这个白小川 你奶奶的 果然是你哈 听到契林的咆哮 白小川立刻就确定了对方的身份 此刻前仇旧恨 瞬间就涌上心头 白小川狠狠的眼睛一瞪 猛的冲出植本大树 右手更是一挥之下 北脉大剑在手 猛的就削了过去 轰轰之声回荡 夹杂着契林的诅咒与谩骂 白小川 你给我等着 该死的我一定弄死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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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耻 北壁 小刘 戏林觉得自己实在是词穷了 此刻颠来倒去就是这么几句话 可是白小川那是越听越来气 越是想起自己之前身体被反复震伤带来的剧痛折磨 这气就越大 不断的消去中 这棵枯萎的参天大树生生的在白小川的北脉大剑下 被劈成了无数段 包括契林的面孔也都是如此 直至将这大树彻底的崩溃后 白小川以剪横扫将那面孔也都碎灭 感受到契林的气息离开了大树 这才站在那里抬头冷哼了一声 小鬼 你给我小心点 等我以后成为你的主人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白小川咬牙愤恨 半空中 已经被气得发狂的契林 听到这句话后 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此刻猛的咆哮起来 你给我等着 下一次我一定一定弄死你 我发誓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四十八集 大便降临 随着气凌童子的离去 这第六十八关的禁止 也随之消散 白小川哼了一声 传颂之后 回到了残山上 哼 这个气凌 就是太久没主人去管了 已经野成这个样子 看来以后 我要好好地管教一下才好 白小川的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想到那气凌如今没有沉睡 白小川琢磨了一下 放弃了继续闯关的念头 等过一个月 这小气的气凌沉睡 再闯不迟 白小川想到这里 狠狠地瞪了一眼四周 这才离开了残山 回到了云海州 如今 距离玄九郡的事情 已过去了快一年 云海州的发展 也已日新月异 变得极为的热闹 通天世界之人 也都来了不少 眼看云海州的规模 已经渐渐形成 无论是大天师 还是巨鬼王 都心里激动的同时 也有自豪 白小川也是如此 在这没有闯关的日子里 他沉下心来 坐镇云海州的同时 也参与到了大天师 与巨鬼王的管理州 时间流逝 很快一个月过去 可就在白小川 准备重新踏入残山时 一场骤然发生的变故 突然降临 一夜之间 第二先于北部 邪皇朝所控制的四个州 出现了大量的蜘蛛网 就如同当初的玄九郡一样 只不过一年前 只是一郡如此 而现在 则是四个州 六十个郡 全部在一夜中 被蜘蛛网彻底的覆盖 没有人逃出 甚至都无人传出半点音讯 整个北部四周 直接就好似成为了死狱 此事发生的太过突然 尤其是北部 邪皇朝的四个州 因绝底天尊的离去 一时之间 还没有天尊来作证 或许这才是北部四周 一夜沦陷的真正原因 而让白小川这里 也心神凌然的 是他虽在云海州 可凭着其天尊的敏锐 发生在北部 其他四周的事情 他居然在发生时 没有半点察觉 直至 当那片覆盖了整个北部四周的蜘蛛网 彻底成形后 白小川才猛然间感受到了这天地内 散发出的一股腐朽中仿佛能吸取生机的 熟悉的邪恶气息 说熟悉 正是因为这气息 白小川曾经在玄九郡内亲身感受 只是 这危机没有结束 那片蜘蛛网 也并非只是局限在北部四周 当白小川察觉 这气息的瞬间 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 人口众多的云海州内 居然也出现了蜘蛛网 这一切 立刻就让白小川心神矩阵 他立刻就放下了 要去残山上闯关的念头 猛的冲出 直本边界 与此同时 大天使等人也都通过了各自的途径 知道了北部四周发生的区别 一个个都倒吸口气 心中掀起了滔天大浪 而这件事情 也很快的就传遍了整个第二线域 一时之节 所有听闻此事之人 无不震撼 据都骇然 实在是这件事太大了 大到让人无法相信 不敢相信 那是四个周啊 这四个周内 虽没有天尊 可却至少有数十位半神强者 数百天人 更有数不清的修士 甚至范围之大 占据了整个第二线域的三成左右 如此大的范围 如此多的修士 如此多的强者 可一夜之间 居然没有任何人 传出丝毫音讯 这件事的恐怖程度 立刻让第二线域 为之悸动 巨别 没有结束 依旧在持续 随着那片蜘蛛网的快速蔓延 当白小春到了边界时 这里的天地 已经成为了灰色 那些蜘蛛网 肉眼可见的疯狂扩散 甚至 在云海州的内部 也都从很多区域 出现了蜘蛛网 这一切 让大天师 与巨鬼王 以及周一星等人 顿生绝望之感 而比他们更紧张的 则是白小春 玄九郡内的凄惨 如今他闭上眼睛 还能历历在目 他一想到 若云海州也是这样 根本就无法接受 盖思 神黄与邪黄 到底在搞什么呀 白小春气息极不平静 看着蔓延的蜘蛛网 强悍如他 此刻也都有些绝望 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更是让白小春 面色也都苍白了 他知道 哪怕自己如今天尊 争其有北脉大戒 可依旧不是那大戒内 存在的对手 对方只是一掌 就能灭去玄九郡 这种修为 在白小春感受中 唯有太古可以做到 甚至 白小春可以想象 此刻 在那北部的四周内 怕是已经没有了 丝毫升级存在 苦涩中 白小春的双眼赤红 他身体一晃 直接落下 开始不知阵法 试图延缓之珠 蔓延的速度 只是 哪怕他的阵法再强悍 也依旧在那蜘蛛网下 纷纷的崩溃 眼看蜘蛛网 已覆盖了小半个云海周 大地正飞速的成为飞灰 一处处山脉 河流 丛林 好似被抹去一把 在瞬间枯萎后 成为了尘埃的一部分 小春 潜移吧 我们只能潜移呀 大铁石忍着心痛 看着云海周 这是他的心血凝聚之地 此刻这句话说出 他的心都在低血 小春 大铁石说得对 只能迁移 蝎黄与圣皇根本就不会在这个时候出手 若能借助这奇异的蜘蛛网 将我们云海周抹去 对他们而言 才是价值最大的 巨鬼王 咬牙开口 周一星在旁 也苦涩中劝说 白小春 蒸蒸的 望着云海周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辛苦了几年 获得的基地 居然在短短的一夜之间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甚至 当白小春的神石散开后 察觉到云海周的修饰 甚至已经有一些人 开始目中迷茫 出现了狂吃食物的征兆后 白小春红着眼 杨田发出一声 愤怒的咆哮 迁怡 这两个字 最终从白小春口中 低沉说出 充满了痛苦与无奈 没有人想要迁怡 就如同当年没有人愿意 通天世界崩溃一样 如今的云海周 就是他们的新家 可现在 面对着无法控制的灾难 白小春别无选择 他的心也在剧烈的刺痛 他明白自己已无力回天 此刻苦涩中 白小春狠狠咬着牙 取出北脉大剑 一晃之下 天尊中期的修为全面爆发 开始将云海周的修士 全部送入北脉大剑内 这些人都是云海周的基础 有他们在 换了其他地方 用不了多久 还可以再出现一个云海周 大铁师与巨鬼王 还有周一星等人 也都勉强打起精神 开始下达一个个封命 云海周虽打 但这几年 大天师的管理 使得云海周始终保持警惕 没有丝毫松懈 尤其是扩张 也并非很大 如此一来 当这蜘蛛网 将云海周覆盖了近乎大半时 在白小春全力展开其天尊 终其修为的情况下 很快就将云海周内所有人 几乎全部都送入到了北脉大剑内 直至将北脉大剑 差不多要装满时 白小春站在高空 正正的看着整个云海周 被一片蜘蛛网彻底的覆盖 所有的屋设 所有的建筑 包括白小春的府邸 一切的一切 最终都被那厚厚的蜘蛛网 全部遮盖住 而其蔓延并没有结束 从云海周向着第二仙羽南方 疯狂的扩散 开始向着其他州不断的渗透 甚至不知为何速度更快 默默的 看着蜘蛛网的覆盖 白小春也不得不后退避开 他的面色始终阴沉 目中的寒芒凌厉无比 他在等 他相信 无论是邪黄还是圣皇 他们之前之所以没有出手 是因有某个目的 而如今 无论是什么目的 一个仙羽的丢失 绝对是他们所无法承受的代价 白小春握紧了拳头 也该来了 看着那片蜘蛛网的蔓延 就在这个时 他神色一动 抬头看向远处 看到了灵九天尊的身影 一样 灭色阴沉的好似怒意 都要压制不住 这两大黄者 心可真狠呢 零九天尊 走在白小春的面前 沉默片刻后 看着蜘蛛网 在这顷刻间 已将属于他的半个周覆盖 听着下方周内 隐隐传出的惊呼声 以及不少试图飞出 可却被蜘蛛网 笼罩在内的修饰身影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四十九集 阳谷 白小春沉默不语 零九天尊深吸口气后 也一样沉默 他不是不想救 因为他知道的情况 要比白小春多一些 而越是知晓 就越是明白自己的修为 根本就无法去阻止 这一场灾难的发生 许久 当蜘蛛网的覆盖 已超出白小春的目光时 方言看去 整个大地都是无尽的蜘蛛网 散出的诡异气息 可以腐朽一切 带走所有生机 在这惊人的覆盖了 近乎一半 第二仙玉的蜘蛛网的天空上 除非是天尊 否则的话 无人可以自保 零九天尊 目中有些复杂 更有不甘 第二仙玉对他而言 如同其自家一般 可如今 他却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其毁于一旦 童天王 你之前传来的消息内 所说的玄九郡之事 其实早就在圣皇与邪黄的意料之中 甚至这里面 更由他们的暗中推动 所以 你当时将此事报上后 圣皇才无动于衷 甚至将其暗中压下 而你毕竟不是圣皇朝的天尊 所以有些事情 我们知晓 可你 不知道 那大节内的存在 他是竹仔的分身 零九天尊 话语一出 白小春猛的转头 看向对方 目中露出精芒 竹仔 白小春 若有所思 零九天尊的目光 落在了永恒仙与苍穹上 内尊庞大的 遮盖了半个天空的巨人 当年 财山到来 撞击在巨人竹仔的手臂上 曾撞下了一块黑色的碎石 你还记得那段时间 圣皇与蝎皇同时失踪吧 他们二人正是去争夺那块碎石 竹仔身上的一块肉 对于太古而言 那极有可能蕴含了太古 突破到竹仔的秘密 哪怕此事虚无缥缈 可但凡有万中之一的可能 也足以让太古疯狂 只是这两位太古 他们抢夺一番 彼此警惕 可却在这争夺中 被那块肉逃走 不过这二位也的确是狠人 已经算出这块肉若没有成长起来 其所蕴含的竹仔秘密唯不可差 所以他们断定 这块肉必定在之后的日子里会疯狂的吞噬升级 玄九郡的事件 让这两位狠人立刻明白那块肉开始成长了 只不过这两位黄者并不满意 所以没有采取行动 而是任由这竹仔分身成长 甚至不惜将这第二陷遇 当成是这竹仔分身的养分之地 他们等的 就是这竹仔分身彻底成长的那一刻 而现在 怕是他们已经快要到了 玄九天尊心底有悦 此刻不吐不快 索性将一切都告诉了白小春 白小春听着听着气息粗重起来 这些事情他丝毫不知 此刻心底更为低沉 而目中寒芒更生 这种夹在别人计划中 随时被放弃掉的事情 让他想到了通天道人 当初对自己的计划 以及吞噬 以大半个鲜鱼的众生为养分 让这竹仔的分身成长 生荒与邪荒 只是在玩火 白小春一字一字地缓缓开口 声音带着冰寒 这种事情他之前哪怕有猜测 可如今从零九天尊口中说出 白小春还是觉得心中生起振振寒意 他虽不是那种同情心泛滥之人 可依旧对于这放弃了大半个鲜鱼的众生之事 无法接受 就在白小春这里心中极不舒服 零九天尊也内心怨念翻腾的同时 这片蜘蛛网的蔓延已无边无际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苍穹上突然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闪电 这闪电足有千丈之长 从远处虚无轰鸣而来 所过之处 苍穹似要被生生的撕开 巨响震天轰动整个大地 甚至就连那扩散的蜘蛛网也都在这强烈的 难以形容的雷霆中猛的一顿 白小春与零九天尊立刻抬头 顿时就看到了 在那闪电撕裂虚无中 圣皇的身影散发着刺目的盛光 周然降临 一同降临的 还有冷酷的古天君 嘴角带着阴柔笑容的司马云华 以及头发花白 可目中却有精芒的陈素 加上零九天尊的话 圣皇朝四大天尊此刻全部在这里 刚一出现 圣皇就墓内带着一丝难掩的激动 看都不看白小春与零九天尊 身体一晃 直奔下封蜘蛛网 在那蜘蛛网外观察时 司马云华等人也都到了零九天尊身边 相互见过后 对于白小春这里 哪怕心中不喜 可以还是点了点头 可还没等众人开口说些什么 突然的 苍穹再次传来一声惊天轰鸣 随着巨像的回荡 只见天空的尽头处 直接就凭空的幻化出一股浓密的黑雾 这雾气瞬间临迹 远远一看 这雾气居然组成了一尊雕像 这雕像散发出滔天的魔气 乱动八方的同时 也在这轰鸣中将临到了不远处 随着落下 这凝聚成雕像的雾气立刻散开 露出了其内八人 这八人中 荡手之人身穿地袍 带着地关 看起来是中年可却不怒自威 尤其是其双眼仿佛蕴含了天地变化 他只是目光一扫 立刻就让白小春等人全部呼吸一致 尽管从来没见过蝎黄 可白小春还是瞬间就知道了这位中年男子 正是蝎黄 尾时那一身地袍以及太古的气息 好似烈日挂在长空 其气质与圣皇相似又有不同 这蝎黄明显给人一种冷酷薄情之感 冰冷的好似不化寒霜 其身上散出的气息更有圣皇所不具备的霸道之意 若仔细去看 还可以看到他的眼睛瞳孔内居然藏着两把黑色的飞剑 那两把飞剑就仿佛是他瞳孔的核心 他与圣皇一样都不是独自前来 此刻在他的身后赫然站着七人 这七人有男有女正是蝎黄朝的七大天尊 公孙婉儿 士陵上人 圆妖子 广睦天尊 绝地天尊都在其中 还有一位满脸褐色斑点的老玉 可这所有人此刻在白小春目光看去后 连同蝎黄在内 都瞬间于他的目中模糊起来 唯独清晰的就是众人内的一个黑袍中年男子 这中年男子明明只是天尊出气修为 可他站在那里 浑身上下的气势以及给人的感觉都仿佛仅次于邪黄 在白小春看向他时 他的目光也在这一瞬落在白小春的身上 二人的目光隔着不到二百丈 在彼此凝望的一瞬 白小春的呼吸立刻一蹴 双目瞬间出现血色 通天道人 白小春沉住呼吸缓缓开口 这中年男子正是杜灵妃的父亲通天道人 白小春 通天道人眯起双眼 目中露出寒芒冷冷的望着白小春 白小春想到过很多次 自己再次看到通天道人时会是在什么地方 自己是否能够控制得住往日的仇恨 直至现在他明白自己控制不住 哪怕这里不适合动手 可他还是在看到通天道人的遗数体内的修为与杀机 压制不住的轰然而起 没有半句废话 没有半点迟疑 既然有了出手的冲动 白小春索性不去压制 此刻身体猛的一步走出 速度之快 瞬间就化作一道长虹直奔通天道人 白小春的突然出手 通天道人没有意外 他目中一闪露出一抹阴冷 蒙得上前 右手掐绝中 立刻他的九大道门居然同时出现 光芒闪耀劫 那九大道门排列在他的身前 形成了璀璨的阵图 随着通天道人双手先前狠狠一推 天尊修为轴然爆发 虽只是天尊初期 可他所表现出的战力与强悍程度 竟无限的接近天尊中期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五十集 战通天 白小春与绝底天尊的遗战早已传开 关于他成为天尊中期的事情 通天道人自然知晓 所以此刻他出手就是杀手锏 更是全力以赴 只是哪怕他了解白小春的战力 可毕竟不是绝地天尊 没有其身感受 此刻哪怕他的九大道门全部展开 可依旧还是不行 白小春的速度太快了 傻心更是几种 呼小街已然临近 没有多余的动作 只是右手握拳 狠狠地一拳落下 正是不灭地拳 不是五倍 而是整整的十五倍 这正是天尊中期 可以爆发出的完美的肉身之拳 而这还没有结束 白小春的天尊中期修为 同样爆发融入其中 使得这不灭地拳的力量 从根本上再次攀升 以至于这一拳轰出 苍穹翁响风云倒绝 其气势之强 让天尊出气骇然 天尊中期色变 即便是如广木天尊等天尊后期的强者 也都在这一刻心神被强烈的震动 想要去阻止 已经晚了 一声震天的巨响 直接就在半空中 周然炸开 通天道人身前的九大道门 在坚持了几个呼吸后 就轰然崩溃 通天道人嘴角一出鲜血 身体急速后退 白小春眼中杀鸡一闪 正要一股作气般的追击过去 可通天道人毕竟不俗 他们的道门竟在这崩溃下 再次凝聚化作了第十道门 随着通天道人的一声嘶吼 这第十道门瞬间出现在白小春的身前 将其身影立刻阻挡 与此同时 广木天尊 绝地天尊 元妖子 施灵上人等天尊 纷纷走出 要去阻止 若是换了其他地方 古天君等人不会理睬 可如今两大皇者都在 白小春更是名义上圣皇朝的天尊 他们只能心底压下反感 也都快速走出 只不过双方的目的很统一 不是要开战 而是要阻止二人继续出手 通天王 还请冷静一下 路天尊 不要与这小儿一般见识 双方天尊各自开口阻挡了一瞬 白小春眼看通天道人后退 眼看那第十道门 在自己面前阻挡 他冷哼了一声 在众人靠近的瞬间 直接就取出了北脉大剑 随着大剑取出 众人纷纷神色变化的一刹那 白小春大吼了一声 斩 北脉大剑轰然落下 他前方的第十道门 根本就无法抵抗 直接崩溃 剑气滔天而起 直奔通天道人而去 白小春赌的 就是邪黄朝的天尊 不可能为通天道人去亲自阻挡 这气势惊人的一剑 实际上也的确是这样 通天道人神色一变的同时 四周的广目天尊等人也都一个个皱起眉头 只是注定了这一次 白小春无法与通天道人彻底一斩 在白小春那一剑落下的瞬间 一声冷哼 直接就在这天底内包开 邪黄的身影明明在远处 可下一瞬竟直接出现在了通天道人的前方 面对白小春展开的世界之宝的剑气 他只是袖子一甩 顿时整个世界好似都黯淡了一下 一股无法想象的规则之力 无声无息间就扩散开来 仿佛这规则里不允许任何法宝靠近邪黄身体 他的一道目光就可让天地旋转 他的袖子甩动更是让苍穹颤抖 大地轰鸣强悍如世界之宝北脉大街 此刻竟首次的抖动起来 第一次不被白小春操控 自行倒退不敢靠近丝毫 而白小春这里也在这帆阵下全身轰鸣 嘴角溢出鲜血身体登登登的后退开来 不过其不死长生宫的恢复也随之爆发 所有伤势瞬间痊愈 停下身子抬起头时 白小春的目光从通天道人身上挪开 落在了邪黄的脸上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圣皇的身影同样出现在白小春的身前 摆出一幅支持白小春的样子 目光炯炯看向邪黄 邪黄你有邪过了 圣皇背着手 冷哼一声 你还想站吗 面对圣皇的话语 邪黄笑了笑 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白小春 声音带着一股冷漠 淡淡开口 圣皇眉头微皱 眯起双眼 不知在想些什么 若是白小春刚刚进入修真街 没有那些人声历练 此刻或许还听不出 蝎黄这一句话内透出的阴毒之处 可他的经历太多了 本身又是聪明之辈 此刻瞬间就明误了 蝎黄这句话的羡慕 若他白小春也无视圣皇 直接回答了蝎黄的问题 不管说的答案是什么 都会让圣皇这里颜灭受损 毕竟 蝎黄可以不在乎圣皇 二人都是太古 可白小春这里 如今还没有这样的资格 这些念头 在白小春脑海里瞬间闪过后 他心底冷横毫不迟疑 声音果断 收回看向蝎黄的目光退后几步 向着圣皇抱拳深深一败 全凭圣皇裁决 白小春话语一出 蝎黄那里目光内有光芒一闪 圣皇眯起的双眼也恢复正常 淡淡开口 他能阻止一次 可阻止不了所有次 通天世界之主 只能有一个人 这句话本身已表明了态度 白小春立刻再败 恭敬道谢 谢圣皇成全 不过眼下的确不是时候 通天王多一些耐心 等处理完了这里的事情 本皇自会为你创造机会 圣皇 眼看白小春如此机灵 做事更是让人舒服 不由的语气也柔和了一下 此刻说完 他再次看向邪黄 二人目光对望 都是多少年的老对手了 彼此的一个想法 一个目光 就可以猜测得到 白小春与通天道人的事情 在他们看来 只是与颜面有关 与如今 这主宰分身比较微不足道 而他们之前 都各自探查过 确定了那主宰分身的修为 也只是在太古而已 而且就在这蜘蛛网内 谁找到就是谁的 圣皇话语一出 身体直接消失 出现时赫然在了下方的蜘蛛网上 邪黄哼了一声 尽管没有言语 可显然也认同这个方式 一样出现在了蜘蛛网上 二人同时出手 太古修为 撼动天敌 这看似强悍坚固的蜘蛛网 在他们面前 虽不能说是如纸张树叶一般脆弱 可也强不了多少 刹那就被直接轰开一个巨大的窟窿 这两大皇者化作两道流光 直接就踏入窟窿内瞬间消失 与此同时 邪黄朝的广木天尊等人 也都快速到了蜘蛛网的缺口处 在那里密切关注这场 两大皇者之间的争夺 没有邪黄的法治 他们不便前往 在这里等待起来 古天君等人一样如此 白小春冷冷的看了一眼通天道人 收回目光 随着灵九天尊一起 在缺口的另一端等待 这期节 他的目光也有数次落在了公孙瓦儿身上 只不过公孙瓦儿装作没看到 不过之前白小春与通天道人交战时 其他人有阻止的举动 唯独公孙瓦儿所在的位置 看似阻止 可实际上落在白小春的墓中 那分明是阻断通天道人的退路 此事让白小春心底有些温暖 收回目光后盘膝坐下 望着下方的缺口内心也有一些遗憾 毕竟主宰分身内藏着的秘密 对他而言也很是动心 就这样 女方在这沉默的等待中 时间慢慢流逝 数个时辰后 忽然的一声让众人心神一阵的尖锐嘶吼声 从这蜘蛛网内目然传来 声音到了这里已经微弱 可见距离此地很远 更有斗法的轰鸣之声遥遥传道 这声音越发距离 轰鸣巨响不断的传来语音 窟窿外 所有人都立刻打起了精神 宁神看去虽看不到战场 可这斗法的波动却越来越强 甚至大地都在颤抖 似着蜘蛛网内正在山崩 地裂一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五十一集 天尊丹 这剧烈的声响 引起了蜘蛛网外 所有天尊的注意 白小春在人群内 引寧神看去 虽看不到蜘蛛网内 发生了什么 可通过这一连串的 轰鸣巨响 白小春也能判断出 此刻在其内 邪黄与圣黄 正在与那大箭内 诞生出的猪仔分身 进行激烈的斗法 能让两大太古皇子 如此出手 可见这猪仔的分身 已是极强 白小春深吸口气 随着时间的流逝 当这场斗法的神通巨像 持续了足足三个时辰后 不但白小春动容 其他所有天尊 纷纷动容 一个个更是全身修为运转 极为谨慎 做好了出现意外的准备 不过在心底 大都是觉得 两大太古出手 一切都是在掌控之中 只是这个想法 随着时间再次流逝 越来越动摇了 实在是 在这众人看去 应该很快解决的事情 如今已过去了整整三天 这三天里 从蜘蛛网内传来的巨像始终不断 而这片覆盖了大地的蜘蛛网 虽不再继续蔓延 可却视而收缩 甚至肉眼可见的 有不少区域迅速的化作 好似蛋壳一般的物质 这诡异的一幕幕 让白小淳以及双方天尊都心跳加速 心底慢慢的也都越发的不安了起来 时间太久了 按照道理不应该出现意外才对呀 白小淳身边的古天君与司马云华此刻相呼的看了看 低声开口 零九天尊心底冷笑 没有说话 白小淳也若有所思 与此同时 协皇朝那边的众天尊也都在各自低声议论分析答案 就这样 当第四天到来时 包括白小淳在内的所有人都觉得极不对劲 甚至古天君与广木天尊二人都打算要进去看看究竟 就在这时 忽然的一生比之前还要强烈无数倍的磅礴巨响 突然的从这蜘蛛网内滔天爆发 好似有百万天雷在其内哄开 更有一声凄厉的让所有人都心头狂颤的嘶吼夹杂在内 穿透而出让天地为之暗淡风云倒卷 随后从那蜘蛛网的窟窿内赫然有两道长虹呼啸而出速度太快 甚至众人都无法反应过来 那两道长虹已经冲出了窟窿彼此分开出现时各自在了各自朝堂天尊的身边 这两道长虹正是圣皇与邪皇 此刻一出现两人都面色苍白呼吸急促 好像都受到了不小的创伤 各自喷出鲜血 面色更有阴沉 显然是此行并不顺利 白小春等人内心咯噔一声 还没等他们开口问许 圣皇忽然转头 目光在古天君以及白小春等人身上扫顾生意严肃无比 更有一抹志在必得之意急速开口 儒宰的那句分身是一个赤色的如稀一般的存在 修为也是太古中期 只差一步就可突破成为太古后期 我与邪皇一起出手用了杀手锏拼了一切 也只能将其重创 使其修为跌落到天尊境界 可他重伤下逃顿 展开了某种神通 避开了我们的搜寻 短时间无法找到 所以现在我需要你们五人下去 分开寻找 务必找到主宰的分身 能生擒最好 如若不能 其尸体必须要抢到手 只要能找到 你们五人 一人赏赐一力 用天脸炼制的天尊丹 圣皇知道 自己挥下的这些天尊 想要让他们卖力 必须要给出足够的回报 此刻哪怕心中肉痛 也毫不迟疑的送出重力 天尊丹 即便是司马云华 也都在听到这三个字后 呼吸无法控制的急促了一些 白小春 就是有些疑惑 他能听出这天尊丹是个好东西 可却不知道具体 天尊丹 我圣皇朝至今为止 一共就炼制出了十七枚 如今只剩下九枚了 吃下后 可让天尊在小境界的突破上 拥有至少六成以上的可能 圣皇看了白小春一眼 解释了一下 白小春一听这句话 眼睛瞬间就圆了 心脏咚咚的急跳 他立刻就意识到 这所谓的天尊丹 作用于自己之前 吸收大减所获得的生机 有异曲同工之妙 哎 居然还有这种弹药 白小春顿时心动 也注意到 哪怕如古天君 与零九天尊这样的天尊后期强者 也都明显的不在阵地 他立刻明白 这天尊丹 怕是还有其他用处才对 或许 能让天尊在冲击太古时 也有一定的加持 白小春目光一闪 看到邪皇朝那边 如绝底天尊等人 此刻也都是压抑不住的振奋 这一幕 不但白小春看到 古天君等人也都注意到 同样的 邪皇朝的天尊 也一样看到了 白小春等人这里的机动 双方只是目光彼此扫过 立刻就明白了这件事的究竟 这显然 是两大太古皇者 虽能重创主宰分身 可一方面 他们的确消耗不消 另一方面 则是他们彼此也有争夺之心 若是继续下去 一来担心被对方抢走了机缘 二来 也有顾虑会被那大蜥蜴又一次逃走 这一次已经出现了意外 他们原本判断是太古初期 可那主宰分身 确实到了中期巅峰 若是再被其逃走 下一次出现时 怕是对他们二人而言 都将是一场灾难了 所以 在种种考虑之后 这两位皇者已达成了某个约定 他们彼此不出手 坐镇外界 防止那主宰分身逃出 同时 让麾下天尊去抢夺 如此一来 他们彼此牵制 全凭麾下获得机缘 从某种程度上 虽邪皇朝的人数多于圣皇朝 可总比之前公平一些吧 至于 邪皇朝天尊人数超过圣皇朝之事 以圣皇的精明 显然 是也都与邪皇有了另外的约定 至于具体 白小春不知晓 他此刻所想的 一方面是天尊丹 另一方面 则是这辈两大太古看中的主宰分身 白小春这辈也极为的动心 藏着突破太古的秘密 虽对我来说距离太遥远 可若眼睁睁看着别人获取 也太亏了 白小春眨了眨眼 他的这个心思并非独有 此刻在这里的双方天尊都生起了类似的念头 不过 这念头虽其可众人不敢贪心 也明白 两大太古能让他们去 那么对于他们的想法 显然也都有所预料 这本就是默认了他们可以获得 一小部分主宰血肉 当然 绝大多数还是要上脚的 这虽是众人的猜测 两大皇者也没有开口直说 可对于古天君 与广木天尊等人 已经是再明朗不过的信号了 毕竟诸如此类的事情 曾经也发生过几次 每次都是这般 古天君深吸口气 尊圣皇法旨 他肃然抱拳 一晃之下 整个人化作一道剑光 指本蜘蛛网之下 司马云华 陈苏 灵九天尊三人也都目光闪动 相继抱拳后 飞向窟窿内 与此同时 邪皇朝的那些天尊 包括公孙晚尔也都心跳加速 相互展开速度 一一的冲入窟窿内 白小春也没有不去的道理 他略一思索后 同样的化作长虹 飞入窟窿 进入到了蜘蛛网的世界 直至所有人都进去后 蜘蛛网窟窿外 邪皇与圣皇二人 相互看了看对方 盘西坐了下来 神石散开 并非是看向蜘蛛网内 而是扩散开来 防止那大蜥蜴 从蜘蛛网的其他方向逃顿 这就等于是封锁了对方的一切后路 如同瓮中捉鳖一样 使得那主宰分身插齿难飞 我劝你不要存在幻想 这一次主宰的血肉注定属于我 按照约定 我会给你两成的 邪皇忽然开口 圣皇闻言抬头盯着蜘蛛 神色不再温和 而是阴冷中带着一抹温怒与质疑 刚才若不是你故意将其放走 又何必如此麻烦 那就拭目以待好了 面对圣皇的反应 邪皇轻笑闭上双眼 不再理会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五十二集 争夺 蜘蛛网内 因苍穹被覆盖 使得整个世界都昏蒙蒙的一片 光线很暗 在凡人眼中如同傍晚时分 可在修饰的墓中 尽管四周朦胧 可依旧能看清所有 只不过此地的诡异 大地的灰色 无论是山脉还是植物 所有的一切都如同尘埃的景象 使得除了白小春与公孙王外的 其他田尊都不适应 毕竟这里的诡异程度 哪怕田尊在首次接触时 也都觉得心惊肉跳 尤其是与玄九郡类似 在这蜘蛛网内存在了一些 没有化作尘埃的村子 城镇 其内的修饰与紫迷 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处处透出让人心惊的气息 这一切都让除了白小春与公孙王外的众人 需要一些时间去判断于适应 唯独白小春与公孙王 因之前玄九郡的经历 载着蜘蛛网内 虽不能说是如鱼得水 可却早已习惯 此刻刚一降临 就各自散开 朝着不同的方向呼啸远去 这里毕竟不是玄九一郡之地 而是几乎大半个第二仙玉 包含了至少七个州 内部范围之大难以形容 而如此磅礴的范围 去寻找一个重伤的主宰分身 这件事的难度也随之增加了太多 不过他们加在一起十二位天尊 这股力量可以说是凝聚了永恒仙玉的全部巅峰之力 每一个天尊的神识全力扩散 都可覆盖很远 尤其是此地随着主宰分身的重创 随着之前两大太古的出手 那股能影响神识的波动 也都好似无根之木弱了好多 这就是的 众人集中在这蜘蛛网内全力搜寻 找到主宰分身的希望也不是不可能 最多就是时间长短罢了 此刻随着白小春与公孙娃而散开 古天君等人也都目光一闪 各自选择一个方向及时 广木天尊等人也是如此 大家各凭基约 若一人能成自然最好 如果不行的话 还可以彼此传音 联合出手 显然 邪黄与圣黄一样 因对这件事志在必得 不想挥下天尊因利益而拒绝联手 从而错失良机 所以在奖励上只要能得到 那么与路均沾 所有人都有赏赐 可以想象 一旦有人找到了主宰分身 那么双方天尊的争夺将会极为激烈 只不过此地太大 所以也存在了太多的变数 此刻的白小淳 就在天空上呼啸前行 他的神识已然散开 横扫四周天地 寻找主宰分身的痕迹与波动 那毕竟是主宰分身 哪怕是被中伤了 可这也只是邪黄与圣黄的说法而已 白小淳一边前行 一边心底琢磨 实在是与其他人比较 他与公孙瓦尔可是亲自感受过 那位主宰分身的可怕程度 到现在 白小淳闭上眼 都可在脑海里浮现出那一掌之下 整个玄九句灰飞烟灭的可怕画面 而他更是猜测 这个主宰分身只差一丝 就可到太古后期 极有可能这所缺的一丝 就是被自己用涌夜伞吸走的那部分生机 如果这大蜥蜴真的到了太古后期 怕是邪黄与圣黄 此番也都会极为狼狈 白小淳想到这里 越发肯定了 这主宰分身 怕是对自己的恨 要比其他人强烈太多 我又不是故意的 谁让他在我家门口去这么做的 白小淳也觉得有些委屈 可却没办法 此刻打定主意 只要找到这大蜥蜴的踪迹 自己就立刻传疑 找人过来一起对付 至于吃毒食的想法 或许其他人有 可白小淳这里没有丝毫念头 他甚至还想着 最好是邪黄巢的人发现 这样的话 有他们在前面试探一下 才可判断出 这主宰分身 如今的具体战力 这么一想 白小淳在搜寻上 也就没有了那么大的热情 此刻以安全为主 在这呼啸街 神石虽散开着 可却没有固定的交点 只是应付般的扫过而已 而这蜘蛛网范围实在太大 随着时间流逝很快过去了三天 十二位天尊已经各自散开 彼此寻找 他们也不傻 虽散开可彼此都有联系 更是警惕无比 不给那主宰分身 各个击破的可能 尤其是也有不少天尊 觉得两大太古的说法 似藏着一个陷阱 他们这些人进来 或许只是诱饵而已 这种想法的生气 也让一些人更加警惕 白小春在这里三天 谨慎也是极多 他虽没有找到主宰的半点踪迹 可却看到了七八处 如玄九郡的村子 那村子从外面看去一切如常 只是传出的哭声 让白小春每次在遇到后 都立刻避开 白小春选择的方向 是云海州所在 此刻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他也到了云海州的区域 望着此地 原本熟悉的一处处城池 此刻虽没有出现那些修饰 吞噬一切的画面 可一切的建筑都成为了飞灰 白小春的心情也很是低落 许久 白小春轻叹一声 正要继续向着北方飞去 可就在这时 他忽然神色一动 脚步猛的停顿 一拍出无带 取出了传音欲解 神石扫过的一顺 他的脑海里立刻就回荡 灵九天尊带着惊喜的声音 找到了 找到了 你们快来 随着声音的出现 更有一道神念的指引 立刻在白小春的神石内出现 锁定在了一处方向 白小春眨了眨眼 没有迟疑 转身一晃 执本神念锁定之处 他之前的这些天 速度始终不快不慢 此刻知道紧急 多日十九 全面爆发 轰鸣中 整个人如同消失 挪移前行 好在距离并非很远 白小春的速度又展开到了极致 不死长生公的恢复之力 也无时无刻不再爆发 就好似给了白小春近乎无限之力 是的 他能始终保持这种极致的速度 仿佛要划破长空 持续了整整三个时辰 三个时辰 飞出的距离 看比之前数日的路程 更是直线前行 终于的 他感受到了前方 灵九天尊的气息 更是感受到了 在灵九天尊的前方 有一道惊人的阵法波动 扩散四方 仿佛封锁一切 随着靠近 白小春立刻就看到了 那散发出赤色光芒的阵法 那赤光内带着黑雾 光与雾的融合 仿佛形成了一个倒口的大腕 将其内方圆千里之地都笼罩在内 隐隐能看到 这黑雾上有三张巨大的面孔 正是绝地天尊 元妖子 以及通天道人 他们三人 此刻正冷冷的看着灵九等人 而在阵法外 此刻灵九天尊 古天君 以及司马云华都站在那里 彼此面色变化 不失传音 焦急等待 白小春的出现 立刻就让三人目光看去 神色更是细异 陈苏距离太远 还有两个时辰 等不及了 古天君三人彼此看了看 立刻就向着白小春开口交代情况 最早发现主宰血肉分身的 正是零九天尊 只不过那主宰分身速度太快 立刻远去 零九天尊在追击中 被邪黄朝的广木天尊遇到 在看到主宰分身后 广木立刻召集邪黄朝众人 邪黄朝天尊人数的优势 也在这个时候提现出来 同时他们出现的速度 比古天君等人要快 不但布置了阵法 阻止了零九天尊 更有绝地在阵法内主持 形成封锁 同时在阵法内 还有数位天尊 正在亲拿主宰分身 不能再等了 我们四人联手 先昏开这阵法看看情况 古天君狠狠一咬牙 目中露出果断 司马云华与零九天尊点头 白小春也明白机会难得 此刻若做事不理 就真的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于是 右手抬起 虚空一抓 北脉大剑 顿时在手 剑盲一闪 四人直接就化作四道长虹 直奔阵法昏明而去 同天道人 圆妖子 以及绝地 三人灭色一变 立刻加持阵法 使得阵法之力更为磅礴 眼看双方就要碰触 可就在这时一变突起 一声淒厉的惨叫 直接就从阵法雾气内 陡然传出 一千一百五十三级 震破 这惨叫声根本就不像是人能发出的声音 带着强力的穿透力 似乎是某种野兽在遇到了生死危机 被逼迫到一定程度后发出的生命的最后咆哮 仅仅是穿透力就让那雾气阵法猛的扭曲起来 就连绝地天尊三人幻化出的巨大面孔也都不稳 是那主宰分身 该死他们就要成功了 古天君与司马云华面色一变 二人速度更快直接就轰响了雾气阵法 古天君的剑气刹那滔天 那灵力的剑盲似要将这世界撕裂一般 所过之处虚无崩溃 司马云华这里掐绝结 身体竟化作了九个分身 与其本尊一起 每一个都展现出惊人的天尊之力 轰然落下 没有结束 零九天尊也是展开全力 所过之处 五光十色 形成了一股灭绝的法则 暗淡一切毁灭所有 白小纯也焦急起来 若是主宰分身真的被斩杀 那么有着人数优势的歇皇朝众人 他们所拿到的尸体 根本就不可能被圣皇朝的天尊抢走 唯一的机会就是主宰分身 没有死亡的情况下还有一些可能 这主宰分身也太弱了 白小纯来不及多想 右手北脉大戒直接斩下 配合古天军三人四人联手 仿佛形成了一道风暴 轰鸣中直接就落在了雾气阵法上 天地阵斗八方颤抖 如同开天辟地一般 这风暴似能撕裂一切 直接就将这雾气阵法生生的 豁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 原本四人联手之下 不会如此顺利 实在是之前 雾气阵法内出来的主宰分身的嘶吼 已经从内部让这阵法出现了不稳 此刻四人的出手更是重击 这才让阵法被豁开 可绝地天尊 通天道人以及元妖子 他们之所以没有参与进雾气内的厮杀 而被留在外面 正是要阻止古天军等人 此刻眼看阵法被撕开 三人立刻全力出手 借助阵法加持 使得阵法轰鸣中 雾气翻滚间 幻化出数十只大手 向这古天军四人一把抓来 这数十只大手配合阵法 配合绝地三人的修为 竟爆发出了堪比天尊中其之力 此刻一半都抓下了古天军 部分阻挡灵九天尊 至于白小春与司马云华这里 也都分别有三只大手抓来 这些大手虽都具备天尊之力 可却并非体现在公沙上 而是在其防护与难缠 显然绝地天尊三人的目的就是要缠住白小春等人 给广木天尊以及其他邪皇朝的天尊 争取足够的时间 轰鸣之声 顿时传遍四方 白小春手中的北脉大戒 随着光芒的闪耀横扫之下 直接斩断一只大手 可另外两只的呼啸而来 还是让他不得不后退一些 与此同时 灵九天尊也好 古天军也罢 都是如此 四人的出手虽犀利 可短时间内显然无法彻底的撕开缺口 毕竟这阵法本身不弱 又有三位天尊坐镇 若没有意外出现 怕是缠斗数个时辰也有可能 但就在这个时忽然的 从那阵法雾气内 再次传出了一声凄厉的嘶吼 这一次比之前还要强力 穿透力更大 扩散四方的瞬间 这雾气因外部受创 内部更被波动 本就不稳的情况下更为扭曲摇晃 甚至有不少地方 都明显的翻滚中出现了西部 白小春目光一闪 北脉大剑 剑气猛的爆发 古天军等人也都抓住机会 一个个都爆发出杀手锏 幻化出惊人神通 直奔那些大手而去 绝地 通天道人 以及元妖子 三人灭色狂变 直到此刻是关键时候 三人狠狠咬牙 各自咬破舌尖 喷出鲜血 使得修为大范围的散开 加持阵法 试图让阵法稳定下来 双方的激烈交战 与这阵法为中心 木然展开 一时之间声响轰鸣 天地震动 可这阵法极为不俗 绝地三人更是拼了全力 在这剧烈的摇晃下 竟逐渐的平稳下来 白小春四人 虽展开了大量的手掌 深入到雾气内 可他们的四周 飞速的出现了更多的手臂 以及层层阻力 在这阻力下 四人每时每刻都感受到 来自四周的强烈排斥 盖斯 这是什么阵法 这么下去 我们根本就无法短时间进去 就算是进不去 也要想办法阻止他们成功 古天君三人摇牙切齿 白小春目光一闪 从时至终他都一言不发 可实际上他的眼睛 不时的看向雾气阵法 心中也在琢磨着 要不要冒险一把 他相信自己的不死计 不说穿透这雾气阵法 可至少让自己进去 出现在了阵法内的战场上 应该还是能做到的 只不过 若是带人一起的话 则消耗太大 而且很难成功 这就让白小春心底有些嘀咕 有些纠结 此刻 北脉大剑挥舞 心底在横梁得失时 忽然的他们的身后猛然间 就传来阵阵呼啸声 远处一道长虹 带着白色的光芒 正轰然而来 那长虹内有一个老者 穿着一身道袍 先锋道鼓 正是陈苏 因距离太远 他是最后一个赶来 又因古天君等人的交集传疑 陈苏不惜施展了 耗费自己心血的道法 强行挪移 这才提前到来 他的出现 立刻就让古天君等人精神一振 更是让操控阵法的绝底三人面色在变 实在是 面对四位天尊 他们三个虽吃力 但也能勉强拖延下去 可若是五位天尊的话 如果阵法完好无损 还有可能阻挡 但如今阵法不稳 其内那主宰分身的每一次咆哮 都让阵法扭曲 如此一来 想要阻挡 根本就不可能 就在绝底三人面色变化的瞬间 陈苏呼啸邻机 没有丝毫停顿 直接就冲入到了 被白小春等人撕开的缺口处 随着临近 他双手掐掘 顿时 就有一道道金色的闪电 轰然爆发 形成了一连串的闪电球 任何一个都拥有回天灭地之力 加入到了四人的破阵之中 顿时声响滔天 在那剧烈的轰鸣下 绝第三人灭色不断变化 阵法雾气的翻滚更为强烈 而白小春五人神通形成的风暴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越发的深入阵法内 该死 圆妖子双目耻红 发出一声嘶吼 双手掐绝肿 喷出一口本圆之气 绝地与通天道人也都如此 可就在三人试图再次稳固阵法的刹那 忽然的 从这阵法内传来了主宰分身第三声七里咆哮 这咆哮圆圆超出之前 仿佛这一次才是生命的最后嘶吼 其威力更是惊人 在传出时阵法直接就轰鸣起来 多处位置崩溃的同时 这阵法也都摇摇欲坠 眼看就要碎灭 几回 顾天局眼睛一亮不许多说 白小春陈苏零九司马云华 众人立刻就出手 修为全面爆发 各种神通凝聚成的风暴 好似化作了一只巨大的利龙 咆哮中直奔阵法狠狠的撞击过去 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默然回荡 这原本坚不可摧的绝石阵法 直接就被那利龙生生的撞出一个巨大的窟窿 随着窟窿的形成 整个阵法轰然坍塌 绝地 通天道人以及元妖子各自喷出鲜血 急速后退一中 还没等古天君等人神色露出喜悦 就在这时随着雾气的散开 随着战场的露出 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变 目然出现 首先传来的是一个凄厉的残叫 这残叫不是主宰分身法处 而是邪皇朝七位天尊里 那位白小春之前在外面才见过的老玉 这老玉 天尊中期巅峰的修为 此刻在这残叫中 他的身体直接就被撕成两半 血淋淋的上半身猛的就逃了出来 脸上露出惊恐与骇然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 一千一百五十四集 好机会 这老玉面色发黑 好似深重剧毒 此刻在这道腿中 他流下的血液都是黑色的 尤其是他的额头 赫然有一个黑色的符纹 这符纹正在剧烈的闪烁 若仔细去看还能看到 在这符纹下赫然镇压着一个 与老玉一模一样 可却虚幻的身影 那身影是其道种幻化的原神 这符纹竟是将这老玉的道种 生生的封印在了残躯内 使得老玉这具身体中了剧毒 在慢慢的走向死亡的过程里 其道种又无法脱离 似要生生的将其道种耗得干干净净 如此一来 就算老玉可以复活 也必定损失极大 这一幕 顿时就让白小春等人心神一阵 可这一切没有结束 但那老玉逃出的瞬间 她的身后还有一道身影带着恐惧与骇然 也在极齿中冲出 此人正是视灵上人 她鲜血狂喷 整个人的气息也都微弱无比 此刻眼中带着惊恐速度极快 可她的头顶却是漂浮着一个黑色的符纹 这符纹与老玉眉心的符纹相似但又有不同 似具备了某种特殊的法则之力 使得视灵上人的身体在这冲出时飞速的腐烂 在其身后 赫然有一道血光 从这正在快速消散 变得稀薄的雾气内一冲而出 这血光刚一出现 顿时一股让白小春熟悉的邪恶 刹那就爆发在了这片天地内 血光没有停顿 在冲出后 立刻就要远去顿走 抓着她 她已冰死 最后逃出的则是广木天尊 她失去了一条手臂 此刻面色苍白 带着不甘心与疯狂 直奔血光追去 几乎在广木天尊追击的同时 绝地天尊 通天道人 以及元妖子 也都狠狠咬牙 要去阻挡 古天君 司马云华 零九天尊 也都猛的冲出 分作不同方向 阻止这血光 白小春也在其内 可就在众人靠近的一瞬 这血光猛的停顿下来 从血光里 直接就传出了一声 带着强烈穿透力的嘶吼 这嘶吼 直接就掀起了风暴 向这四周轰隆隆的扩散开来 也正是因此 血光在半空 不得不停顿了一下 露出了血光内的身躯 那赫然是一尊 似人非人 似兮非兮的怪物 这怪物 有着人的身躯 与四肢 但身上 却都是血色的鳞片 面不五官 能模糊看出 是一个男子 可墓中的虫童 以及口中深处的 呆叉的细长舌头 让所有人在看清后 都心神一振 而那风暴又极为强悍 堪比太古后期 此刻横扫八方时 如绝地等人 直接就承受不住的倒退 白小纯立刻将北脉大界 横在身前 这才阻挡了这风暴的轰鸣 只有古天君 广木天尊等人 此刻强行抵抗 飞速靠近 出手就是杀手节 阵阵轰鸣中 那主宰分身明显虚弱 目中带着疯狂 速度极快 于众人厮杀 轰鸣之声不断地回荡 白小纯在退了几步后 没继续上前 只是他不想上前 那主宰肉身 却是直奔白小纯而来 目中的虫童内隐藏的仇恨 白小纯在看到后 内心咯噔一声 白小纯眼睛一等 真来找我报仇啊 知道不能后退 硬着头皮大吼一声 手中的北脉大剑 直接掀起 向着来临的主宰分身 狠狠地站下 主宰分身嘶吼 被逼得再次后退 重新陷入到围攻之中 此刻众人也都顾不得阵营 一个个都展开了权力 就算是最后争夺 也要在这里 将这主宰分身斩杀才抉择 不能被他逃走 他的恢复力太强 不能给他时间 广木天尊焦急 立刻开口 古天君等人也都呼吸急促 此刻出手时没有保留 集合众人之力 逼得主宰分身越发虚弱 这虚弱的感觉 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发强烈起来 实在是 之前的一幕 让古天君等人心敌震撼 老玉的凄惨 施灵上人身体的腐烂 广木天尊失去的手臂 这一切无不说明 这主宰分身的可怕程度 尤其是想到 若是被对方逃走 失去了这一次的机会 以这主宰分身吸收生机的本事 怕是再次被找到时 又会恢复不少 如此一来 双方就都没有可能完成任务 一旦邪黄与圣黄亲自赶来 则之前的奖励 怕是都要打打折扣了 在这轰鸣中 那主宰分身的目中露出绝望 他此刻伤势太重了 以至于根本就无法逃出此地 眼看自身已经虚弱的只剩下了一口气 这主宰分身猛的阳天咆哮 在这咆哮下 他的身体竟在瞬间膨胀起来 好似一个巨大的皮球 这一幕 顿时就让众人心头一跳 下意识地就各自退后 几乎在众人退后的刹那 这主宰分身的身躯 轰的一声 直接就爆了开来 随着爆开 一股巨大的冲击扩散开来 轰轰鱼鱼 滔天汗地 绝地天尊 元妖子 广木天尊 通天道人 全部都喷出鲜血 古天君 司马云华 陈苏 林九天尊 包括白小淳 都是这般 众人的身体更是控制不住的倒退 这主宰分身也太强了 白小淳吸了口气 此刻拿着北脉大剑的手 都感觉震痛不已 心底骇然的同时 白小淳目光一扫 看到了通天道人在不远处 也被震得喷血倒退 他目光一闪悄然靠近 大家都在抢这个主宰肉身 我看看能不能趁这个机会 宰了这通天道人 白小淳想到这里 心底杀极顿气 而此刻 那主宰分身在其身体自爆后 赫然从其体内钻出了一条 半丈大小的蜥蜴 这蜥蜴刚一出现 就只剩下了一口气 似虚弱到了极致 脆弱的不开一击 胡乱的选择一个方向 用最后一口气 急持远去 而他选择的方向 居然是通天道人所在之地 就连通天道人也都愣了一下 可却目中一瞬间 就露出一抹诡异的黑芒 双手飞速掐角 大吼了一声 石门诡异 随着他的掐角 在这众人都被之前的冲击 推动的后退时 通天道人的身前 立刻就传出昏鸣之声 有大量的短长符文组合在一起 形成的一面巨大的浮门 直接就从虚无内降临下来 似带着某种封印之力 向着来临的蜥蜴 木然封印 这蜥蜴已没有了意识 此刻只是本能的冲击 居然一头就撞在了这浮门上 瞬间就将浮门撞出一个凸形 而浮门也在这一刻 直接分解一般化作无数浮闻 将这昏迷似死亡的蜥蜴身体 直接覆盖 梦得一拽之想 就要被通天道人拿走 通天道人 你敢 古天君立刻眼睛赤红 司马云华 灵九天尊 陈苏都是如此 四人怒以惊天 可之前被冲击推开很远 此刻想要去阻止 已来不及 同时广木天尊等人 此刻都急速冲出 阻止古天君等人 在广木等人看去 通天道人作为新锦天尊 他就算是拿到了蜥蜴的尸体 事后也不敢不交出 这手工广木是志在必得 可若是被古天君等人抢走 则一切就会麻烦起来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 就在众人相互出手的瞬间 白小春呼吸急促 眼珠子都瞪了起来 心脏砰砰的加速跳动 实在是他之前不怀好意 暗中靠近了不少 此刻 这件事一出 他成为了众人里 距离通天道人最尽之人 好机会 白小春的脑海 只是迟疑了一下 就直接发动了汉山庄 更是展开不死尽 肉身之力 比之前站主宰分身时 爆发的还要强烈 修为更是不顾一切的全面运转 加持之下 他的速度已到了某种极致 轰鸣中直接就出现在通天道人的身侧 右手抬起时 北脉大街爆发出刺目的蓝光 在通天道人的神色大变下 狠狠的一盏 白小春大吼了一声 通天拿命来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五十五集 强盗手 这个机会对于白小春而言 可谓是千载难逢的绝世良机 就算是他此刻载了通天道人 圣皇那里也都会支持 实在是通天道人这里如今掌握的 可是两大太古极欲争夺之物 而白小春偏偏有距离最近 此刻一箭落下天地鸿鸣 北脉大箭的蓝光璀璨中散发出夺目之光 掀起一股堪比天尊后期的惊人战力 直奔通天道人 这一切太快了 通天道人那里几乎刚欲倾注蜥蜴 白小春的打击就轰然落下 以至于他根本就无法闪躲 此刻面色变化中通天道人立刻急了 一股强烈的生死危机让他心底震颤起来 他虽可以被复活 可复活的代价永久的消耗一成修为 此事不到万不得已 他根本就不想选择 另外最重要的被复活的天尊 除了永恒消失一成修为外 更是减少了一成未来进入太古的可能 进入太古本就艰难无比 这少去的一成不说抹去了希望 可也相差不了多少 若是那些没有野心的天尊也就罢了 通天道人的野心一向极大 他岂能让自己的希望因为一只蜥蜴而断送在这里呢 几乎没有半点犹豫 通天道人大吼了一声 在白小春北脉大剑落下的瞬间 右手猛的一挥 将那本要被他收走的大蜥蜴猛的就扔向白小春这里 阻挡在了白小春北脉大剑与自身之间 一声滔铁忽明 周然爆发的瞬间 无往不利的北脉大剑首次遇到无法斩断 只能撕开一道缺口的事物 这大蜥蜴的身体 瞬间就阻挡住了白小春的北脉大剑 强烈的反振让白小春气血翻滚 可行程的爆发冲击对通天道人伤害更大 他口喷鲜血 身体猛的后退至于那大蜥蜴他早已松手 实在是他不得不松手 若是依旧贪婪者大蜥蜴的肉身 那么在他后退时 古天君等人依旧还会追上 哪怕对他造成了一瞬的阻挡 也都会给予白小春斩杀的机会 而他的松手不但让自己再不是重视之地 更可将一切麻烦引到白小春那里 使得白小春根本就无法再次追上 会有更多的人前去阻止 这一切说来话长 可从白小春出手 通天道人挥舞大西一切都是电光火石间发生 快的难以形容 此刻随着轰鸣之声的回荡 随着通天道人的急速远去 白小春的身体一顿之后 想要继续的追击通天道人 已有些困难 最重要的是他的手 在碰到了大蜥蜴的身躯后 白小春身色木然一变 他的呼吸急促 他的体内不似长生弓 竟自行运转 爆发出一股前所未有的渴望 似乎在这大蜥蜴的身体内 藏着对于不似长生弓而言 不添一般的造化 白小春呼吸急促 来不及多想一把抓住大蜥蜴 直接放入厨袋内 几乎就在他做完这一切的瞬间 广木天尊 圆妖子 绝底天尊等人 一带着杀鸡直接杀来 白小春 你找死 还不交出主宰肉身 白小春 这不是你能沾染的 甚至 古天君与司马云华 还有灵九天尊 以及陈苏 也都虎视眈眈的急速临近 同天王把主宰肉身扔给老夫 同天王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保护你 他们的话语看似与白小春一起 行动也的确是临近要阻挡邪皇朝天尊 可实际上 从白小春手中抢夺的念头也在脑海生气 实在是白小春身份敏感 他毕竟不是真正的圣皇朝天尊 如果换了其他人 古天君等人还可以同仇敌凯 可若是白小春的话 能有机会抢夺 他们自然不会放过 行驶几乎瞬间逆转 从之前通天道人成为正史之地 变成了如今的白小春陷入到困局之中 虽这困局 只要白小春肯将大蜥蜴扔出 立刻就能化解 只是不死长生公的渴望 让白小春这里怦然心动 该死的 我拼了 白小春眼睛顿时赤红 他虽怕死 虽不愿冒险 可如今这么大的利益摆在面前 白小春觉得 如果自己放弃了 一定会后悔 只要还有一口气 我就绝对不会给他们 白小春没想过吃毒食 不过他琢磨着 只要自己能争取一些时间 或许这一次能通过主宰肉身 获得想象不到的好处 这就让他目中血丝弥满 此刻吼声中速度爆发到极致 借助之前的汗山壮之力 木然冲出 绝底天尊 与元妖子此刻也都怒急 爆发全力要去阻挡 可就在他们靠近的瞬间 白小春猛的一吼 身体刹那旁驳 人山诀发动的同时 云雷人足便也直接展开 好似化作巨人 手持北脉大剑 向前狠狠的一展 天地轰鸣 渐气扩散 元妖子与绝底天尊 之前本就受伤 此刻在白小春的突然爆发下 再次喷出鲜血 可他们毕竟是天尊 此刻虽后退 但还是让白小春 在那反阵之下身体一顿 这么一顿 他身后的广木天尊 已然追来 可就在广木靠近的瞬间 白小春单手掐局 向着下方一指 水泽 轰隆隆的水气扩散四方 天地化作沼泽 国度 白小春的声音刚落 一声好似从岁月里传来的咆哮 立刻就在这片水气内爆发出来 一尊庞大的 无法形容的巨兽的上下凉鳄 如同鳄鱼又如同巨龙 直接就从大地冲出 喊动整个世界 直接就撞在了广木天尊身上 广木天尊咆哮 使徒避开 可这巨兽太大 取代了天地 速度又无法形容 直接就与广木天尊碰到了一起 巨像中白小春猛的冲出 口中更是低吼不断 古天君 你们帮我阻挡一下 功劳任人有份 白小春身体晃动 速度更快 古天君等人迟疑了一下 也知道此刻不是抢夺的时候 立刻就压下内心争夺的念头 全力阻挡 轰鸣之声顿时爆发 任凭广木天尊等人如何追击 在古天君等人的阻拦中 也都无法奈何白小春 实在是白小春速度太快了 稍微一个阻拦 他就移在了万丈开外 没有停顿继续的呼啸远去 很快的就看不到了踪影 到了这个时候 古天君等人也不在阻拦 立刻后退 广木天尊等人灭色阴沉到了极致 相互看了看后 也明白此刻很难追上 我们找不到白小春 可古天君等人一定能找到 他们之间利益分配也需要时间沟通 所以这白小春第一事件冲出去的可能性不大 鬼木天尊在来这里的路上 距离这里还有一些范围给他传音 让他立刻去出口边缘 在那里等待 正去拦住白小春 我们几个全力展开速度 一样去出口阻截 广木天尊呼吸急促 心底墙里也不干 立刻开口 圆腰子等也都这么判断 立刻全速飞出 至于士林上人 此刻在压制下身体虽腐烂了不少 可却勉强稳定下来 也随之而去 唯独那个牢狱 此刻没有人去理会了 只是将其道种带走 因为在之前 他们与白小春出手争夺的这些时间里 他的身体已经彻底的化作了一团血水 甚至就连道种也都明显微弱暗淡了太多 显然是之前的封印 虽无法将道种彻底抹去 但余流的伤害依旧可怕 胡小姐 邪黄朝中天尊直奔出口 一路上他们面色都阴沉无比 内心对白小春的恨意也都越发强烈 连带着对保持沉默的通天道人也都看不顺眼 这通天道人之前若能坚持一下 凭着死一次 主宰肉身必定属于我们 广木天尊看着自己消失的手臂 又看向通天道人 目中有寒芒一闪 回去后再找他的麻烦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 一千一百五十六级 没了 此刻的白小春正捂着除袋 急速前行 实在是不捂着不行 那大蜥蜴虽被封疫 可放到除袋内后 竟不知为何 仿佛要把除袋给撑开一半 白小春不得不用修为去压制一下 得找个地方啊 白小春首先想到的就是残善 只是当他尝试后 却发现那蜘蛛网的阻隔 使得他的传送很不顺畅 若是强行下去 白小春担心 万一在传送的过程中 少传送了一条胳膊腿的 那就傻眼了 胳膊腿还好说 就怕是脑袋没被传送过去 白小春一想到这个画面 就身子一抖赶紧摇头 不行不行不行 就算是真的传送 也要找到之前邪黄与圣皇的神通下 蜘蛛网薄弱一些的地方才可 至于出口 白小春根本就没去考虑 此刻一晃之下赶紧寻找 与此同时 古天君等人也都在远处急驰飞行 邪黄朝天尊找不到白小春 可不代表他们不能 同是圣皇朝天尊 他没有太多的办法 可以锁定白小春的位置 尤其是陈苏 他虽战力相对微弱 可在推演之法上 却是冠绝天尊之首 此刻陈苏只是略移寻找 就立刻锁定了一个方向 在那里 陈苏目光一闪 古天君立刻飞出 司马云华等人也都展开全宿 急驰而去 他们没有提前给白小春传音 实在是对于白小春他们没有什么信任感 也担心传音的话 白小春有了准备 那样的话 他们的抢攻难度就会增大 虽然圣皇也说了 只要找到所有人都有功劳 可古天君等人 岂能不明白 这功劳也分大小 尤其是这一次 古天君志在必得 甚至已与陈苏等人沟通好了 他愿意拿出一些代价换取手工 此刻四人展开全宿 因本就距离不远 四人速度又快 也就是半个时辰 陈苏就眼中惊芒闪动 前方万里外 他说着 向着一个方向一指 古天君眼中寒芒爆出 没有半点迟疑 右手直接掐绝 顿时他的身体内就有七道剑光 轰然而出 化作七道长虹 以比他本人更快的速度 向着陈苏所指的方向刹那而去 速度之快 根本就看不到踪影 一顺就穿梭万里范围 出现时赫然在了正寻找薄弱之地的 白小春的四周 白小春灭色一变 原本就急速前行的神区 木然后退数十掌 几乎在他退后的瞬间 他之前所在的地方七道长虹凭空而出 仿佛从虚无内幻化 刹那交错而过 掀起一连串 如雷霆般的轰鸣巨响 若非是白小春闪躲的快 这一刻他就算不死也都重伤 古天君 白小春狠狠咬牙 这七道长虹正是七把飞剑 上面古天君的气息极为明显 这根本就是要来抢抢 你们想要功劳 可以传言和我说 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 可现在这样分明 是不把我白小春放在眼里啊 白小春顿时大怒 他心知肚明 圣皇朝的这些天尊 一个个都是道貌黯然之辈 而如今这件事情有涉及利益太大 虽圣皇说的是每个人都有功劳 可实际上他白小春终究是外人 怎么可能一视同仁呢 古天君的举动也足以说明了一切 欺人太甚了哈 白小春咬牙 速度再次爆发 避开那七把飞剑向着不远处 他之前已经察觉到的一处蜘蛛网的薄弱之地呼啸而去 他的身后虽看不到古天君等人的身影 可他们的神识已经呼啸而来 蔓延八方 好似无形的波动正在向着白小春这里扩散过来 而比他们神识更快的则是那七把飞剑 此刻交错后再次冲向白小春 速度之快 刹那临近 轰鸣街 白小春勉强避开后 已临近了蜘蛛网的薄弱之地 他明白 机会只有一次 若是此番失败 那么当古天君等人追上来时 自己获得的主宰血肉 必然要拿出 实在是那四人联手 白小春就算是有北脉大戒 也都不是对手 况且这四位不怕死亡 可以复活 但白小春一旦陨落 将没有任何复活的可能 既然你们如此啊 就别怪我作弊了 我之前还觉得有些不好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歉意了 这白小春 在其身后七把飞剑忽鸣而来 古天君等人神水也急速临近的刹那 他深吸口气 直接就在脑海里呼唤残善 其念头一起 瞬间白小春的四周虚无 立刻扭曲模糊 眨眼间 那七把飞剑呼啸临近 从白小春所在的地方直接交错穿透而过 于此同时 古天君四人的神石也如风暴一般横扫此地 只是无论是那七把飞剑还是古天君四人的神石 竟在扫过后都发察觉白小春的丝毫踪迹 几个呼吸的时间后 远处天空四道长虹破空而来 正是古天君四人 他们神色惊异不定 刚一到来就立刻散开 神石大范围的扩散 天上地下四周八方 全部都是他们的搜寻范围 甚至古天君还操控飞剑 在这四周的虚无内穿梭 陈苏更是不断掐角 试图去寻找 可最终 他们无法置信的发现 白小春居然真的失踪了 不可能 古天君呼吸急促 眼睛都红了 他之前通过飞剑 分明感受白小春就在这里 可眨眼睫 对方居然消失 尤其是这四周 竟还没有任何传送的痕迹 这就让古天君无法相信 白小春到底是如何逃出的 此刻 灭色阴沉无比的他 双手猛的一挥 顿时 四周七把飞剑 各自出现冲叠虚影 竟化作四十九把 向着四周再次扩散 形成飞剑风暴 将这里本就尘埃的大地 全部穿透 可还是一无所获 司马云华与零九天尊 也都想尽了办法 还是找不到白小春 最后三人 齐齐看向还在掐角 目中有越来越强烈的 推演之忙的陈苏 等待陈苏的推算结果 可看着看着 他们三人都内心咯噔一声 实在是陈苏的状态有些不对劲 他的双眼慢慢出现血丝 他的额头开始冒汗 他的身体逐渐的颤抖 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 到了最后 陈苏猛的睁大了眼 控制不住的喷出一大口鲜血 身体亮强的退后几步 竟明显虚弱了不少 甚至就连头发也都有三成化作飞灰 脸上的皱纹明显多了一些 不可能 除非有太古笼罩 或者他不在这第二仙狱上 否则的话 我不可能算不出 陈苏楠楠 有些无法接受自己推演失败反噬的结果 他的话语让古天军三人沉默 搬上之后古天军一咬牙 他一定是藏身起来 我们散开寻找一定要找到他 古天军实在不甘心 说完一谎再次寻找 司马云华三人也都深吸口气 各自散开全力搜寻 就在这邪黄巢的众人堵住出口 圣黄巢的四位天尊满大陆的寻找白小春时 此刻的白小春已经出现在了 于星空中飘行的残山上了 先是快速的检查一下自己是否身体有什么缺失 当确定任何部位都存在后 白小春心底松了口气 一股得意劲浮现在心头 哼想要找到我 做梦去吧你们 白小春小秀一甩 傲然中盘膝坐在残山的广场上 一拍厨带 将那主宰的肉身取出 这主宰化作的大蜥蜴 此刻已经是气弱油丝 虽还有一口气 可却已经明显没有了回天之力 此刻身体也都僵硬了不少 白小春双眼冒光 舔着嘴唇 他知道自己这一次收获之大 缓了任何人知道都会羡慕的抓狂 啊 这可是个好东西啊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记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五十七集 是他 一定是他 这两大皇朝的天尊 都在第二县域的蜘蛛网内 不断的寻找白小春时 星空残山上 白小春正兴致勃勃的 望着面前的大蜥蜴 他已经仔仔细细的检查了一番 确定 这大蜥蜴 已经是气弱尤斯 对自己没有了威胁 可白小春性格谨慎 还是觉得不保险 于是 又在这大蜥蜴身上 下了不少禁止 最后 索性拿出北脉大戒 在这大蜥蜴身上 又狂砍了数十下 虽没有把这大蜥蜴砍死 可却使得其本身就如油丝的气息 变得似有若无了 此刻躺在那里 好似一块死肉 白小春 这才松了口气 白小春觉得自己的谨慎 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小心一些 总是没错的 他此刻得意中 双目也慢慢的露出期待之色 之前不死长生公有感应 现在没人来打扰我了 或许这一次 能让我的不死长生公更为完美 白小春想到这 深吸了一口气 右手猛的抬起 一把就按在了这大蜥蜴的身上 体内不死长生公 木然运转 就在功法运转的刹那 就好似一个静止不动的马车轮 被人大力推了一把 顿时就滚动起来 此刻 白小春体内的不死长生公就是这样 白小春只是将其推动 瞬间一股巨大的吸力 就随着不死长生公的运转轰然爆发 这爆发虽突然 可白小春之前就有一些心理准备 此刻不再是单手按住大蜥蜴 他的另一只手也飞速抬起 一把按在大蜥蜴的头上 顿时他的双手就仿佛成为了两个巨大的漩涡 而他的身体则化作了黑洞 那主宰肉身化作的大蜥蜴此刻猛的颤抖 就连闭着的双眼也都被刺激的睁了开来 口中更是发出微弱的嘶吼 白小春吸收的不是生机 而是一种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物质 这物质似蕴含在大蜥蜴的身体血脉之中 换了任何天尊都很难抽出 就算是太古 怕是也要费尽心思才能抽出一些 可白小春的不死长生公 他之前在悬酒剧时就发现了 似于这主宰肉身铜圆一般 此刻这么一息竟顺利无比 肉眼可见的 这大蜥蜴的神区迅速的失去了光泽 就连血肉也都仿佛黯淡下来 竟散发出一股腐朽的感觉 偏偏又没有腐朽 可给人的感觉就仿佛是一个原本没有任何疾病的凡人 一下子失去了精神 仿佛体内某种说不出道不明的物质消散了 此刻这大蜥蜴就是这般 而白小春这里也是猛的睁大了眼睛 呼吸极不平静 他虽不知道自己的不死长生公吸来的是什么 可他却感受到自己的功法出现了变化 他的身体竟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传来如天雷般的轰鸣声 他的血肉 他的骨头 他的经脉 他的一切居然都在进行某种程度的蜕变 仿佛 这吸来的物质正在将不死长生公从根本上去改动 使得不死长生公大成的白小春 他的肉身之力在这蜕变下再次攀升起来 嗡鸣中 白小春身体颤抖 他明显感受到自己的肉身 竟比之前强悍了至少一成以上 连带着一切神通术法也都如此 只不过受到影响的只是不死卷 长生卷 一切如常 可仅仅是这样 已经让白小春狂喜起来 要知道他的肉身已经很久没有提高了 哪怕他创造了亘古卷 也只是用来提高修为境界而已 但眼下随着肉身的爆发 白小春立刻就感受到自己不死卷最珍贵的恢复之力 静也随之变化 恢复的幅度更大 恢复的速度更快 这一切都让白小春激动不已 尤其是这种吸收随着持续 白小春感觉自己的肉身与恢复力 好似没有尽头般 还在不断的排升 而在这个过程中 那种全身蜕变而来的满足与舒服的感觉 也是白小春这一辈子修炼不死长生工 从来没有过的 以往不死长生工的修炼 与其说是白小春在修行 不如说他是在承受无法想象的痛苦 无论是饥饿还是生机的缺少 都让他的身体极为不适 这也是为何不死长生工很少有人能修炼到大成的原因 生机是一方面 修炼时的剧痛同样也是重点 可如今却明显不一样 仿佛这才是真正的不死长生工 而白小春之前修炼的则是模仿出来的工法 这种感觉在白小春的脑海里越发强烈时 他的肉身与恢复之力还在继续攀升 很快就到了两成三成四成 白小春觉得这么下去 自己的肉身或者能比修炼更快的达到太古 只是就在白小春这里激动时 他忽然发现从大蜥蜴身上被他吸来的那未知的物质 正飞速的减少 仿佛这大蜥蜴被吸空了一般 啊 这白小春一浪 赶紧看去 立刻就看到 那大蜥蜴好似失去了所有的精神 此刻生命之火也都飞速的暗淡 在白小春看去的这个过程里 生命之火熄灭 随着死亡 他的身体明显的大幅度僵硬 一动不动的同时 从其体内传来的那未知的物质也彻底消失 白小春傻眼 呆了一下 感受着自己的不似长生弓 已经提高了四成近乎五成的样子 可他心底虽激动 但还是有些遗憾 这个 说我把他吸死了 还是因为他死了所以我没法吸了 白小春顿时纠结 拜上之后叹了口气 这大蜥蜴网称主宰分身 居然这么不经车的 白小春嘀咕了几句 站起身 仔细地感受了一些肉身的变化 心情又好了起来 也罢 如今的收获已经足够大了 现在的我 在天尊重其中 就算是不用北脉大剑 也都可以堪称最强了吧 哈哈哈哈 白小春想到这儿 傻笑起来 不过 这主宰肉身化作的大蜥蜴 不可能就这么点价值 应该还有其他价值才对 笑了一会儿 白小春振奋中低头看向大蜥蜴 摸了摸下巴 他立刻取出北脉大剑 肉身之力与修为全面爆发 在北脉大街 蓝光闪耀街 直接就斩在了大蜥蜴的一条腿上 哪怕已死 哪怕已僵硬 可如今白小春战力大增 此刻昏明中 虽还是有些费力 可还是勉强 他将这大蜥蜴的一条腿 在砍了数十下后 生生的砍了下来 没有丝毫血液流出 仿佛这大蜥蜴成为了干尸一半 白小春赶紧将这蜥蜴腿拿起 仔细的研究了半天 也都没有看出有什么奇异之处 无论是神识还是亲自检测都很正常 甚至白小春都用了炼药之法去炼 也还是没用 就算是炼灵 居然也都毫无作用 到了最后 白小春有些头痛 不会吧 难道说我之前吸走的物质 就是圣皇与邪皇渴求的 能突破太古晋升主宰的秘密 白小春挠了挠头 若这大蜥蜴就只有这些价值 看似很多 可白小春觉得自己还是亏了呀 啊 我冒了那么大的风险 白小春有些不甘心 眼睛一瞪 拿着北脉大戒再次砍了过去 很快的 就将这大蜥蜴彻底的解剖分开 一段一段的检查 幻想着或许能发现诸如内丹一类的存在 可直至将这大蜥蜴分成了十多份 也都一无所获后 白小春看着这些残值断壁 顿时脸搭了了下来 这不是逗人玩的吗 白小春气愤不平 长叹一声 正要将这些残尸收起 琢磨着回第二仙域后该如何解释 可就在这时忽然的 这残山上有一股风暴 周然爆发 随着风暴的扩散 苏醒的气灵 其神念控制不住的强烈波动起来 天哪 这是什么 如宰如神 这熟悉的气息 是他 一定是他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1158集 小气灵 和我的 这声音 甚至还蕴藏了一丝外人所无法察觉的恐惧 在这残山上回荡开来的瞬间 白小春猛的就睁大了眼 身体一个机灵 哦 该死啊 我之前太兴奋了 没去算这气灵苏醒的时间 这家伙之前能融入大树内 现在 若是融到了这大蜥蜴身上 我就死定了 白小春倒吸口气 脑海也不知怎么的 就浮现了这样的骇然 与此同时 他感受到了 从这四面八方 气灵的神念如同咆哮的大海 正在向着这里昏鸣而来 来不及多想 哪怕这大蜥蜴被白小春已经分割成了蚕尸 可他还是心神狂震的赶紧大吼一声 拿着北脉大街用了全力 在那本就是残腿断壁上 又狠狠的砍了几下 这几下 他几乎是把全部力气都爆发出来 巨像回荡街 在那气灵神念靠近的一瞬 白小春速度极快 将那被分成了七八段的大蜥蜴 有多分出了五六段出来 气灵顿时着急了 不要不要啊 可却晚了 就在白小春做完这一切的刹闹 气灵的神念轰然临紧 果然如白小春所预料的那样 这气灵第一个举动 竟真的是试图融入这大蜥蜴的碎肉呢 瞬间 这被分成了十多块的碎肉 立刻就动了起来 居然彼此似要重新组合在一起 可刚组合了一半就立刻坍塌了 该死他 该死他 这可是主宰肉身啊 姓白的你是不是傻 气灵童子怒吼再次尝试 这就让白小春内心咯噔一声 当他感受到这气灵的神念 在短短时间里尝试了数十次 可因这大蜥蜴的身体被碎的太厉害 始终无法统一后 白小春这才松了口气 更是得意的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 小气灵啊 就凭你也想与你家白爷爷到 你那点小心子啊 你家白爷爷眼睛一眨就清清楚楚 白小春得意中 眼看这些碎肉又要组在一起 他立刻上前一脚踢过去 顿时就将大蜥蜴的碎肉踢散 随后拿走了几块 收入除袋内耗 白小春站在那里感兴趣的看着鱼下的肉 继续啊 白小春干咳了一声 白小春 这气灵怒吼 咬牙切齿中再次尝试组合 白小春眼睛一瞪 上去又是一脚 随后又拿走了几块 该死的 该死的 你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行白的 你快去闯关吧 我保证不去干扰 赶紧滚 气灵抱了 狂吼起来 白小春一听这话 哼了一声 上去继续一脚踢过去 眼看 这那一块块碎肉又散落下来 又被白小春收走了一些 气灵同子有种崩溃的感觉 白小春 咱们商量了一下 气灵强忍着抓狂 一边开口 一边再次尝试凝聚 实在是 这主宰肉身对他意义太大 否则的话 他死都不会这么去白小春协商 可他话语还没等说完 白小春 酒黑黑一笑 上去再次一脚 就这样 在这七灵的抓狂咆哮下 他每一次组合都被白小春摧毁 然后取走几块肉 渐渐的 还在这残上广场上的主宰之肉 就只剩下了两块 眼看这两块碎肉 因融入了气灵的神念 正尝试融合 白小春哼了一声 就要上前 白小春 你有完没完啊 咱们上来上来 你别这样 你听我说 气灵刚说到这里 白小春的大脚 已经再次的落下 轰了一声 将其中一块肉踹飞 至于另一块 则被他收入除袋内 小气灵 你继续啊 白小春得意的望着那块碎肉 一想到自己在关卡内 被这个气灵多次迫害 白小春就觉得 自己一定要去报复一下才对 此刻 看着正在融入碎肉内的气灵 似乎已经要被气得炸了 白小春就更为得意 白小春 你这个杀欠斗的 这气灵已经歇斯底里 可实在是不甘心 尤其是看到白小春此刻又上前 似要将这最后一块也都收走时 气灵终于承受不住了 这块肉给我 我告诉你 关于这主宰肉身的秘密 气灵哪怕万般不悦 此刻也都无奈之下说出了这句话 实在是 若他没看到还好 可偏偏之前看得清清楚楚 但却拿不到这种感觉 让他觉得爪心脑杆一样有些崩溃 几乎在气灵这句话回荡的刹那 白小春双目一闪 抬起的脚没有停顿 依旧狠狠的踩了下去 更是哼了一声 骗谁呢 这主宰肉身里的好东西都被我吸走了 白小春说着随着大脚落下 蕴含了他天尊中期以及肉身的力量 使得这一脚仿佛巨山压下一般 轰的一声 那融入在碎肉内的气灵就被直接震了出去 眼看那块碎肉被白小春隔空一抓 已抓在了手中 就要扔入锄带里 气灵是欲哭无泪 此刻也顾不得厌恶白小春了 他交集中连忙开口 你吸收的只是血肉精华 我说的藏在这主宰肉身内的修为气息 身为主宰 必须使肉身与修为同时升华到那种不可思议的境界才可 你听我说 或许你功法特殊 所以你能收取肉身精华 可这主宰身体内藏着的气息 放眼整个星空 现在只有我能将其完美抽出 你给我半句主宰肉身 我 我帮你抽出一半的主宰气息 气灵是哭口婆心 语速极快 生怕自己说的慢了 此刻一口气把全部都倒出 可就算是这样 白小春依旧表情糊疑 也只是犹豫了几个呼吸 他就叹了口气 算了 我信不过你 况且一半太多了 白小春摇头 此刻将最后一块肉收走后 他转身一晃 做事就要离开这里 这就让气灵更为抓狂 他自问 自己已经说了实话 可对方一举不信 自己怎么解释也都没有 此刻焦急中 眼看白小春身体已经模糊 此马上就要离去了 气灵呼吸急促 猛的大吼起来 给我三成肉身 三成就行 该死的 给我三块 三块肉总可以了吧 一块 我 我只要一块 到了最后 气灵已经绝望了 可就在他这句话说完的瞬间 白小春原本模糊的身体 突然又变得清晰起来 神色上露出一丝挣扎 不确定的看向气灵这里 尝试的问了一句 一块就可以 可以 气灵心中咬牙切齿 可表面上却不得不装出一副认同的样子 狠狠的点头 白小春眨了眨眼 干咳了一声 实际上 他之前就心动了 只不过显然这气灵的需求 比自己要高的很多 所以他才尝试着以退为己 没想到 这气灵平时看起来挺精明的 如今关键时刻居然这么傻 白小春在心底嘀咕了几句后 将一块肉取出扔了过去 先把这块里的主宰气息给我全部抽出来 算了 抽气成好了 白小春一想到 自己毕竟还是要回去的 这些肉也必须要上缴给蝎黄和圣黄 若是拿的太多 引起怀疑会有不小的麻烦 于是心底叹了口气 将要求改成了七成 不过他也提防这七灵耍诈 于是一次只给对方一小块肉 成功的话再给下一块 并且许诺最后给一个大的 七灵心底咒骂可却没办法 在他看来 能有一块主宰血肉 对自己而言 也都是前所未有的大造化 想到这里 他不得不打起精神 用全力展开密法 帮助白小春 将这一块肉内的主宰气息 渐渐的抽出 主宰气息肉眼不可见 可在显露出的瞬间 一股惊人的超越了太古的威亚 轰然中 就在那一块主宰碎肉内 扩散开来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 一千一百五十九级 虚 这气息带着强烈的威压 白小春只是刚一感受就全身猛的一阵 呼吸不由的急促起来 尤其是他的修为不由自主的加速运转 就仿佛是遇到了极致的危险一般 这还是因为他之前吸收了主宰肉身的血肉精华 否则的话 此刻他的修为就不是运转了 而是会被压制的撕死的 实际上 这气灵也没安好心 他之所以提出这个条件 就是要试探一下白小春吸收血肉精华的程度 如果此刻他被压制的死死的 那么气灵立刻就会反击 可如今看到白小春居然全身修为加速调动 气灵心底叹了口气 收起了所有念头 只能无奈的去将这块主宰肉的修为气息用秘法抽出了七成 这七成的主宰气息并非没有实质 而是化作了一块黑色的晶体漂浮在了半空中 白小春神情一动 赶紧右手抬起一撞 就将这块黑色的晶体与主宰碎肉一起抓了过来 在抓住这黑色晶体的瞬间 白小春身体疏的遗产气息强烈波动 他觉得自己的修为在这一瞬 前所未有的急速运转 与此同时大脑清晰无比 似乎所有念头都可瞬间浮泄 以往想不明白的事情 此刻只是转眼就通透无比 白小春短时惊喜不已 好东西啊 七零在一旁心底纠结 他不是不想阻止 只是白小春给他的这块肉 太小了 他担心一旦起了贪念 对方就不会按照许诺那样 给自己一块大的了 至于利用主宰气息的吸引 反过来去要挟白小春 此事也在七零脑海一闪而过 被他放弃了 实在是白小春的性格 加上自己对他的了解 他认定了这家伙无耻的同时 偷着狡猾 这么下去很有可能 自己这里还要吃亏 该死的 这一次就妥协了一下 早晚我要弄死他 七零紧紧咬牙 眼睁睁看着白小春 将那精体与主宰肉收走 在那里美滋滋的研究起来 等了半上七零有些不耐时 白小春才恋恋不舍的 将这黑色精体与主宰肉收起 又取出了一小块扔了过去 就这样 在白小春的控制下 每次七零抽出气息的主宰肉块 都不大 不过白小春也没有食言 当几乎全部的主宰肉 都被七零抽出了气息后 白小春将最大的一块 相当于之前两块的主宰肉 拿了出来 扔给了七零 别说你家白爷爷不守信用啊 你家白爷爷最信奉食言了 拿去 白小春一挥手 七零那里只能心底暗骂 可却控制不住的临近 将那块主宰肉立刻收走 并非是去抽出气息 而是自身神念 尝试融入进去 好在 这一次白小春没去阻止 任由七零融合 直至过去了半炷香的时间 这融合结束时 那块主宰肉已经消失不见了 出现在白小春面前的 也不再是看不到的七零 他居然有了身体 虽然这个身体有些古怪 只是一个如西瓜般的皮球 上面突出五官 虽还是童子的模样 可看起来很是奇异 白小春立刻好奇的看了看 你居然长这个样子 看什么看 这皮球童子一瞪眼 看都不行 真难看 白小春也瞪起了眼睛 比眼神这项神通上 他向来信心满满 皮球童子也感受到了挑衅 同样瞪了过去 只是看了半上后 他感受到了压力 口中咕弄了几句后 向着白小春哼了一声 思连一句话都不想与白小春交谈 身体一晃就一蹦一跳的 远去善谷 消失不见 哼 和我闭眼神 白小春眨了眨眼 心底傲然 没理会离去的皮球 此刻摸了摸除无袋 他隐隐觉得之前的交易 似乎有些吃亏了 可一想到自己收获了那么多的主宰气息 也就觉得这笔买卖就算吃亏 也总算不大 不知道 这主宰气息对我有什么作用 白小春填了填嘴唇 私下看了看后 取出一块黑色的晶体 拿在手中 神识 目然散开 他的脑海嗡的一声 修为与念头都瞬间再次强烈起来 尤其是白小春的意识 更是前所未有的凝聚 对身体 乃至经脉修为的操控 也都达到一个 以往无法完成的程度 似乎他可以掌控所有 随着脑海的念头 能眨眼界 推延一切 白小春双眼露出强烈的光芒 他此刻心底渴望的 正是更古倦 更古倦第三层 他琢磨着借用这主宰气息 来帮助自己推延更古第三层 随着时间的流逝 随着一块块黑色晶体 在白小春手中消失 直至当他的手中消耗了 仅三成的主宰气息时 白小春双眼缓缓地睁开 他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 但他此刻心情激动无比 实在是这主宰气息的作用太大 他的更古倦 虽没有完全推延出来 可也完成了大半之多 不是不能去完成 而是在这推延的过程里 白小春意识到更古倦特殊 一旦创造出来 如同烙印在了身体内 不需要修炼 就会自行运转 而到了那个时候 除非自己修为是天尊后期 否则的话 一旦创造出了更古倦 不可逆转的情况下 怕是自己的身体承受不住 不能继续推延了 一切等我到了天尊后期 白小春吐出了一口气 目中露出期待 他有十足的把握 自己成为天尊后期时 就是更古倦第三层创造出来的时候 这主宰气息的确是质保 白小春低头看了看 除物袋内还剩下的十几块黑色晶体 他相信 邪黄与圣黄所要的正是此物 可惜啊 那些猪在血肉内还有三成 差不多也有七八块黑晶了 白小春有些舍不得 只是思索一番 还是只能放弃 实在是 若都抽走了 他无法交代 虽然如今少了七成 可毕竟是白小春得到的大蜥蜴 其他人没有拿到 这血肉内 到底存在了多少主宰气息 也就无人知晓 就算是邪黄与圣黄也是如此 毕竟他们想要吸收这主宰气息 也需耗费很大的心神与时间来准备 罢了 罢了 白小春深吸口气 不再去打那三成的主宰气息的主意 此刻一切都完成了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多久 想了想后 白小春目中露出果断 身体一晃 逐渐模糊 于残山上慢慢消失 出现时赫然在了第二鲜鱼 距离白小春失踪 已经过去了十三天 这十三天里 两大皇朝的天尊一个个都发狂般 在这蜘蛛网内疯狂的寻找 哪怕一些危险的地方 也只能是硬着头皮闯进去搜寻 十三天里 几乎人人都要抓狂了 他们几乎找遍了所有地方 可却连白小春的影子都没看到 而在蜘蛛网外的邪黄与圣黄二人心底着急 可彼此牵制不允许对方踏入 此刻也只是能感受到自己麾下的天尊没有出现死亡 可具体的事情并非清晰 就这样 在这所有人都在寻找中 减去疯狂时 白小春的身影悄然无息的出现在了他之前消失的地方 刚一出现 白小春立刻后退 神识散开 警惕无比 可就在他身影出现的刹那 忽然的一个带着激动的狂喜声在不远处 忽然传来 白小春 你果然重新回到了这里 随着话语传来 则是一个巨大的虚幻手掌轰鸣而来直奔白小春 在那手掌之后正是零九天尊 与其他人不一样 零九天尊与白小春的接触虽不频繁 可二人也算交过手 古天君等人四处寻找时 零九天尊越想越觉得此事不对劲 索性就留在原地等待 十三天里他也多次怀疑过自己的举动 可直至这一瞬 在看到白小春出现后 零九天尊狂喜无比 他毫不迟疑立刻出手 不过他性格谨慎 知道白小春天尊终其又有北脉打剑 明白短时间无法分出胜负 于是随即取出传音欲解 打算立刻传音 哎 零九都有 嘘 白小春眼看如此 赶紧的嘘了一声 更是从厨物袋内直接取出一块猪仔肉 飞速的扔了过去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六十集 冲出去 白小春动作太快 零九天尊这里几乎刚要传音 顿时就看到一块散出莫名其异的 足有头颅大小的碎肉直奔自己而来 他一愣之后神识顿时散开 意识到这是一块猪仔肉后 他立刻就心脏狂跳 没有去完成传音 而是一把抓住这块血肉 仔细查看后 零九天尊压下激动 深吸口气 毫不迟疑的收起 再次抬头时 他望着白小春神色渐渐古怪起来 我记得你当时拿走的 可是一只完整的大蜥蜴 零九天尊语气里 带着一些说不出的滋味 实在是这一块肉显然是表明了 白小春曾经对那大蜥蜴所施加的酷刑 零九老哥 你果然是火眼金睛啊 来来来 这三块你也拿着 白小春又取出三块扔了过去 这一幕 立刻就把零九天尊震住了 他赶紧接过检查之后顿时明白 这四块加在一起 差不多相当于大蜥蜴的两三成之多了 大家都是自己人 何必计较那么多啊 是不是 你看圣皇他老人家也都说了 只要找到 大家都有功 之前是你们误会我了 都不给我机会去解释 这件事 就是我们圣皇朝所有天尊努力下 才可以获得的造化呀 白小春一脸正气 言辞更有铿锵之力 这绝对不是我白小春一个人的功劳 所以必须要与路均战 小弟绝不贪功 刚才那块是大蜥蜴的小腿 零九老哥你拿着 白小春说到这里 零九天尊干咳一声 心底衡量了一下后 觉得自己拿到的那块的确相当于小腿的一部分了 况且这件事他觉得自己只要拿到了这么一块 就绝对算得上是分了功劳的 所以我们绝不能让圣皇失望 保护着主宰肉身才是最关键的事情吗 白小春眼看零九心思动了 赶紧又劝说起来 而且我都想好了 之前误会太深 我们应该召集古天君等人 大家都过来 我每人分一部分 这样我们一起闯出去 就是彻彻底底我们大家所有人的功劳了 白小春眨了眨眼 零九那里也看了看白小春 对于白小春的心思 他一眼就有了判断 不过这件事也的确如白小春所说的样子 况且时间已过太久 就算是他也都早已不耐 此刻点了点头 立刻取出预解 给古天君等人传音 等待古天君三人的时间里 白小春与零九天尊也知晓 此刻最是危险 于是二人商议后 在这附近找了个没有化作尘埃的村子 也不管里面是不是存在了危险 二人立刻藏身其内 等待古天君等人 时间不久 陈苏第一个到来 在这四周看了看后 随着零九天尊散出一丝神石 陈苏这里立刻就进入村子 不多时就到了白小春的面前 还没等他开口 白小春就很是大气的 直接扔了小半条大蜥蜴的手臂过去 陈老哥 来来来拿着 以前是小弟我不懂事哈 不过你们也太冲动了 我白小春 岂能是那种吃毒食贪功的人呢 白小春脸上露出真诚的笑容 陈苏神色与零九之前一样 都带着古怪 尽管来到路上 他已经知晓了究竟 可是还是有些不适应 来 这里还有三块 陈老哥 你收好 白小春笑容中 又取出三块 与零九天尊当时的反应一样 陈苏也吸了口气 此刻看了看白小春 又看了看手中的大蜥蜴的血肉 其上那种玄妙的感觉 也因气灵的抽出主宰气息 外散后比以往强烈不少 这气息让陈苏呼吸微微急促 也不在乎白小春的说法了 对他而言 与零九一样 只要有这几块血肉就足够了 眼看二人都认同 白小春也心底送了口气 更有一些得意 这是他之前就想到的办法 此刻成果还算是满意 司马云华好说 就是那个古天君 估计胃口不会这么容易满足 不过我已经把猪在血肉分成了五份 这白小春目光一闪 心底已笃定起来 与陈苏以及零九 渐渐渐开始了谈笑 三人本就没有太大仇恨 有都是天尊 广且 白小春这一次是主动给出功劳 陈苏与零九自然心中舒坦 与白小春交谈 也就渐渐真的有了笑意 心底也对白小春有了一些改观 就在三人谈笑时 远处有呼啸声临近 三人立刻查看 不多时 古天君与司马云华 就直接出现在了乌舍内 刚一看到白小春 古天君就目中杀鸡一闪 上前一步就要出手 可还没等他有所动作 白小春直接拿出杀手锏 一大堆猪仔肉块呼啸而去 强悍如骨天君 在看到这些猪仔肉块 以及上面散发出的那强烈的气息时 也都心脏震动了几下 呼吸微微急促 袖子一甩就将这些猪仔肉块全部收走 哼 不怕你不动心 白小春心底得意 这些肉块是他特意准备好的 散发出的猪仔气息 明显比其他的多了一些 尤其是聚集在一起 效果更大 大家听我说啊 如今我们安全回去才是关键 白小春退后几步 赶紧开口 同时又扔出数块血肉 给了一旁眼睛冒光的司马云华 而且这一次 我是把大蜥蜴分成了五份 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白小春话语在这乌舍内回荡时 司马云华也立刻接过那些血肉 目光微闪 判断出白小春所说的属实 如此一来 就算是古天君也都眉头微皱 他虽探工 可也知道如果真的平分了血肉 那么他也无法去从其他人那里索要 况且白小春说的话也的确有道理 如今最重要的不是获得更多的功劳 而是如何去保住功劳 不被邪皇朝的天尊抢走 如果他依旧执意出手 怕是就连其他三人也都不会同意 毕竟在这个时候 若还是内斗 只能牵连所有人都失败 意识到这一点后 古天君眯起双眼 仔细的看了看白小春 他心底承认 白小春的这个手段的确是犀利 办上后 古天君冷哼一声没有继续出手 默认了白小春的言辞 也正是这个时候 林九 陈苏 以及司马云华也都松了口气 实际上 的确如古天君判断 如果此刻他出手 他们三人必定阻止 据我所知 谢皇朝的那些人 都已分散开寻找白道友 此刻我们不能分散 大家在一起 用最快的速度冲出去 不能停顿丝毫 没错 如此一来 我们就可出其不意 等他们汇聚在一起 我们早已冲出 事不迟疑 灵九等人 相互看了看 低声开口 古天君在一旁也点了点头 至于白小春 他此刻最为放松 闻一言赶紧赞同 就这样 五人在规划了路线后 同一时间爆发出全部修为 展现出最强的速度 轰鸣中 齐齐冲凑 五大天尊在一起形成的气势 就算是这诡异的村子 也都不敢在他们面前露出灵异的一幕 人有五人画作的长虹刹那破空 直奔出口 速度之快 一路破空 使得天地昏明 哪怕这样的变化会引起关注 可如今众人也顾不得这些了 想要将速度展现到极致 就必然有法力波动扩散 胡小姐 五人的速度也在这一刻展现出了差距 最快的正是古天君 其次是零九天尊与白小春 至于陈苏与司马云华则略慢了一些 天地震动 八方轰鸣街 五人距离出口已越来越近 可就在这时忽然的 远处有三道长虹直奔他们而来 正是元妖子 士林上人 以及公孙婉儿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一百六十一集 你敢动我好兄弟 元妖子三人 原本也没打算能遇到这么多人 他们三人被留在这里坚守出口 差距到远处有惊人的波动 这才到来 此刻 猛的就看到了白小淳 更是看到了白小淳 身边所有的圣皇朝天尊 如果换了广木在这里 或许还能强行上去阻拦 可元妖子修为不够 此刻 直接就一个机灵 倒吸口气 士林上人也是睁大了眼 呼吸木然急促起来 有心不去阻拦 可他心知肚明 白小淳出现了 其他几位又这么焦急 一旦让他们通过 而且自己这里毫发无损 怕是不但同道会埋怨自己 甚至邪皇也都会怒意无限 事关邪皇陛下赌约 绝不能让他们过去 士林上人实在无奈 只能咬牙低吼中 先把话说死 将血黄抬出后 元妖子心底咒骂 可也知道再无退路 此刻立即传音广木等人 眼睛也随之血丝弥漫 修为爆发 公孙婉儿也是叹了口气 他本不想与白小淳争夺 可如今立场不同 也只能修为三开 与士林上人一起 三人没有停顿 直奔顾天君等人阻拦而来 让开 顾天君咆哮了一声 掐绝戒 顿时七把飞剑凭空而出 胡小姐组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把惊天大戒 直奔三人而去 司马云华 灵九天尊 陈苏等人 也都一个个知道时间紧迫 纷纷的展开杀手戒 刹那戒 双方就直接轰击在了一起 轰轰之声 响彻天地 风云倒卷中 士林上人喷出鲜血 身体倒退 伤势之中 只见他气窍流血 身体都摇摇欲坠起来 仿佛气弱油丝一般 任何人去看 都能看出他的确是用心了 的确是无力回天 独目难以称天 至于圆妖子 他的伤势反倒不重 实在是绝大多数的神通 都被士林上人 抢着一样的拦住 可到了这个时候 若圆妖子 还不明白士林上人的想法 他就白火了 老狐狸 圆妖子 立刻就明白 这是士林上人 想要依靠重伤 来免去歇荒的责罚 实际上这个念头 也是圆妖子的想法 只不过他修为不如士林上人 被对方给抢先了 此刻倒退中 圆妖子也是喷出鲜血 但他对比士林上人后 心头叫苦 此刻惨叫中 右手抬起 竟主动的向着自己的胸口 狠狠的一拍 轰的一声 圆妖子胸口凹些 鲜血狂喷 整个人倒退回去 这一幕被士林上人看到 也都浮起了 都是老狐狸啊 士林上人哼了一声 赶紧摆出重伤的样子 至于公孙马一样的鲜血喷出 可还没等他去受太重的伤 白小春那里眼睛一荡 此刻也大吼一声 公孙马拿命来 白小春低吼一下 改变方向直奔公孙马 古天君等人眼看如此 没有停顿 继续的呼啸前行 公孙马一愣 白小春已经靠近 袖子一甩 顿时一片黑雾翻滚而出 他更是将一块主宰血肉 用极快的速度 趁人不注意 用黑雾遮盖 扔向了公孙马 公孙马眼睛睁大 一把接住后 他气息一致 毫不迟疑的赶紧收紧时 白小春惨叫一声 从黑雾内倒退出来 公孙马 我和你没玩 说着 他赶紧头也不回的追向了 古天君等人 白小春的动作 是灵上人与原妖子 引心思都在自己的伤势上 所以没有去过多注意 可古天君等人 哪怕有黑雾遮盖 但白小春的古怪举动 他们还是看出了断倪 此刻白小春全力追上来后 立刻就注意到 司马云华与灵九 那大有深意的目光 若是换了其他人 此刻难免有些尴尬 可白小春眨了眨眼后 干咳了一声 我看上他了 给了他一块猪仔肉 白小春 直接了当的这么一开口 古天君等人都愣了 齐齐的看向白小春后 一个个神色透着怪异 你厉害 灵九直接就笑了起来 也不知为何 白小春这么一开口 他反倒觉得白小春这个人 似乎很有趣 曾经的观感因处于对立 所以并不准确 就连陈苏也都笑着摇头 心底多少也都与灵九一样 哪怕古天君与司马云华 也稍微改观了很多 这鬼母天尊 可是一直没有道理啊 白天尊 祝你成功 司马云华咳嗽了一声 摸了摸自己的厨戴 感受着里面的猪仔肉 一样的笑了 那你就说错了 白小春一脸傲然 此刻急迟时 还不忘甩一下小笑 炮妞这种事情我擅长 不是祝我成功 是祝他成功才对 我这么优秀 这么有吸引力 我有时候 我自己都喜欢我自己 白小春怀疑一出 古天君等人立刻转头 纷纷沉默 结束了话题 实在是白小春的这句话 让他们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了 啊 你们不信 等出去的 我给你们看看我以前在通天大陆时 收到的那些情书太多了 足足十万多封啊 白小春眼看众人不语 兴致却提了起来 一路上不断的说着自己曾经的情感经历 听的就连古天君也都哭笑不得 心底对白小春的反感 不知不觉的居然少了一些 在白小春吹嘘台小节 很快的蜘蛛网的出口已经就在远处 可就在这时 他们的身后有怒吼传来 广木天尊等人也都拼了一切追击到了这里 虽还有一段距离 可古天君等人相当健身 此刻纷纷取出一些丹药 甚至灵九还给了白小春一礼 这是急速丹 吃下后 三席内可爆发出数倍最强速度 代价虽有 可如今已经无所谓了 灵九快速开口 直接一口吞下丹药 其他几个天尊也是如此 白小春目光一闪 凭着他对丹药的了解 立刻判断出此丹无毒 于是也一口吞下 不过他的举动落在灵九眼中却不一样 灵九不知道白小春对丹药的理解 已经到了只需拿在手中就可判断的程度 此刻在他的感受里 白小春这是对自己的信任 这种天尊之间的信任 让灵九内心也都出现了些许波动 他没多说 只是向着白小春点了点头 随着药效的散开 他的速度猛然爆发 白小春也立刻感受到了 丹药融化后 其内蕴含的霸道之力 全身好似要爆炸一般 火热无比的瞬间 他的速度也刹那的超越极限 五人化作长虹 比方才还要快了数倍的速度 轰鸣呼啸中直奔出口 甚至在那出口处 此刻圣皇与邪皇 也都目光炯炯的看了过来 圣皇的目中带着惊喜 邪皇的面色却无比阴沉 注意到邪皇的面色 广目等人已经红了眼 尤其是广目 他实在不甘心 居然取出了一枚黑色的玉解 猛的捏碎 随着玉解的捏碎 他的道种都受到了刺激 这是凭着毁去自己一部分道种为代价 换来了比急速丹更强烈的速度 模糊扭曲中 他整个人就好似走在了时空中 在白小春等人到了出口 就要冲出去的瞬间 广目天尊已经追到了众人的身后 咆哮中 他的右手猛的抬起 向着走在最后的司马云华一把抓去 他不是不想抓白小春 实在是白小春在司马云华前面 而且广目天尊知道 自己若是同时对付五个人 则面对的必然是五人联手回击 可现在他只针对一个人 其他四人瞬间就可冲出 按照他的理解与判断 回来救援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只是偏偏白小春这里 完全不按照广目的想法来 别人认为主宰肉最重要 可白小春已经拿到了好处 他此刻想的是有没有机会 卖个人情出去 眼看司马云华被广目神通大手笼罩 此刻的司马云华面色斗变 暗暗叫哭已经绝望 似心知肚明结果已定 更是明白 这一次不但失去了奖励 更是在被这么阻拦后 怕是丢人都丢到了邪皇朝去了 广目你 司马云华怒急猛的大吼 可他的吼声几乎刚刚传出 他的身边一个比他自己的声音 还要激烈咆哮的句号 如同风暴 逃天而出 广目 你敢动我的好兄弟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六十二集 尾巴呢 这吼声之大惊天动地 不但让广目天尊呆了一下 就连司马云华自身也都愣住了 实在是他耳边回荡的咆哮 不仅升阵八方更是撼动西神 最夸张的是这咆哮里的话语 使得司马云华自己都听起来很是陌生 甚至脑海里都不由自主的琢磨起 自己什么时候成为了对方的好兄弟 更不用说古天君等人了 哪怕此刻都在急迟 可还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大吼震动了一下西神 实际上 不仅仅是他们 就连出口外 正在密切关注此事的歇皇与圣皇 二人也都眼睛蒙得正大 甚至都有一种不可思议 活见鬼了的感觉 喊出这句话的正是白小春 主宰肉对他来说 已经几乎没了什么价值 而用这个没有价值的血肉 去换一些有价值的交情 这对白小春而言是稳赚不赔的 所以他之前才会将主宰肉分给了灵九等人 更是偷偷给了公孙瓦儿一大块 这一切都让他暗中得意 也感受到了众人怼他的改观 如今亲眼看到司马云华这里危险 反观司马云华 这一次不但会丢了到手的主宰肉 更是丢了颜面 大家知道虽不会有生命危险 可有些时候身为天尊 颜面也同样的至关重要 这一切都在白小春脑海里一闪而过 他就仿佛是大灰狼看到了小白羊一样 双眼冒光 抓住了这个机会 此刻咆哮中更是身体骤然倒退 右手抬起时被麦大戒直接就被他取出 当着司马云华一起向这广木抓来的大手狠狠的一展 当然他口中还不忘卖好 此刻急速狂吼 司马大哥你先走 这两句话 这番举动 这一次的出手 虽然显得浮夸 可从实际上看去 白小春没有半点动作上的虚伪 他的的确确是不顾自己的安慰来帮助司马云华 也的的确确确是拼了权力来帮助司马云华去阻挡 这一幕幕 哪怕心中一响阴沉的司马云华也都罕见的动容 心中竟生起了一种对他而言很是陌生的感动 白老弟 司马云华的心情无法形容 在这注定要丢颜面的情况下 在这必然没有人来救援的行事中 白小春的出现就好似雪中送炭一般 让司马云华心神震产 这一切说来话长 实际上就是瞬间发生 根本就容不得白小春与司马云华过多感慨与言辞 刹那间 二人就先后出手 各自爆发出了最强的杀手锏 对抗广睦天尊 轰鸣巨响 瞬间滔天而起 撼动八方 余音更是如风暴一般扩散开来 司马云华虽修为不如广睦 可也是老资格的天尊 此番更是豁出一切出手自然犀利 而白小春不但是天尊中期更由世界之宝一剪落下 蓝光惊天 与司马云华一起竟逆转了广睦这法狂的一击 在那好似要毁天灭地的昏明中 司马云华因承受了大半手当其冲狂喷鲜血 胸口更是凹陷下去 可就在他要危机时白小春以剑阻挡斩灭于波的同时 左手更是抬起一把抓住司马云华的肩膀 向后猛的一拽哄的一声 二人直接掀开阴宝 周然后退 司马云华心中感动 尤其是想到之前自己针对白小春的那一幕幕 他首次的感觉有些羞愧 此刻目中感激的同时 被二人破了神通的广睦 整个人已然怒急 白小春 你找死 广睦 眼看到手的肥肉 就这么的被白小春搅黄了 心中憋屈一下 眼睛赤红一片 竟狠狠的一拍胸口 不惜自己的道中再次受损 全身修为肆意爆发 速度竟再次提高 双手抬起 这一次他的目标竟不是司马云华 而是白小春 那就看看有没有人来救你 可就在广木出手的瞬间 司马云华狠狠咬牙 默然出手 他还做不到 前一刻刚被白小春救下 下一瞬 就立刻将对方卖掉之事 若是此地 就他们二人还好 可如今这么多人看着 他司马云华还是要脸的 与此同时 灵九天尊与陈苏 也都在迟疑后 疏然转身 一方面 他们若不出手 一旦白小春与司马云华被阻拦 圣皇将一切看在眼中 事后 难免心中有怒 另外 若到了这个时候 还不去救 怕是司马云华那里 也都心中有怨了 古天君也痴疑了一下 暗叹一声 与陈苏 以及灵九几乎同时转身 三人瞬间出手 刹那 就与白小春 以及司马云华的反击 融合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片滔天的树法风暴 镇压广木天尊 怎么会这样 广木天尊倒吸口气 他了解这些圣皇朝的天尊 知道他们若没有各自的利益 或许还会联手 可在各自的利益下 是不可能联手的 但如今眼前的一幕 却是超出了他的判断 面对五大天尊的出手 强悍如广木也都无法阻挡 轰鸣中 广木天尊喷出鲜血 身体都差点崩溃 倒退开来 没有了广木的阻拦 白小春立刻抓着司马云华 急速返回 在邪黄与圣皇也都匪夷所思的目光下 五人分成前后 在阵阵呼叫声中 全部冲出了蜘蛛网的窟窿 出现在了出口之外 到了这里 就算是古天君也都松了口气 司马云华目中带着感激 向着白小春神神一拜 他没有多说什么 可目中的感动 已经代表了这个人情 他司马云华记住了 白小春内心得意 可表面上却不露丝毫 反倒是嘘寒问暖 还与灵九等人低声言语 至于邪黄与圣皇 一个面容阴沉似铁 一个神色不可捉摸 可却都没开口 不多时 窟窿内的广木天尊也捂着胸口 面色毁暗到了极致 从其内走了出来 随后则是一样伤势极重的士灵上人 与元妖子等人 很快的 绝帝天尊 通天道人 公孙晚尔等 所有邪黄朝的天尊都一一走出 眼看邪黄朝的天尊中少了老玉 邪黄目光一明 直至广木天尊将老玉的道种取出后 邪黄的面色更是黑的可怖了 至于圣皇 此刻却开怀大笑起来 好了 诸位天尊辛苦 还请将你们的收获拿出 本皇之前说了 只要参与都有功劳 圣皇强忍着激动 目中带着期待 看向古天君等人 古天君倾咳了一声 心中也很振奋 脉步走出后 袖子一甩 取出了几块猪崽肉 放在了一旁 与此同时 陈苏 陵九天尊 与司马云华也都纷纷上前 白小春眼看这样 也赶紧走了过来 同样把厨带内的猪崽肉取出 或许是为了恶心一下 邪皇朝的天尊 古天君与林九天尊 居然将这些残肢肉块 拼凑了一下 白小春内心一跳 但却无法阻止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一个大蜥蜴的身体 被飞快的拼凑出来 这一幕让圣皇眼睛都亮了 邪皇那边目中都透出了杀迹 可拼着拼着 众人神色都古怪起来 实在是无论怎么拼 这大蜥蜴都少了半条腿 与一条尾巴的样子 好在公孙婉儿那边 此刻脸色微红 在四周邪皇朝天尊的憋屈下 他慢慢走出 在身边同伴的恶然中 从厨带里取出了半条腿 放在了一旁 邪皇这才面色好看一些 看向公孙婉儿时 也都有了赞赏之意 只是 就算加上公孙婉儿拿出的那半条腿 这大蜥蜴还是少了一条尾巴 瞬间 不管是邪皇朝的天尊 还是圣皇朝的天尊 都齐齐转头 目光看向白小春 这难得的齐刷刷的一幕 让邪皇与圣皇也都跟着愣了一下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六十三集 我吃了 做人千万不要炫耀啊 古天君他们几个太过分了 干嘛非要拼凑起来啊 白小春心虚 无奈的叹了口气 只是皱目睽睽之下 他也觉得有些尴尬 尤其是无论邪皇朝还是圣皇朝 这些天尊目中的深意 让白小春忍不住干咳一声 是啊 是好像是少了一条尾巴 白小春说着 猛得一拍额头 装出一副恍惚的样子 哎 我想起来了 你看我这记性啊 我忘了我这还有条尾巴 白小春说着 赶紧从厨袋里拿出大蜥蜴的尾巴放了过去 你们别这么看我了 我是真的忘了 白小春眨了眨眼很是无辜 古天君瞪了白小春一下 这才收回目光 至于司马云华 因有之前的人情 此刻只能摇头苦笑 陈苏宇灵九也是半上说不出什么 邪皇朝的那些天尊也大都如此 心中对白小春早已恨之入骨 唯独公孙婉儿神色虽冰冷可心中已在笑了 眼看这场赌斗与争夺就要结束 可就在这时圣皇目光在那大蜥蜴身上一扫后 又看了看白小春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情 通天王 你不觉得这条大蜥蜴的尾巴不应该这么短吗 圣皇话语一出 四周天尊也都立刻看了过去 之前他们没太去注意 此刻留意后这么一看 发现这大蜥蜴的尾巴的的确确 似乎与其身体有些不大协调的样子 仿佛是少了一截 这圣皇眼睛也太毒辣了 白小春心底在嘀咕 可表面上再次露出恍惚的神情 仔细的看了看后 他猛的一拍脑袋 哎呀 你说我这记性真是太差了 对对对对对 是少了一截 白小春说着 又从除袋里拿出一截 放在了旁边 没了 这一次是真的没了 白小春 眼看圣皇目光完美 脸盲一脸真诚的开口 他这连续两次的行为 顿时就让四周所有天尊 好似第一次认识白小春一样 一个个心神威震 实在是白小春这偷藏的举动 让人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尤其是 就算是白小春补了一截尾巴过去 这大蜥蜴的尾巴 还是能看出少了一块的样子 于是这些天尊看了看大蜥蜴 又看向白小春 圣皇这一次没有说话 但表情依旧是似笑非笑 不过目中已有不善盯着白小春 真没了 白小春连忙开口 他这一次没说谎 除袋内的的确确没有主宰肉了 在白小春开口时 邪皇那边眼看如此一幕 嘴角露出一抹轻蔑之意 右手突然抬起 恰觉一指 顿时一道黑光 从其手中木然飞出 直奔大蜥蜴的那些碎肉 这黑光似具备某种奇异之力 竟在融入大蜥蜴的身体后 这大蜥蜴所有的碎肉猛的蠕动起来 瞬间 竟彼此融合在一起 化作了一只好似浑然天成的大蜥蜴 只不过在融合之后 其尾巴的位置 却明显的露出少了一块的模样 这要比方才看起来还要清晰明了 瞬间 所有天尊 两大太古都看向了白小春 白小春心底发毛 内心叫苦的同时 也想起了这少去的一块 是给了气灵 此刻被这么对峙 白小春唏嘘 可他一想 自己冒着生死危险 帮助圣皇弄到这么多主宰血肉 就算是少了一块 想必也说不出什么 于其藏着掖着 不如大大方方 白小春想到这里 深吸口气果断开口 吃了 这少去的一块被我吃了 白小春眼不眨一下 声音回荡在四方 这主宰血肉毕竟是好东西 我抢到手后 也想研究研究 可我没成功 于是就吃了一块 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效果 可惜这玩意太难吃 一点效果也没有 白小春一摆手 心底按道 这太古太小气了 多大点事啊 不就是少了一块吗 随着白小春话语传出 听到他这么痛快的承认 四周天尊 纷纷目光闪斗 实在是白小春这个说法 很是圆满 毕竟 他们天尊 唯太古争夺主宰肉 吃一块 也的确没什么大不了 如果是白小春继续隐藏 他们或许还有其他心思 可如今白小春如此坦白 就算是圣皇也都无法继续追究 可却狠狠的瞪了一眼 圣皇心底嘀咕了几句 这家伙怎么没吃死 我居然敢吃竹崽肉 没再理会白小春 而是与蝎皇看了看后 二人传音一番 这一次圣皇占据主动 蝎皇那边不得不吃了个暗亏 不过二人有约在先 此刻哪怕蝎皇输了 他也依旧驱走了两层多的血肉 临走前他冷冷的看了白小春 袖子一甩当先离去 广木天尊等人也都如此 他们心底对白小春已经是恨之入骨 纷纷带着杀鸡飞走 只有公孙娃这里看向白小春时 目中多了一丝微不可查的流彩 主宰分身之事 至此算是告一段落 包括白小春在内的所有天尊都立下大功 被圣皇赏赐了天尊丹 随着众人的离去 白小春也趁着如今北部数州都空旷的阶段 将北脉大舰中的子民去除 不但恢复了云海州 更是借助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大范围的扩张 在几个月的时间 就一股作气的将北部五个州全部拿下 速度之快 动作之迅猛 就算是邪皇那边也都无法阻止 毕竟 这一次对于邪皇朝而言 一个天尊的陨落 不说元气大伤可也动了根骨 尤其是白小春如今势头正足 除非派广木来作证 否则的话 其他人来了这里 怕是也对白小春无可奈何 最重要的是如今的第二仙域北部 几乎都成为了尘埃 所有人都差不多死绝了 这样的区域对于邪皇朝而言已经没有了意义 同样的烦恼也在圣皇心中生气 不过好在主宰血肉分散了圣皇的心神 他此刻沉浸在研究主宰血肉上面 倒也没工夫理会白小春 而在这第二仙域 白小春与灵九天尊的关系也因之前的事情缓和了太多 对于白小春的做法 灵九天尊也就默认了 没去参与 就这样 使得白小春在几个月内 不说统一了整个第二仙域北部 也相差无几 虽这里尘埃无数 可云海州的子民都在 修复与重建也在不断进行 与此同时 白小春的名气也随着这一战 渐渐的更大范围的传开 尤其是对于其实力的判断 也在无数人的心中从此不一样了 听说了吗 那同天王之前在第二仙域 与众多天尊中毒抢斗了至宝 抢斗至宝也就罢了 他竟在十多位天尊的追杀下 生生躲了十多天 没有被人察觉踪迹 归来后更是雄才大略般 立刻化解了圣皇朝天尊的怨气 众人同心 直接就冲破出口 获得了天尊丹的赏赐 不一般 诸如此类的声音 在这永恒仙语内渐渐扩散 但凡是通天世界之人在听到后 纷纷的内心激昂不已 与此同时 宋军晚那边 在铁袋的保护下 也渐渐的联系上了 灵溪老祖与李清侯等人 在白小淳 于那蜘蛛网内争夺主宰血肉时 他们也终于相聚在了一起 一切都似乎向着好的方向前行时 在云海州的白小淳 忽然的接到了一封 从圣皇城内传来的圣旨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1164集 圣皇朝大使 圣旨的内容只有一句话 任命白小淳以通天王的身份 成为圣皇朝在邪皇城的驻扎大使 准确的说 从这圣旨到手的那一刻 他在第二仙域的北部之王身份 虽还是被保留 可却无形的消去 作为大使前往邪皇城 两大皇朝都各有大使 在对方的皇城内 一般来说 大使这个职位都是老资格的半神担任 可也有一些例外的时候 需天尊担任 之前在邪皇朝的大使 正是司马云华 只不过 平日里 他去往邪皇城的时间不多 一半都留在圣皇城内 可如今 随着 司马云华之前 与广木天尊一战中的伤势 不管他是否愿意 都被圣皇借这个机会 将其职务卸下 放在了白小春这里 实际上 这正是圣皇始终准备的一个念头 自从云海州崛起后 对于圣皇而言 这个云海州就是一个宝地 而白小春的存在 让他很是头痛 偏偏白小春的身份又特殊 想要在所有通天世界修士的心中树立起大义的圣皇 不允许身上背负一些骂名与巫蝶 那么自然而然的 将白小春调走 送去邪皇朝 借刀杀人也好 让白小春短暂离开也罢 都完全符合圣皇的想法 尤其是这一次白小春立下了功劳 更是与其他几个天尊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私交 这就让圣皇警惕的同时下定了决心 这圣旨没有威胁 只是任命的同时 给了白小春一个去上任的期限 可透过圣旨 白小春仿佛看到了圣皇那带着虚伪与冷漠的目光 这分明就是在威胁 如果我不遵从 怕是还会有更多的手段一一出现 白小春拿着圣旨叹了口气 将大天尸与巨鬼王等人招来 将圣旨给了他们 这圣皇欺人太甚了 小春你之前还为他立下大功 可这才几个月他就如此对你 巨鬼王顿时就怒了 白小春也愁眉苦脸 他知道 邪皇城很危险 这危险不是来自明楚 而是暗中的羁绊与阴谋 尤其是之前主宰分身的事情 白小春琢磨着 自己是将邪皇朝所有强者 都几乎得罪了一个辩了 不过 这邪皇城 若谨慎一些 倒也并非龙潭虎穴 白小春深吸口气 他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实在是圣皇的无声威胁 让他明白 若是拒绝的话 怕是这刚刚重检中的云海州 就要面临来自圣皇的打压 就算是小春你真的去了 难道这圣皇就不会对云海州动手了吗 巨鬼王看出了白小春的迟疑 在一旁冷哼道 或许这是一个机会 拿着圣旨 仔细看了许久 始终没有说话的大天师 忽然抬头开口 他话语一出 巨鬼王与白小春都看了过去 白小春更是目中露出期待 实在是大天师的心机之身 白小春可是感受极深 知道这家伙比修炼了几千年的老狐狸还要教化 首先第一点 去邪皇城看似危险 可实际上并非如此 天尊身为圣皇朝大使 这样的身份被整个圣皇朝众生关注 一旦出了问题 那么就是两大皇朝之间的战争与大事 所以某种程度上说 这个身份也就使得 歇皇朝的那些人本身就有所记得 其次就是好处 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点 而且流落在邪皇朝的通天世界之人 在数量上要超出圣皇朝 毕竟 邪皇朝的范围太大 若天尊去了那里 或许可以参与进去 将那些人带回 还有 最后 圣皇朝内在种种遏制下 看似未来美好 可实际上 已没有太大的潜力 若天尊能在邪皇朝内开创一片天地 则一切不同 最后 此刻摆在天尊面前的 已别无选择 若决定不去 我们索性就不要留在云海州了 不如投奔邪皇朝 若是选择去 老夫坚以天尊修书一封 向圣皇索要一个承诺 至少给云海州十年的时间 自主完全发展 大铁师深吸口气 说完后 向着白小春一拜 等待白小春的选择 巨鬼王在一旁 也沉默了 白小春看了看二人 又看了看圣旨 心底也叹了口气 他觉得 自从到了永恒先遇后 自己就不如在通天世界时那么的自由 身上的压力大了 羁绊也多了 做任何事情也都很难如曾经那样 可以任意抉择 此刻他沉引少情后 目中有了血丝 横凉一番 狠狠咬牙 取出传疑欲解 直接就向着圣皇 传递出了自己的条件 如今的他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格能与太古谈一些要求 没过多久 圣皇那边就传来了肯定的答案 彼此之间到了这个时候也不需要相互虚伪了 圣皇直接要求白小春离开云海州十年 十年内他不动云海州 十年后云海州重新归圣皇朝 十年在谢皇朝拼出另一片天地吗 白小春深吸口气 下定决心后选择去上任 成为大使 数日后 白小春离开的时候 只告诉了大天师等数人 没有大张旗鼓 在黄昏时默然离去 以他的身份 不需要横渡永恒海 而是去了零九天尊所在的 第二仙玉首府 在这里 他与零九天尊叙旧一番 当知道白小春的任命后 零九天尊欲言又止 嘴中摇了摇头 白道友 我可以给你一个保证 不管圣皇如何做 我对我来说 云海舟给你 这是我们的约定 零九与圣皇之间 已有一些间隙 此刻 对于圣皇的任命 更有一些不满 对他来说 白小春在第二仙玉的这段时间 除了一开始二人有矛盾外 其他的时候都相安无事 而且两个天尊都在一个仙玉 这也使得第二仙玉有了极强的震慑力 对于零九天尊的保证 白小春心中感动 拜谢后走上这第二仙玉首府的传送阵 随着阵法的开启 随着轰鸣之声的回荡 当白小春的身影消失 再次出现时 已不是在圣皇朝的领土内 再了 邪皇朝的第二仙玉 也就是邪皇城所在仙玉的皇城之外 邪皇城的四周 有五座高耸的天山 这五座天山上 每一座都有阵法 连通五大仙玉的同时 也使得整个永恒仙玉 在邪皇朝中 编的不再是那么的浩瀚磅礴 同样的阵法 在圣皇城四周也有 只不过这样的阵法 平日里几乎从不开启 而且每一次开启 若是目标的在对方的领域内 则需双方同时打开 才可传送 白小春此番成为大使的任命 也第一时间传递到了邪皇朝中 这才使得他能通过传送阵到来 此刻出现时 白小春看到的 就是在这阵法四周 十多个身为白小春副手的 圣皇朝修士 这些人中半身有两位 其他都是天人 在看到白小春后 众人齐齐抱拳 立刻拜见 见过通天王 白小春深吸口气 没有说话 他站在这天山顶的阵法中心 感受着四周传来的寒风 抬头望着漫天的紫色云层 还有那云层中 视而划过的闪电 这里的一切都与圣皇城不一样 充满了森染 充满了压抑 更有嗜血之意 似随着云层透出 扩散整个天地 而在那紫色的云层下方 在武座天山的中心 那里有一处盆地 盆地中 有一根巨大 足以能支撑苍穹的长毛 笔直的毅力 这长毛足有百丈粗细 在白小春这个方向看去 如同巨人的法宝 充满了一股说不出的震慑力 尤其是在这长毛上盘着一条 似乎比这长毛还要磅礴的骨龙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集 谁怕谁呀 长毛半截刺入大地 半截似支撑天空 深入紫色的云层内 看起来惊天动地 至于盘在长毛上的骨龙 更是猙獰无比 哪怕只剩下了骨头 也都充满了强烈的杀气 一段段连在一起的骸骨 并非紧贴着长毛 而是悬出不少 这就更显其气势 只是远远地看一眼 就算白小春身为天尊 也都感觉凶悍之意扑面而来 而整个蝎黄巢 就是建立在这巨大的骨龙的骨头上 密密麻麻的建筑 盘绕而上 直至在那龙头的位置 赫然就是邪黄城的皇宫所在 这皇宫的高空 四周弥漫紫色的云层 更有大量闪电视而划过 岂是惊天动地的同时 也有一股明显 与盛皇城不一样的疯狂 使得每一个看到此城之人 都能清晰感受 几乎就在白小春看向皇宫的瞬间 那皇宫内有一抹强悍的神石猛的散开 这神石蕴含了霸道 更有一股似乎从本质上就超越了一切的天尊的意志 白小春双目一痛 呼吸微微急促 眯起双眼慢慢收回目光 他立刻就明白 刚才那意志正是邪黄 这就是邪黄者 白小春心身震动 站在天上阵法中 目光落在了阵法外 跪在那里 拜见了十多个修士身上 在这十多人的身后 有两个邪黄城的半神 客气的站在那里 可目中深处的高高在上之意很是强烈 此刻 注意到白小春的目光后 这两个半神向着白小春一拜 白天尊 请 初来乍道 白小春心情不是很美好 这两个半神的态度还算是攻击 白小春目光扫过 看出了他们心中的高高在上 可也一样看出 这二人对自己存在的敬畏之意 与他们比较 那十多个跪拜在那里的圣皇朝修士 则是惶惶不安 白小春略一沉移向前走出 直至走出阵法后 他右手一挥 都起来吧 圣皇朝那十多个修士 纷纷的松了口气 赶紧起身 实在是 他们原本是司马云华的首相 可如今突然换了大使 来的又是那位 如今正声名赫赫的通天王白小春 他们的心中也有忐忑 不知白小春这里的脾气如何 既然司马云华没有提前和我打招呼 也就说明这些人 他也并非在意 白小春看了看这些起身的修士 里面无论是本神还是天人 在精气神上都明显的萎靡不少 不过也能想象 身为圣皇朝的修士 在这邪皇城内自然实可惶恐 毕竟一旦两大皇朝出了矛盾 怕是他们就要是 首先被拿来忌气的血食了 白小春摇了摇头 一路没有说话 随着前方两位邪皇朝的半神修士 下了天山 渐渐的靠近邪皇城 随着靠近 白小春也感受到这磅礴的邪皇城内 有了远远超出圣皇城的人口 直至进入邪皇城内 顿时就有五六道神石 从这邪皇城中散出 横扫八方后 直接就锁定在了白小春这里 白小春脚步微短 沉吟之后 神石同样散开 轰鸣中 在这邪皇城的天空上 就与那树道神石产生了碰撞 这碰撞外人看不出来 可对于白小春而言 确实激烈无比 其他几道神石 正是这邪皇城的天尊 不过白小春的身份摆在那里 身为圣皇朝大使 他知道自己只要不犯错误 外人想要动自己 也绝非那么简单 果然 他与其他几个天尊的神石 只是碰撞了几下 对方就冷横中散去 当白小春收回神石时 他抬起脚步 在那两个隐隐有所察觉的半神 心神不宁中继续走出 一路上白小春速度不快 他看着街头 看着邪皇城的人群 心头慢慢复杂 这里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地方 可偏偏的 在这陌生的区域里 他感受到了通天世界修饰的气息 甚至在这邪皇城中 这样的气息还不少 而且明显都是微弱的 可以想象在这城池内 一定被关押着太多通天世界之人 但他却无法救下 毕竟在这邪皇朝中 对于通天世界的态度 是以奴役为主 而白小春的修为 还无法支撑他去无视规则 重新建立属于自己的规则的程度 拜上之后 白小春轻叹了一声 加快了步伐 来到了圣皇朝 在邪皇城的大使馆 这大使馆 修建在古龙的上半截身躯的基谷上 足有五层阁楼 四周更有院子 看起来很是气派的同时 周围也存在了阵法的波动 这阵法明显强害于四周 白小春粗略一扫 看出此阵就算是天尊想要轰开 也需要一些时间 这才心中安稳了一些 至于那些大使馆的修士 也在回来后一个个似松懈了不少 这里都需要本尊做些什么 进入大使馆 当那两位邪皇朝的半神修士离去后 白小春坐在大使馆的大殿里 望着站在下方的那些手下缓缓开口 天尊大人 平时不需要您做什么 只有当两朝有了争执时 您需要第一时间出面 还有就是 您要做好被邪皇召见的准备 按照道理 新上任的大使都会被邪皇召见 另外在这里 还请天尊一切小心谨慎 此地毕竟是邪皇城 那十多个修士 不知白小春性格 此刻也不敢隐瞒 一无一失的 将他们所知道的都说了出来 白小春忽然问道 此地都有什么样的危险 听到白小春的话语 那十多个修士相互看了看 沉吟之后 当手的半神修士 硬着头皮上前抱拳开口 大人 首先是要符合邪皇朝的绿丽与习俗 然后就是 小心一些刁难 这修士说的隐晦 可白小春目光一闪 已经明雾 又与众人交谈了片刻 知道了很多事情后 白小春让这十多人离去 独自坐在大殿内 眯起双眼 怕是 难免会有一些针对我的刁难 白小春揉了揉额头 他觉得 如果自己修为足够 也就可以不用为这些事情发愁了 白小春正发愁时 忽然一拍脑袋 不对啊 似乎我以前到了什么地方 都是别人发愁啊 按照我以往的经历 似乎我每一次到了新的地方 刚开始都是局面一般 可慢慢的不知怎么的 就会出现逆转 白小春想到这里 顿时觉得自己之前想歪了 一想到那么多次的敲锣打鼓 白小春眨了眨眼 心里忽然安慰了不少 不 邪黄也是傻 圣黄说让我成为大使 他居然也同意让我来 要知道曾经有不少人说过 若给我足够的条件 我能把这个世界都崩了的 白小春给自己壮胆般的喃喃低语 这么一想 他心头的压抑也都消散了大半 反倒是觉得邪黄挺可怜的 此刻外面天色已晚 白小春思索之后 也觉得精神好了许多 在这大使馆内转了转 找到了一处专门修炼的密室 进去后盘膝坐下 还是先去残善看看 关卡还是要继续啊 若能早一天到一百关 收获的奖品也能让我修炼更快 白小春想到这里 闭上双眼时身体模糊消散 出现时移在了熟悉的残善上 先是向着四周喊了几句观察一番 确定那小气铃似乎沉睡后 白小春赶紧的飞速直奔关卡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六十六集 战关卡 一路用最快的速度闯关 白小春生怕那小气铃苏醒后的捣乱 此刻抓紧速度横冲直撞 好在他的肉身与之前已截然不同 无论是强悍的程度还是恢复 吸收了主宰血肉精华 已经突飞猛迹 此刻竟一路高个板 直接闯到了六十八管 着地六十八 白小春刚一进去 就立刻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危压 这危压内甚至带着一股危机感 凭着白小春的直觉 他在出现后瞬间就到退 神识更是急速的散开 昏明中他的神识已覆盖八方 将这四周的一切环境都映入脑海 这是一个奇怪的世界 没有天空没有大地 四周竟好似星空般虚无一片 唯独在中间有一个巨大的石台 在这石台上方树立着一宗高大的木偶 这木偶足有百丈之高 看起来如一个巨大的圆球 上面画着面孔与五官似乎在笑 不知为何 白小春总是感觉这里环绕着一股诡异的气息 他私下看了看后 目光锁定在了那巨大的木偶身上 几乎在白小春看去的瞬间 忽然的 这木偶竟猛的睁开眼 目中露出一抹幽芒 身体竟从石台上一跃而起 直奔白小春轰鸣而来 看一眼就冲过来啊 白小春一惊 身体立刻退后 可那木偶的速度太快 几乎刹那就到了白小春进前 眼看无法闪躲 白小春也深吸口气 想到自己如今肉身之力大增 于是目中露出果断 右手握拳直接一拳轰了过去 这一拳看似寻常 但以如今白小春的战力 这一拳足以让天尊出气的强者也都喷血倒退 不说死亡吧 可也必然会受伤 轰鸣之声刹那滔天 那巨大的木偶看似很强 可竟在白小春的一拳下 仿佛不开一击 居然轰的一下 直接就崩溃爆开 只是 这崩溃爆开的反阵之力 竟远远超出这木偶本身的战力 威力磅礴惊天动地 横扫四周的同时 白小春只觉得好似有一头凶手 向着自己迎面撞来 轰轰撞 他身体倒退数十张 呼吸微微急促了一些 这么强的反正 白小春心惊失 突然的 从那木偶崩溃的地方 居然有一股比之前更强的气息 轰然爆发 在这爆发下 白小春短时看到那木偶虽崩溃可爆开的只是其外表 在其内部 竟赫然还有一句 竟赫然还有一句略小的木偶 这木偶的气息比之前要强太多 此刻 沐然冲出 直奔白小春而来 看其气势 似对于闯关者 不失败 绝不罢休的样子 白小春眉头微皱 身体一晃 这一次 他不退反进 再与那木偶临近的刹那 依旧是一拳 只不过这一拳落下后 他身体没有半点迟疑 猛的后退 可他的退后虽快 但这木偶的反阵 却是更快 这木偶依旧是不堪一击 可其崩溃的反阵 刹那间就覆盖八方 轰鸣中 强悍如白小春也都体内气血翻滚 尤其是这崩溃的木偶身上 居然再次散发出 比之前还要强悍的气息时 注意到了里面 居然还有一个木偶后 白小春眼睛都睁大了 有完没完 白小春心头一惊 此刻也意识到了要度过这一关 就必须要将这个木偶彻底打爆 使得里面一层层的木偶 全部都碎裂才可 这一关太诡异了 若是气灵在的话 自我必然危险啊 白小春想到这里 心头一惊 神神猛的散开四周 试图寻找 应该是没苏醒啊 不过按照时间去判断 那气灵怕是苏醒在即 白小春如今对于这残善的权限 已经不小 能初步的推延气灵的存在 此刻他心底焦急 知道不能耽搁 要么就是现在立刻离去 甘愿失败 要么就是一股作气 用最快的时间轰杀此官 如果换了白小春在云海州的时候 他或许会选择前者 可如今在这邪黄城内 白小春知道身处危机之中 能早一步闯关获得奖励 自己的修为也能精进一些 同时早一些闯过所有关卡 成为这残善真正的主人 也对白小春在歇黄城站稳脚跟 有很大的帮助 最起码在白小春的期待中 他是希望拥有了这残善后 自己具备能与太古一战的资格 哪怕只是勉强一战也都足矣 你妹妹的我再试一试不行就撤 白小春笃性不大 此刻咬牙中身体轰的一声直奔木偶飞去 刹那间双方碰触到了一起 轰鸣中这木偶再次崩溃 可反阵之力比之前更强 白小春低吼中也不去浪费时间避开了 他也明白想要避开这反阵难度太大 这一关考验的就是这种反阵之力的伤害程度 随着嘴角溢出鲜血 白小春不死卷的恢复之力全面展开 上市刹那恢复的同时 他眼睛微红 向着崩溃中的木偶再次杀去 几乎在白小春杀去的刹那 随着木偶碎片的四散 一尊再小了一些的木偶又一次出现 就这样周而复始 白小春一连轰出了十拳 每一拳都可崩溃木偶 可每一次崩溃后的反阵 随着一波波越来越强悍到了最后 白小春哪怕有不死卷的恢复 也都快要承受不住了 以我的恢复力 怕是就算天尊后期在这里 也最多就承受到这种程度了 这一关难道需要天尊大圆满才能过吗 白小春不相信仅仅是六十八管就有如此难度 此刻再次轰全石随着木偶崩溃 随着反阵让他喷出鲜血 终于那崩溃的木偶内再次出现新的木偶 明显与之前不一样 这赫然是一具只有巴掌大小 通体金色的木偶 在出现后一股天尊中气的气息滔天爆发 速度之快刚是超乎想象 刹那小事 出现是赫然在了白小春的胸口 甚至还没等白小春反应过来 他的身体就轰的一声被直接轰出了数百丈外 白小春口中喷出鲜血 刚刚站稳身体就再次被金光轰击 一连数次后白小春彻底的暴怒了 气人太甚 白小春眼睛赤红 这种明明与自己一样修为 可自己却只能挨打 只因速度不如对方的事情 他还是首次遇到 此刻眼看金光在闪 白小春忽然深吸口气 他的全身皮肤竟在这一刹那 直接成为了血色 更有血物从其体内扩散出来 一瞬间白小春的身影 竟好似成为了雾气的一部分 神杀雾气内 露出白小春带着森冷的双眼 传出了似乎带着血腥味的声音 神杀之法轴然降临 轰鸣中 那金光在靠近血雾的一瞬 雾气猛的散开 速度之快 首次让那金光直接扑空 眨眼的功夫 在这片世界里 血光与金光木然交错 彼此在这速度上 已经都爆发到了极致一半 轰轰之声 不断的回荡中 终于那金光一顿之后 被血雾瞬间包围 轰轰之声 在雾气内回荡的同时 一股超越之前 太多太多的反阵之力 也随之疯狂的爆开 随着巨响惊天动地 这血雾也都在这反阵中彻底溃散 环绕在了四周虚雾内 直至过去了十多夕的时间 当此地一切都平静后 这些雾气才缓缓的重新凝聚在一起 露出了面色煞白的白小春的身影 刚一出现 白小春就哇的一声鲜血狂喷 呼吸急促中身体模糊 离开了这第六十八关 这一关 他虽成功闯过 可伤势之中 让白小春明白之后的关卡 怕是每一关都将艰难无比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六十七集 重逢 休息许久 白小春才恢复了大半 想起这第七十八关的难度 白小春也心中有些叹息 能感受到越来越难了 好在这一次没遇到那个小七零 否则的话 怕是就真的要绝了一切希望 以后更要谨慎啊 要和那小七零斗智斗勇 绝不能给他机会 白小春感慨中 没敢继续闯下去 而是选择了回归 白小春离去不久 残闪上七零苏醒 再醒来后 当他发现白小春居然闯到了近八十关时 小七零多人十九抓狂了 他知道 当初树叶的那一关 他为了让白小春失败 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使得后面的关卡难度减少 只是这个减少也只是相对而言 在他的判断里 就算是再减少了难度 白小春也不至于这么快 就闯到这里才对 不行 我要重新挑战一下 该死的 大不了老子把最终极的第一百关抽空了 也要阻止这该死的白小春 七零有些疯狂了 他很担心 这么下去 就算是那终极一百关 也会被白小春用各种自己想不到的办法去度过 此刻索性抽空第一百关 换来前面关卡的难度恢复 与此同时 重新回到了协黄城的大使馆后 白小春从密室内睁开眼 低头一拍出无态 取出了一个蓝色的丹瓶 这丹瓶内没有丹药 而是药业一共九滴 这正是第七十八关的奖励 每一滴都堪比现丹 甚至某种程度上有所超越 正适合天尊中期使用 望着丹瓶 白小春觉得 第七十八关虽艰难 可收获也是不小 他身为药道大师 自然看出这药液的非同寻常 虽然炼制的方法 白小春不知晓 可他还是分辨出了一小部分 组成药液的材料 任何一种 对于永恒仙玉而言 都紧乎失传 属于传说中的仙草 只有玲珑角这一味天才地宝 是永恒仙玉所拥有的 不过价格之高 白小春之前在圣皇城市曾看到过 那价格 哪怕老资格的天尊想要拿下 也都会心痛许久 白小春深吸口气 直了 将丹瓶放在嘴边 没有多吃 而是吸了一滴 这一滴药液进入口中 顿时融化 随之则是一股火焰轰然结 在白小春体内爆发 扩散全身 他的呼吸加快 体内修为在这一刻 也都强烈地活跃起来 不断地加速游走中 将那一滴药液内蕴含的养分 吸收到全身每一寸经脉中 随着白小春的修裂 时间慢慢流逝 因推延出气灵苏醒 白小春在这段日子放弃了进入残善创官 每天都沉浸在修行中 争取让自己的修为慢慢提高 实际上 那九滴药液的作用 还要超出白小春的想象 当他将九滴药液都吸收后 修为竟增进了不少 虽距离天尊后期还有一些距离 也已不再是刚进入天尊中期式的样子了 这还是白小春没有服用天尊丹 这天尊丹他已列灵 准备在最后突破时服用 增加突破的几率 这种进步若是被人知晓 必定骇然 觉得不可思议 毕竟 永恒仙玉的天尊只有十二个 这里面除了白小春外 其他等人都是依靠岁域与各种造化 才可让自身修为提高 只有白小春这里才能做到提高的如此神速 毕竟他所拥有的 可是曾经的一位惊天动地的主宰 所创造出的传承之宝 拥有此宝 才使得白小春的修炼突飞猛进 几乎没有停止的时候 就在白小春想要继续修炼时 这一天有一位故人来访 故人称是张大胖 实际上白小春在来到邪黄城后 就曾向麾下之人打听过张大胖 直到张大胖在邪黄城内 地位很是不同 只是仅其外出还没有回来 如今两个月过去了 张大胖在回来后 知晓了白小春的到来 他激动中第一时间就来到了大使馆 当白小春得到消息 急匆匆的从密室走出 到了大殿时 看到的正是一个身体修长的男子的背影 这个背影 白小春有些陌生 可当此人私有所查 缓缓转过身 看向白小春时 白小春身体猛的一阵 瞬间上前 一把抱住眼前 这虽沧桑不少 可从轮廓以及五官去看 却分明是张大胖的男子 大师兄 张大胖一样激动 身体颤抖 在被白小春抱住后 他也用力地抱住白小春 小春 二人情绪都有激动 此刻相互望着 往昔的记忆 一幕幕控制不住地浮现在脑海里 从灵溪宗的火灶房 再到逆河宗 乃至星空道极宗 直至最后那艘鬼母的展舟上 从此 二人间隔一个世界 小春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小春 你还记得当初在通天海上 我和你说的 我做了一个梦吗 真的如同做梦一样 我前几年始终觉得 这一切都是一场梦啊 我生活的世界 居然是一个巨人的身体 我当时不相信 直至我听说了 通天世界的崩溃 张大胖哭了 他有太多的话想说 可这些年却很难去说 对他而言 白小春不仅仅是自己的师弟 更是自己的好兄弟 听着张大胖的话语 白小春心底波动 回忆曾经 尤其是火灶房内的一切 再看如今多年后的重逢 他心中也满是唏嘘 更有注意 许久 白小春与张大胖坐在一起 二人分别多年 此刻有太多的话要说 而这大使馆内 白小春又是地位最高 自然有麾下送来酒水后 开启了大使馆的阵法 使得此地隔绝一切 神势波动 我没想到 那一次去鬼州 居然从此离别 我随着鬼州到了这里以后 看着陌生的天地 看着陌生的城池 看着陌生的人们 小春 你不知道啊 我当时是多么的无助 张大胖拿起酒壶喝下了一大口 苦涩的开口 白小春沉默 同样拿起酒壶喝下后 深吸口气 大使馆 你离开得早 没有看到后面的事情 你和宗没了 满活没了 一切都没了 我的弟子浩尔也没了 首陵人没了 整个世界 都没了 白小春说着说着 声音也都悲凉起来 死了很多人 很多人哪 这一切 都是因为通天道人 白小春狠狠地握住拳头 苦涩中 一旁的张大胖也情绪低落 时间流逝很快到了深夜 他们说了一夜 说起曾经 说起所有 泪水也流过 唏嘘也有过 笑声一样也视而传出 在那哭笑中 在那感慨中 在那回忆里 仿佛回到了曾经的岁月 仿佛回到了火灶房内 那段没有烦恼 没有忧愁的时光中 那个时候的张大胖 意气风发 那个时候的白小春 同样得以盎然 梦想有一天 自己可以长生 而如今 岁月流逝下 他们已经不再是 当初的少年了 他们已经长大了 他们的肩膀上 也都不知不觉里 多了很多的责任 与重担 我知道通天世界崩溃后 就开始暗中寻找 可我人为言轻 虽是第一批出现在 这永恒歇语 又因列灵 在这邪皇朝内 获得了一些重用 与地位 可还是有些无力 小春 我甚至 连离开去找你都做不到 除非我能飞到 山皇朝 否则的话 一切传送着 我都无法使用 张大胖苦涩开口 可说到这里 他的目中 忽然露出一抹激动 与振奋 不过小春 我虽被限制太多 可我还是帮助了许多 通天世界之人 尤其是 我找到了灵溪老祖 找到了李清侯师叔 找到了很多 当初逆和宗的弟子 张大胖这句话已说出 白小春身体狂震 猛的抬头 一把抓住张大胖的手臂 甚至身体都控制不住的颤抖 呼吸急促强烈无比 你找到了我李叔 还有灵溪老祖 还有逆和宗我们的同盟 他们在哪 白小春生怕自己听错了 要知道 他这些年在圣皇城 也曾发动全力去寻找 可却一无所获 而如今张大胖一开口 对他而言 就好似洗雷轰鸣 找到了 可我不敢和他们见面 我怕他们的行踪暴露 不过我知道他们现在很安全 就在这片仙域上 张大胖知道 白小春的情绪波动的厉害 没有隐瞒 赶紧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 都告诉了白小春 没见到吗 那也好 只要安全 只要活着 那就好 那就好 白小春 努力平复着呼吸 慢慢松开了 抓着张大胖的手 眼前浮显出 李清侯那眼里中 藏着慈爱的目光 她的眼眶湿润了 李淑 不 喝下一大口 欲言又止 看了看白小春 忽然低声开口 小春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不知该不该说 白小春一愣 看向张大胖 一眼就看出 张大胖目中 深处 藏着的一抹 精疑之一 似她要说的这个秘密 在她的心底 埋藏了一段时间 而且 关乎极大 若是换了其他人如此 白小春 必然会认为是故弄学虚 可张大胖这里则不然 如今以白小春的修为 她之前在张大胖到来时 就察觉到张大胖的体内 她的念似乎与其他人不大一样 其念力旺盛的程度 虽只是原因修饰 可竟比半身强者还要强力 仅次于天尊 这样的情况 换作在通天世界的白小春 她一方面看不出来 另一方面就算是看出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可如今的白小春不但是天尊 更是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也也不少 她很清楚 张大胖具备一种特殊的体制 似乎这个体制的核心就与念有关 某种程度上 说其是念力的宠儿也都相差不多 这与张大胖在很多年前 开始琢磨一念恋灵时 有极大的关系 直至现在 可以说张大胖在念上 已经是仅次于天尊的存在 或许 这就是她当初可以梦到 将会离开通天世界的原因存在 白小春若有所思 此刻右手抬起 修为散开 在这本就处于阵法笼罩的大使馆中 又用自身的修为布置了另一层防护 你用神念向我传音 这样的话 十个呼吸内我有把握 就算是太古也都难以察觉 白小春双唇不动 可其神识却融入张大胖的脑海里传出神念 张大胖一听这句话 多耳时松了口气 没有半点迟疑 急速地传出自己的神识 小春 我发现一个关于邪谎的秘密 这个秘密我不好说 也很难去形容 我代谢一旦说出 怕是就算你有防护 也都会引来不测 所以你若这将知道 我带你去亲自感受一下 你就清晰明了 张大胖神识转动极快 或许与其念力有关 这意念的传递 在短短的十个呼吸的时间内 除了这秘密本身之外的前因后续 都说得清清楚楚 张大胖当年乘坐鬼母的占舟 来到了永恒仙语后 到了邪皇朝中 因其擅长烈灵 因在他之前 永恒仙语内 根本就没有烈灵的说法 于是烈灵的出血 顿时就使得邪皇朝震惊起来 就算是邪皇也都狂热心动 在多次让张大胖去烈灵后 感受万物在烈灵前后的不同 于是邪皇下旨 不但给了张大胖身份与地位 更是给他一个任务 这任务就是让他去烈灵 这整个邪皇城所在的骨龙盘扰的那把惊天长矛 也正是因此使得张大胖在邪皇朝内极为特殊 民企也慢慢的传开 只不过张大胖知道自己的水平 也明白炼制其他物品也就罢了 去炼灵这长矛一旦失败的话 他担心这长矛能否承受反噬 若是能承受还好 可一旦承受不住的话 长矛崩塌摆在他面前的就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张大胖有所保留 之前邪皇下旨时他曾告知邪皇 以他的能力最多只能炼灵五次 而且这五次炼灵一共需要一甲子的时间 才能确保无物的做到 这一点 对于只有他能炼灵的邪皇朝来说 没人知道真假 就算是怀疑也没有办法 邪皇更是思索之后同意了此事 不过暗中 整个邪皇朝对于炼灵的研究 从来没有停止过 尤其是随着通天世界的崩溃 随着大量的通天世界血脉与修士的洒落 邪皇朝之所以选择了奴役 正是因为他们想要破解炼灵的秘密 至于张大胖想要告诉白小春的关于邪皇的秘密 就是在炼制长矛时出现的 至今为止 张大胖已经将这邪皇城的长矛炼灵了三次 而每一次炼灵时 他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样的画面 那画面似乎只有他能看到 而别人看不到丝毫 在张大胖自己的分析中 他觉得 因炼灵的特殊 使得他看到了旁人无法察觉的一幕 此事就算是邪皇也都毫不知晓 白小春看到张大胖谨慎的同时 所说更是凝重无比 他目光一闪 沉吟少清后没有迟疑太久 白小春立刻问道 何时能去看 现在就可 张大胖深吸口气 这个秘密压在他心底很久了 他始终不敢去相信 也不敢去多想 可他明白 这个秘密所代表的意义之大 绝对是这永恒先语最惊天动地之事 所以 他在看到白小春的第一世界 就选择了说出 他心底也担心 一旦有一天自己出了意外 这个秘密 或许就要从此埋葬在岁月里 尤其是他能感受到随着自己三次练灵 那长毛传递在自己脑海的画面 也都越来越模糊 怕是 最多再有一两次 这画面就会永远的消失了 那个时候 就算是有人在给长毛练灵 也都无法看到画面了 张大胖想到这里 没有迟疑 立刻起身 白小春也知道 此事非同寻常 隐藏气息 与张大胖消失在大使馆内 出现时 移在了邪皇城外 张大胖 对于邪皇朝极为熟悉 带着白小春很快的 就顺着一些小路 来到了位于盆底地 深处的一处宫殿内 此地所在的位置 好似地层的一处间隙 并非全部中空 只是在靠近毛绅的地方 上下有了空旷 这宫殿正是邪皇 给予张大胖的一处浮地 在这里更方便他去给长毛练灵 在这宫殿外 能清晰的看到那长毛深深的刺入大地的毛绅 在这里露出了一截 那里清晰地浮现了三道银纹 这显然是张大胖之前成功的三次 到了此地 张大胖没有说话 一指前方的毛绅 白小春没有迟疑 这若是换了其他人 如此诡异的安排 必定会让他怀疑 可眼下白小春身体一晃 直接就到了毛绅前 随着靠近 一股凶悍的气息 从这毛身上扩散开来 似乎此毛曾杀戮太多 以至于只是露出了一截在白小春的眼前 都让他全身汗毛耸立 仿佛现身沙场 好在此毛明显被封印过 这气息虽强 可只要修为到了原鹰以上 就能勉强承受得住 否则的话 怕是邪黄城也无法建立在那盘绕此毛的古龙身上 需要练灵吗 白小春深吸口气 他对于练灵虽使用的办法与其他人不同 可归根结底也都是练灵 若是高界的话 白小春需要归文国 可若只是练灵第四次 他不需要归文国也可以尝试 而且因他的练灵来自蛮荒 所以在把控上更准确 只要不是练灵过于深入 那么随时可以停止 此刻 右手抬起一挥 顿时一团四色火出现 被白小春慢慢的按在了面前的长毛上 几乎在白小春的手 与这个长毛碰触的刹那 在那多色火融入其中的瞬间 白小春忽然面色目然一变 他的脑海里居然传来一声凄厉的嘶吼 我不甘心了 我愧对先祖啊 这嘶吼回荡中 他的脑海在这一瞬 浮现出了一幕惊人的画面 那画面里赫然是邪黄 只不过并非一位 而是两尊邪黄 这二人正在进行一场生死激战 画面模糊又很快 如同闪电般一晃而过 白小春只看到这两个邪黄一人战死 吼声是从那战死的邪黄口中传出 他更是死在了这把长毛的穿透中 其尸体随着长毛的穿透 直接就形神俱灭 消散得干干净净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 一千一百六十九集 黄子叶 白小春睁大了眼 心神更是因脑海浮现的画面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滔天大了 实在是这件事之重大已经超出了白小春之前的想象 哪怕他方才也有一些心理准备 知道能让张大胖紧张到如此程度 必然是一件大事 可他还是没想到居然是这样 邪黄居然有两个 两个一模一样的邪黄自然是有真有假 而死亡前的嘶吼传递出的愧对先祖之言 哪怕没有证据 哪怕不知道是发生在多少岁月之前 可白小春的直觉告诉自己 那死去的才是真正的邪黄 就在这白小春心神被强烈震动时 他脑海的画面逐渐的模糊 仿佛是这长毛最后的一丝念想 再被张大胖感受了三次 白小春感受了一次后 成为了飞灰 彻彻底底的消散开来 哪怕日后再次练灵 这长毛也都再无法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了 白小春呼吸凝重 随着脑海画面的消失 他也好似从那镇静中苏醒 下意识地抬起手 可他的内心依旧是大浪翻腾 没有去在意这长毛的列灵 此刻随着手抬起 顿时列灵被终止 一团四色火 从方才白小春所暗的地方浮现出来 消散在天地间 长毛已久屹立 已懂不懂 只有站在一旁的白小春 此刻脑海混乱 心神无法平静丝毫 张大胖所不明白的 关于为何这长毛在列灵时 会出现如此画面的事情 在白小春看来 一眼就知道真相 邪黄毕竟是太古 超越天尊一个境界 其念的强悍程度更是无法想象 如果说天罪已经是站在了山巅一般的存在 那么太古就是在山巅之上的云层中 尤其是呢 动则就可覆盖整个仙域的念力 足以一念之间 让乾坤色变 风云道绝 令众生心头掀起狂雷 哪怕因一些白小春不知道的原因 这死前的邪黄 无法将真相告诉世人 哪怕他已经魂飞魄散 可他死亡前的意识 依旧还是融入到了这把将其战杀的长毛中 这种意识因太过细微缥缈 以至于杀死真正邪黄之人 自身都没有察觉到 至于外人更是感受不到丝毫 而列灵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是重塑长毛 使其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奇异变化 也正是因此才使得这段当年留下的意识浮现在了列灵之人的脑海里 也使得这段被埋葬在岁月中的不为人知的隐秘 在这一刻被白小春知晓 许久之后 白小春才勉强的让自己心神平静一些 可随着平静他不禁在心中升起了一个让他觉得可怕的疑问 如果死去的是真正的邪黄 那么现在的邪黄他到底是谁 还有这段岁月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为何邪黄死亡这样的大事居然邪黄朝内无人察觉 白小春沉默中抬头看向始终不说话的张大胖 看到的是张大胖眼中的迷茫与紧张 这一刻他对于张大胖理解更多 也明白了张大胖之前的谨慎 是的的确确有必要的 这种事如果让如今的邪黄知道了 其后果之严重无人可以承受 许久之后白小春选择了离开 他甚至都不敢在张大胖这里过多停留 此时的敏感牵动的可不仅仅是他与张大胖二人 甚至可以引动整个永恒仙域的一次崩溃 回到了大使馆后 天色稍晚了一些 白小春的脑海里 依旧还在回线之前所看到的一幕 直至大使馆内 他麾下的两位半身强者败姐 才让白小春深吸口气 将一切思绪重新的埋在心底 大殿内 那两位半身对白小春这里恭恭敬敬 其中一人上前送出了一份情节 大人 您闭关的这段时间 西皇朝大皇子多次送来情节 今天张大使来拜见 或许是有人看到大皇子再次派人送来情节 想邀请大人参加今夜在皇子府准备的晚夜 二人低声开口 将白小春闭关这段时间的事情一说出 白小春看了看情节 眉头微微皱起 实际上 自从他成为了大使后 就一直闭关 谢绝了一切的邀请者 可这大皇子今天又来送情节 显然是如自己麾下这个半身所说 是知道了张大胖来拜见之事 若自己这里还是拒绝 怕是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也罢 来这邪皇城也有一段日子了 这大皇子去看看也好 沉思片刻 白小春心中已有决断 右手一挥将那情节拿在手中 既然大皇子再三邀请 你们两个就与我一起过去吧 白小春说完 起身向外走去 那两个半身不敢不曾 连忙称时 跟随在白小春身后 三人出了大使馆后 那两位半身引路很快的 在天空已有明月时 他们来到邪皇城 靠近龙头的去 此地行人见少 尤其是此刻夜色中 一股说不出的肃然之意 隐隐的环绕四周 而白小春身为天尊 他的一举一动自然都被人注意 尤其是这一次外出 他没有半点掩饰踪迹 黄子府的人也自然察觉 此刻还没等白小春靠近黄子府 立刻就从远处那很是奢华的腹底内飞出了数十人 这数十人修为最弱的都是天人 半身更有无畏之多 众人呼啸而来直奔白小春靠近后一个个都立刻抱拳 白见白大使 白大使请 皇子殿下已等您多时 如此规格 虽算不上隆重 可以足够看出这位大皇子 似乎对白小春这里很是客气的样子 尤其是白小春目光一扫 已看到在远处的黄子府外 同样有七八人 而站在最前方的是一个中年男子 这男子身上竟穿着龙袍 只不过与邪黄比较 少了一些霸气少了一些威慑 可其样子与邪黄却有七分相似 一目扫过 白小春心中已知晓此人就是邪黄朝的大皇子 微微点头后白小春荡先走去 就在他距离黄子府差不多百丈时 与那大皇子彼此目光已然凝聚重 这大皇子忽然大笑起来 白大使 小王已邀请你多次 方才还在想 若是你这一次还不来的话 说不定小王明日就要亲自去拜访一下了 大皇子话语中也上前几步 白小春目光微闪 这大皇子在他眼里明显比邪黄稚嫩很多 远没有邪黄的阴冷与骨子里的霸道 想要学习圣皇的虚伪 又没有学到精髓 这是直接就给我一个下马威 愿我之前没来 这小小皇子算个鸟啊 白小春内心哼了一声 他对邪黄朝都没有什么好印象 不过这种虚于尾夷的事情 白小春还是很擅长的 此刻想都没想直接笑着开口 怎么能让大皇子亲自拜访 实在是白某来了后 修为遇到一些瓶颈 这才急于休醒 让大皇子久等了 白小春微微一笑 他修为远比大皇子高 此刻笑声不大 可走来时身上无意中显露出的气势 已久能压制四方 哪怕大皇子之前 看似客套的霸道 也都随着白小春的走来 无形化劫 白大使 今夜本王只邀了两个人 请 大皇子目光闪烁 脸上笑容更盛 微微抱全 与白小春一起向着伏笛走去 白小春对于这种事情很是擅长 此刻一样的面露笑意 与大皇子共同走去 一路上 谈笑风生 无论是气质 以及气势 都丝毫不弱 甚至 若非大皇子的身份 他都明显的落入下场 使得他们身后跟随的众人 也都对白小春这里更为的恭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七十集 大皇子 请自重 大皇子的府邸 极为奢华 远远看去 如同小皇宫一般 此刻进去后 能看到众多假山 还有小溪流水 尤其是那种仙灵的气息 极为浓郁 在这里 只是呼吸一下 就能使得全身修为滋养不少 即便白小春身为天尊 此刻进入大皇子府邸后 也都略感惊奇 白小春不由赞叹 好地方啊 白大师过奖了 大皇子微微一笑 心中也有得意 看了看白小春后 又继续开口 这还得感谢白大使 所在的通天世界呀 小王者府邸 之所以能有现在这样的气象 与猎灵密不可分 大皇子话语间 一直远处的假山 白大使你看 我这府邸所有的山乱 原本就是仙石 刻有阵法 我又寻找 我在西皇朝内的列灵大师 多次列灵 虽然失败了很多次 可最终还是形成了如今的模样 所有假山皆列灵三次 一说起列灵 这大皇子明显兴趣极大 带着白小春走向大殿时 随手一指就是列灵之物 甚至 他对于列灵的一些原理 也都略知一二的样子 白小春在旁听着听着 心中也有惊奇 实在是这大皇子 是他在永恒仙域上 所遇到的对于列灵 最为了解的外人了 我知道你们通天世界的列灵 分为三个不同的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依靠某种信念 第二个办法则是寻常用一些材料 引动天地之力 而第三个办法 许说最为正统 那就是依靠多色火 甚至因这种多色火 形成了烈魂师 而白大使就是通天世界内 唯一的也是从古至极都极为少见的天品烈魂师 大皇子侧目扫了扫白小春 似察觉到白小春的惊奇 他笑了笑 神色露出一些遗憾 唯独可惜 在我的研究之后发现 这列灵之法 的的确确是需要通天世界血脉之人 才可成功 外人若无血脉之力 哪怕掌握了所有的精髓 也断然无法成功 即便是重新培养出来的通天血脉之人 也不知为何 成功几率减少极大 这是永恒之母 给予魁在后人的祝福 大皇子叹了口气 可白小春 却从他的这句话里 感受到一股血腥味 白小春眉头微微皱起 正要开口 可赫然的 这大皇子静猛的转过身 目光炯炯的 望着白小春 白大师 实际上小王邀请你来 是因有比交易 想要问你 敢不敢兴趣 什么交易啊 白小春压下心头的不悦 同样站在那里 不再前行 看向大皇子 大皇子舔了舔嘴唇 目光在白小春身上扫顾 这目光带着某种侵略感 好似 那种色胆包天的男人 去看一个绝世美女一样 这神态 立刻 就让白小春眼皮一跳 白大师 你的这句身体 可否交易给我 随着大皇子 话语一出 白小春顿身面色阴沉下来 更是心头发毛 袖子一甩冷哼一声 大皇子 还请自重 说着 白小春不悦之意明显 索性转身就要离去 白大师等等 你误会了本王 实在是本王对于修士的肉身 有收集的喜好 白大师 你先别着急 只要你同意 我可以用其他身体来与你交换 保证让你满意 而且 以白大师的修为 夺赦之事太过简单 广且 本王收藏的身体 任何一句都是孤僻 绝对的完美无瑕 大皇子说着 生怕白小春误解与拒绝 立刻双手一拍 顿时 这皇子府内的所有假山 突然散发出强烈的光芒 这光芒闪耀中 这些假山竟一个个直接变得透明起来 好似成为了寒冰一般 露出了其内被封印的一具具尸体 这些尸体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美有丑 有的强壮有的瘦弱 可毫无例外全部都散发出某种曝光 显然是被精心维护 原本准备离开的白小春 此刻也都睁大了眼 呆呆的看着四周假山内的尸体 她的脑海首次有些不灵光了 实在是来到这里后 眼前这个大皇子的奇葩爱好 让白小春觉得匪夷所思的同时 更是眼界打开 居然 还有人喜欢收藏尸体 还摆在院子里 白小春脑海嗡嗡时 大皇子很满意白小春的呆滞 他对于自己这个癖好很是自豪 此刻望着四周的尸体 他就好似看到了吴家的珍宝一般 居然向白小春介绍起来 你看这句 这可是天下独一无二的食羊之体啊 此人当年凭着如此战体 在天人时就能与半神异战 强悍无比难以形容 还有这句更是了不得 这可是拥有绝美之香的魅体 这种身体的男人 他们天生就会吸引无数女修的心神 本王研究过 他们的身体可以散发出一种波动 这种波动惊人能引动一切异性的心潮 还有这个老头 你别看他沧桑无比 可实际上 此人可以说是我永恒仙语活得最久之人了 明明只是半神修为 可他的手缘之多 甚至比天尊都要夸张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就算是小王也没研究明白 白小春 看着大皇子在那里不断的介绍 四周众人竟没有几个表情意外的 显然这大皇子的癖好在歇皇朝中不是什么秘密 有下意识的望着那些被他介绍的尸体 白小春此刻脑海很乱 只觉得有些茫然恍惚 更是毛骨悚然 赶紧开口打断大皇子的陶醉 那个身体发福受之父母 此时还是算了 大皇子 白某还有事 先走了 白小春说着赶紧后退 眼看白小春要走 大皇子眉头皱起 神色露出不满 似乎白小春的这句话让他极为不悦 白大使不同意没关系 可你的说话也未免太过迂腐 我被修是一生所修逆天而行 目标是永恒大道 而肉身则是如舟船一般 承载我被修是神魂 前行时光之河 可这条长河 警掏海浪的同时又路途遥远 存在了各种意外 若有更好的肉身舟船放在面前 不断的替换之下 走向大道的可能性 必然增加太多 大皇子声音铿锵有力透着偏执 传遍四方 白小春听到这里也都愣了一下 实在是他乍一听 也都觉得似乎大皇子说的有些道理的样子 白大使身为天尊 见识真是让小王不敢相信 肉身舟船自然是要秦幻才对 如此才能节省时间 直奔大道终点 大皇子 眼看白小春在聆听 内心有些得意 这是他的道 也是他坚信的 可以直通永恒终点的大道 至于身体发复受之父母 此事虽没错 可只是我们人生中第一艘船而已 如同法宝 我就不信白大使 此刻还用着你刚刚踏入修行时的法宝之物 大皇子话语说到这里 白小春也不由吸了口气 他明明觉得大皇子说的不对 可偏偏此人坚定的模样 让人竟无法去质疑什么 白大使 你看小王我 我的这只右手来自邪龙一族 具备阴寒之力 我的左手来自惊天一脉 一旦施展神通 可让天地色别 还有我的右腿 这是凶杀之腿 至于左腿则是龙涛之族 大皇子 索性一把撕开衣服 顿时就露出了一句 仿佛拼拼凑凑 被无数份不同身体部位 组合在一起的身躯 那身躯上有无数的疤痕 让人看了后触目惊心 白小春心神也被大皇子的举动震撼了 他从来没想过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这种奇葩之人 你爹也能允许 白小春内心这个想法刚刚升起时 大皇子显然在这方面 减多时光 似看出了白小春的想法 于是微微一笑 蝎黄笔下曾经反对我的道 可在很久之前 他已经不再反对 而是极为认同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 一千一百 七十一集 自由的狗 蝎黄认同 白小春听到大皇子的话语 眨了眨眼 心底嘀咕了起来 这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 他都不知道 他爹已经不是他爹了 他真爹不认同 可换了假爹后 当然认同这孩子去祸害自身了 白小春同情的看了一眼 在那里自得的大皇子 他觉得 这一次的演习 自己是真的吃不下去了 另外 他此刻有种很强烈的感觉 他琢磨着 这邪黄城的人 似乎都有毛病 一个个都很不正常的样子 此刻赶紧抹去自己方才还觉得大皇子所说有些道理的想法 他可不想这个念头根深蒂固后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 这些人都有病 白小春再次拒绝了大皇子的交易 哪怕大皇子福然不愈也都一晃之下直接升空 带着麾下那两个半神就要离去 可就在这时已经升空的白小春忽然脚步一顿目然转头 猛的看向皇子福的大门外 几乎在他看去的瞬间 一股天尊中气的气息直接就从白小春所看之处爆发出来 呼鸣中扩散四方 似于白小春热力无形的对抗了一下 白小春的面色顿时难看 心底瞬间一片病寒 冷冷的看着在那黑暗处正一步步走出来的 穿着一身黑袍的通天道人 通天道人面色一样阴沉 同样冷冷的望着白小春 耳然目光触碰 仿佛传来开天辟地的雷霆之声 这通天道人古怪 他比之前更强了一些 白小春目光一闪 通过这个气息的碰触 他立刻就察觉到眼前的通天道人的的确确 比之前第二仙玉石要精进了不少 白小春的精进是因有大造化 而这通天道人显然也不知从什么地方 获得了常人所无法想象的造化 才会使得修为提升的如此快 在这修炼的速度上似乎已经直追白小春了 若是换了不在邪黄城白小春必然要出手 可如今在这邪黄城里白小春知道 不到万不得已无法出手 与此同时随着通天道人的来临 大皇子也身体一跃飞到了半空中 向着白小春哈哈一笑 白大使莫及你既不愿交易我们不交易就是 既然来了怎么也要喝些酒水啊 另外这一次本王特意将你与通天道人要来 就是要为你们二人的事做一个合适了 怎么说你们两个都是通天世界之人 有什么仇恨不能化解呀 来来来今天在这里我们一同饮酒 从此之后大家就不要如此仇恨了 我被修士修行永恒才是大道啊 大皇子笑声传出 神色似也很是诚恳向着白小春与通天道人劝说起来 面对大皇子的劝说 通天道人身躯微弯向着大皇子抱拳一拜 前听大皇子吩咐 这种姿态这种言辞让白小春也都皱起眉头 通天道人毕竟是天尊 在白小春看来似乎没有必要如此对一个大皇子示好 即便是通天道人是外人可似乎也不应该这样 况且这个模样的通天道人与白小春记忆的样子已经不再重叠了 仿佛那个在通天世界里的堂堂天尊已经消失 现在出现在白小春面前的已是彻彻底底的改变了 放弃了一切 不惜对自己的亲人冷血残忍 哪怕家乡崩溃也都不在乎 只为了离开 通天道人 现在的你已成为了走狗 你满意了 白小春望着通天道人一字一字的开口 通天道人神色如常抬起头后冷冷的看着白小春微微摇头 与其被困在坟墓一般的世界里 本尊宁可在外面做一只拥有希望 而且自由的狗 这句话说的极为坦然 似通天道人本身就是这么想的 他宁可做一只狗 也绝不让自己被困在坟墓中死亡 你做了这只自由的狗 可曾看到如今通天世界的人们 曾经你的子民承受了多大的伤害与痛苦 白小春听到通天道人的回复 内心的怒意再也无法压制 逝者生存 这对他们而言或许也是一次蜕变 能最后活下来的才是最适合的 若是在这途中死亡了也是他们修行的结 与其死在坟墓中 本尊认为他们能死在大世界里也是他们的造化了 通天道人 语气依旧平静 似这一切对他而言 都烦让他的心出现丝毫的波动 说得好 哈哈哈哈 大皇子在一旁哈哈大笑 神色满是赞同 通天天尊所言非常正确 秀真姐本就是逝者生存 白大使你又何必为那些弱者鸣不平呢 所谓当生则生当死则死 如此才不简单的 哈哈哈哈 这大皇子笑声回荡时 通天道人也点了点头 目光落在白小春身上畏畏一笑 白小春 曾经的你胆笑如鼠怕死至极 怎么如今变得如此博爱了 白小春呼吸略有急促 死死的盯着通天道人 摆上之后他忽然笑了 笑着笑着他的目中露出果断 你要站那便站 白小春身体骤然一步走出 刹那就化作一道残影 直奔通天道人而去 瞬间临近 通天道人眯起双眼 双手掐绝猛的一挥 顿时他身后有咆哮传出 十大道门同时旋转幻化出来 形成了一场风暴 向着白小春冲击而去 二人速度都是极快 瞬间就碰触到了一起 轰鸣之声 顿时滔天爆发 掀起的冲击与波动 更是扩散八方 附近的所有天然与半神 一个个都灭色变化 齐齐后退 哪怕大皇子也都立刻倒退开来 实在是 这两大天尊之间的出手 其破坏力之大 足以让所有人心神狂争 白小春你干什么 大皇子猛的低吼 话语一出 就先将责任直接扣在白小春的身上 可白小春既然选择了出手 已然不在意了 此刻速如闪电 轰鸣中就与通天道人在半空中 直接碰撞了数十下 直至一声巨响传开时 通天道人喷出鲜血 身体猛的倒退 他的面色苍白 他的目中 露出不甘心 显然 这一次 他是故意要引白小春出手 来验证一下自己 到底是提高到了什么程度 可答案 却无法让他满意 更是在他退后的瞬间 白小春的速度猛然爆发 再次临近 轰鸣中 通天道人鲜血狂喷 身体颤抖 再一次被直接轰出百丈开外 可就在白小春煞鸡爆发的瞬间 突然的一道道神石轰轰降临 正是这邪黄城内的几位天尊 他们都来阻止 如果仅仅是他们出现也无所谓 可紧接着一股超越了天尊 充满了邪恶与霸道的神念 如同开天一般 乍然落下 仅仅是神念 就直接将白小春很不客气的一把推开 白小春全身一阵 等等等等的 腿后数十场 还头时 他的耳边传来了血黄冰寒的声音 都够了 通天道人深吸口气 连忙低头称是 白小春咬牙 沉默伴上后也只能点了点头 袖子一甩转身离去 可就在白小春走出几步后 他忽然脚步一顿站在那里 没有回头问出了一句话 杜丁飞 他怎么样了 这句话带着差疑 已经藏在白小春心中太久 他曾经不敢问 不敢听到答案 此刻却还是问了出来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1172集 福利 再把小春问出这句话的一顺 始终脸色都是冰寒 哪怕之前喷出的鲜血 也都依旧冷酷的通天道人 他的身体竟微不可查的遗产 随着轻颤 他低着头掩盖了目中浮现出的 意思复杂于苦思 尽管这神色瞬间就消失 可他的声音还是低沉了不少 他还活着 在哪里 白小春背对着通天道人 一样身体微颤 深吸口气后 问出了第二句话 我没有找到 通天道人 沉默许久 轻声开口 没有找到 这句话 落入白小春耳中的时候 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 与思绪 办上之后 白小春没有问出第三句话 向着远处离去 直至回到大使馆后 白小春将自己关在了密室内 盘膝坐下时 他的身体越发颤抖 他的目中露出悲伤 他的眼前浮现出的 是当年自己被通天道人吸取升级时 杜灵飞在一旁哀求哭泣绝望的画面 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 白小春难难 尽管他不知道为什么 就连身为天尊的通天道人 也都找不到杜灵飞 可白小春 只要知道他还活着 就明白 早晚有一天 自己会将他找到的 就如同白号 只要还有一丝机会 白小春也都要把握所有 让一切都没有遗憾 这是他美好的想法 也是他心中的信念 一定 白小春深深的呼吸 此刻心头压抑 他只能闭上眼 用他曾经不喜欢的修炼 来让自己平静下来 时间眨眼流逝 很快又过去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 白小春的修炼没有停止 这枯燥的修行 他似乎已经习惯了 在这修炼中 他才可以不去思索曾经的往事 不去碰触那些深处的苦涩 直至又过去了一个月 在白小春的推演与常识下 他确定了气灵再次处于沉睡后 这才重新去了在星空中飘游的残山上 残山的四周一片漆黑 站在那里 看着四周的星空 白小春不知道这里距离永恒仙域有多远 也不知道这里属于什么区域 他只知道 当自己站在这里时 无论是心神还是意识 似乎都与在永恒仙域上不一样了 星空这么大 白小春轻声低语 他很庆幸 自己拥有这把残山 不但让他修炼速度加快 更是为他彻底的打开了一扇大门 让他从永恒仙域上走了出来 他不知道在自己之前 永恒仙域的人是否有如他一样走出来的 可白小春相信就算是有也一定极少 恐怕就算是邪黄与圣黄也都无法如自己这般外出这么远 或许 这里永恒仙域上只有我来过 白小春呼出一口气 慢慢的收回目光后 看向山谷 七十八关后 似乎越来越难了 白小春目光一闪 直奔山谷很快就到了七十九关 开始继续闯关 七十九关的难度 在白小春尝试之后 内心更为震动 居然比他预料的还要困难很多 这七十九关 几乎是耗费了白小春近半个月的时间 这才艰难的闯过 若非是他肉身恢复太过强悍 又因吸收了主宰血肉精华 怕是根本就闯不过去 随后是八十关 时光飞逝 一晃而过 以往在七零沉睡的间隙里 白小春能一连闯十关左右 可如今同样的时间 他只闯到了八十三关 当从八十三关走出时 白小春已经精疲力尽 躺在那里 他全身都是伤口 无论是肉身还是修尾 都已经是紧乎有紧等哭 太难了 太难了 白小春这一休息就是三天 三天后 当他一切恢复时 推延了七零苏醒的时间后 他迟疑了一下 时间上 或许不够闯过第八十四关 那小七零应该还有两三天就醒了 不过 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一关的变化 然后回去琢磨一下闯关的方法 有了决断 白小春立刻咬牙 直奔八十四关 只是 就连白小春自己也都没想到 这第八十四关 他刚一进去 整个人就懵了 眼睛猛的睁大 似乎他自己都无法相信 所看到的一切 这 这 这不会是真的吧 天哪 白小春已然傻眼了 呆呆地看着八十四关的世界 这里是一片昏暗的天地 大地苍凉 天空阴暗 地面虽有植被 可却大都是枯草 一股浓浓的死气 在这片世界内弥漫不断 而四周的虚无里 白小春看到大量的魂 这些魂都在那里无意识地飘来飘去 似乎若无人打扰 他们会永恒地在这里游夜 可一旦有人打扰的话 他们就会变成苏醒的凶魂 去吞噬一切生机 其残忍的程度 从此地魂的数量上 就能让太多人头皮发麻 实在是 魂对于永恒仙玉的修饰来说 是一种很少见很缥缈的存在 不是没有 可除非修为到了一定程度 否则的话根本就很难取出 这一点 白小春自从来到永恒仙玉后 就已经发现了 也正是因此 他的哆嗦火始终无法补充 也没有办法通过炼火 去将摆好复活 可如今 在看到这些魂魂 白小春虎心猛地开始急促起来 他自己都觉得似乎眼花了一样 就仿佛是一贫如洗之人 突然看到了一座金山 那种恍惚之感格外强烈 与此同时 就在白小春出现的刹那 这四周的魂好似被刺激了一下 纷纷的从无意识的状态 苏醒猛的就看向白小春 这四周魂的数量近乎数不清 此刻 纷纷看向白小春后 顿时就发出了无声的嘶吼 这四周形成的波动 顿时让这八十四观风云到绝 仿佛乾坤倒转 整个世界似乎一下子都暴躁起来 无数的魂 纷纷露出凄厉的一面 向着白小春这里疯狂地衝来 天哪 这难道是真的 白小春揉了揉一眼睛 没等那些魂靠近 他就一晃之下 主动出现在了前方 右手抬起 一把就抓住了一缕冤魂 在手中一捏之后 一团依色火 就瞬间在其手中出现 看着依色火 白小春顿时激动了 他的气息前所未有的强烈波动起来 这不是虚幻啊 天哪 这里 我爱这里 白小春振奋到了极致 他觉得这个残善太好了 之前那么难 可现在居然给了自己一个福利 这个时候 就算是气灵苏醒 白小春也都不在乎了 他如今满脑子都是魂 实在是 于永恒先遇这段时间 白小春的多色火 因魂的极度缺少 已经都消耗的差不多了 以至于 现在他的练灵 也都不能如以前那样的奢侈 而是需要衡量之后 有选择的练灵 我的 我的 别跑啊 乖魂 都到你背这里来 发达了 这一次发达了 整个世界 都在回荡白小春的激动无比的振奋之声 而那些原本凶残的魂 他们即便只有本能 没有什么神志 但也很快就懵了 实在是 他们 虽从没遇到能闯入这里之人 可在他们的本能中 似乎 应该是活人害怕他们才对 可眼下 白小春往往一挥手 就是一把巨魂丹飞出 轰轰声响 这些魂 一片片的被吸扯过去 这也就罢了 他甚至还临时练火 更是主动的去靠近 就仿佛一切都颠倒过来一般 使得四周那些冤魂 渐渐的竟首次感受到了恐惧 残叫中向着四周闪躲 试图远离白小春的魔爪 小乖乖 别跑啊 白小春怪叫了一声 双眼冒光 兴奋的铺上前去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七十三集 满载而归 对于这些冤魂而言 他们这一生原本是波澜不惊的 原本应该是一切生者畏惧的 而这片世界本也就是被塑造出来的死亡之计 可如今随着白小春的到来 随着天品练魂师的第一次降临 随着聚魂丹在残山上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爆发 一切都改变了 轰鸣之声在这世界不断的回荡开来 白小春别的丹药都损耗极大 唯独聚魂丹 因在这永恒仙玉没有了用武之地 所以始终存量庞大 毕竟他当初在蛮荒时 聚魂丹是他居家旅行必备之物 也早就养成了出门在外 看到野生的冤魂就顺手收了的习惯 这种好习惯 在永恒仙玉这里几乎没有魂的世界里 让白小春每次想起都觉得手痒的同时满是遗憾 可今天他兴奋了激动了振奋了 实在是这里的魂太多太多了 以至于让白小春觉得这一关就是自己的福利 超出了之前所有关卡 甚至此关度过后 在白小春看来不管给什么奖励都可以 哪怕没有奖励也都行 因为这一关本身的冤魂对白小春而言 就已经是最好的奖品了 快快魂都别跑啊 你家白爷爷很慈祥的绝对不会欺负你们 白小春是双眼冒光 身体不断的高速移动 每次拒魂丹的轰鸣过后 他都会右手抬起虚空一抓 将被拒魂丹吸去的魂球一把抓走 收入储物袋内 这简直就是减魂呢 白小春呼吸透着热气 只恨自己速度太慢 只恨自己执掌了两只手臂 他生怕这一关把自己排斥出去 此刻几乎是用了全部的精力 疯狂的收取冤魂 都别跑啊 你们乖一点 该死的 别跑啊 白小春红着眼 一边低吼一边抓魂 这世界内的所有冤魂 正肉眼可见的减少 余下的那些早就本能的骇然四散 感受到他们成为冤魂后的第一次恐惧 就在这整个世界的冤魂 被白小春收走了约摸两三成时 残山的麒麟终于苏醒了 刚刚苏醒的他还没反应过来 白小春正在闯关 直至他的神识扫过所有关卡后 忽然间看到了在这第八十四关内 发生的惊人的一幕 这一切 杜尔什就让这个麒麟看傻眼了 梁九才倒吸口气 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 这 这麒麟颤抖 明明不会有眼泪的他 此刻都生起了一股 想要哭出来的冲动 天杀的白小春啊 我的魂 我的魂 这可是主宰大人当年耗费极大吸血 在生死道远大城时 凭空幻化出来 屋中生有的魂啊 天哪 这些魂每一个都遇害了生死道远 堪称无价 气灵 直语抓狂 他此刻 猛的就神念散开 刹那融入关卡内 没有半点起义 直接就用自己的圈线 打算强行的让白小春 成功闯过这一关 关卡世界 短时乾坤举遍 风云卷洞中一股巨大的犀利从天降临 直接笼罩白小春 与此同时 这世界本身也猛然中散发出更为强烈的排斥感 白小春 顿时着急 小气灵 你干什么呀 你作弊 我这关还没过呢 你怎么能让我通过呀 你是气灵啊 有点尊严行不行啊 你怎么能屈服呢 来来来来 把我放出来 这一次 我要凭着我的真本事来闯这一关 白小春的身体根本就不受控制 在那犀利与排斥中 直接就被卷向天空 他看着那些四散的魂距离自己越来越远 心中也都不分起来 小气灵啊 我 我鄙视你 这白小春低吼中 比之前更大的怒吼咆哮 在这世界内滔天回荡 更是为了不离开 白小春也发动了自己的残善权险 试图让自己强行留在这里 闭嘴 闭嘴闭嘴闭嘴啊 气灵已经被气得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眼看白小春与自己对抗 甚至这对抗竟慢慢出现了某种平衡 而在这平衡中的白小春 居然还不时扔出丹药 在轰鸣声中依旧还是有魂被吸入成为魂球 这一切立刻就让小气灵抓狂到了极致 他索性不惜代价 哪怕拼着自己刚刚苏醒就要重新再去沉睡的代价 也拼了所有去操控权险 瞬间就将白小春直接传送出了这片世界 直至白小春的身影消失 气灵多是无精打采 就连神念也都微弱下来 只是如今的他心中的绝望远远比这疲惫更深 他想要发誓下一次一定要弄死白小春 这样的誓言 从他嘴里已经说出了好多次 而每一次却都对白小春无可奈何 以至于到了现在 他自己都觉得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去完成的事情了 可 莫非是我的可行 小麒麟背呼 心中难过的无法形容 再加上消耗过度 此刻渐渐的又陷入沉睡之中 关卡外 残善上 白小春身影浮现出来 他心中愤愤 神色更有怒意 试图再次进去 可却发现 与当初黑丹一族的世界一样 任何一条善谷关口 自己无论如何 也都再无法闯入进去后 他虽不甘心 但也只能长叹一声 唉 这麒麟实在是太小气了 不就人家魂吗 这残善以后都是我的 就连他也都是我的 我自己拿自己的东西 我都不心疼他心疼什么呀 白小春哼了一声 低头摸了摸除物袋 感受着里面被自己带出来的魂 依旧完好后 他心中再次激昂起来 啊 好久没这么多魂了 白小春有些手痒 索性在那残善广场上将魂取出 开始炼火 随着火焰翻滚 一团团多色火被白小春炼制出来 尽管没有超过十五色的 可十五色以下被白小春炼制出了不少 毕竟十五色往上 一方面难度加大 另一方面 所消耗的魂数量也越发的磅磨 尽管这一次白小春收获不菲 可白小春估算了一下 依旧还无法支撑自己炼制出二十二色以上的火 还差了一些 才可以炼制出二十二色火 白小春看了看自己的手背上白号的印记 深吸口气后打定主意 等自己成为这个残善的主人后 一定去这关卡内将里面的魂都收走 半个月后 当白小春将这一次魂的收获都炼得差不多时 他的除袋内多色火的数量补充了不少 此刻心满意足 看了看善谷 白小春想了想 觉得应该先回去一趟 休息之后再来继续 想到这里 白小春身体一晃 逐渐模糊 最终消失 出现时 已经回到了邪黄城内的大使馆密室内 白小春意气风发的走出密室 满载而归 将挥下的那两个半神招来 听了听 在他闭关的这段日子所发生的事情后 就将他们挥散排袭打坐 恢复修为 眨眼间又过去了七天 当白小春无论是修为还是经历 都达到了典峰饱满时 他正准备继续去残善闯关 可就在这时一道圣旨从邪黄宫内突然传出 直奔大使馆而来 圣旨靠近 没有等人去接 就自行散开 化作了充满威严的声音 回荡整个大使馆 赵圣皇朝大使白小春即可入宫觐见 白小春猛的抬头 一晃出现在了大使馆半空中 耳边回荡之前圣旨的声音 此刻大使馆内的其他修士也都惊疑不定 纷纷走出看向白小春 白小春也有些迟疑 琢磨着 莫非是之前与通天道人一战的事情 邪黄要来敲打一番吗 不为这么小气吧 这白小春仔细一想 又觉得此事不大可能 自己的身份毕竟是圣皇朝大使 除非是真的犯下什么大事 否则的话 与通天道人只是短暂的一战 根本就不足以被定罪 若他不是天尊的话 另当别论 可同样身为天尊 这一点自信白小春还是有的 不确实不行的 也罢 就去看看究竟 白小春心头有些不宁 沉吟之后 深吸口气 一晃直奔龙头之上的皇宫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七十四集 暗藏杀鸡 不过 在飞出大使馆后 白小春的心 反倒是平静了一些 他注意到了 收到圣旨的并非自己 实际上 在这邪皇城内 竟有数十人都收到了圣旨 此刻各自飞出 直奔皇宫 这其中 还有广木天尊等人 也都呼啸接 速度极快 与圣皇朝表面上的一片相和不同 邪皇朝的这些强者 都各自孤傲 虽也有彼此联手之时 可大多数的世界 都是互不亲近 反倒是白小春的出现 引来了不少人的注意 可也只是扫了一眼 就收回不再去看 白小春察觉之后 心底更为安稳 应该不是针对我 我毕竟是圣皇朝的大使 被邪皇邀请 也是应有之意 白小春心底笃定了不少 此刻随着临近 很快就到了龙头之上的皇宫外 就在白小春到来的同时 远处一道长虹呼啸临近 这长虹内是一个女子 这女子相貌绝美 可却冷漠无比 所过之处 众人看到她后 都下意识的避让一些 似乎此女身上有一股鬼气 让人不敢接触 正是公孙婉儿 哪怕白小春当初在第二仙狱 暗中给了公孙婉儿一块猪仔肉 使得她获得了其他天尊所没有的赏赐 可如今在这皇宫外 二人再次相遇后 这公孙婉儿的神情已久冰寒 好似没有看到白小春一般 直接从其身边走过 白小春原本想要打个招呼 可眼看如此 也就心底哼了一声 觉得这公孙婉儿一定是脑袋有问题 时而热情 时而冷漠 现在这个样子 白小春也懒得去理会 正要进入皇宫 可就在这时 公孙婉儿 从其身边走过的刹那忽然的 白小春的耳边 传来她几乎微不可查的声音 只有白小春能听到的声音 小心 只有两个字 再没有其他话语 甚至仅仅是这两个字的说出 都立刻引动了皇宫内的一些神念波动 白小春脚步一顿 抬头时 公孙婉儿已踏入了皇宫 站在皇宫外的白小春 呼吸微微急促 公孙婉儿的这句话 在她心底 骤然掀起了大浪 她原本已经松懈下去的心 再次提了起来 站在那里沉默半上后 白小春知道自己无法后退 此刻只能硬着头皮走入皇宫中 一路上 邪皇朝皇宫的磅礼于壮观 白小春都无心去看 此刻心底有些压抑 直至进入到皇宫正殿后 她看到了这大殿内 居然在四周摆着不少暗基 有仙九灵国 更有大量的侍女在四周伺候 这一幕让白小春心底疑惑 同时她也注意到了 这些暗基后 此刻绝大多数都做了修士 广木 公孙婉儿 圆妖子 绝底天尊 通天道人等都在其内 还有不少百神强者 而最前方 靠近龙椅之处 大皇子坐在那里 此刻正与身边的修士谈笑 似注意到白小春的到来 她看着白小春 哈哈一笑 白大使 来来来来 坐这里 大皇子起身 态度很是真诚 拉着白小春 坐在一旁的暗基后 大皇子 今日这是 白小春不得不谨慎一些 坐下后 她看了看大皇子 问了一句 今日 父皇修行有所突破 小王请示之后 所以布置了这一次的宴席 要宴请我邪皇朝文武 一来恭贺我父皇 二来嘛 白大使到我邪皇城已久 平日里都在闭关 正好借此机会 与我邪皇城修士多认识一下 大皇子四周修士有不少人 都抬头 看向白小春 这里面有广木等天尊 一个个目中冷漠 嘴角带着一抹讥讽 显然在这里 他们也都不愿意去掩饰自己的厌恶了 这一切 已经让白小春明白了 今日这宴席 就是针对自己的 而主谋或许不是邪皇 而是眼前这个大皇子 白小春眉头微微一皱后 又松了开来 哈哈一笑 索性拿起一旁的鲜酒 直接喝下一大口 放下后 四笑非笑的看着大皇子 对于白小春的举动 大皇子目中身处还忙一闪 随即一样笑了起来 很快的 当再没人进入大殿后 一股超出天尊的神念波动 轰然降临 使得四周所有修士都心头一震 还没等有所反应 在那龙椅上已多出了一人 一身龙袍 带着地关 面无表情 可雀似神奇一般 正是邪皇 拜见邪皇 随着邪皇的出现 四周众人立刻起身恭敬拜见 白小春也在其中抱全一拜 邪皇没有说话 只是一白手便闭上了眼睛 似乎对眼前的一切都没有太大的兴趣 众人目光闪烁 有一些熟悉者或是知晓情况之人 都若有所思不时的看向大皇子与白小春 白小春深吸口气 这一幕让他已经无比确定了 这一次必然是厌无好业 不管他要对我做什么 都需要先抓住我的过错 在这里 我就不信我只喝喝酒 就会犯下一些处犯底线的错误 白小春心中哼了一声 神色很是平静 大皇子眯起双眼 此刻站起身 笑声传出 诸位 圣皇朝大使 通天王白小春 想必大家很多都已见过了 就算是没见过 也都有所耳闻 白小春拿着酒杯 嘴角露出微笑 今天 承蒙父皇后爱 让小王来主持这场宴席 那么小王 首先想到的就是要让白大使 品鉴一下我们邪皇朝的盛宴 大皇子声音高昂回荡四周 此地众人也都欣然看去 不过白大使先不要忙着喝酒 我邪皇朝近年来有了一个传统 那就是先欣赏一场特殊的舞蹈 大皇子侧头看了白小春一眼 笑了笑后 双手抬起 轻轻一拍 顿时 就由脚步声 从大殿两侧的偏殿内传出 很快的 就从两侧走来了一群人 这群人居然都是女子 每一个都是相貌秀美 身材妙满 只是走来的步伐有些奇怪 仿佛身体内藏着机关一般 竟如同木偶一样 尤其是他们的表情一个个都嘴角带着笑容 只是这笑容每个人竟都一模一样 甚至就连嘴角的弯曲也都没有丝毫不同 这就让人不自觉的会产生一种诡异之感 仿佛他们的笑容已被固定 而最让人心头一震的 则是他们的眼神 这所有的女子 他们的眼神内露出的居然是哀求 更有无助的绝望 这哪里是什么女修啊 这分明是一批原本是女修 可却被活活炼制成了尸魁 可偏偏又禁锢了他们的魂 使得他们的眼睛能露出神采 与行尸走肉又有不同之处 此刻一个个似被操控着走到了大殿中心 竟在那里翩翩起舞 这一幕落在别人眼中还没什么 可白小春在看到的刹那 他的脑海瞬间就轰的一声 整个人都有些颤抖 呼吸陡然变得粗重 眼中更是刹那就有了血色 因为这些女子都是通天世界的秀士 甚至这其中还有一两位 还是逆河宗的弟子 白小春曾经见过 对方还给过白小春情书 白大使 你看我谢皇朝这个 近年才有的研习前的助兴舞蹈跳得可好啊 大皇子微微一笑 看向白小春 与此同时 广木等人四周几乎所有人 都将目光投向了白小春 白小春呼吸急促 他的心中此刻根本就无法平静 可他明白 大皇子刻意的安排 几个天尊墓中闪烁的寒芒 还有邪黄的冷漠 无不说明 大皇子这一次就是要刺激自己 若是他这里没有控制住 有了一些出格的举动 就会被他们抓住机会 甚至会以刺亡杀架的莫须有 将自己斩杀也不是不可能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七十五集 他笑了 白小春默然 他也只能沉默 捏住酒杯的手 再颤抖了几下后 他注意到通天到人的末世 注意到了这四周 除了公孙娃神色复杂外 所有人的冷漠 他缓缓闭上了眼睛 实力 足够的实力 如果我现在可以占太鼓 谁敢在我面前如此羞辱 谁敢在我面前如此虐我通天世界之羞 白小春闭着眼睛 盖住了纠结挣扎的赤色 可一切还没有结束 大皇子嘴角带着一抹微笑 眼看白小春这里忍住了 他的目中有一抹积风闪过 今天我为白大师准备的船头 可是有很多啊 呵呵呵 白大师 你我一见如故 你更是代表圣皇朝 这样 今天本王就送你一样礼物 这礼物吗 大皇子说的这里 一直那些还在舞蹈的尸魁 就是 这尸魁的炼制办法 如此一来 白大师回去后 自然就可以自己去炼制一下 批一批这其中的滋味了 对了 炼制如此失魁 可是本王独创出来的 呵呵呵 大皇子不等白小春睁眼 小城传出后 正殿大门外 竟然立刻进来两个修士 这两人到了大皇子进前拜见后 修子一甩 居然从他们的厨袋内飞出了三个修士 这三个修士 赫然都是原因 一个个都昏迷不醒 一懂不懂 白大师可要看清楚了 本王 就当着你的面亲自炼一下 这样也方便你去研究 大皇子脸上笑容更盛 内心则是一片冰冷 他今天布置这个局 目标就是白小春 实在是在他看来 这白小春有些不知好歹 原本自己打算 只要对方同意了与自己交换身体 那么他就在父皇面前多说一些好话 使得这白小春在西皇朝期间安全度过 可如今对方既然拒绝 那么说不得 他大皇子就准备亲自去取了 如白小春所判断 只要他稍微有一些出格的举动 在这皇宫内 在西皇面前哪怕小事也都足以变成大事 所以他要的就是要让白小春忍不住 此刻心底冷笑容 大皇子上前当着所有人的面 开始炼制食魁 很快的就有凄厉的残叫从那修士口中传出 回荡整个大殿时 白小春身体更为颤抖 他的眼睛也慢慢睁开 他不想去闭上眼 他想要去看到 看得清清楚楚 炼制这特殊的石魁 有一点白大士可要注意 就是全部过程里万万不能让对方死掉 一定要用各种折磨的办法 让他痛苦 让他哀嚎 这样的话 才可以使得石魁在完成后 对方的全身血肉处于活跃的状态 大皇子一边咧 一边笑着向白小春介绍 整个过程残忍无比 足以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白小春死死的扣住座椅的扶手 眼睛内的红芒在这大殿内都惊人 眼前的一幕让他整个人都要疯狂起来了 那种残忍比生生剥皮还要强烈无数倍 几乎是将一个活人彻底的从内向外的改造 如果仅仅是动作也就罢了 大皇子的介绍更是无比详细 而他为了刺激白小春 竟把手中被炼制的三位修士解开了封印的操控 使得这三人恢复神志可以开口 如此一来七礼之音更为强烈 尤其是三人里的中年男子 他似乎认识白小春 此刻在那痛苦下猛的看到了白小春后 发出了求救 快走救我救我 这声音的传出 让公孙王面色再也控制不住的陡然一变 向着白小春摇头示意 而白小春这里更是顺接就将扶手捏碎 无数目屑散开中广目等人也都目光一鸣 气势升起 他的怒意已经讨天 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 他的身体颤抖心里难受无比 此时他宁愿自己没有这天尊肉身 让碎目屑扎入手掌也好过心里的刺痛 他整个人极度憋屈 此刻猛的就站起了身 几乎在他起身的瞬间 坐在龙椅上的蝎黄 双目微微开合了一下 广目等人也都纷纷狂喜一个个正要出手 可就在这时突然的公孙王输的右手抬起猛的一挥 顿时三道黑雾刹那而出 速度之快 大皇子身为半神根本就无法阻挡 其他人又都将注意力放在白小川那里 也来不及反应 瞬间 这三道黑雾就融入到了那三个正在凄厉惨叫求救的通天世界修士身上 顿时 这三人身体遗产神色中竟露出解脱 闭上了眼气绝身亡 够了 大皇子 这里是皇宫 你的这些研究 莫要拿到这里 也莫在本尊面前去摆弄 本尊看着 恶心 公孙王输出手的瞬间冷然开口 声音如同阴风吹过 在这皇宫内回荡开来 这种事白小川无法做 可他身为邪皇朝天尊他可以做 只不过这么做的后果不小 你 你 大皇子猛的转头看向公孙王 四周众人也都心头一惊 就算是那几个天尊也都眉头微微皱起 可既然公孙王出手了 他们也不好说什么 纷纷的收回目光 坐在龙椅上的邪皇 此刻略微开合的双眼 也在公孙王身上看了看 露出微不可查的一抹阴霾 白小川看着那死去后 脸上带着解脱之意的三味修士 深吸口气后 勉无表情的向着邪皇一摆 邪皇陛下 白某身体不适 先行告退 他说着转身就要离去 大皇子灭色阴沉 眉头皱起 心中对公孙王暗恨 心底发誓 早晚有一天 自己要把这公孙王炼制成一尊 天尊厌魁 此刻 眼看白小川要走 他岂能善罢改秀 立刻上前 阻拦在白小川前方 白大使 邪皇陛下 还没有同意你走呢 宴席还没有结束 你怎么能走呢 而且接下来 还有一件更大的事情 白小川冷冷的看着眼前的大皇子 他心底的杀鸡之重 顺着目光散出时 就算是大皇子也都内心遗产 升起了一股寒意 若非是此地不允许 白小川一定将这大皇子直接斩杀 他没有理会 阻拦在自己面前的大皇子 继续向皇宫外走去 广木等人目光闪动 略有迟疑 又看了看邪皇 发现邪皇也一言不发后 他们也就都没有什么动作 大皇子此刻出了一身冷汗 恼羞成怒忽然拍手 顿时在白小川的前方 皇宫外立刻有一道长虹呼啸而来 这长虹那是一个老者 同样也是半神修为 他并非独子 他的手中竟赫然拎着一个人 此人头垂下看不到样子 可其身上居然穿着地袍 头顶上虽没有带着地罐 可那一身的黄袍 在这皇宫内格外的闲言与刺目 奎皇 白小川脚步猛的一顿 心底震动 尸声低呼 永恒先遇上 有资格穿黄袍者 只有两个 一个是邪皇 一个是圣皇 可实际上 还有一个人 他一样有资格 这个人 就是奎仔的 嫡系后人 通天世界的正统皇朝中的奎皇 如果说 白小淳是依靠当初与通天道人的遗战 依靠首陵人的造化下 形成的奎仔的血脉 成就的奎族 再加上他的秀为天尊 如今成为通天世界修士心中的皇者 那么 曾经的奎皇在身份上 他才是真真正正的通天世界的至尊 通天世界崩溃 奎皇没有陨落 而是被邪皇朝抓住 不知被折磨了多久 挖空了一切秘密后 在今天 被人如同拎着一只牲口般 直接就拎到了皇宫内 出现在白小淳的面前 在听到白小淳的声音后 已经神智模糊的奎皇 缓缓的抬起头 茫然的看着四周 直至他看到了白小淳 他笑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集 传承 这笑容很是沧桑 尤其是奎皇的左眼睛 已经成为了窟窿 从痕迹上去看 竟似乎是他自己挖下的 而他原本不应该是这么苍老 显然成为阶下囚的这些年 这位大皇子在他身上 不知施展了多少次研究 与残忍的迫害 堂堂一代奎皇 曾经在蛮荒时 他虽被打铁石架空 可在颜面上 他依旧是奎皇朝的皇尊 依旧是被无数子民摩拜 只是如今 如此凄凉 如此悲惨 白小淳身体颤抖着 张了张嘴 却噎在那里 他的脑海浮现出的 是当时蛮荒时奎皇的样子 和今天此刻眼前所看的仿佛两个人 白小淳气息紊乱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再见奎皇 居然是在这里 注意到了白小淳的时时波动后 大皇子目光闪烁 内心很是得意 他想方设法的去针对白小淳 目的就是要让白小淳犯错 毕竟大使这个身份过于敏感 可一旦白小淳自己犯错了 那么则一切好说 而他要的实际上 正是白小淳的身体 可以说 对于白小淳的血脉 这位大皇子垂涎已久 他有一定的把握 只要掌握了白小淳的身躯 他就可以破解 魁仔血脉的秘密 不但可以获得炼灵的天赋 更是能将魁仔留下的功法修炼成功 白小淳的不死长生宫 如今在永恒先遇 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尤其是他的逆天般的恢复 更是让很多人都动容 甚至大皇子手里 就有不死长生宫的修炼法门 只是他无法修炼 只有具备通天世界的血脉之人 才有可能将这不死长生宫修炼成功 这是最基础的条件 这一切都使得大皇子 对于得到白小淳的身躯很是热气 此刻 眼看自己的准备奏效 大皇子沉吸口气大笑起来 白大使 小王对炼灵很感兴趣 你也知道 我这个人追求完美 身体内外已经差不多都换了一遍 甚至我也不瞒你 我的体内也已经有了一丝 你们通天世界的血脉 也摸索出了炼灵之法 可这些血脉之力还不够 远远不够啊 而现在我已征得父皇的同意 准备将这个魁皇生生烈化 将其整个身躯的血肉炼制成我的一条手臂 这条手臂将完美的具备了通天世界的血脉 而我也因此能深程度的掌握 魁宰血脉的秘密 大皇子话语回荡 整个人目中带着一抹癫狂 他的话语 他的身体仿佛已经疯了一样 可偏偏这四周众人竟绝大多数都觉得这一切正常 甚至一些半神目中都露出了羡慕 说到这里 大皇子猛的抬起左手 竟瞬间将自身的右手斩下 不顾鲜血喷洒 他一把抓住魁皇 直接就按在自己的伤口上 瞬间 经由大量的肉牙诡异的蠕动 恶心至极的顺着魁皇的身体 直接就钻了进去 魁皇身体剧烈的颤抖 可他的眼睛依旧在看着白小春 他的脸上 哪怕身色扭曲也都依旧在笑 更有声音 从其口中在这一刻传遍四周 哈哈哈 朕的左眼 藏着魁宰血脉的秘密 没有人可以拿走 在注定要被羞辱的第一天 在他们不知道魁皇血脉的隐秘时 朕就将左眼挖下 魁宰血脉的秘密 是我统天世界的根基 是我统天世界的一切 他们谁也拿不走 哈哈哈 魁皇笑了 在这笑声中 他似将身体内最后的力气爆发出来 当着邪皇朝满朝文武的面 在这皇宫内说出了这么一番话 这些话 他显然不是对其他人去说 而是对白小春开口 因为他知道 白小春的血脉 从某种意义上 或许不如自己正统 可在浓度上 却已超越了自己 他更是明白 他是通天世界的皇尊 哪怕只是末代的皇尊 也要肩负起自身的责任 这个责任 他如今已经无法承担了 可他不能让魁皇血脉的秘密 从自己手中丢失 而白小春就是他的选择 从我挖下自己左眼的那一刻起 我就不再是魁皇 如今死在这里的也不是魁皇 只是一个通天世界 普普通通的半神 魁皇扬天大笑 哪怕身体颤抖 哪怕身躯已经被大黄子的肉牙彻底钻入 在那蠕动中 他的身体明显的枯萎 整个人仿佛化作一个正在融化的蜡像 贵异至极 可他的声音依旧机遇 哪怕虚弱 也依然在这皇宫内回荡八方 我不再是魁皇 真正的魁皇 真正的魁皇 在当初通天世界崩溃的那一刻 我已经出现了 魁皇的笑声越发虚弱 但他的右眼却明亮无比 始终看着一个方向 始终都看着一个人 那个方向是白小春所在的地方 那个人就是白小春 他的话语没有说完 可不管是白小春 还是这皇宫内的众人全部都明白 魁皇口中所说的新的皇者是白小春 于其说 这一次是大皇子炼化魁皇 不如说 这是新旧魁皇的一次 在西皇朝的见证下的交替与传承 魁皇传承 随着话语回荡 老魁皇的身体越发的不成样子 他的右眼也慢慢闭上 可他的嘴角在这痛苦中 还是露出了一抹 似乎放下一切负担的轻松之色 白小春强抑着身体的颤抖 眼睛有些模糊 向着老魁皇抱拳深深拜下 这一拜拜的是上一代魁皇 这一拜拜的是一位英雄 英雄迟暮 或许遗忘的他不是英雄 可现在他就是一个英雄 此时就算是大皇子也都没有想到 此刻 眼看事情居然到了这种程度 他顿时恼羞成怒 嘀吼一声 加快的吸收 顿时 老魁皇的身体插那间 就直接成为了一团血肉 在那诡异的蠕动下 其整个身躯竟融解又凝聚在一起 画作了一条手臂 这手臂被无数肉牙拉扯 直接就融入到大皇子的伤口处 瞬间就融在了一起 一股通天世界血脉的力量 刹那就从这只右手上散发出来 大皇子站在那里感受了半伤后 猛地握住拳头大笑起来 裴大使 看我这条手臂如何 我感受到了浓浓的练灵气息 大皇子眯齐双眼看向白小春 此刻的白小春 已久低头败在那里 他的目中已经赤红一片 只语低血 一波波冲动化作热血 在他脑海里几乎要爆开 他无法去回答大皇子的问题 因为这一刻的他内心的杀鸡之强 已经套天 一旦爆发 甚至杀鸡怒火 都能燃烧整个苍穹 他猛地抬头 赤红的眼睛看了大皇子一眼后 又看向邪皇 邪皇陛下 白某既是通天世界之人 也是圣皇朝大使 不算身份 也是永恒先于十二天尊之一 此番夜袭 一个半神皇子对白某如此羞辱 有些过了 若有下次 白某言辞在先 休怪我 杀人 白小春说完 转身就走 大皇子的内心 也突然狂跳 实在是方才白小春的眼神 比最早时还要强力 甚至在他的心底 好似留下了烙印一般 可还没等大皇子说些什么 白小春闭上的眼 木然转身 向着皇宫外直接走去 直至白小春走出皇宫大地 大皇子那里 才从之前的亲经中恢复了一些 心底是恼羞无比 正琢磨着接下来要如何时 邪皇那边微微摇头 目中深处 有外人看不到的一抹讥讽 这讥讽既是对白小春 也是对那大皇子 他没说话 只是起身一晃 离开了皇宫 眼看邪皇走了 广木等人也都纷纷起身 心底也都知道 这一次白小春算是躲过了一劫 到了最后 整个皇宫大殿内 就只剩下了大皇子一个人 他的面子慢慢扭曲 他的目中露出了一抹疯狂 白小春 你是我的 我一定要得到你的身体 大皇子低吼中 狠狠地一甩手臂 愤怒离去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七十七集 星空残壁 白小春 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到的大使馆 他整个人如湿了魂 好似行尸走肉 他痛恨自己的软弱 痛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出手阻止 他的席似乎撕裂成了两份 一份告诉自己 就算是阻止 也是于事无补 可另一份 却在向着他怒吼咆哮 耳边的求救声回答 眼见老奎黄的七里模样总是浮现 这种意识的扭曲 这种心灵的折磨 使得白小春恍惚中 眼泪流下 他觉得自己要崩溃了 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能承担如此责任的人 只是一步步走过来 他却成为了所有人的希望 而白小春不敢去想 如今天的这一幕 如果发生在李清侯身上 发生在宋军婉 红尘女身上 发生在张大胖身上 那么结果又是如何 修为 一切都是修为 如果我现在是太古 白小春眼睛赤红 狠狠地握住拳头 这一刻的他 对于修炼 对于扁强 有了比之前 还要强烈一万倍的疯狂 他直接就取出北脉大戒 看着这把世界之宝的大戒 白小春好似看到了北脉 他沉默中取出归文锅 借助如今自己补充的多色火 开始对北脉大剑烈灵 随着一次次灵文的出现 北脉大剑的气息也逐渐的不同 到了最后 当被白小春烈灵到了一定次数后 其上散发出的灵力之意 已经是惊心动魄 仅仅凭着这把剑 面对太古还是不够 白小春呼吸略有平复 收起北脉大剑后 直接就一晃之下消失在密室内 出现时赫然在了残山上 这一次他没有半点停顿 他觉得自己此刻心头的杀鸡与疯狂 必须要发泄一下 否则的话他觉得自己会心里崩溃 而最好的发泄方法就是闯关 此刻的他甚至都不去考虑气灵是否沉睡了 就算是对方苏醒 白小春也要颠狂一次 也要爆发一次 他一晃之下就去了关卡 开始闯关 呼鸣之声 在那关卡内不断的回答 白小春的疯狂在这一刻彻底的爆开 北脉大剑更是被他取出横扫八方 无论是肉身之力还是修为 都在这一次次的发泄中惊天动地 八十五关 八十六关 八十七关 关卡难度越来越大 可白小春内心的疯狂 使得他根本就不在乎这关卡里出现什么 他眼睛里只有血色 他的心神中充斥了杀戮 白小春低吼中 他的身体与修为因杀机而磨合 居然更深层次的融合在了一起 毕竟之前他肉身大幅度提高 与修为还是存在了一些不融洽 可如今在这杀戮里 在这发泄的爆发中 好似被不断的打磨一般 随着融合他的战力 竟再次提高了一些 八十八关 八十九关 直至白小春到了第九十关 他的伤势之重 超出了曾经的所有 不死卷的运转 也都在与修为的融合下 越发惊人 而他的出手 也好似回到了在通天世界时的 以伤换杀 从落尘山脉起 这样的战斗风格 就成为了白小春所特有之法 直至如今 当他再次施展这样的战法时 不说炉火纯青也相差无几 当他的热血沸腾 当他的发泄到了极致 当他的眼睛内已经越发疯狂时 正是在这九十关 九十关的世界 是一片充满了火山的天地 天空是黑色的 那是火山灰形成的黑云 大地上能看到一处处正在爆发的火山 整个世界都在一生生轰鸣中震动 而在这充满了暴怒的世界里 赫然有三条身体足够万丈大小的惊人石虫 正在大地上不断的穿梭 即便是正在爆发的火山也都经不住他们的撞击 往往直接穿透后 使得岩浆火海大范围的扩散 而他们则在岩浆中游走 竟毫发无损 最夸张的 是他们所过之处 那些岩浆居然都开始石化 随后又被更多的岩浆淹没 远远看去 整个大地除了爆发的火山外 就好似一片岩浆之海 赤色浪华陶天 很是惊人 几乎在白小春出现的刹那 大地上一条石虫似有所差 猛的抬头 在注意到白小春的身影后 木然发出一声咆哮 速度之快 竟化作一道残影 直奔白小春吞噬而来 若是换了其他时候 白小春必然躲开 可现在的他 在那石虫到来的刹那 双手掐绝骤然一挥 人山局的施展使得四周虚无扭曲中 凭空的出现了一块块巨大的石头 刹那就环绕在白小春身边 将其组成一尊巨大的石人 一声比那石虫还要寒天的咆哮 从白小春口中传出后 他不退反击 直接就与那石虫站到了一起 哄哄之声震耳欲聋 这一战 让这关卡世界翻天覆地 也引动了另外两条石虫 从四周呼啸临近 齐展白小春 15日后 当白小春从这第九十关出来时 他的全身鲜血弥满 他的右手更是消失 甚至他的半边里都能看到骨头 可他的双目露出的终于再不是不理智的疯狂 而是一片平静 只是在那平静的背后藏着一股深邃 更似蕴藏风暴 第九十关已被他闯过 此刻走出后 刚刚到了广场上 白小春就再也承受不住 喷出一大口鲜血倒了下来 可却依旧挣扎着坐骑开始吐纳 随着修为的运转 随着肉身之力的恢复又过去了三天 白小春的手臂重新生长出来 他的一半脸正在慢慢恢复时 白小春睁开了眼 他的修炼还没有结束 那十重的鲜血似具备了某种强烈的俯饰 使得他的恢复也都贬得比平日里缓慢了一些 此刻之所以苏醒是因为这残闪突然传来的强烈震动 随着震动 一股让白小春心神猛的震颤的气息 竟从残闪外的星空中目然传来 白小春愣了一下后 立刻起身来到残闪边缘猛的向外看去 这一眼之下他的眼睛猛的睁大 心神更是掀起大了 那是 白小春倒吸口气 他的目中所看在远处漆黑的星空中 此刻居然有一团柔和的光 这光团太大 足有万丈大小 而仔细去看 可以看到这光团内居然包裹着一条同样巨大的手臂 这是一只左手 准确的说 这似乎不是修士之手 更像是一只狼爪 也正是这只左手的靠近 使得残闪传来那剧烈的震动 尤其是这手臂上散发的气息 更是让白小春觉得震撼的同时 也感受到一丝熟悉 天哪 主宰左手 就在白小春心中已有答案的瞬间 他的身后传来了 残闪气灵尖锐中带着激动的嘶吼 这是哪一位主宰 让我仔细看看 这应该是狼魔界的主宰高天神 一定是他 当年他虽是主宰中最弱的 可他的气息我不会认错 高天神的手臂 白小春把你的权限借我 有了这条手臂作为动力 我就可以让仙山加快速度 与其另一半融合 我可以承诺 你之后的关卡 我最多只在出手一次 气灵也是激动的疯了 此刻话语说出后都没注意到 说出了一些白小春如今还不知道的秘密 白小春目光一闪 没有去多问 心中虽有兴趣 可他对于气灵的话语并不相信 此刻 残善在那惊人的速度下 已经快要碰触到这手臂 可就在这时忽然的 这手臂上竟在这一瞬突然的动了一下 随着动弹 居然有一缕缕 冤魂猛的就从这手臂内飞出 环绕四周 数量虽不是很多 可也不少 向这残善这里 发出无声的咆哮 神色内更是露出贪婪与疯狂 白小春眼睛猛的 真的 混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这不是白小春第一次在星空中看到冤魂 实际上 当初他在星空中看到那座宫殿时 就已经获得了一份太古魂 可白小春还是觉得 那一次或许是碰巧了 直至此刻他在注意到这主宰手臂上瞬间爆发出的大量冤魂后 白小春整个人都振奋起来 自从来到永恒先遇后 白小春对于冤魂就始终需求 可却很难获得 之前的关卡内魂的收获使得白小春的多色火补充了不少 可实际上依旧还是不够缺少太多 只是那关卡内的魂一方面白小春无法再进去 另一方面 则是关卡之魂终究还是有数量的 并非无计 白小春粗略估算 就算是全部获得 怕也还是不够 看来 在这星空内 的的确确存在了冤魂 白小春的呼吸透着激动 目光直勾勾的落在那些扑来的魂上 再没有半点迟疑 立刻就低吼了一声 小麒麟 我相信你一次 白小春说着 直接就散开自己的权限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白小春知道 哪怕自己散开权限 可若这小麒麟有反噬之心 她还是有把握 瞬间将自己的权限夺回 毕竟此刻她与气灵之间 单纯从权限上讲 白小春要超出气灵 只不过因本质的不同 在没有达到一百观时 很多关于法宝的神通 白小春无法掌握与去世 随着白小春对权限的释放 小气灵立刻就振奋起来 此刻猛的就神念散开 覆盖整个残山 借助白小春的权限 与她自身的能力 顿时就让这残山 爆发出璀璨之光 随着残山光芒闪耀 小气灵右手抬起 一直竹在手臂上 突来的那些魂 震指一个字 好似一声天雷 在这星空内掀起 如大浪般的波纹 与此同时 这残山的扇面上 存在的画像 也都一下子动了起来 栩栩如生 残山的扇面是一座山 山上有一座塔 山下则是半条河 河水里一艘孤舟 周内有人在下棋 而在舟船外的河水上 还漂浮着一座宫殿 随着画面的波动 似乎那舟船上 正在下棋的人影 右手抬起 向外一挥 仅仅是一挥之下 顿时就让这星空猛的震动 一股莫大的犀利 讨天爆发 轰轰之声回荡街 那些扑向残山的所有冤魂 一个个都发出凄厉的残角 纷纷的成为了流光 被直接吸入到了扇面的河水里 而那主宰的手臂也都猛的一颤 若是一尊活着的主宰 这残山哪怕在气灵操控下 也都无可奈何 但如今 只是一只主宰的手臂 则一切简单很多 瞬间 那只手臂就缓缓的 在碰出了残山后 好似被拉扯一样 慢慢吸入画面里 不过 只是这过程不快 残山更是不断的颤抖 似也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毕竟 这不是主宰分身的血肉 这是一尊真正的主宰的手臂 而那小气灵 此刻也都露出憔悴之意 红着眼似爆发了一切 去维持这一切的进行 白小春 在旁边目瞪口袋的看着这一切 呼吸无比急促 当初 这残山在遇到太古魂所在的宫典时 没有麒麟操控 还显露不出其惊心动魄的强悍 可现在呢 有麒麟控制 那扇面上的一切 任何一个都爆发出 就让白小春心惊的气息 尤其是紧紧舟船上的身影一挥手 就让这主宰手臂也都无法抗拒的被吸入进来 就更让白小春心底狂热无比 我这个发泡 果然了不得 白小春激动了 直至看着那手臂被彻底吸入扇面后 他一眼就看到 在那扇面内 山顶的天空上 此刻赫然多出了一只 似从天降临想要抓向河水内舟船的惊天大手 如果我有一天能这般操控 什么血黄我一直过去 直接就将其捏碎 白小春心头震颤 满脑子都是在幻想自己有一天 可以在太古面前出手镇压的画面 与此同时 在将这主宰手臂吸入扇面后 整个残善爆发出更强烈的光芒 似乎的确如小气凌所说 这一只主宰手臂使得残善的威能更大了一些 而小气凌那里也似乎耗费了极大的代价 此刻气喘吁吁化作一道长虹 就要飞入扇面内沉水 至于被他借去的泉鞋 此刻也重新属于白小春 可白小春有些不甘心呢 他眼看小气凌要走赶紧的高呼一声 不能白借呀 分不点好处 那大手臂我不要 里面的魂给我 白小春急了 这种眼睁睁看着小气凌大有收获 而自己却一无所有的感觉 让白小春赶紧的上前几步 此刻 正要飞入扇面内沉水的小气凌 死叹了口气 口中喃喃了几句外人听不到的话语 不知怎么的 竟首次的听从了白小春的要求 神念一扫 顿时闪面那只大手猛的震动 大量的沉水的魂 从手臂内飞出直奔白小春而来 白小春顿时狂喜赶紧收魂 这凝聚在主宰手臂上的魂 最弱的也都是原因 里面天人魂 半神魂更是数不胜数 甚至太古魂 白小春也都发现了三尊 这就让他心头狂跳 当好不容易把所有的魂都收走后 小气凌早已进入山面内沉水了 白小春此刻激动中深吸口气 立刻盘膝坐下 他等不了太久 尤其是如今气凌沉水 蚕蚕在这星空平稳飞行 白小春索性在这里再次炼火 而如今他的魂再次增多 哪怕炼至15色以上的火会存在消耗 也都可以暂时不那么顾忌了 我要炼出22次火 白小春眼睛赤红 这是他在通天世界时的梦想 始终无法成功 到了永恒先遇后 虽他有了一定把握 可却没有材料 此刻一切具备 白小春立刻就双手挥舞 大量的魂飞出 开始炼制 在白小春炼火的同时 永恒先遇内 西皇城所在的大陆上 这些年在张大胖的暗中相住下 逐渐将灵溪宗很多弟子都汇聚在一起的李清侯 与灵溪老祖等人 他们在这一天终于等到了 两位不知是命运安排 又或者是冥冥中的某种迁移 从而陆续到来的两个人 这两个人 一个是宋军婉 另一个则是红尘女 他们的到来 目标正是邪黄城 他们听说了白小春成为大使的事情 不想孩子出生时 也都看不到自己的父亲 所以才到了这里 宋军婉 一路在铁袋的保护下 与灵溪老祖等人汇聚 至于红尘女 她不需要有人保护 自行到来 而他们的肚子都一样的鼓起 当出现在李清侯 与灵溪老祖等人眼中时 众人都睁大了眼 宋军婉还好一些 可红尘女直接就开口 说出了孩子的父亲是谁后 所有人都愣住了 宋军婉目中煞气一闪 哼了一声 也说出了孩子的父亲 听着那一样的名字 灵溪老祖干咳了几声 赶紧离去 可李清侯没法走 她只能苦笑的站在那里 安慰一下这个 又安慰一下那个 小兔崽子 怎么同时弄出来两个 直直将二女都安顿下来 李清侯才回到了居所 虽话语有些生气抱怨 可脸上的笑容明显是颇为的开怀 不知道是不是双喜临门的缘故 在宋军婉与红尘女 与灵溪老祖等人汇聚后 在那星空的残山上 白小春猛的抬起头 露出弥漫了血丝的双眼 虽疲惫 可却有激动之意压制不住的生气 我 我成功了 白小春扬天大笑 右手一挥 一团在他手中前所未有的二十二色火 木然的照亮整个残山 远远看去 其光芒竟在火焰成形的一刻 超越了残山本身 好似在这漆黑的星空里 点燃了一盏烛火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七十九集 风暴前的重逢 二十二色火的出现 白小春在振奋的同时 也慢慢陷入到记忆中 渐渐情绪有些低落 往昔的画面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 小春想到了通天世界里 白好为了救自己的一幕幕燃烧自身 成就世界极致之火 只为来救自己 白小春承认 自己从来都是在炼火的天赋上 不如自己的弟子 甚至可以说 如果没有白好 白小春或许也会有今天的成就 只是所消耗的代价与时间 将远远的超出如今 是白好的天赋 使得白小春在炼火上如鱼得水 更是白好的付出 将白小春从曾经必死的局面里 逆转了乾坤 对于这个弟子 白小春有愧疚 更有心底的刺痛 每次想起 他都忍不住在脑海浮现 曾经两个人在蛮荒相依为命的一幕幕 许久白小春喃喃低语 哈尔 快了 本事很快就可以让你从火焰中复活 白小春的声音很小 外人听不到 只有他自己才可以听闻 此刻低着头摸着手背上的印记 扮上之后 白小春抬起头时 他离开了残善世界 将一切回忆都埋在心底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再是当年无忧无虑的白小春了 他的身上有沉重的压力 皇宫内大皇子 对于通天世界修士 以及奎皇的羞辱 白小春不能装作看不到 奎皇 不是传承 却更胜传承的目光 白小春不能无动于衷 实力 修为 白小春深吸口气 回到了邪皇城大使馆的密室后 他立刻盘袭坐下 将自己此番闯关的收获整理后 立刻开始闭关修炼 接下来的管卡 尽管小气凌说了只会再出手一次 可白小春一方面不能去完全相信 另一方面他也明白 越是后面就越艰难 尤其是如今 他已经到了第九十管 只差十管就可以真正成功 他不能失败 唯一的办法 就是每一次闯关结束后 将奖励丹药吞下 使得修为持续攀升 如此才有可能最终成功 而一旦成功 收获之大是可以预见的 这也是白小春心中最大的动力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半个月 白小春在这半个月里 始终闭关 全身心的沉浸在修行中 随着残上关卡的奖励丹药不断的吞下 他的修为与日俱增 虽还不是天尊中期的巅峰 可也相差不是很远 直至这一天 大使馆内来了两个人 这二人都是女子 其中一人身材修长 相貌绝美 一身天尊修为 使得她的到来 在瞬间就被白小春察觉 公孙瓦 密室内 白小春双眼目然睁开 神石扫过后 当她看清了公孙瓦身边的另一个女子时 白小春身体猛得一颤 小妹 白小春呼吸一簇 身体刹那消失 出现时赫然在了公孙瓦与侯小妹的身前 正正的望着眼前这个修为天人的女子 白小春的心越发的震颤起来 跟随公孙瓦到来的 正是从白小春到了永恒先语后 就始终闭关的侯小妹 多年不见 侯小妹的模样 已与曾经有了一些变化 或许是因其功法的缘故 她看起来更为动人 尤其是全身上下 虽散出与公孙瓦相似的冰寒气息 可她在看到白小春时 目中露出的却是热切的激动与惊喜 更是在其双眸深处还有一抹柔情 这柔情好似永恒一般 不但没有比在通天世界时少 而因离别变得更浓 如一团火 与其身上的冰寒融合在一起后 这冰与火的感觉 顿时就使得侯小妹的魅力无限的攀升 小春哥哥 侯小妹眼圈一红 她眼前的白小春与以前不一样了 似乎多了一些沧桑 或许别人看不出来 可作为在灵溪宗火灶房就认识的两个人来说 白小春的变化 侯小妹一眼就能看出 她知道原因 在出关后 在来的路上 她的师尊已经和她说了一切 那一幕幕事情 侯小妹听到后 她难以接受 可又不得不接受 看似坚强 可实际上心底已脆弱不堪 直至她又听到师尊说 白小春也在西黄城 侯小妹立刻情绪波动难以平复 没等她请求 公孙娃就带着她来到了这里 此刻望着白小春 侯小妹的世界里 已再没有了其他人 她慢慢上前 轻轻地抱住白小春的身体 白小春也低下头 两个人拥抱在了一起 没有再说其他的话语 多年的分别 似乎只是为了等待这彼此冲锋后的拥抱 公孙娃儿在一旁看着这个一幕 墓中有些复杂 轻轻地退后 不愿打扰眼前这两个人之间 此刻弥漫的温馨 公孙娃儿的退后 白小春有所察觉 抬头时她望着公孙娃儿 墓中露出感激 她感激公孙娃儿对侯小妹的保护 也感激公孙娃儿 在这个时候带侯小妹到来的心意 她是担心白小春 在皇宫的打击下做出一些疯狂的事情 所以才带着侯小妹到来 想要让侯小妹来抚慰一下白小春的心 可白小春明白 相比于跟随在自己身边 对于侯小妹而言 还是在公孙娃儿那里更安全 此刻她轻轻低头 在侯小妹的耳边说着往昔的回忆 时间流逝 直至深夜降临时 白小春还是选择了让侯小妹离去 跟随她的世尊 小妹 我 我很快 就将你接回来 很快 白小春 望着侯小妹的眼睛 认真地轻声开口 侯小妹 已经不是当年懵懂的小丫头 无论是天尊岛的经历 还是跟随公孙娃儿后的见闻 她知道 白小春此刻不能有太多羁绊与牵挂 而自己这里的安全 对白小春而言就是最大的稳妥 她哪怕心底不舍 可还是眼中带着泪花 吻了一下白小春的唇 转身离去了 感受着唇上残留的温暖与余香 白小春看着侯小妹离去的身影许久许久 她的目中露出更果断的尖顶 修为 实力 白小春转身走入密室 出现时已在了残善上 开始闯接下来的关卡 从九十关后 任何一关的难度都足以让白小春失败多次 才有一丝可能通过 而这样的难度 根本就不需要小气凌去干扰了 实际上她也干扰不了太多 如今她与白小春之间的权限 在某种程度上早已不对等了 她之前所说的 只再干扰一次这是实话 因为她的权限 在这九十关之后 也的的确确只有一次机会 时间慢慢的一天天的过去 白小春已经彻底的沉浸在了闯关中 而每一次休息时 她也没有浪费时间 而是在研究二十三色火 就这样 半年过去 大皇子在这半年里不知为何 一下子安静了不少 竟再没有去找白小春的麻烦 而其他天尊随着当初皇宫那事情的发生 也对白小春这里警惕更多 不到万不得已不想得罪 毕竟现在很明显的大皇子已经摆开车马 露出了敌意 他们只需要去看热闹就可 最重要的是邪黄那边 似乎在修炼某个极为重要的道法 选择了闭关 虽邪黄经常闭关 可这一次似乎有些不一样 闭关前邪黄下旨 除非是关乎邪黄朝生死的大事 否则的话不可打扰 就这样 整个邪黄城一下子瓶颈了很多 只是心系之人还是不难发现 在这瓶颈下 似乎有一股滔天的风暴正在酝酿 随时可能爆发 第一 一千一百八十集 气灵出手 在这时间的流逝中 白小春进入到一种近乎疯狂的状态里 似乎他的生活每天就只有不断的闯关 修炼以及研究二十三色火 甚至都很少回邪黄城 他几乎将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放在了残山上 在这不断的修炼下 在这没闯过一关的收获中 他的修为不说与日俱增也相差无几 他的关卡也从之前的九十一关不断的推进 虽说缓慢 虽说艰难 可终究还是在白小春的不懈努力 以及其惊人的肉身恢复中 渐渐到了九十六关 九十七关 九十八关 直至在又过去了数月后 白小春终于将那九十八关闯过 进入到了第九十九关 之前的关卡 小气凌没有出现过 可越是往后 白小春就越是警惕 因为他知道 这最后的两关里 必然有一天会遇到小气凌的干扰 在白小春判断 应该是最终的第一百关 可实际上 当白小春进入第九十九关的瞬间 那原本因摄取了主宰手臂 化作了整个残善光芒 从而疲惫极致陷入深度沉睡的小气凌突然惊醒 九十九关 小气凌猛的睁开眼睛 他在沉睡前 在第九十九关内留下一个缺口 一旦有人闯入 他就会被强行苏醒 原本他是不需要这么做的 毕竟沉睡对于他而言也是一种恢复 尤其是他之前消耗很大 此刻沉睡对他来说意义不小 可他对于白小春的痛恨使得他宁可提前苏醒 也要布置这么一个缺口 白小春 这将是你家气凌爷爷对你的最后一次阻止 如果这一次你还是过了 你家气凌爷爷就听天由命了 小气凌深吸口气 语气有些悲哀 实在是他对于这一次的干扰 从心底深处就没有太大的把握 毕竟他太多次认为十拿九稳的时候 白小春那里都会让他知道什么叫做意想不到 什么叫做无耻 什么叫做作弊 以至于到了此刻 小气凌这里都已经开始信命了 他叹了口气 一晃之下就消失在了残山上 出现时到了这第九十九关 此关与之前所有关卡都不一样 这一关居然是一处巨大的宫殿 这宫殿漂浮在天空上浩瀚无边 能看到远处的正点 似足有小半个圣皇朝那么大 一夕节 还能隐隐看到 那里有一座巨大的雕像 这雕像赫然是一个中年男子 穿着道袍 遥望远方 哪怕只是雕像 可散发出的气息远远的超越太古 给人一种好似于整个星空同在的错觉 白小春呼吸一致 那雕像他只是看一眼 就觉得整个人心神震颤 好似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这压力让他喘不过气 甚至就连修尾也都在这雕像的微压下 开始不闻 而在这雕像的眉心处 凹陷下去的地方 那里有一张巨大的座椅 此刻在那座椅上似乎坐着一个修士 距离太远看不清晰 而此地又对神识禁锢 白小春哪怕用了权力也都看不清晰 但他能感受到 坐在雕像眉心之人必然是主宰 极有可能就是这残善的创造者 那位明误了生死道员的巅峰存在 因为只有坐在那里 才可以俯视整个宫殿群 如同是坐在了至高无上之地 可就在白小春这里 被那雕像以及其眉心所做身影震慑的瞬间 他锁在宫殿广场上 于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 不用再看了 那是主宰大人的雕像 而雕像的眉心处 正是主宰大人的一丝余柳至今的投影 他在观望你 作为有九岁月中第一个走到这一关的人 哪怕你不是仙界血脉 可只要是在我们这永恒大界出生的生命 都可获得传承与认可 前提 是你可以通过这最后的两关 随着话语的回荡 白小春呼吸猛的停顿 没有半点迟疑 默然转身时立刻就看到 不知在什么时候出现在自己身后白杖外的一个中年男子 这中年男子衣着朴素 看起来平淡无奇 可他站在那里却好似于整个世界融合 哪怕背着手 可他的身上好似存在了一个黑洞 能将八方的一切气息都吸扯过来 李某并非强者 只是太过而已 如今出现在这里的也并非真体 只是分身罢了 离不开这个世界 闯关之人 只要你在我的手中能承受一拳不死 则算你通过这一关 中年男子说到这里 根本就不问白小春同意与否 直接走出一步 右手抬起 向着白小春隔着白杖 直接一拳袭来 这一拳的轰出 整个九十九关的世界 木然变化 压抑无比 一股超越了天尊的太古气息 更是从其身上滔天爆发 形成的一股波动 好似要碾压一切生命 甚至撕裂了虚无 形成了一股浩瀚的风暴 向着白小春这里就吞噬而来 太古 白小春倒吸口气 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关 居然是让自己在太古手中承受一拳不死 此刻他来不及多想 甚至都没时间去思索太多 来自那中年男子的威亚 化作了让白小春几乎魂飞魄散的生死危机 他本能的肉身之力全面爆发 防护达到了极致的同时 他的双手掐绝修为更是立刻攀升到了巅峰 瞬间白小春四周一块块巨石幻化 人山绝直接成形化作巨大的诗人 没有结束随后是云雷人祖变 轰轰之声回荡街 白小春的身躯直接爆发开来 可时间短暂他也只是能做到这些 来自中年男子那一拳形成的风暴已经是呼啸而来 这一拳视如破竹 带着碾牙与毁灭一切的气势 在靠近白小春十丈时 白小春全身昏明 人山绝竟首先承受不住 直接爆开化作巫术碎石四箭石 云雷人祖的身躯同样没有坚持太久 在那一圈掀起的风暴距离白小春这里 巴掌石骤然崩溃 但在这个过程中 白小春嘴角一出鲜血 双手已然抬起 出手就是长生灯 瞬间他的四周就出现了无数的长生灯 甚至白小春的身体也直接就化作了长生灯 哪怕这整个天地也都这般 可还是在那一圈下 如唐笔挡车 在其距离白小春只有五丈时 所有的长生灯全部撕裂崩溃 白小春的身体也仿佛是被狠狠的撞击 鲜血喷出的同时 他的双目赤红身体倒退一步 被麦打击被他直接取出 向着那来临的一拳直接咆哮斩下 轰轰之声震天而起 只是那无往不利的北麦打击 这一次还没能完全碰触中年男子这一拳 只是接近到了一丈的距离 就再也无法承受 被一股无法形容的反振之力 在爆发中反噬白小春全身 白小春身体狂振 鲜血大口喷出的同时 被麦打击再无法掌控 脱手飞出 这一切电光火石剑发生 仿佛变身肘叶令人目不暇解 瞬息 在北麦打击被震飞后 那一拳形成的风暴 好似吞噬一切的漩涡 直接就轰在白小春身上 几乎 在这风暴降临的刹那 一道乌光闪耀 龟文锅默然出现 阻挡在白小春身前 轰鸣之声滔天回荡 仿佛整个世界都要崩溃爆开 白小春只觉得 一股难以形容的惊天之力 似要撕裂自己的身躯 与一切秀为 他的肉身恢复在这一刻 甚至都超出极限的爆发 不断的阻挡 不断的恢复 不断的喷出鲜血中 白小春的身体 如断了线的风筝 直接被套出老远 他的五脏六腑都要崩溃了 哪怕有龟文锅抵抗 也依旧全身骨头碎裂了大半 整个人轰的一声 落在地面上时 白小春眼前发黑 好似在鬼门关前走了一圈 若非恢复之力惊人 怕是此刻他早已形神俱灭 但无论如何 他依旧算是成功的扛下了 这中年男子的一圈 而龟文锅也在阻挡了这一圈后 重新的化作无光消失在白小春体内 短时间内再无法召唤出来 白小春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勉强挣扎起来 看向那中年男子时 这中年男子一样望着白小春 慢慢的收回了拳头 你疼 中年男子嘴角露出满意的笑容 刚说到这里 忽然目中露出一抹茫然 白小春看到这儿 内心猛的狂跳 一股不好的预感浮显脑海的瞬间 中年男子的声音 改变了语气 更是变了说辞 回荡四方 创官之人 只要你在我的手中 能承受一拳不死 则 算你通过这一关 说着 说着 这中年男子居然再次的握拳 西梁 你出来 我要打死你 白小春 惨然怒吼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八十一集 你发誓 不改我姓 白小春 愤怒中惨叫着身体急速后退 内心对于小气灵的诅咒 已经如滔滔江水一般 连绵不绝 若非是此刻 他无法收拾那小气灵 白小春 必定会将其扒皮抽骨 我 我恨你 白小春沮丧着脸 此刻退后的瞬间 那中年男子已然脚步落下 右手抬起后 顿时这天地暗变 骤然压抑 虚空开始扭曲 一股风暴惊天爆发 这风暴与之前比较 似乎弱了一些 可哪怕是这样 也依旧是太古之力 轰鸣天地的同时 随着中年男子一圈落下 这风暴似排山倒海一般 好似凝聚了世界之力 直奔白小春 呼啸而来 所过之处 虚无碎力 如要被吞噬 好似随着风暴的靠近 这天地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远远看去 这风暴铺天盖地 也就是刹那间 就出现在白小春的身前 白小春惨叫一声 此刻没有别的办法 她的眼睛早已赤红一瞥 她的呼吸急促无比 在那风暴靠近的瞬间 白小春目然大吼 双手抬起 向着大地狠狠的一按 口中更是如寒风般 传出四个字 水则国度 轰轰之声 哪怕在这风暴的呼啸下 也依旧传遍苍穹大地 回荡整个宫殿区 只见以白小春为中心 这四周无尽范围 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小世界的大地 都直接化作了沼泽 随着水气的扩散 一声好似从岁月中传来 从远古咆哮的嘶吼猛的 就在这片小世界内 陶天回荡 更是在这吼声扩散的刹那 一根根力次拔地而起 水则国度 白小春的这个杀手节 此刻再次降临世界 随着昏明回荡 随着力次的冲天而起 一座座山峰更是陆续的突兀出来 而那嘶吼也同样的越发清晰 甚至引动了波纹扩散整个世界 眨眼间 就与这个来临的太古风暴一圈 直接就碰触到了一起 轰鸣巨响 撼动天地 在这碰撞下 在这太古风暴一圈中 水则国度出现的那些历次 与山峰轰然震动 竟有些支撑不住 不是将被崔库拉朽 而是被震颤的模糊起来 好似要从这召唤的状态下消失一般 可就在白小春心里 一凉不禁倒吸口气的瞬间 在那风暴一圈 似要将水则国度穿透的刹那忽然的 比之前的嘶吼还要强烈的咆哮 似乎带着不甘心 猛然间在这个小世界再次传扁八方 水则国度 竟首次的在白小春的一次施展中降临了两次 随着咆哮 好似两片大路直接拔底而起 那两片大路之间充满了无数的山峰 仔细一看 那赫然是牙齿 而这两片大路正是白小春 这本命之兽的凶恶巨口 如同鳄鱼 凶残之意更是超出曾经所有 此刻随着出现 直奔着太古风暴一圈 世界都在这一刹那仿佛要崩溃爆开 可终究 白小春的修为不是太古 这水则国度尽管强悍 可白小春的修为难以支撑 最终 在那不甘心的嘶吼中 水则国度消散开来 太古风暴一圈呼啸直奔白小春 虽如此 可这一圈明显在气势与神通上 比之前弱了不知多少倍 水则国度让其消耗极大 白小春来不及多想 他也没指望水则国度能完整对抗 这太古一圈 此刻他呼吸凝重 低吼中肉身之力全部爆发 修为运转的同时 眉心更是出现了通天法眼 紫光刺目 璀璨爆发的瞬间 龟文国再一次出现在白小春的面前 这一切说来话长 可实际上都是眨眼间发生 刹那间 太古风暴一圈就轰在了白小春的身前 他的肉身好似要撕裂 他的修为似乎要碎灭 鲜血狂喷中通天法眼的紫光 也只是让那风暴一圈断了瞬息而已 最终这一圈直接就落在白小春面前的龟文锅上 仅仅是声音就震荡的整个世界颤抖 白小春鲜血不断的喷出 身体更是如断了线的风筝般 向后倒飞 全身五脏六腑如药碎裂 恢复之力在这一刻也都好似运转到了极致一般 再疯狂的恢复 可这一圈还没有结束 胡小姐直奔白小春倒退的身影轰击而去 哪怕已被削弱了太多 可依旧还是恐怖无边 龟文锅更是因白小春之前的强行召唤 再加上此刻的伤势 以及太古风暴的影响 竟没有回归白小春的身体 而是被直接打飞到了远处 被一片柔和之光插那包裹 这柔和之光来自契灵 白小春 这一次如果你还能通过 老子从此就在你面前彻底低头 小契灵也看得心神震动 此刻吼着狠话声音回荡世界 低你妹的头 契灵你给我等着 白小春勉强后退 此刻顾不上多说 眼前强烈的生死危机 让他整个人都颤立起来 在那风暴一拳靠近的刹那 白小春也疯狂了 拼了 拼了 低后中 白小春竟不退反进 直接就爆发了汗山庄 没有结束 更有不死劲的速度加持 与此同时 他的右手抬起 猛的握住后 直接打吼起来 不灭地拳 轰轰之声回荡中 白小春的身后 直接出现了巨大的地影 他自己也都不知道 此刻爆发的是 几倍帝王拳了 总之 是在这危机中的一次 彻彻彻底底的爆发 轰鸣中 他整个人就如同一道流星 直接就与那风暴一拳轰在了一起 声响 睁耳欲聋 天地颤抖 一股莫大的冲击力 骤然扩散 甚至这片世界所在的宫典群也都承受不住 大范围的崩溃坍塌 瞬间整个世界唯一还存在的建筑就只有在那一片宫典的废墟之间屹立在那里的主宰雕像 那风暴一拳 在经历了种种削弱后 此刻也终于溃散开来 白小春鲜血也不知喷出了多少口 他只觉得一股丝要毁灭自己一切的力量 正在不断的爆发 将自身吞噬 危机关头 他直接就展开了神杀之法 轰鸣中 白小春的身体直接化作血污倒退 在远处凝聚后 似还无法卸去这毁灭之力 继续崩溃后再次凝聚 周而复始七八次 重新凝聚时 白小春再次喷出鲜血 整个人倒在那里已经是精疲力尽 可他的笑声却是回荡四方 我通过了 不可能 在半空中 气凌目瞪口呆的看着白小春 他一心想要破坏阻挡白小春的闯关 可如此难度之下 白小春居然还是成功了 尤其是这一次 并非是彻底依靠龟文锅 甚至可以说 就算是有那龟文锅换一个天尊 怕是也支撑不住 甚至 这小气灵心底 都对白小春产生了一些佩服 可他一想到自己未来的命运 就有些抓狂 不甘心的吼了一句 你发誓 在住在面前发誓 成为我的主人后 不改我的姓 什么呀 白小春一乐 你发誓 滚蛋 老子才不发誓呢 就要改你的姓 白小春一想到这气凌 在这些关卡对自己的祸害 他就眼睛一瞪 可白小春没想到 他只是一句话 就好似对这气凌产生了强烈的刺激 这气凌竟然凄厉的嗷嗷尖叫起来 与此同时 那打出风暴一圈的中年男子 居然再次走了出来 看着白小春抬起了右手 白小春眼珠子都要瞪掉了 他知道 若是再让对方打出一圈出来 自己就废了 此刻猛的一个哆嗦 正要开口去安抚一下小气凌 可就在这时 忽然的在这片世界里 此刻唯一屹立的主宰雕像 没清楚 原本坐在那里的身影 竟缓缓的站了起来 更有超越天雷 如同规则的浩瀚声音 带着无尽危言 回到整个天地 小吃 你够了 闯关者 这一关 你通过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八十二集 你准备好了吗 这声音 言出法随 在回荡世界的瞬间 好似这片天地的规则被换去一半 直接抹去 连同这四周的一切匪墟也都在这一刹那 竟在声音扩散中 直接就好似度过了无数万年一半 眨眼的功夫 竟在原本的尘埃上称为了虚无 天空四野都被影响 不再是晴朗 而是变成了一片灰色 而大地更是在这一瞬万年的流逝中 成为了一处处深坑 只有那尊主宰雕像 依旧屹立在那里 似乎哪怕时间过去了再久 也都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 在某种程度上 好似永恒 白小纯心神狂疹 他的呼吸前所未有的基础 他从来没想到过 居然有人可以只是一句话 就让沧海画桑田 就让天地旋转中 一切岁月万年流逝而过 他更是无法想象 若是此法用在了修士身上 那将是多么可怕 于不可思议 就算是强悍如太古 也要在这一句话中直接成为飞灰 主宰 这就是主宰吗 白小纯心神狂疹 仿佛颠覆了认知 而他身边的气灵 此刻更是瑟瑟发抖 扑通一声就跪拜下来 他目中带着敬畏 而在那敬畏深处 则是藏着深深的思念与悲伤 与此同时 随着主宰声音的扩散 内在主宰雕像没心处站起的身影 竟抬起脚步 向着白小春这里慢慢走来 他一步落下 灰色的天空突然间爆出了黑色的雷霆 轰击大地轰击八方 带着某种狂暴与霸道 似乎要将世界毁灭 而每一道黑色的天雷 都让白小春这里 有着好似面对之前 太古风暴一拳的错觉 而实际上呢 他的感觉没有错 这天雷任何一道 都能让太古色变 这一刻的主宰身影 威严无尽 好似整个星空的唯一 没有结束 随着主宰身影的走来 四周的化作了一处处升坑的大地 居然不断的改变 渐渐出现了一具具骇骨 这些骇骨之多 方言看去根本就数不清晰 所有骇骨都是身体虽还完整 可却能看到其血肉的碎粒 以及它们目中在死亡前残留至今的绝望与骇然 数量太多了 甚至很多骇骨 哪怕死亡 其身上的气息也都是天尊太骨等等 甚至白小春还看到了一些身体庞大无比 明显肉身滔天的巨人也都一个个跪死在那里 仿佛死亡前想要挣扎的战旗 可还是失败了 白小春戏身颤抖 他背着天空的天雷 背着大地的骸骨彻彻底底震撼了心神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那从雕像上走来的主宰身影 他还没有走到白小春身边 可他的声音已经在这世界内回荡开来 第九十九关你已通过 如今只剩下这最后一关 声音超越天雷回荡整个世界 一股惊人的威亚直接就从走来的主宰身影上轰然爆发 这威亚如同风暴直接席卷整个世界 向着白小春周然压下 白小春全身一颤呼吸急促 身体的血肉与骨头都在这一刻传出咔咔的摩擦声 在这威亚下 他就好似怒浪中的孤舟 似乎随着主宰的一个意志 就可灰飞烟灭 在白小春这心神强烈震动中 那缓缓走来的主宰身影 其声音再一次传向八方 这一关 须获得本尊的认可 一旦认可 从此你就是老夫的传承弟子 赐予传承之善 认可二字 在这句如雷霆的话语里格外的突出 就好似蕴含了规则之力 蕴含了岁月之能回荡开来 如同从远古传递 白小春甚至连思绪都在这一瞬被延长 更有一种错觉 处于怒浪中的自己 好似时间被拉长了 这主宰太强了 白小春睁大了眼 此刻他的紧张已经无法形容 如果说他在太古面前还可以镇定的话 哪怕在主宰的眼前 在这威压下 他似乎连站着的力气也都要被抽走 白小春的眼睛立刻就赤红 这不是激动 而是他在下意识的运转修为 去抵抗来自主宰的威压 原本修士在这个时候 是无法集中注意听清耳边的话语 可翩翩主宰的声音蕴含了惊人之力 居然直接在白小春的脑海里爆开 而你若无法达到本尊的认可 则需埋骨在此 这句话一出 天地色变风云道绝 好似有无数七里之魂 正在嘶吼咆哮 与此同时 这主宰的身影在这环步下 一走到白小春摆帐外 没有停顿 依旧一步步走出 而随着他的靠近 他的四周天地颤抖 黑色闪电不断的爆发 四周的骸骨也都颤抖起来 仿佛重现生前的凄惨 这四周的所有骸骨 皆是当年本尊创造出这把传承之扇后 没有开启星空之战前 整个永恒大界内所有创入之人 这些人 没有任何一个获得认可 都在本尊一指下死在了这里 成为了维持传承之晒运转的血肉灵力 走在海骨中 主宰的身影越发清晰 这是一个中年男子 相貌俊朗的难以形容 尤其是他的眼睛竟好似蕴含了星空 让人只是看一眼就会忍不住沉进去 似乎连灵魂也都要被射去一半 如今多年过去 你是星空之战后 第一个走到这里的闯关者 现在回答我 你准备好了吗 当这最后一句话回荡时 主宰的身影移走到白小春使掌外 他站在那里 就好似一座可以镇压星空的大山 而白小春在其面前就仿佛蝼蚁一般 那种威亚 那种气势 那种疲逆天下之意 那种好似一切众生只在其一念间就可决定生死的霸道 凝聚在一起后 化作的怒浪 似只在等白小春一句答案后 就要将白小春直接吞噬 在这怒浪前 白小春有种强力的直觉 自己要是傻了 点头说准备好了 那么 怕是这句话刚一说完 自己就要被这怒浪瞬间拍得行神俱灭 我 白小春紧张中 刚一开口 那种要被毁灭的危机感 又一次爆发 在这恐惧中 在这威压下 白小春赶紧摇头 我还没准备好 他话语一出 那主宰身影目光一闪 一旁的气零爷眨了眨眼 突然的眼中冒光 那光芒 就好似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似藏着狂喜 对呀 他不知道这一关 七零一想到这里 顿时激动了 随后 世界刹那轰鸣 直接坍塌中 一股传送之力爆发 直接就卷着白小春 消失在了此地 出现时 白小春已离开了一百关 回到了残山上 他气喘吁吁 刚一现身 就赶紧擦去额头汗水 实在是之前的感觉 就好似手无腹肌之力的凡人 面对一只随时可以吞噬人的猛虎一般 嗯 虽然怂了点 白小春深吸口气 也觉得自己方才有些怂了 可一想到换了任何人 面对气势那么滔天的主宰 估计也都不敢硬着脖子就点头 可这一关不过去 我之前都白过来呀 白小春想到这儿 短时纠结 潘西坐在那里许久后 他睁开眼睛时狠狠一咬牙 这扇子毕竟是要找主人的 这么多年没人来 估计那主宰投影也都着急了 说不定能对我放放水 白小春想到这儿 深吸了口气 再次选择进入到了第一百关 刚一进去 主宰雕像上其身影缓缓站起 气势爆发 天地轰鸣中 他再次一步步走来 同样的话语也又一次回荡四周 尤其是这一次 白小春刚要开口 那主宰居然抬起了右手 立刻其气势惊天 一股毁天灭地的风暴 直接就在白小春四周横扫 那种必死无疑的感觉 让白小春眼珠子都哆嗦了 赶紧高呼 我还没准备好啊 下次下次再来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八十三集 我通过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数日后 白小春坐在残善广场上 一脸悲怅的 抬头看着善谷远处的 第一百官所在之地 他感受到一股深深的绝望 这种绝望让他觉得自己是没机会闯过这一百官了 太过分了 这一百官的难度怎么可能会被通过 除非我是太古 可就算是太古 估计也都要生死参半 可我都到这里了 白小春纠结中狠狠地抓了一把自己的头发 眼睛越来越红 到了最后 他索性一拍除的 竟从里面找出了一壶壶酒 开始大口的喝了起来 这一喝 就是三天 三天里白小春不断的嘀咕 时而站起尝试 时而又腿然坐下 尤其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小气凌出现在他的面前 也坐在那里 爱生叹气的同时 每次在白小春站起后 他都一哆嗦叹气开口 我也不知道主宰大人为什么要这样 我也想快点有个新主人 可你不知道啊 我亲眼看到那些被拍死的家伙 一个个死的那个凄惨啊 有一次我记得 那个闯关者的肉身比你还要强悍 恢复还要惊人 我自己都认为 他应该是我的新主人了 可你猜怎么的 啪的一下 就被主宰给拍成肉泥那 就一个惨啊 这小气凌一边说着 一边比划 听得白小春是心惊肉跳 真的很惨啊 鲜血爆发 头颅瘡的一声就直接碎了 白小春呢 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 我真心劝你啊 别去自寻死路了 卖用的 我算是看出来了 主宰那个老东西 他就是不想过有个新主人 罢了罢了 你还是活着好了 这一百官 你就算不吵 在这里也有权限啊 我们可以合作 你放心 你想要什么 我都能帮你 这小气凌的声音 时常回答 就这样 三天过去了 白小春也喝多了 小气凌在那里 也不断的叙道着 这一百官的可怕 最终 白小春放下手中的葫芦 忽然转头 疑惑的看向小气凌 你什么时候 这么好心了 小气凌 立刻一本正经起来 一正言辞的开口 我一向很好心的 你以为我之前劝你是要为难你吗 你错了 我是要救你 我不想让那个老东西得逞啊 不想死人了 我只想你活着 这样我们还可以聊聊天 你不知道 几万年 乃至更久的 连我自己都忘了时间的日子里 我一个人是多么的孤独啊 这小气凌长叹了一声 一脸苦楚 看着远方 不过眼神却小心翼翼的偷瞄着白小春 白小春 狐疑的看了看小气凌 他此刻有些喝多了 直觉认为 这小气凌有问题 此刻猛的站起身 样装大笑 哈哈哈 你骗我 我知道了 你在骗我 你不敢让我去闯这第一百关 白小春笑声传出后 小气凌直接吓的瞬间跳了起来 我没有 你千万别去闯 我不想你死啊 看到小气凌的反应 听到小气凌的话语 白小春眼睛一亮 他觉得 这个小气凌问题更大了 此刻哼了一声 猛的就向前走去 我看穿你了 白小春 故意大声开口 又特意快走几步 直奔第一百关 小气凌顿时紧张了 内心都要哭了 赶紧飞出跟随白小春身后 苦口婆心的劝说 你要相信我啊 你别这样 我不想失去你 哎呀 你为什么就是不信我呢 我是好意呀 小气凌 交集的开口时 白小春的疑心是越来越重 此刻速度也加快了 直接就出现在一百关的旁边 抬起脚做出一幅 脚步要落下的样子 哼 小气凌 这一关是假的 对不对 白小春 猛的回头一瞪眼 大吼一声 小气凌直接就心神轰动 待在那里 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 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白小春一眼如此 顿时振奋 猛的就脚步落下 瞬间消失 出现时 又在了那一百关内 远处主宰雕像上的身影 再次走来 气势如酒煞气滔天 威亚更是狂暴的 欲毁天灭地一半 在这微压下 白小春一个机灵 醉意短时没了气氛 呆了一下后 心底爱好起来 那小气凌是真的安慰我 还是 匡骗我进来送死呢 盖死他 这一关 难道就真的 将我卡住了 白小春这里 要抓狂石 主宰身影 已到了白小春的近前 右手抬起 整个苍穹都在颤抖时 他的声音也回荡四方 闯关者 你准备好了吗 这句话 震颤四方 白小春的眼珠子 顿时赤红 他知道 如果这一次 自己还是怂了 那么 不但太古之路艰难 而且 以后也几乎没有了 成为这扇子主人的可能 辛苦了这么久 努力了这么久 通天世界的修饰 都在承受苦难 黄公的刺激 更是在他脑海里不断浮泄 这一切的一切 让白小春猛的就大吼了一声 来呀 他说着 将之前通关后 自动回归的龟文锅取出 被他猛的就罩在了头顶 老子 老子准备好了 主宰目光闪动 深深的看了看白小春 抬起的右手忽然落下 就在白小春脑海一片空白 修为与肉身之力都彻彻底底的爆发 准备去扛着一下时 主宰的大手居然只是轻轻落下 在他头顶的龟文锅上拍了一下 紧紧一下 没有掀起任何风暴 没有丝毫气势 没有半点波纹 在拍完后 白小春自己都没怎么察觉时 主宰的投影一脸肃目 向着白小春点了点头 既然你准备好了 那么你就通过了 恭喜你成为了老夫的传承之人 星空之战后 老夫这句猜影也已模糊 如今也到了该消散之时 善待小吃 希望你能通过老夫的传承 奏完老夫的这一生 没有奏完的路 记住本尊的名字 本尊仙界主宰周宁 随着话语的回荡 这仙界主宰的身影 向着白小春微微一笑 转身向着天空走去 其身影慢慢模糊 直至完全消失 白小春傻傻的顶着龟文锅 站在那里有些懵 哪怕主宰身影已经消失 他也都觉得 这一切好似做梦一般不可思议 有些不真实的恍惚 更是下意识的回头看了看左右 又看了看自己的身体 确定自己没有缺少什么好 白小春更懵了 啊 这就通过了 我 我通过了 白小春站在那里伴上之后 还是不确定 小心翼翼的选择了回归 可就在他回归的刹那 在他身体站在上骨上的瞬间 这整个扇子轰然震动 光芒一瞬间就万丈扩散 阵阵波动更是自行的从四周涌现而来 直奔白小春 瞬间 这波纹就将白小春覆盖 好似涌入到他的体内 要将他的烙意乃至一切都全部铭记下来 更是在这一刻白小春掌握的权限同样爆发 一样形成了波动 以白小春为重心向着四周扩散 这两种波动在刹那节就形成了某种共鸣 在这共鸣中 所有扇鼓上的关卡都全部开启 白小春有种强烈的感觉 自己一个念头就可操控这残善的一切 他的胸膛起伏 此刻就算白小春还是懵懵的 也都意识到自己恐怕真的是通过了第一百关 那种感觉是他可以控制这残善进行某种程度的神通 甚至他有种意识 似乎这残善飞行的方向也都在他的操控之内 白小春多是狂喜 一想到自己掌控了残善后的种种好处 他就心情激荡的无法平静 小气凌果然骗我 想到这儿 白小春振奋的同时 第一个反应就是扯着嗓子大吼的一声 小气凌 给你家白爷爷滚出来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八十四集 告诉我 你叫什么 这句话 白小春已经忍了很久了 他之前虽也敢说 可更多的却是心虚 实在是欺凌那个家伙小心眼 一旦招惹 必定报复回来 可现在 白小春已经不在乎了 他觉得自己已经翻身成了主人 从此海阔天空 可以任意的爆发 自己身为主人的气势 此刻 这句话说出口 他从心底向外 全身心的通透舒服 那种感觉 就像是打热天里 喝下一口冰水的感觉 舒爽的难以形容 赶紧的 麻溜的 给你家白爷爷出来 白小春傲然抬头 小笑一甩 再次大吼一声 残扇上回荡他的声音 远处的一条扇骨上 小气凌抱着头蹲在那里 一把一把抓着自己的头发 满脸痛哭 此刻 当白小春第二句话回荡时 哪怕他不愿意 可却有一股冥冥中的力量 使得他常态一声 身体飞出直奔白小春 在这飞出的过程里 他的样子也慢慢的显露出来 这小气凌化作了一个粉嘟嘟的小男孩 大大的眼睛里藏着可爱 身子虽小 可无论怎么看 都是极为惹人喜欢的样子 白小春一眼就看到了小气凌 此刻眼睛一瞪 看着对方磨磨蹭蹭的到来 哼了一声 白小春的这一声哼 让这小气凌一个哆嗦 脸上露出天真种 带着讨好 偏偏又有些紧张害怕的样子 向着白小春低头一摆 拜见 主人 我讨厌你的样子 白小春盯着眼前的小男孩 有些酸酸的说道 之前的小气凌 在白小春的身世中 只是一团意识而已 如今出现在他面前的 是白小春第一次看到他真正的模样 那白白嫩嫩的样子 似乎比白小春还要白小春 小气凌一听到白小春的话语 多是眼泪流了下来 又努力的装出一副 哪怕委屈也不敢去说的样子 他的确是害怕呀 实在是 他之前将这白小春得罪的太狠了 主人 我 小气凌深吸口气 正要说一些讨好的话语 可还没等说完白小春干咳了一声 双眼冒光 上上下下打亮了一下小气凌 对了 现在告诉你家主人我 你叫什么名字 白小春对于这件事 他心底已经有了一些预感 此刻兴致勃勃 可小气凌那里 却是面色猛的一变 好似吃了无法下咽的食物一般 在那里苦着脸 扮上之后才吞吞吐吐的说了一句 我 我叫小吃 白小春听到这里 忍不住得意的大笑起来 此刻 背着手 抬起下巴 傲然开口 我是说你姓什么 大点声 告诉我 你的全名 我 我姓小 小气凌的脸 垮了下来 低声说道 你以后就姓白了 来来来来 再大点声 白小春眼睛一瞪 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慢慢的笑出了声 我 你奶奶的 老子姓白又怎么样 我叫白小吃 小气凌之悟了半天后 听着白小春的笑声 看着白小春的渐渐的表情 他整个人也怒了大吼起来 白小春听到这 心中的一口恶气 终于疏散了不少 冲着白小吃哼了哼后 这才背着手 走向了前方 白小吃 来来来来 给你家主人介绍一下这个残善 白小春 对于小气凌的名字更为满意 哼 让你以前得罪我 这白小春心里是舒坦无比 小气凌呢 垂头丧气 心底都要哭了 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实际上 之前他第一次冲动的发誓后 眼看白小春陆续过关 他就恐惧的不得了 生怕有一天自己改了姓 可如今 终究是在劫难逃 此刻只能常态一声 带着悲催的心 乖乖的为白小春介绍起残善 只是 在心底深处 更多的 却是代工一般 不过他还是小瞧了白小春 白小春只是回头看了一眼 就猜到了小气凌的心思 白小春啊 你好好表现 说不定哪一天主人我开心了 把你的姓给你改回来 白小春眨了眨眼 小气凌一听白小春的话 眼睛一下子圆了 呼吸也都急促了一些 他之前对付白小春时 看似聪明 可实际上身为气凌的他 在白小春成为其主人后 根本就再也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了 此刻 他哪怕不是特别相信白小春的人品 可还是心底多少有了一些心思 琢磨着 说不定有一天 白小春这里真的能大发善心 给自己把姓给改回来也说不定 这么一想 他就立刻觉得生命重新有了激情 介绍起来 顿时就比之前卖力了不少 主人 这把传承之扇上 如今有108根扇骨 每一条扇骨内的关卡内资源 只要主人你想 立刻就会出现在你面前 不过这只是奖励而已 至于关卡内的存在 则并非如此 是所有关都通用的 所以想要收魂 主人你就别想了 还有成为扇子之主后 主人你可以随时去参悟主宰大人的生死道员 另外从某种程度上说 只要主人修为足够 就可无限的操控这把扇子 发挥出惊天之力 这把扇子 它是一件少见的星空之宝 超越世界之宝 能于星空中前行的同时 也能爆发出其惊天地 其鬼神的神通 其神通主要就是在扇面上 听着小气铃的介绍 白小春心底飘飘然 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厉害了 对付这小气铃不费吹灰之力 这叫什么呢 打一巴掌给一个天枣 白小春得意中 听着小气铃的介绍 趾高气昂的走在前方 身边小气铃不断的开口 更是察言观色 一旦白小春露出深思 他就立刻详细讲解 最夸张的 是白小春走了一会儿后 这小气铃紧飘起来给他捏肩膀 那幅讨好的表情 配合那乖巧的样子 让白小春也都感慨很多 此刻 听到气铃介绍扇面 白小春也抬头看了过去 之前的他都是远远观望 如今则是站在扇谷的尽头 看去时好似整个人已经走在了山面中 无论是那条大河还是远处的高山 无不在这一刻透出一股共鸣的波动 还有那河水中的孤舟 以及孤舟上下棋的两个人 又或者是河水里漂浮的宫殿 再就是天空上 那只似要抓下的朱宰大手 这一切展现在白小春面前 让白小春的心神也升起一股澎湃 郎阳之情 只要主人修为足够 就可将这山面上一切都摄取出来 如那孤舟是一件世界之宝 而上面的两个人则是太古奴 至于那座山叫做生死山 正是主宰大人的道源所画 这条河里面的河水非同寻常 一滴落下就可化作滔天大河 这还没有结束 主人 你还记得之前 我说的需要主宰之手作为动力吧 如今有了这只主宰之手 主人你心神融入残山 感应一下就知道了 随着气灵的话语 白小春好奇中闭上了眼 心神沉浸在残山上 渐渐的 他的呼吸猛的急促起来 他赫然发现 自己的神石内居然感应到这片星空中 再遥远的方向似乎还有一把残山 正在向着自己这里呼啸而来 另一把残山 白小春睁开眼 尸声开口 正是另一把残山 按照这个速度 怕是不会用多久 两个残山就可以碰触在一起 相互融合后真正完整 小奇灵也激动了 接过话茬 一半残山就这么厉害了 完整的星空之善 谁敢惹我 白小春想到这里 顿时是豪情万丈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八十五集 搜刮 在小奇灵 将这残山上的诸多功效都介绍之后 白小春也尝试的去了一趟山峰上的高塔 在那里感受了一下主宰的生死道园 扇面的山峰高塔一共九层 最顶层就是生死道园所在之地 只不过以白小春的修为 无法直接的进入最顶层 只能在第四层修理 可在这里修炼的速度却远远的超过外界 至于永恒仙玉更是无法与此地比较 白小春只是盘西做了一炷香的时间 就感觉全身火热 修为之力 在那生死道园的刺激下 竟堪比平日里的一个月修炼 这里就是修行的圣地啊 白小春顿时大为激动 一旁的小气灵也赶紧的讨好开口 柱子等你到了天尊后期就可以进去第五层了 如能太古那么就能进入最顶层 此地越是靠近生死道园 修炼的速度就越快 小气灵的话语让白小春更为的振奋 在这里修炼一段时间后 他明显的感觉自己的修为与战力 都比之前强了太多 这才离开高塔 在这残善上溜达了一圈后 白小春又散开修为之力 尝试凭着自己对残善的掌控 去操控山面上的那些画面 试图让其幻化出来成为神通之法 可惜白小春无论如何尝试 也都无法撼动那座山 那条河修为明显不足以支撑 不过河水上的那条孤舟 似乎对于修为的要求不是很高 在白小春的尝试下 他发现自己虽无法将那孤舟幻化出来 可却能使得此周震动几下 尤其是上面下棋的二人 在白小春的神念中也是微微的震动 虽然如此 可白小春已经很满足了 站在残善上 那种身为此地主人的感觉 让他心情很是美好 尤其是想到 这残善上存在的那些宝物与丹药 白小春就更为兴奋 随着神念散开 立刻大量的丹药 就从四周的扇谷内凭空出现 呼啸飞来 同时白小春也想到了 一路走来遇到的那些奇异关卡 比如黑丹一族 比如那满是魂的世界 于是身体一晃小是无影 出现时赫然在了黑丹一族的关卡中 之前他无法进来 可现在来去自如 几乎在白小春出现的瞬间 这关卡内的黑丹一族 立刻就有所差距 当重新看到了他们心目中 如同噩梦一般的身影后 黑丹一族全部尖叫起来 天哪 是他 我们黑丹一族的克星 不可能 他怎么又来了 我们不是已经将他驱逐了吗 黑丹一族颤抖中恐惧到了极致 白小春眼看如此扬天大笑 身体一晃直奔黑丹一族所在之处 对于这个立丹的族群 白小春不愿放过 此刻重新到来后 他凭着自己的威慑 凭着对于全县的把控 很轻松的就让整个黑丹一族屈服 接受了白小春的诸多条件 一个个哭嗓着脸 开始给白小春脸蛋 没有结束 白小春又去了魂的世界 回来时 那一关已经空了 所有之前 他没来得及收走的魂 如今被他一扫而空 至于小麒麟 之前说的无法为白小春取出 在白小春看来 那就自己进去拿就是了 小麒麟始终跟在旁边 眼睁睁的看着这些 他觉得 白小春在搜刮上似乎很熟练的样子 心底在低血 可脸上却不敢露出丝毫 只能一眼巴巴的望着白小春 别这么看我啊 这些魂放在这里太浪费了 我身为宝善主人 绝不能允许这些魂 不断的耗费属于宝善的灵力 白小春干咳一声 义正言辞的开口后 没理会小麒麟 盘西坐在一旁 开始借用残善的丹药修炼起来 时间慢慢流逝 很快过去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里 白小春因出成宝善之主 精力旺盛 兴致昂然 在不断的了解宝善的功效后 其他时间要么修炼 要么就是研究二十三色火 毕竟如今的他 口袋里的魂的数量 虽不是特别多 但也足够他短时间内 炼制多色火 而对于二十三色火 他的研究与理解 也已精湛了不少 于是这段时间里 白小春也时而的尝试炼制 虽都失败 可每一次失败后 白小春都若有所思 他有把握 不会用太久的时间 自己一定可以将二十三色火炼制出来 也正是在白小春沉浸在对于残善的掌控与修炼中 在这蝎黄城内发生了一件 对于整个通天世界修饰而言 惊天动地的大事 就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一般 之前的那段日子 无论是蝎黄还是大黄子都相对而言的极为平静 蝎黄闭关 大黄子似乎也一下子对白小春那里没有了兴趣 安静了太多 可实际上 在这蝎黄朝内 大黄子有一件更大的事情要做 他的目标正是灵溪宗众人 蝎黄朝内 哪怕灵溪老祖等人隐藏的再深 哪怕张大胖再去掩饰 可随着灵溪宗人数的不断汇聚 他们的存在已然暴露 之前没有动灵溪宗 是因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如今大黄子的耐心已经没有了 他在炼换了魁黄成为自己的手臂后 在尝试炼灵发现依旧还是失败后 大黄子整个人已经抓狂了 他对于炼灵血脉的渴望已经到了极致 所以他在准备了数个月后 针对灵溪宗发动了一场围剿 不出手则已 一旦出手就是雷霆一击 若是在圣皇朝 大黄子或许还做不到这一点 可在蝎黄朝内 如这样的事情 他想要去做极为简单 甚至他都请动了几位天尊一同出手 如此一来 灵溪宗众人根本就无能为力 甚至都没有什么反抗与挣扎之力 就被大黄子直接全部生擒 此事传出轰动整个蝎黄朝 无数人心神震动的同时 一件让他们更为震撼的事情也随之而起 大黄子宣布 他要在蝎黄城外的平原上布置一个炼化阵法 要在这阵法中去炼化大量通天世界修饰 不仅仅是灵溪宗众人 更有这些年被关押在蝎黄城中的大量通天世界修饰 加在一起足有数十万人 这些人都被封死在阵法中 随着阵法的运转要被炼化成为血脉 大黄子虽没有亲自坐阵 可他邀请了绝底天尊以及士灵上人 让这两位天尊主持阵法 此时轰动八方 哪怕圣皇朝内也都知晓 至于那些散落在外的通天世界修饰 更是在听到此事后直接心神欲诈 邪黄子 邪黄城所在的咸语上 一路临近此地 正准备与灵溪宗会合的送缺 在距离邪黄城不远之地 听到了此事后 他修为直接就轰然扩散 眼中露出疯狂与杀机 多年来 他如同孤狼的经历一种杀戮几种 更是不惜代价的获取修炼资源 杀法果断 如今修为早已突破不再是原因 而是到了天人后期 虽只是后期 可他的煞气一旦散开 他有把握于半神一致 炼制出来 心满意族的他也结束了这一次的闭关 当从残闪回到了邪黄城大使馆的密室后 白小春的传疑欲解 瞬间就强烈的震动起来 他在残闪时因距离太远 传疑欲解如被割局 此刻回归 所有传疑瞬间爆发 这种强烈的震动 让白小春灭色斗变 内心更是咯噔一下 一股不好的预感 让他没来由的紧张起来 立刻取出传疑欲解 神石飞速扫过 这里面几乎全部 都是来自张大胖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八十六集 怒来 灵溪宗被抓 谢皇城外大阵 欲练通天世界数十万人化作血脉 来自张大胖的传疑 一句话一句话的 如同一把把利刃 直接就刺入白小春的心中 灵溪老祖 李清侯还有那些灵溪宗的同盟 还有更多的来自整个通天世界的修士 他们的命运此刻都在那城外 这些传疑 任何一句内的张大胖的音调都是交集 更有强烈的谴责 白小春可以想想 这一刻的张大胖一定是绝望到了极致 白小春的呼吸随着胸口的刺痛不断的急促起来 他的眼睛瞬间就血色弥满 一片赤红 阳天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 痛 心脏的剧痛 身体的剧痛 心神的剧痛 疯 意志的疯狂 思绪的疯狂 灵魂的疯狂 白小春之前在皇宫中本就被强烈的刺激 甚至可以说若非是公孙婉的出手 怕是最开始白小春就已经爆发了 之后是因魁煌的目光与传承 才让白小春死死的攥住拳头 如行尸走肉板回到大使馆 开始了他那近乎自虐一样的修炼 好在成为残善的主人后 白小春的心虚已经平缓了不少 可如今在回归的瞬间知道了这一切后 白小春再也压制不住 内心的憋屈与疯狂彻底爆发 什么后果 什么代价 那些 他已经不需要去考虑了 灵溪老祖在哪 李清侯在哪 灵溪宗在哪 数十万通天世界之人在哪里 这一切的一切让白小春力效忠 他的嘶吼在这一刹那直接穿透大使馆轰动天地的瞬间 白小春的身上爆发出了一股讨天煞气 这煞气强悍无比 瞬间就让整个大使馆如置身隆冬之中 其内所有修士都身体一个哆嗦 仿佛就连意识也都在这煞气的爆发下彻底冰封 与此同时 白小春猛的抬头 一晃之下身体直接就轰的一声化作了一片血雾 他竟直接就展开了神杀之法 瞬间 其身影就消失在了大使馆内 当大使馆中的众人苏醒时 一个个都心神骇然无比 显然是知道了白小春要去干什么 要出大事 快立刻通知圣皇城 大使馆的众人 此刻已经紧张到极致交际无比 他们知道大皇子这段日子所做的事情 此刻又看到白小春的爆发立刻就明白 在这邪皇城内一简天大之势即将爆发 可 此刻的他们还是没有预料到 这件事影响之大将远远的超出他们的一切想象 这一瞬 整个邪皇城的天空都嗡名震荡起来 一片血雾瞬间冲出直奔城外 在那里 白小春清晰的察觉到赫然存在了一处庞大的阵法 这阵法内部浑浊一片 看不清晰 只能看到阵法上有九条黑龙正在不断的游走咆哮 而在阵法的四周 盘西坐着数百蝎皇朝的修士 这些人正在加固阵法 与此同时 在这阵法的板空中赫然盘西坐着二人 一个是绝地天尊 另一个则是士陵上人 这二人正是被大皇子邀请来此坐镇 他们不是不知道阵法内所封之人都是通天世界修士 也不是不知道白小春的身份 可这里毕竟是蝎皇城 在他们看来 白小春能在皇宫内隐忍 那么就说明此人还不是昏头之辈 能忍一次自然就可以忍第二次 尤其是绝地天尊 他对于此刻自己所做的事情很是热衷 皆因当年他与白小春之间的遗战太过狼狈 以至于他如今在邪皇朝内的声明也都受损不少 甚至不如通天道人 这白小春一旦来了 他最终的结局必定凄惨无比 若他不来 他就只能忍着通天世界之人被炼化 而且这大部分仇恨也不会算在我这里 而是大皇子那边 绝地天尊想到这里 微微一笑 正要低头去看一看下方的阵法 可就在这时 他面色忽然一别 一旁的士林上人原本闭着眼 此刻也猛的睁开 就在这二人有所察觉的刹那 他们立刻就看到了远处 邪皇城的天空上 直接就出现了一片赤色的雾气 这雾气带着无尽的血腥与煞意 前一期还在远处 可下一瞬就直接出现在了阵法外 尽管是一片血雾 可其内透出的神势波动 使得绝地与士林上人瞬间就知晓 来人是谁 白小春 绝地天尊 木然起身 可就在他话语传出的一瞬 白小春化作的血雾内 就传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咆哮 你们找死 随着吼声的回道 白小春神杀之法形成的血雾 刹那就直奔阵法外 那数百盘膝打坐加固阵法的修士 这些修士里修为最弱的也都是天人 半神更有不少 此刻一个个骇然中正要挣扎 可白小春化作的血雾速度太快 气势太强又太过霸道 刹那就临近直接横扫穿透了七八人的身体 这七八个修士根本就无法挣扎于反抗 身体猛的一个哆嗦肉颜可见的极速枯萎 口中发出淒厉的惨叫 当血雾过去后 他们的身体已成为干尸 怦然倒下 这一幕 多日时就让四周众人一个个恐惧惊呼 更是让绝地天尊与诗灵上人也都心神仪着 二人低河中猛地冲出就要阻止 可白小春的神杀之法速度更快 轰鸣中再次覆盖了数十人 没有停顿 好似狂风一般横扫 任凭这四周修士如何逃顿 如何惊恐如何害惧 也都于事无补 眨眼就被红色血雾直接吞噬淹没 这一切都只是眨眼间发生 快到天尊都反应不及 更慌乱那些加固阵法的邪黄朝之秀了 在白小春到来后 他形成的血雾就周然覆盖 所过之处 能看到一个个修士刹那成为干尸 他的血肉被剥夺 他们的灵魂被抽离 他们的生机被吸走 轰鸣中数百修士全部倒下后 这些人浓郁的生机使得白小春的神杀之法 血气比之前磅礴数倍 滔天弥漫 远远看去就连此地的天空也都被映照成了血色 不杀则已 一旦开杀白小春已经顾不得那些了 他此刻本也有杀气 那种憋屈那种压抑那种疯狂 全部凝聚成了这一次的爆发 白小春你好大的胆子 这一幕 让绝底天尊与士林上人气息微凝 绝底天尊表面这样 可心中的却是窃喜 他知道 白小春这一次必然的再劫难逃 可就在绝底天尊话语传出的刹那 四周的血雾猛得翻滚凝聚在一起后 直接化作白小春的血色透露 猛然看向绝底天尊后 竟向着他轰鸣而来 绝底天尊面色一变 一旁的士林上人眯起双眼 迈不掐举 二人正要联手可就在这时忽然的 从那血雾内传出了白小春疯狂中带着低沉的声音 水则国度 八方沼泽水气滔天 历次幻化山风冲天 巨兽再现世界 那从大地深处的两片大陆般的巨口 直接就覆盖了四方 气势扩散直奔士林上人 士林上人面色首次大变 他本不想后退 可被那巨兽锁定后 在那冲击下 他不得不后退 如此一来 就使得绝底那里变成了一个人 而白小春的身影没有丝毫停顿 神杀血雾直接就撞在绝底身前 绝底毕竟是天尊 此刻咆哮一声全力阻挡 神通幻化 可依旧还是喷出鲜血身体倒卷 只是白小春的神杀之法 此刻也溃散开来 重新化作了白小春的身影后 白小春眼中杀鸡滔天 他要杀人 哪怕是天尊 他也要杀掉 因为此刻的状态 如不杀人 若不威慑 他没有时间去昏开那阵法 因为我没杀过天尊 所以你也敢来阻挡我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传记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八十七集 斩天尊 白小春 死意狂笑 这笑声带着疯狂 带着多年来的压抑 带着自从踏入永恒仙域后的一股藏在心里的力气 既如此 从今天起 白某斩杀天尊 又何妨 白小春猛的低头 目中赤红一片 在石灵上人 被水泽国度逼腿 在这绝地天尊 于神沙中喷血倒卷的瞬间 他身体猛的冲出 直奔绝地天尊 在这冲出的过程中 白小春的四周凭空出现无数大石块 轰鸣中凝聚在他的身体 直接就形成了一尊巨大的石人 没有结束 云雷人足便再次爆发 轰鸣中 石人内的白小春 其肉身之力又一次攀升 扩散到了石人全身后 立刻就使得这石人的身躯 再次膨胀起来 一股充满了爆发力的气势 让苍穹为之色变 风云碎灭 绝地天尊 只觉得呼吸好似都停止了一下 双眼猛的收缩 一股强烈的危机 让他整个人在这一刹那 不得不将修为全部展开 甚至取出了法宝 施展了杀手锏 可这一切没有结束 他的危机感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随着白小春接下来的举动 越发强烈 直指达到了极致 白小春在这肉身爆发下 竟展开了布斯基 在那强悍的肉身之力中 又加上极致的速度 除此之外 他更是展开了汗山壮 这一切的一切 就仿佛白小春画作了一座 超越天尊速度的巨山 此刻带着无穷气势 轰鸣中 直奔绝地天尊 绝地天尊 脑海直接嗡鸣 这强烈的生死危机 让他整个人也都发狂 可却无法避开 只能全力抵抗 可这一切 已久不是白小春的绝杀之法 真正的绝杀 是他在靠近了绝底天尊后 抬起的右手 所施展的不灭地权 这不是寻常的不灭地权 这是凝聚了人山绝 云雷人祖 以及白小春肉身之力 还有汗山壮不死尽 最终更有神杀之法所吸收的生机 最终化作的绝杀一拳 这一拳轰出 直接就世界轰动 八方颤抖 就连虚无也都颤力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超越了寻常的天尊 无限的阶级天尊大圆满 白小春一声怒吼 给我死 绝地天尊发出凄厉的咆哮 在这绝望的阻挡下 在这全身的颤抖中 他们的身影猛的就碰触到了一起 天地颤抖八方火 哪怕邪黄城也都震动起来 四周的山峰更是有大量碎石堵路 甚至传出的巨响 让邪黄城的修饰也都震耳欲聋 一股风暴更是在二人碰撞的地方 轰然扩散 向着四周不断的爆发横扫 淹没了来自绝地天尊凄厉的惨叫 以及绝望的咆哮 风暴过后 白小春站在原地 右手衣袖刹那成为飞灰 露出了结实的手臂 如果仔细去看 还可以看到白小春的手臂上赫然有无数伤口 只不过 这些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眨眼就恢复如常 而它的面前则是一处巨大的深坑 深坑内赫然是一块块血肉支离破碎 绝地天尊肉身灭绝 其道种飞出一说消失 天尊王 这是多少年来 永恒先遇上第二个死亡的天尊 哪怕可以复活 可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而第一个死亡的那个老玉 他毕竟是死在了主宰分身手中 与今天这一幕代表的意义截然不同 远处的士林上人直接倒吸口气 脑海也同样的嗡鸣起来 尸声惊呼 白小春 你 你敢杀天尊 要知道 邪皇朝与圣皇朝 多少年 彼此之间的厮杀中 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此刻士林上人心神震动的 一方面是绝地的死亡 而另一方面 则是白小春所展现出的恐怖的战力 他竟成长到了 一拳击杀天尊的程度 这一幕 让士林上人身体一个哆嗦 此刻 哪怕水泽国度已经消散 可他心中的恐惧依旧是强烈无比 可还没等他从震撼中苏醒 白小春就猛地转头 赤色的双眼映着非人的杀意 直接就看向士林上人 卖不解 只本士林上人而来 还有你 话语间 白小春右手直接抬起 恰觉向着士林上人目然一指 顿时 在士林上人的四周 直接就出现了一盏盏的长生灯 甚至他的身体乃至天空与大地 在这一刹那都化作了长生灯 这术法的出现让士林上人灭色狂别 不是他畏惧白小春的神通 实在是此刻的白小春 在施展了长生灯后 居然取出了北脉大戒 持着大戒冲着士林上人杀来 明显是要借助长生灯将士林上人困住的间隙 要来杀人 该死的 我们有多大仇啊 这士林上人制住了呼吸 此刻掐决 顿时身体外出现一道血光 与此同时 他四周的长生灯 乃至其自身的长生灯 以及天地之灯 都瞬间爆开 形成的冲击 直接让士林上人身体外的血色光目 在扭曲了几次后 周然破裂 可就在破裂的刹那 白小春的北脉大戒 已经呼啸而来 目然斩下 士林上人睁大了眼 若是换了其他时候 他或许还可以去拼一拼 可如今在这里 没有让他去拼命的价值 这阵法也好 其内通天世界之人也好 都是大皇子的 想到这里 士林上人没有半点痴疑 低吼中全力阻挡 在又一声惊天的轰鸣中 士林上人喷出鲜血 身体瞬间倒退 直接远去 白小春喘息有些粗重 他之前看似狂猛 一方面 是他在残山内修炼 的的确确 有所收获与突破 此刻距离天尊后期 已至差一步 另一方面 是他怒意滔天 实在是这一次大皇子的所作所为 让白小春之前压制的杀鸡全面爆发 此刻 眼看士林上人逃走 白小春没有去追 他拿着北脉大戒 在这短时间的无人阻止中 向这下方的阵法一箭斩下 给我 碎 白小春低吼中 北脉大戒轰然而落 直接斩在阵法上 顿时 这阵法上的九条黑龙 其中一条发出七里之音 直接崩溃 可其他八条 竟立刻游走去吞噬那崩溃的黑龙 这阵法白小春没见过 可他明白此阵必然非同寻常 而他虽有不死寂 可只有将阵法开启 才可以去救下所有人 否则的话 只能是浪费时间罢了 尤其是他此刻就在歇荒城外 时间太过宝贵 来不及多想 白小春低吼一下 再次斩下了北脉大戒 白小春整个人疯狂起来 一连斩下七戒 直接碎灭了七条黑龙后 这阵法终于颤抖 开始了不稳 甚至也都不再完全浑浊 能看到阵法内存在的 数十万通天世界修饰 只不过此刻的他们 一个个都排袭打坐 面色苍白 似乎在用全力去抵抗 可还是有部分人 已经化作了骸骨 白小春更是看到了李清侯 看到了灵溪老祖 李叔 多年不见 此刻隔着阵法的那一眼 让白小春的心神剧烈震荡 李清侯的头发 已不再是黑色 而是成了灰色 一旁的灵溪老祖 也都枯搞无比 还有其内那意义整整熟悉的面孔 这一切让白小春心神颤抖 让他的心中浮现悲伤 他大吼一声 正要再次斩下北脉大剑 可就在这时 忽然的 远处的邪黄城内 又一道长虹冲天而起 直奔白小春呼啸而来 白小春 你找死 人还没到 如天雷的声音就轰鸣扎开 气势惊人 正是邪黄城内天尊中的最强者 广木天尊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与此同时 在广木天尊之后 西荒城内又有几道神势轰然爆发 正是其他几位天尊 显然 都是察觉到了城外阵法的一幕 此刻 纷纷的飞出 可他们的速度 却明显慢了一些 毕竟 方才白小春强力击杀绝底天尊 重创失灵上人的一幕 让他们此刻 也都在震撼之中有所有矣 尤其是元妖子等人 更是心惊不已 所以 哪怕散出神识 可在速度上 却明显慢了广木天尊不少 只有广木天尊 身为邪黄城内的最强天尊 他对白小春本就不喜 又有当年在残上关卡内的怀疑 再加上 主宰分身之势里的吃亏 使得他此刻找到机会 瞬间临近 就要阻止白小春破开阵法 白小春猛的抬头 呼吸拧住 他心知肚明 在广木天尊的阻挡下 自己无法破开阵法 而一旦自身被广木天尊纠缠 那么邪黄城内的其他天尊 也都会立刻赶来 到了那个时候 一切就危险了 不但自身危机 阵法更是会主动愈合 灵溪老祖等人更是无法获救 更不用说此事拖延的久了 邪黄随时可能降临 而如今 从白小春出手到现在 时间短暂 白小春不敢去继续堵 哪怕他也听说了邪黄闭关 但此事只要被耽搁 就是万劫不复 杀一个绝地 还无法震慑众人 只有将这广木逼腿 其他人才会投出忌器 白小春明白 自己没有别的选择 此刻阳天一吼 全身秀为立刻爆发 右手抬起 将手中的北脉大戒 向着下方的阵法狠狠地一肩插去 轰的一声 北脉大戒直接就刺入到了阵法内 整个大阵颤抖 虽还是没有崩溃 可却因北脉大剑的穿透 一方面缓解了阵法内众人的危机 另一方面 也使得这个大阵的恢复如被阻碍一般 做完这些 白小春右手猛地抬起 肉身之力与修为再次爆发 身体的恢复更是运转到了极致 直奔广木而去 找死 广木天尊 不是没注意到白小春之前的灭杀绝地之事 可他有自信 哪怕白小春再强也依旧能去这样 尤其是没有了北脉大剑的白小春 在广木看来不算什么 此刻胡小杰 二人刹那接近 就在相互碰触的一顺 白小春猛地握拳 不灭地圈 再次展开到了极致 远远超越了五倍 达到一个极限的巅峰 与广木直接就碰到了一起 呼哄之声滔天回荡 撼动八方 影响了天地变化中 白小春喷出鲜血 身体蹬蹬蹬的不断后退 广木那里也是全身一阵 目露齐芒 内心也是吃了一惊 显然是白小春的这一拳 就算是他也都心神震动 可还没等广木再次出手 退后的白小春蒙得抬头 他的身体在这一刹那 竟恢复了大半 宁小春再次冲出 不灭地圈又是一拳 轰鸣之一崩溃九天 白小春依旧喷出鲜血 可依旧还是冲出 整个战场在这一刹那 好似要爆开一半 眨眼间 白小春倒退了四五次 可同样的 广木天尊也不好受 一样喷出鲜血 身体后退 可他几乎刚一后退 白小春就又生龙 火虎般冲了过去 远处圆妖子等人 一个个都倒吸口气 骇然的看向白小春 实在是这一刻的白小春 所展现出的疯狂与难缠 出乎所有人意料 他们的印象中 白小春似乎不是这个样子 可如今的白小春 却展现出一股铁血之意 他明明受伤 每一次的碰触都会鲜血喷出 哪怕有恢复力 可在这持续的伤势下 依旧还是常人无法承受 可偏偏的 他的疯狂中带着的铁血 死以伤患伤一般 使得强悍的广木天尊 此刻也都呼吸急促 再次喷出鲜血 看向白小春时 也都不再是如之前那样的自信了 再来 白小春擦去嘴角的鲜血 身体一晃 竟又是不灭地泉 那一圈圈的轰出 天地颤抖 他身后的地影一个接着一个 不断地成敌之后 哪怕受伤 可这战力似乎越来越强 不死卷的恢复也在这一瞬不断地爆发 作为白小春的支撑 使得他在这一战中就好似永远不会妥协一般 要么你死 要么我亡 杀气惊天 出手昏鸣 广木再坚持了片刻后 再喷出了第七口鲜血后 他的神色终于打瘪 咒骂起来 白小春 你真的要找死不成 广木天尊不去咒骂 实在是这一刻的白小春 他的手臂都已经碎裂 能看到骨头 他喷出的鲜血里也都带着内脏碎块 可偏偏在他的身上 那种疯狂之意却更为强烈 尤其是他的眼睛内带着的杀气 更是让广木毫不怀疑 这么继续站下去 就算自己真的赢了 也必定会有生死危机 广木吸了口气 不值啊 眼看白小春再次冲来 他猛的后退 身为天尊 虽颜面几种 可生死之势更大 此刻 广木毫不迟疑 立刻倒退 与士林上人的选择一样 他现在都后悔 自己之前出面了 远处圆妖子等人 眼看就连广木也都选择了退避 纷纷的再次吸气 一个个相互看了看后 竟都回到了邪荒城里 也罢 只要他不来城市内 在外面 我们也管不到 这家伙明显是疯了 邪荒虽还在闭关 可这么折腾下去 必然苏醒 到时候自然会将他拿下 没有去理会逃顿的广木天尊 白小春身体一晃出现在阵法上大剑旁 一把握住北脉大剑 此刻他气喘吁吁 体内伤势几种 可恢复之力同样惊人 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白小春就低吼中猛的一把抽出北脉大剑 修为爆发 肉身之力扩散 直接抡起后 向着阵法再次一展 给我开 随着大剑落下 这坚固的阵法 直接就从之前大剑刺入的地方 开始出现裂缝 刹那就蔓延整个大阵 直接就崩溃爆开 化作无数碎片向着四周横扫 掀起风暴轰动天地 在那尘土的飞扬中 阵法内的数十万通天世界修士 一个个嘴虚弱无比 可这种劫后余生之感 让他们每个人都信徒狂振 尤其是在看到白小春后 他们中有不少人立刻认出 仿佛看见了亲人一般 有不少都泪水流下 溃足 是溃足 溃足来救我们了 来救我们了 这些声音回荡四方 落在白小春耳中时 白小春也心神难以平复 尤其是他注意到 李清侯与灵溪老祖二人 此刻都虚弱时 白小春身体一晃 直接就出现在李清侯的身边 一把将其扶住 你说 多年不见 这一次的重逢 原本应该有着说不完的话 可白小春 只是说出了两个字 李清侯虽激动 但却很快灭色一变 一把抓住白小春 神色内透出无尽的交集 急速开口 小春 快去救送去万语周子墨 白小春听到这句话 全身猛的震颤 一瞬竟是不能呼吸 实在是二女的消息 她同样多年没有收获半点 如今突然听到竟是生死危机 她们二人被蝎黄子抓走 快去救人 小春 她们二人这些年 似有身孕 而且看她们的状态 她们肚子里的孩子 应该是你的 虽然老夫不知道 为何运气时间如此漫长 可君婉那个孩子我知道 你们的婶 她也和我说了 快去救人 一旁的灵溪老祖 也焦急了起来 什么 如果说 之前二人的事情 让白小春震颤 那么这一刻 就是天雷了 外人不知道原因所在 可从巨鬼王那里 白小春已经知道 自己的血脉 因不死长生卷的缘故 故而运气极长 此刻她脑海彻底翁然 一股比之前更强烈的 焚天之怒 瞬间惊天爆发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八十九集 冲灌一怒 沃尔玉子墨 有了我的骨烧 骨烧 骨烧 白小春身体颤抖 她的整个心神 这一刻直接掀起了这一辈子前所未有的风暴 那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既有喜悦又有交集 想到此刻二女生死未知 白小春好似体内有一团火 要将自己的心神全部的分手 那些皇子看重的 应该是小春你的身躯 他在无法得到的情况下 一方面将我们炼化 另一方面则是卢走送君丸与周子墨 好 欲将他们体内的孩童 炼化成为血脉的原阳之气 进而获取你血脉的秘密 白小春眼睛瞬间赤红到了极致 他扬天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咆哮与嘶吼 体内的怒气在这一说肆意的爆发 比之前还要强烈太多太多 那是他的女人 那是他的孩子 而邪皇子那里居然要将他们生生炼化 这种仇 这种恨 化作的疯狂 直欲血染苍穹 灰天灭地 即便再怕死的人 哪怕再胆小的人 在这一说也都无法承受 也都不能接受 也都会发狂 也都会彻底的性格爆发 白小春的吼声 杜尔石就回荡天地 可他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智 他心知肚明 自己这一去生死未知 可他不在乎了 他怕死怕了一辈子 他太多次都选择稳妥 他很少冒险 可现在 他不在乎了 哪怕前方有刀山火海 他也都不在乎了 他要去 一定要去 必须要去 哪怕死亡 死亡 又算得了什么 这句话 原本不在白小春的人生中 可如今 确实在他脑海里 轰然想起 但他的理智还有那么意思 此刻目光扫过面前的 数十万通天世界之人 白小春明白 他若是离开 这些人必定危险 同样的 就算是用北迈大剑将他们带走 而一旦自身云露 他们的命运也是已久 白小春可以拿自己去冒险 但不能因为自己的事 将数十万人的命运 与自己的生死连在一起 摆在白小春面前的 已经没有了其他的选择 他毫不迟疑的 掐决一支北迈大剑 顿时 这大剑昏明中 传出莫大犀利 在白小春的操控下 他直接就将包括李清侯 灵溪老祖等人在内的数十万通天世界修士 都收入到了北迈大剑中 公孙瓦 我白小春 恳求你一件事 帮我保护他们 将这把剑送到大天使手中 白小春有手猛的一挥 顿时 北迈大剑昏明中 直接化作一道长虹 直奔远方 不是白小春不想带众人去残山 实在是 哪怕他成为了残山主人 也无法带数十万人进去 而刺客的天空上 公孙瓦儿身影幻化出来 一脸复杂 他早就来了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何要到来 他原本想要救援一下 可是他的发展 已经不需要他再出手了 白小春直接喊出他的名字 显然也知道了公孙瓦儿的存在 此刻 公孙瓦儿沉默后 深深地看了白小春一眼 没有看到白小春的眼睛 看到的 是白小春此刻轰然间 直接爆发下 好似一道流星般 直奔邪黄城的背影 他 就这么相信我吗 公孙瓦儿深吸口气 目然转头 化作一道长虹 直奔远处的北脉大剑追去 他知道 北脉大剑内的数十万人 是白小春的牵挂 他更是知道 此刻的白小春要去做什么 他无法阻止 可他心底在这一顺 有了异样的震动 白小春走了 速度之快 让天地颤力 令八方色变 使得那邪黄城所在的鼓龙 似乎也都跟着震颤起来 没有北脉打劫 白小春知道自己的战力会减少一些 可他明白 也只有这样 自己才可以对得起别人那一声 魁祖的称呼 自己才可以毫无顾忌的彻底血战一场 蝎黄子 即使若不杀你 我白小春势不为人 一股强烈的杀气 在白小春体内不断的扩散 不断的爆发 到了最后 他所化作的流星 好似凶行降临 杀气陶天 风云色变 大地颤抖 虚无都因白小春的煞气 于速度直接就碎裂开来 露出了一条巨大的肠痕 邪黄城内的所有修士 纷纷心神颤抖 他们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威压 感受到了来自自身念力的震动 天人也好 半神也罢 哪怕是天尊 也都一个个呼吸凝脂 尤其是大使馆内的众人 更是纷纷稀奇 整个邪黄城内 似乎都陷入到一个压抑之中 无数的目光在这一瞬 都看向从远处 呼小间越来越近的流星内的白小春 也注意到了白小春的方向正是黄子府 远远看去 白小春就好似一把出鞘的杀刀 刺客杀气所致 一样是大黄子 与此同时 在这黄子府内 其所有麾下都心神狂颤 一个个惊恐中 在黄子府的密室内 大黄子一脸疯狂 正看着其面前的阵法 曲曲小兽 我看你能坚持多久 这阵法好似阴阳太极 宋君丸与周子墨二女闭着眼 被封在其内 此刻面色苍白 身体颤抖 神色露出痛苦之意 在他们的四周 正有阵阵黑气 不断的环绕 似要将他们 与其肚子里的血脉全部烈化 可却有一片紫光 在宋君丸手臂上的一处图腾内 散发出来 不断抵抗 保护他与周子墨 仔细一看 那图腾所画正是铁蛋 而在这阵法下 则放着一个血色的坛子 黑气正是从这坛子内散出 随着大黄子的掐决 这阵法不断的运转 可就在这时忽然的 大黄子猛的低头 取出传音域检查看后 神色大变 该死 居然连一个人都阻挡不住 半小春 你想杀本王 你这是在找死 那么就看是你快 还是我快 我这里 马上就要成功了 大黄子灭色扭曲 直接给其父皇传音 可办上之后 也不见回复 他渐渐慌乱起来 立刻就给几个天尊传音求救 为了让天尊出手 他更是不惜代价 须以众怒 直至得到了确定答复后 这才松了口气 可还是有些不放心 于是下令让其皇子府内的所有半神都去阻拦白小春 随着皇子府内绝大多数强者不得不硬着头皮飞出 此刻的白小春已然冲入邪黄城的核心之处 所过的天地轰鸣不断 可阻拦之人还是到来了 在大皇子的许诺下 通天道人 元妖子 施灵上人 以及广木天尊 一个个心动之余也都纷纷现身 白小春还不退下 蝎黄即将出关 白小春你清醒一些 什么事情都可以好好说 没必要如此 元妖子等人纷纷开口 试图让白小春停下脚步 若是换了其他时候 白小春或许还会选择妥协 可如今 他不仅仅是眼睛红了 他的心也前所未有的杀气无比 他的气息 他的气势 无不充满了他这一生极为少见的滔天杀气 给我滚 面对众人的阻拦 白小春根本就没有丝毫废话 声音如天雷般直接咆哮时 他竟直接展开了汗山庄 肉身之力与修为的融合后全面的爆发 再配合不死尽的速度更是在前行中 白小春直接展开神沙之法 轰的一声 他就与前方的元妖子 与通天道人直接撞在了一起 元妖子喷出鲜血 通天道人一样鲜血狂喷 二人倒退时 士林上人与广木天尊 哪怕有些迟疑 可还是前行阻拦 与白小春再次碰触 轰轰之声震天回荡 白小春鲜血喷洒 胸口凹陷 可却毫不在意 甚至还凝笑了起来 竟比之前还要疯狂 一把就抓住广木天尊的手臂 居然用齐头狠狠的直接撞了过去 真儿欲聋的轰鸣回荡 广木天尊也鲜血喷出 尤其是在注意到白小春居然张开口 似要一口咬向自己时 他猛的吸了口气 身体瞬间模糊 不惜代价展开密法急速后退 他真的疯了 与此同时 随着黄子府内的强者也纷纷的冲出 环绕半空四周 四对白小春这里封锁时 在黄子府外走来了一个人 此人拿着一把长枪 穿着一身黑袍 一头黑发随风飘摇 明明只是天人 可他的身上竟然爆发出 足以于半神一战的风暴 正是 颂缺 他抬头看了一眼 远处的天空上正在爆发的大战 低头时 目中带着一股坚定 直接的走向黄子府 小姑 缺而来救你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传记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第一千一百九十集 足者杀 半空中 白小春神杀之法化作血物 逼退了广木天尊后 一晃之下 看都不开圆妖子三人 只本黄子府 此刻他已没什么耐心 但凡是阻挡在面前 要么杀要么撞 总之任何人都不能阻拦他丝毫 施灵上人深吸口气 暗中皱眉 觉得头疼 他做人圆滑 若是白小春不在邪黄城内也就罢了 可偏偏如今就在邪黄城中 一旦让白小春通过去了黄子府 出了大事的话 就算是他也都要承受来自邪黄的怒火 而广木天尊那边 因之前就没参与大皇子的事情还好一些 偏偏他这里参与的不浅 此刻只能硬着头皮 琢磨着实在不行 就按照当初面对猪仔分身的办法好了 于是低吼了一声 袁妖子 通天道人 绝不能让这白小春踏入黄子府 邪黄随时可能出关 他说着 身体一晃修为爆发 挪移中直接就阻挡在白小春的身前 袁妖子跟通天道人也都神色肃然 此刻纷纷出手九十煞书界 轰鸣声回荡 白小春数次尝试冲出都被阻止 他体内的煞气与怒气再也无法压抑 直接爆发 你们找死啊 白小春身体一晃 身杀锁化血雾瞬间凝聚 化作身躯后 他猛的后退 直接就与通天道人撞在了一起 轰鸣中 通天道人尽管避开了一切 可还是被碰到了肩膀 此刻 整个肩膀直接就碎了不少 鲜血喷出中正要后退 可白小春的右手已然抬起 长盛灯水则国度 轰然降临 笼罩八方 阻拦了失灵上人与原妖子后 白小春目中杀机强力 汗山壮目然发动 右手握拳不灭地拳 悍然激楚 轰鸣中 通天道人喘息极楚 他的目中瞬间漆黑 身体内竟滋生出了一丝丝黑气 眨眼界环绕自身 形成防护后全面阻挡 这黑气诡异无比 阻挡之力更是惊人 白小春 这可以让绝地天尊重创的一拳 此刻 只是将通天道人直接震飞数百丈外 却无法形成更大的杀伤 反倒是反震之力的强悍 让白小春闷哼了一声 身体外竟被大量黑丝缠绕 似要被束缚身躯 嘴角溢出鲜血 身体两强退后 体内不死卷恢复的同时 原妖子目光一闪 施灵上人更是目露奇莽 好机会 施灵上人直接掐绝 短时他的四周赫然出现了一片蓝色的大海 这大海咆哮中形成了一张大口 向着白小春木然吞噬 原妖子一样心动 立刻出手 其身影直接化作一片赤芒 整个人好似成为了一道光 其身后更是出现了一尊大妖身影 这大妖通蹄赤色 头顶双脚 此刻争獰中 向着白小春木然扑来 眼看危机 白小春忽然笑了 这笑容惨烈中 带着一股坚定于疯狂 他竟一拍厨戴 从内取出了一团二十二色火 原妖子灭色大变 施灵上人更是倒吸口气 他们二人尽管不知道白小春手中的是什么 可从那二十二色火上散发出的恐怖之力 让他们的牺牲不由自主的震颤起来 这不是寻常的二十二色火 这是用主宰生死道元下转化出的魂炼制而出的 甚至蕴含了一丝主宰道元之意的多色火 不好 这气息 离开 二人心神狂震 此刻急速倒退 就要远离此地可还是慢了一步 几乎在原妖子与施灵上人后退的瞬间 白小春带着疯狂一把捏碎了手中的多色火 二十二色火轰然崩溃 随着崩溃 一声传遍整个邪黄城的巨像 惊天动地震荡霸放 轰鸣滔天 甚至这声音实在太大 掀起的波纹又惊人 就连邪黄城所在的那条古龙也都震产起来 无数建筑直接坍塌 而这还不是最恐怖的 那二十二色火的爆开 形成的火海 数稳间就向着四周轰隆隆的不断扩散 好似吞噬一般所过之处 这四周来自皇子府的大量修士 他们原本围绕四周 远远观望 看到白小春被阻拦时还在振奋 可瞬间 他们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反应 就迎面看到了一片 他们记忆里前所未有的火海 成为了他们生命的最后画面 烙印在脑海的同时 他们的身体也在这火海的刹那覆盖下 甚至连疼痛都来不及感受 就直接被焚烧成为了飞灰 不仅是他们如此 还有处于这一范围的所有建筑 里面没有什么人 毕竟天尊之战 邪黄城的修士早就远远避开 虽如此可那些建筑化作的飞灰 依旧使得整个邪黄城好似下起了尘埃之雨 至于袁妖子与士灵上人 他们毕竟是天尊 虽距离火焰很近 同样被那火海覆盖 可他们的修为全面爆发下 还是坚持了一下 此刻急速后退中 虽各自狼狈 虽也都伤势不清 更有鲜血喷出 目中更是带着骇人 可他们的速度 还是在这爆发下冲出了火海 尤其是士灵上人更快 而袁妖子在后 虽也不满 可相对还是落后了一些 若没有人阻止 或许他们就逃出去了 可偏偏就在这时 从那奔腾扩散 追击袁妖子二人的火焰内 直接就冲出了一尊燃烧的石人 这石人身体庞大 此刻在被燃烧下 好似具备某种抵抗之力 不说毫发无损 可却明显能坚持更久 此刻在冲出后 随着一声嘀吼 随着袁妖子的七里绝望 这石人竟一把抱住了 陶盾中的袁妖子 不 不 袁妖子发出咆哮 猛烈的挣扎 可还是晚了一些 火海轰鸣街 直接将他与石人全部覆盖 火海内传出的七里惨叫 让所有听到之人无补心声狂产 通天道人也都吸了口气 立刻后退 石灵上人同样身体一个哆嗦 海燃中速度更快 至于广目天尊 哪怕已走远 可还是下意识的加快了速度 再次远离 整个火海 持续了约摸十多息的样子 从其内 那石人迈步走出 在走出的过程中 其身体不断的碎立 最终 露出了白小春的身影 他的身体 也都残破不堪 可不死倦的恢复 使得他的血肉飞速的生长 当他彻底走出时 看起来已恢复了打扮 而他的手中 此刻抓着一个昏迷之人 正是圆妖子 白小春没杀圆妖子 此刻一甩 直接将其收入除袋内后 他红着眼 带着煞气 看了看四周 身体一晃 直奔黄子府 远处 无论是天尊还是半神 有或者是西皇城的修士 此刻都心神震慌 哪怕广目天尊 也都忌惮起来 他之前不愿拼命 是因不直的 此刻不愿再阻拦 除了之前的原因外 多色火的爆发 也让他感受到更强的威胁 为了一个皇子 去招惹他不迟 况且大皇子 也只是让本座拖延着白小春片刻 如今也算做到了 无人在阻拦 而邪皇也不知为何 竟始终没有出关 白小春没时间去深思 此刻哪怕疲惫 也依旧速度极快 轰鸣中 直接就踏入皇子府内 刚一踏入 他看到的就是皇子府内 一地的尸体 这些尸体 要么天人 要么原因 死亡的方式 都是眉心一腔 白小春目光所致的同时 他的神识也骤然散开 一眼就看到了 在皇子府后大殿内 此刻站在那里的 一个穿着黑色衣衫 扶着长枪 似要倒下的熟悉身影 鲜血 从其身上一滴滴流下 底面上 已弥漫了 触目惊心的血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